虽然没有证据 但赵王坚信一定是王贤在从中捣鬼 因为普天之下有能力这样帮助太子 又愿意辅佐太子的 只有王贤一人而已 这下局面一下变万分险恶起来 由原先的关门打狗 变成了现在的父辈受敌 赵王殿下和他手下重将领 感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王爷 我们必须改变计划 立即进攻北京 要赶在太子之前打下京城来 高正红着两眼吼道 京城岂是那么好打的 刘强却摇头连连道 那可是先帝营造了二十年的都城啊 别说咱们兵力不够 就是再多上几倍兵马 没有一年半载 也休想攻破北京城的城池啊 田子河又补充道 何况攻破了外城还有皇城 攻破了皇城还有工城 咱们根本不可能在太子率军 抵达前办得到啊 那就先把太子办了 高正咬牙道 太子一死 京城可传袭而定 要是京城的军队趁机攻打通州怎么办 刘强苦着脸道 我们父辈受敌 焉能取胜 实在不行 咱们往西去吧 田子河小声道 你放屁 高正愤怒的拔剑道 还没打就想逃跑 先骗老子先宰了你 放肆 赵王猛的一拍桌案 才阻止了雪剑当场的惨烈场面 咱们是绝对不能离开通州的 这次 刘强却和高正站在一边 缓缓道 咱们在通州 才能和北京分庭抗礼 把天下之争简化为两成之争 一旦离开通州 天下便为北京独有 咱们就是无依无靠的流寇 唯有死路一条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老刘 倒是说说 咱们到底怎么才行啊 陈凯忍不住闷声道 这个 刘强一下泄了气道 惨时我还没计较 其实刘强心里想的是 我们根本没胜算了 从得知通州城的商人 带着粮草集体南下 他便知道人心向背 这天命 果然是在太子身上 赵王想要逆天改命 只能说是已经错过了机会 而这种逆天改命的机会 向来是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的 朱高岁显然比包括刘强 在内的众将领更加清醒 他已经明白 无论再怎么挣扎 胜算都非常渺茫了 但他心中的不甘胜过一切 他不甘心就这样承认失败 不甘心看着太子登上皇位 自己成为可耻的叛贼 遗臭万年 众将看着赵王殿下 神情变幻数次 最终定格在满脸的 不甘和争鸣上 赵王豁的站起来 咬牙切齿道 古异一决 整军 迎战太子 尽管谁都知道 攻打北京城的意义更大 但赵王在两个方案 都希望渺茫的情况下 决然的选择了和太子决战 证明自己比两个哥哥强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执念 无论如何 终究有了个计策 至少众将不再如无头苍蝇一般 终于有个方向了 济南城 太子殿下在英国公张府 安远侯柳生 山东不正使楚言 岸查使魏元 以及跟随他从南京而来的众大臣 完成了摇冀大型皇帝的仪式 身穿众孝的众君臣 便在灵堂外 召开起了军事会议 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与北京城 通州城的情况类似 这里也有不同的声音存在 安远侯柳生认为 应当立即率军北上 消灭在通州的赵王军 英国公张府认为 太子应当稳妥为重 暂时留在山东 等待各地秦王军 抵达再兴北伐 而跟着太子 从南京而来的众大臣 居然提出返回南京 在南京继位登基 以北京为行载 兵败济宁之后 英国公并没有马上返回北京 这虽然有皇帝昏迷 无人下旨召回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 英国公自己并不想 回到漩涡之中 便一直待在济南城 冷眼旁观局势发展 遥控惊中张家的举动 等到张尼参与救驾 张家的态度已经明了 等到朱高赤北上济南 英国公自然出现在 迎接太子殿下的队伍中 虽然他手中 只有几千子弟兵而已 但身为大明第一公爵 天下将门领袖 他的态度 就是天下武将的态度 没有任何人敢轻忽 所以张辅一开口 太子便倾向于留在济南 但这显然与王贤的既定路线不符 柳生与魏元对视一眼 后者微微点头 便开口询问张辅道 不知工业所谓时机成熟 指的是哪些 自然是等到秦王的军队 基本就位 张辅面无表情道 他当然不希望朱高赤太早北上 想让武将集团来收拾赵王 为新军立下这个大功 稳固勋贵们的地位 如今有公业和侯业的三万大军 够不够 魏元问道 自然不够 张辅摇头道 赵王军号称十万 纵使多有虚夸 也有五万之数 我方兵力远不及敌军 张辅话音未落 便听柳声笑道 报个公也一个好消息 山东都指挥同志刘信 青州卫指挥使刘骏等人 近起六万大军 不日即将抵达济南 这样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军队 咱们也能实实在在 拼凑出十万大军来 他们张辅眉头紧簇 心生不快道 虽然已被招安 但态度捉摸不定 恐不能为一张 嘿 公也这话就让人寒心了 柳声摇摇头似笑非笑道 既然已经接受招安 就是朝廷的军队 如今正是用人之计 何分彼此 说着他看看太子 正色道 殿下必须尽快赶到北京 否则 吃则生变哪 嗯 朱高赤被说中的心思 皇帝驾崩 太子却不在京城 这是祸乱之源 历朝历代 不知有多少次教训 他当然不想不前人后尘 只恨不得插上翅膀 飞到北京去 何况王贤已经写信告诉他 刘姓刘俊等人可以信赖 太子殿下心中的天平 又不可避免的 向柳生等人倾斜而去 确实 他们能在这时候来秦王 就说明忠孝可嘉 不应该含了义士的心哪 为了照顾丈夫的面皮 太子殿下又笑道 再说 退一万步假 有英国公和安远侯在此 姑也不怕什么万一 殿下言之有礼 见太子这个态度 丈夫只能退一步 话锋一转道 这样兵力勉强能够 可是粮草怎么办 山东九经战乱 十世九空 哪有粮草供应这十万大军 说着探口气道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问题不解决 如何进兵啊 也是啊 太子等人深以为然的点头 这就更不用愁了 一直没说话的楚颜笑呵呵道 咱们这次是兵马未动 粮草已经在前面等着了 哦 朱高尺吃惊的看着楚颜 楚大人又何高招 回禀殿下 臣今日得报 数日内有几十名通州粮商 携大量粮草南下 如今已聚集在德州 翘首以待殿下 楚颜不慌不忙的说道 这些粮商愿意将粮草无偿奉献给殿下 足以支撑十万大军 一年之用了 什么 这下不止太子等人 就连张福也大吃一惊 这可是天助太子 而且对赵王也绝对是釜底抽薪啊 国有此事 太子一下子站起来 颤巍巍地看着楚颜 十分罕见的失态了 千真万确 臣妻敢用这种事情哄骗殿下 楚颜正色道 只是前日殿下出文恶号 悲痛欲绝 一直没有机会禀报而已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朱高尺激动地搓着手道 果然如此 这些粮商通通都是社稷功臣 姑一定会重上他们 大明朝的天命果然是在殿下 百姓这是单师胡江以待王师啊 这下就连原本想回南京的那帮人也来了劲 毕竟谁都不傻 知道这下胜券在握 哪里还会傻到掉头返回南京 当然要到北京收获胜利果实了 张府何等城府 马上明白过来 一切都在王贤柳生一伙人的掌控下 甚至可以大胆猜测 这半年来的风风雨雨都是在王贤的布局之下 一点点变成现在这样子的 想明白这一点 他暗叹一声 不再坚持己见 转而绽放笑容道 看来是微臣多虑了 既然是天助殿下 我等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立即提兵北上 争讨叛逆就是 英国公所言极是 见英国公也转变态度 朱高尺十分欣慰 当即拍板道 烦请英国公为主帅 调兵遣将 为姑争讨叛逆 太子此言一出 柳生等人的神色便不太自然了 虽然英国公当这个统帅实至名归 但大家毕竟不是一路 谁愿意让他领导 好在英国公头脑十分清醒 摇头婉拒道 微臣谢殿下信赖 只是此事 微臣不是最佳人选 为大局计 还请殿下收回成命 柳生等人脸色这才好看一点 心说算你实相 柳生更是暗暗得意 英国公不是最佳人选 那最佳人选便只能是自己 不会是其他人了 哦 主高师看着英国公 缓缓问道 那以英国公之间 谁才是合适人选 英国公看看柳生 目光又从他的身上移开 最后落在太子身上 淡淡道 非殿下亲征不可 非殿下亲征不可 调戏地看了一眼柳生 张福才缓缓道出了他的答案 柳生的笑容 当时凝固在脸上 古 合适吗 主高师虽然守过两次城 但从来没有御驾亲征过 文言既觉得心动 又有些不安 毕竟打仗就会输赢不定 万一要是输给赵王 自己的微信可就要扫地了 非殿下不可 张福又强调一句 沉声说道 这次赵王叛乱的根基 其实十分浅爆 他之所以能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更多是因为大型皇帝突然病倒 局势失控 被他捡了个漏子所致 但即便是这样 赵王都被赶出京城退居通州 如今纠级手下 虽然看似气势汹汹 但其实内部上下已是信心打丧 无人再坚信赵王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之所以还没有树倒胡孙散 原因有二 一是惯性 二是因为他们担心 一旦兵败会家破人亡而已 张福要让未来新军重视自己 此刻自然不能藏着 继续分析道 只要殿下的身影出现在赵王军前 他们的士气就会一落千丈 然后殿下宣布只问守恶 携从不办 他们的将领就会失去对部下的控制 则彼时我军或是一股作气 或是传袭而定 都是易如反掌之事 反之如果殿下不曾出现 赵王军的士气就能勉强维持住 届时攻城一旦不顺 敌军士气大涨 我军士气低落 就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了 张福最后沉声说道 殿下清征乃是坐稳江山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张福这般话 尤其是最后一句 完全说到了太子殿下的心坎上 朱高尺沉吟片刻 重重点头道 好 就一功也的 张福这才壮弱无意的撇一眼 柳生 意思很明显 跟我够 你还嫩了点 柳生也只能恨恨的 遍过头去 所有人都知道 时间不等人 是以太子亲征事仪筹划的十分迅速 第二天 朱高尺便在三万大军的护送下北上 五天后便与先骑抵达的原白连教六万大军会合 在德州城外举行了盛大的事实一事 为了表示对通州粮商的感谢 太子邀请粮商的代表 也参加了这次事实大会 感动的那些粮商替泪横流 终于不再心疼贡献出来的那些粮食 正如赵王和张福所料 这些粮商齐刷刷带着粮食南下 自然是有人在背后鼓动 但这件事实在是太过简单 根本不值得大叔特殊 因为赵王形势太过高调 以至于谁是他台面上的人 谁是他的后手 锦衣卫不费力气便查得清清楚楚 查清楚这些 只要简单的分析一下 自然就知道 如果赵王在京中受挫 一定会退到通州再做他图 同时也能清楚的知道 赵王这一手成败的关键 就在通州的粮商身上 不幸的是王贤早就 把主意打到这些粮商身上了 因为大明朝实在太缺粮了 山东尤其如此 王贤根本凑不起大军开拔的粮草 以至空有大军却派不上用场 找遍北方各地 也只有这些实力雄厚的通州粮商 能通过便利的草运 将南方鱼米之乡的粮草 源源不断运到北方 然后囤积在通州的粮仓中 高价卖给京城百姓 是的 这些粮商甚至都没有自己的仓库 直接拿朝廷的粮仓来囤粮 也根本不担心会被朝廷侵吞 因为舱厂侍郎以下全都被他们买通了 所以赵王之前巡视通州粮仓 看到的那满仓的粮食 并非舱厂侍郎临时借掉过来 而是原本就寄存在那儿 若是正常光景 想让这些手眼通天的大粮商拿出粮食 那简直是白日做梦 可眼下不是正常光景 王贤让人给那些粮商带话 告诉他们 他们的粮食已经被赵王盯上了 如果赵王篡位成功 还有可能注意点吃相 可如果赵王失败了 一定会退到通州 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对他们的粮食下手 大粮商们虽然不是被吓大的 但作为商人 最在意的自然是自己的财务安全 本人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精神 纷纷从棺仓中提出自家的粮食 装传运出通州 不过这时候 还没有人想要投奔太子 是王贤的预言实现后 粮商们发现 赵王真的要在通州造反 这下全都吓坏了 他们很清楚 赵王一旦找不到粮食 肯定会杀他们泄愤 恐怕到时就算交出粮食 都不能保证安全了 这时 有人在锦衣卫的收益下 宣称太子殿下已经到了山东 即日便将北伐 提议不如将粮食献于太子 等到太子坐稳江山 收益一定远胜于卖粮所得 朱高赤在百姓心中 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 又素有人义之名 粮商们何其精明 焉能算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一笔账 马上就积极响应 几乎一夜之间 便携家带口从通州城消失得无影无踪 南下投奔太子来了 适时之后 太子亲自挂帅 以安远侯柳生为先锋 英国公张辅率中军 山东都指挥同志刘信 都督同志莫问率左路 青州位指挥使刘骏 都指挥使许怀庆率右路 焦州位指挥使刘阿丑 都指挥使二黑殿后 各路共十万兵马 连带随行的民夫 合计号称二十万 浩浩荡荡 往通州进发 大军一路上锁过之处 百姓无不担实胡将夹道攻营 各路官府也无比公顺 州府长官 亲率境内官兵一勇 自带干粮 纷纷加入秦王大军 等到行到苍州 太子的大军已经膨胀到二十余万 到了天津 兵力膨胀到三十万 到了廊坊 直接积赃到四十万 这还是考虑到后勤实在困难 太子殿下劝回了许多秦王军的结果 什么叫民心所向 这就叫民心所向 到此刻 英国公也终于扶起了王贤的判断 太子确实必须要立即北上平叛 如果蜷缩在济南 或者退回南京 一定会大失民心 哪里还有如今民心所向 天下无敌的风光 朱高士也在暗暗庆兴 幸亏自己听了王贤的话 如果让朱瞻基抢了先 天下民心可就全都偏到太孙的身上了 虽然那是自己的亲儿子 但天家无父子 虽然太子殿下绝不会承认 但他确实是自己最大的威胁 通州城 太子军的一举一动 自有斥后随时禀报给赵王等人 但每一次禀报 对赵王等人的信心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耳听着太子的军队一路上飞速膨胀 所到之处官府都在第一时间沉浮 并全力配合支持太子北伐 甚至连老百姓都贡献出刚刚收获的夏良 踊跃加入义勇 竭尽所能支持太子 赵王之下 所有人的心中一片冰凉 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 他们没法再自欺欺人 只能承认太子才是天下公主 他们这伙人 不过是一群令天下人唾弃的叛逆而已 渐渐的 逃足开始出现 继而有军官领着承建制的军队逃跑 对此高正等人想让赵王颁布连坐之法 通过严刑郡法来遏制这一现象 然而赵王殿下的反应却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只是说一句 不坚定跟随本王者 由他去吧 便不闻不问 更不要说颁布法条了 赵王对潜逃者不闻不问 却督促下面人 加紧筹备登基大典 他要在通州城当皇帝 这让将领们私下里十分担忧 感觉王爷似乎已经丧失的希望 有破罐子破摔的倾向 等到柳生的前锋大军抵达通州城外时 赵王军的潜逃达到了最高潮 动辄成百上千的士兵逃走 有些直接就投降了柳生 城内各军出现了严重的缺边 谣言似起 士气十分低落 田子河等人深律太子大军兵风强横 提议弃守通州向山西方向转战 这一提议得到了不少将领的负荷 这些带兵之人最清楚 如今无论从道义 兵力 气势 梁末 各方面都与太子军相差悬殊 坐守通州 纯属等死 既然如此 自然走为上继 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赵王严厉的斥责 我们离开通州 朱高尺就要到北京登基去了 赵王像吃人一样 怒视着田子河等人 他就赢了 我们就输了 殿下 眼下不是争这口气的时候 田子河等人苦口婆心的劝道 让太子去北京 有好个烂摊子等他收拾 咱们还有喘息之计 等他和经理的太孙闹翻了 咱们就有可乘之机了 你们住嘴 赵王刷的拔出宝剑 歇斯底里道 谁敢再说逃跑 姑就杀了他 殿下 田子河等人还想劝 赵王竟真的一箭批出 田子河震惊之下 只躲开要害 慌忙用胳膊去挡 被锋利的宝剑 一下斩掉了右臂 灯石鲜血喷涌 半边身子都成了血人 旁边的将领惊呆了 赶忙上前帮田子河止血 田子河面色惨白的 紧闭双目 满脸 哀莫大于心思 谁敢再动摇军心 就不只是掉一条胳膊 这么简单了 赵王看一眼地上的断臂 提着带血的宝剑 声色俱力道 殿下 刘强等人只好扶着 摇摇欲坠的田子河退下 太子的大军 规模越来越庞大 行进速度自然也就越来越慢 对此 英国公张福等人 表示十分忧虑 担心赵王会趁急逃走 殿下 赵王一旦息去 战事可能就会拖长 咱们可养活不起 这么庞大的军队啊 张福劝说太子道 应当速速进军 以免夜长梦多 安远侯 不是已经率军队 抵达通州了吗 太子端坐在大仗中 比往日里多了许多威严之气 冤庭越智 岭然不可侵犯 安远侯的兵力 想要攻城略显不足 不如让微臣率一支军队 与他和平一处 一起攻城 张福沉声说道 英国公不必心急 太子却摇头笑道 哭的三弟 一定会在通州等着我的 哦 殿下何意见得 张福不解问道 因为北京虽然很近 却诚恥招神 一手难攻 他根本没有信心攻取 太子微笑看着张福 言谈间传递给他 强大的自信道 而且他的部下家眷都在北京和通州 怎么可能愿意和他亡命天涯 最重要的是 他从小最受父皇宠爱 没吃过什么苦 没担过什么事 太子陈生说道 如今遭受打击连连 孤不相信 他还有勇气从头再来 但愿如此 张福只好不再劝说 随着太子的大军 缓缓向京城逼近 通州城 众将扶着田子河退下 赶忙让军医给他处理断壁 看着机遇昏迷的田子河 众将心中难免生起 吐死湖碑之意 诸位 王爷这是怎么了 傻子都知道 老田这话一点错都没有啊 陈凯跺脚连连道 太子兵里已经超过四十万 北京城里还有二十万进军 咱们就这几万人马 还逃着逃跑着跑 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 那倒要留在这里等死不成啊 我看王爷是疯了 沉默寡言的马术悠悠开口道 众将竟纷纷点头 颇为认同 他们是经历过全城的 原本朱棣病倒后 赵王的胜算极大 整个京城和皇帝的老命 都被他捏在手里 在当时看来 绝对稳操胜券的一场 然而谁也没想到 最后竟是赵王大败亏叔 灰溜溜逃出京城 逃出京城时 赵王还不算特别灰心 毕竟以为还可以占据通州 把京城里的太孙等人活活饿死 谁知道了才发现 通州城里的粮食 已经被王贤全都运给了太子 这下要活活饿死的 不是太子太孙 而是赵王自个儿了 在眼看着太子 一路呼风唤雨 万民归顺 大军急剧 赵王就彻底明白了 自己和太子的差距 想要跟他摆手腕 根本毫无胜算 从昨日稳操胜券 到今日毫无胜算 形势急转之下 如瀑布一般 换谁都接受不了这种落差 而赵王殿下 一没有从头再来的毅力 二没有从头再来的能力 这样想来 他风才是正常 不风才是奇怪 只是大家原本跟着赵王 是想从容而起 近身大明朝第三批 功勋王侯的 可不是陪着他一起封 一起死的 咱们该怎么办 陈凯看着 愁容不展的众人 只见就连脾气最火爆的 高正也蔫在那儿 没有人出声回答 但所有人心中 都有了各自的答案 当天夜里 刘强和马树率军出城 投降了太子 几乎同时 陈凯率军西去 这么大规模的军队出城 自然绝对瞒不过 负责呈防的高正 然而素来暴躁的高正 居然对此不闻不问 当部下向他 禀报这一情况时 高正正在狂喝烂饮 文言只是打了个酒格 便继续痛饮烈酒 一直到烂醉如泥 第二天 朱高最在原先的 通州府衙中 举行登基大典 正式称帝 虽然条件十分简陋 甚至连韶乐 都是由通州妓院中的 乐般演奏 但赵王殿下 还是一丝不苟的 完成每一个步骤 完全沉浸在典礼的气氛中 尽情享受这一刻的尊荣 当他身穿龙袍 头戴冠冕 在宝座上端座后 看到眼前 只有几个内侍文官 这才微微皱眉道 真的武将哪里去了 这回皇上 那时太监硬着头皮 答道 刘将军和马将军 昨夜投了太子 陈将军率军西去 田将军伤重未愈 高将军宿醉未醒 故而都没出现 哼 这群武夫 果然不足为凭 朱高岁也只冷横一声 便不再放在心上 开始加封眼前的太监和官员 文官都是上书一级 太监也全都得了都督的名号 只是太监和官员们 高官显觉加深 却都没有一点兴奋的样子 显得很是 视公民为粪土 当然他们不是 真的视公民为粪土 只是视这样的 公民为粪土罢了 眼看太子的大军 就要兵临城下了 还在这儿过家家 有意思吗 至少赵王 不 皇帝陛下觉得十分有意思 看着新丰的文臣武将 高谈阔论道 等到平定天下 而等便是朕的定难功臣 到时候 再封功佳绝 世袭罔替 太监和文官们还待在那里 直到有人反应过来 才七零八落的谢主隆恩 免礼平山 朱高岁又示意一旁的太监 宣布自己的年号为真龙 按规矩为了表示 对老皇帝的尊重 都是次年改元的 但朱高岁不打算等那么久 夏至即日便改元 所以在通州城 今日便不是永乐年间了 而是真龙元年 六月初六 下面的官员自然也不会反对 反正跟郭家家一样 随他开心好了 朱高岁接着又让人宣旨 准备给先帝上妙号 还没开始念 便见一名军官 满脸黄级的冲进来 高声道 不好了 殿下 放肆 要叫陛下 朱高岁把脸一沉道 下次再敢叫错 定斩不饶 是 陛下 那名军官被噎了一下 赴匪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穷讲究 什么事儿啊 朱高岁这才缓缓问道 太子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把我们团团包围了 这名军官这才想起正事儿来 赶忙禀报道 啊 唐家众人纷纷 七情上面心中哀叹 这下可跑不了了 慌什么 朱高岁沉稳地起身 迈步走下龙椅道 随朕去城头看看 众人慌忙 随着朱高岁到了金殿门口 却见皇帝陛下又站住了 殿 陛下 怎么不走了 随时太监问道 仪仗何在 朱高岁沉着脸道 啊 众人哭笑不得 劝道 皇上 是有从权 咱们还是赶快赶到城头要紧 荒唐 朱高岁却十分坚决道 朕是天子 一举一动 必须符合理智 没有仪仗 如何让人知道是天子出行 呃 众人无可待合 只好赶紧给皇上张罗起仪仗来 好在为了登基大典 背了不少裸散 大扇 金瓜 辅月 砸起砸吧 凑一凑 还是凑起了五颜六色 一对长长的仪仗 乱七八糟 看着这根本不符合理智的 无和之众 皇帝陛下冷哼了一声 勉强不再说什么 登上了用八台大轿 改成的预念 皇帝起驾 太监高唱声中 教父们抬着皇帝陛下 在活像一条鸡毛胆子的 仪仗引导之下 浩浩荡荡出了皇宫 大街上一片兵荒马乱 百姓张皇不知该躲向何处 忽听到前方有明罗开道声 寻手望去 只见一只长长的仪仗队伍为仙岛 后头的眉鹏大叫上 端坐这个身穿龙袍的中年男子 陛下出行 尔等还不回避 朱高岁的文武大臣高声吆喝着 有人用鞭子抽向躲避不及的百姓 老百姓赶紧想要跑开 却又被鞭子抽打喝之道 见了陛下还不下跪 老百姓这下彻底懵了 您到底是让我们躲呀还是跪呀 总得有个准话吧 于是有的跪有的躲 一时间成了眉头苍蝇 乱成了一锅粥 朱高岁坐在玉年上 面无表情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不知是在享受还是觉得恶心 当他在全副一仗开道下 终于登临城头时 四十多万太子大军 已经将通州城包围的水泄不通 站在城上往城外望去 只觉置身于一座孤岛 孤岛外是茫茫不见边际的浩瀚海洋 这个时候城头上的众人 才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的弱小 朱高岁站在城头 一身黄袍分外扎眼 看着城下的茫茫人海 让人喊话 要和太子对话 城下重将不敢自砖 连忙请着太子 太子却摇头道 回头 有的是时间面对面坐下来谈 何苦扯着嗓子对吼 让将士们看天家的笑话 朱高岁在城头等了两久 也没有等到太子出现 反而看见城下的太子军 开始准备攻城 城头的将领都知道 太子不愿见朱高岁 担心他会大罚雷霆 下旨不惜一切代价进攻 谁知皇帝陛下只是深深叹了口气 便退下了城头 重将摸不着头脑的看着朱高岁 下一刻就顾不上皇帝陛下的感受了 因为攻城开始了 太子虽然兵多 却并未强攻 顾及到城内百姓的安全 甚至没有开炮用投石机 只是用火冲和弓箭射击城上的守军 不过即使如此 气势也十分惊人 漫天的剑语如乌云一般呼啸着射向城头 火冲的身影像年三十二的暴涨一样 震耳欲聋响彻云霄 城头的守军本来就没什么士气 纷纷抱头鼠窜 要么全城一团躲在剑舵下 要么连滚带爬逃下城头 有多远逃多远 转眼之间 城头上就看不见有敢于抵抗的敌兵了 城下重将愈悦愈势 纷纷向太子请命 要带兵攻上城头 然而 太子并没有要派兵攻城的意思 看着城头上瑟瑟发抖的赵王军 叹得口气 缓缓摇头道 都是大明的子弟兵 能少死几个 也是好的 说着便下令明金收兵 憋了一肚子精力 无从发泄的将领们只能闷声道 殿下仁慈 便泱泱率军而回 只有柳生张辅莫问几个精明过人之辈 才能隐约看出太子的意思 这一意 太子是不想让任何将领出风头 以免战后又造就出一批伟大不掉的新贵 另一面 太子也需要尽情的自我展示 还有什么比太子殿下亲率仁义之师 平定叛乱 携大圣之威 进京称帝更好的脚本吗 所以这一战 只能由太子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大获全胜 任何人都不能抢了太子殿下的风头 看着太子的背影 张辅不禁暗暗懊悔 自己还是太大意了 居然还用老眼光来看太子 忘了他已经是大明朝事实上的皇帝 真正的九五之尊了 再看看柳生莫问等人 一直安静的表现 张辅就更加懊恼了 自己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不如柳生这个老狐狸就罢了 居然连个后辈都不如 柳生和莫问等人 也看到了张辅刹那的失态 待英国公走远了 柳生撇撇嘴朝莫问挤眉弄眼道 这么多年了 还没看到老张这么不记事过 莫问轻声笑道 若不是在山东书给了侯爷 公爷自然不会这样心急上火 莫问虽然素来严肃寡言 但是眼下大局已定 长久以来压在头上的阴霾去了大半 也有心情调侃一句了 他哪是输给我 明明是败在你手下的 柳生话虽如此 还是忍不住得意的笑了 他之前比莫问的压力 大了何止十倍百倍 永乐帝还活着的时候 所有人都以为他和柳家 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哪想到一番艰苦的挣扎之后 居然现出如今的大好局面 自己居然成了新军面前的红人 连英国公都被压在身下了 不说得意洋洋收兵而回的太子军 单说城头上惊弓之鸟一般的赵王军 带到城下敌军悉数退去 才敢探出头来 茫然的看看城下 互相对视着 不知太子军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怎么射了一通掉头就走 这时才有人发现 太子射进城里的剑枝 剑杆上都缠着黄绸 赵王军士兵拿起剑杆 解下黄绸一看 上头是太子殿下的御令 还夹盖着太子的印章 不过大部分官兵都不识字 纷纷围在粗通文末的同袍身边 催促道 快念念 上头写的是啥 上头写的是 太子殿下有令 而等皆是大名将士 大都只是奉命行事 并非诚心追随 叛乱 实在的官兵眼口吐沫 引去赵逆二字 接着念叨 若能幡然醒悟 放弃抵抗 向太子投降 则非但可以既往不救 还可恢复军级 继续为大名当兵 说到后头那些个官兵的声音 不由自主的便高抗起来 还有这好事 正惶惶不可终日的赵王军士兵 一下子像捡到救命稻草一样 激动的不能自已 不止那后面还有 实字的官兵兴奋的看着后头 声音却戛然而止 旁人连声催促 实字的官兵却白手连连的 念不得念不得 有啥念不得的 睁眼瞎们急得直跳脚 瞪眼看着黄筹上的字道 不就是些人名 还有家母吗 再不识字的人也认识一到十 也能认出赵贤孙里这些常用的姓氏 睁眼下面便开始努力的联蒙带猜 拼凑起后面的内容来 这个叫猪什么的 五万两 姓高的三万两 姓田的三万两 姓陈的也是两万两 这只有机智的小伙子一拍大腿道 这不是王爷 不 陛下还有三位将军的姓吗 肯定是上阁 众人笃定道 是啊 没有刘和马 肯定是因为他们昨夜已经过去了 马上有人补充道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识字的家伙一边撇清 一边按耐不住的显摆道 这确实是悬赏 是太子殿下开车的架码 生死无论 嘿 众官兵爆发出一阵吸气声 接着就惋惜起来 要是刘马二人还在城里 这份名单上的赏格肯定会大很多 城头上啊 原本绝望沮丧的气氛 灯石一扫而空 赵王军官兵们眼中重燃希望之火 不少人还财迷心窍 盘算着如何能得到赏格 立个大功 封妻印子 赵王军将士公开的讨论起 如何投降 如何拿下朱高岁等人 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却没有军官喝止 因为军官们也同样攥着太子的御令 盘算起出路来 如此大的动静 自然瞒不过朱高岁身边人等 跟随朱高岁的太监 赶忙将搜罗到的几份太子手遇 呈送给皇帝陛下过目 朱高岁正在用御膳 听说太子招降自己的部下 严明 守恶必半 邪从不问 还依然无动于衷 一态万方的用御主 对付着盘中的石鱼 慢条斯理道 石鱼鲜美 只是刺多 朕固然早已忍述此道 然恐日后子孙有年幼者为其所害 今日立下规矩 石鱼不得入御膳 一旁的太监心中哀叹 哪儿还有日后啊 却也只能哭丧着脸点头道 奴才 记下了 哼 你记下有什么用 起居住上要有记载才行 朱高岁冷哼一声道 起居住 太监愣了一下 咽口吐沫道 回陛下 还没来得及安排摄人做起居住 混账 没有起居住 后世子孙如何知道朕的言行 如何隐为祖训 朱高岁冷冷撇一眼那太监 还不快去 是 那太监只好出去 正好碰见一名官员 便抓住他 将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对方 那官员原本是个酒品的杂官 今日大典被封了礼部尚书 可谓一步登天 总得给皇帝陛下一个面子啊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一时间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空白书册 总不能拿张纸就进去吧 那也太不正规了 还是那太监有办法 找了本为登基大典所做的礼书 塞到那官员手中 那官员一看 烫金的皮面 上好的纸张 确实很像样子 可翻开一看 灯是苦着脸道 这这这这上头有字啊 这 号头不是还空着 那太监翻了翻书册 满不在乎道 就一夜 足够了 那太监摆了摆手 把那官员推了进去 在他身后嘟囔道 恐怕这皇帝当到头 一夜纸还没用完 那起居住官员进去时 见朱高岁正在翻看 那几夜太子御令 便立在一旁 提笔在起居住上写道 龙凤元年六月初六 上驻臂通舟行宫 伪太子兵为之 建设招乡文书入城 多有大逆不道之言 有时尚用御膳悦之 写到这儿 那官员便停下笔 看朱高岁接下来的反应 只见朱高岁眯着眼 神情难以捉摸 沉吟许久 缓缓道 召集众庆家到秦政殿议事 那起居住官员抽抽嘴角 付费道 什么秦政殿 不就是府衙的牵牙房吗 但也只好提笔记道 上命公卿大臣 与秦政殿议之 太监赶忙让人去召集公卿 朱高岁起身过去 看一眼的起居住官员道 朕用膳食的话 记下了吗 这微臣未曾听到 起居住官员轻声道 那太监赶紧在他耳边 小声嘀咕起来 起居住官员赶紧写道 上命御膳房 不得被食鱼 以为阻治 片刻之后 朱高岁今日所封的公卿大臣 出现在秦政殿中 只是人数比之前少了一半 估计那些人已经逃走了 朱高岁也不以为意 端坐在龙椅上 接受完众人的朝拜 把那几张太子御令分给他们 让他们畅所欲言 那些到现在还能出现的家伙 除了忠心耿耿之辈 就是十足的官迷 要知道他们今日之前 最大不过七品 哪有资格上朝啊 更别说在皇帝面前 侃侃而谈了 无论哪一种 这会儿啊 自然都会发表看法 就算过过军级大臣的瘾 那也是很好的嘛 起居住官员韵笔如飞 将众人言谈记录下来 兵部尚书张顺奏约 伪太子大逆不道 居然敢悬赏捉拿皇上 当决一死战 大都督狗三奏约 愿提大军出城 为陛下出气 护部尚书马玉奏约 贼兵势大 不可以卵击实 群臣静相发言 吐沫四处飞剑 只是苦了那起居住官员 转眼间就写满了一页纸 然后就傻了眼 又不能让他们停下来 等自己换一本 只好一咬牙 在封皮内面上写起来 当然他也学乖了 不再记载那些官员的废话 只等着朱高岁开口 终于 等所有人喷完了吐沫 朱高岁这才缓缓开口道 众庆家忠勇 请战之心可嘉 然 同事操歌 尤为天和 朕不忍见军民罹难 同意和谈 人家哪说要和谈了 起居住官员不禁付匪 但也只好提笔记道 上曰 同事操歌 尤为天和 朕不忍见军民罹难 同意和谈 通州城外 朱高岁的信使 连夜来到太子大营 奉上朱高岁的手书 太子终究是个厚道人 没有计较朱高岁在信中 称朕称至的措辞 看完信之后 只是缓缓对张福柳生等到 哭着三弟 终于想起来要和谈了 殿下 不能与他和谈 张福马上大声反对道 赵王大逆不道 公然举兵造反成帝 若这样都可以得到和谈的机会 明日大明不知有多少野心家 会起而效仿 柳生等人没说话 不过也点头表示同意 太子看一眼那信使 缓缓道 听到了吧 孤的大臣都不愿意和谈 那就只能战场上见了 那信使倒是人才 朕朕有词道 殿下速来人名满天下 怎能忍心 只诸多军民亡死啊 大胆 柳生等人呵斥起来 不是诏逆造反 又岂有这场刀兵之祸 但现在是殿下不肯罢兵 那信使冷笑道 想要罢兵也很简单 不一定非要和谈 太子看着那信使淡淡道 你带话给孤的三弟 立即出城投降 孤可以留他性命 那信使顿一下 知道这不是自己可以回答的问题 便乖乖退下了 但那信使一走 众将也纷纷退下 太子眼前只剩下英国公 张府咒眉道 殿下 赵王是君父 留之不得 太子面无表情的盯着帐顶 许久 目光降下 看着张府道 大兴皇帝是病死的 与赵王 与任何人都无关 这 张府眉头皱得更紧 正在组织措辞 便听太子接着悠悠道 孤以为 父皇在天之灵 也不愿看到史书记载 他是死于非命的 必须要以大型皇帝的名誉为重 是 张府只好点头称是 但直觉告诉他 这并非太子要掩盖 大型皇帝之死真相的真正原因 至少也不是主要原因 等到信使回城 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朱高岁依然没有旧寝 却不是在等待回信 而是在举行大婚 朱高岁的王妃 在数年前的那场丑闻中 被朱棣赐死 便一直没有续嫌 既然已经登基 当然不能没有皇后 朱高岁原本计划 登基次日便举行丰厚大典 但看这情况也只能提前了 好在按照古理 婚礼就应该在黄昏后举行 倒也算说得过去 这场在深夜中举行的丰厚大典 比白日里的登基大典还要寒碜 也就是跟寻常富户成亲 差不多的排场 但这又注定是一场 前无古人的罕见婚礼 非但是在登基当天成婚 而且皇后人选 也经得官里的众人 目瞪口呆 在欣赏了朱高岁 整整一天的行为艺术之后 众人以为没有什么 能再让他们吃惊了 直到看到从花轿上走下来的 那个凤冠侠批名谋酷赖的皇后娘娘 他们齐刷刷的惊掉了下巴 有人甚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男的 惊呼声不可遏制的响起 礼部尚书兼中书社人 忍不住手一抖 一道粗粗的墨迹落在了新幻的一本起居柱上 那名朱高岁选定的皇后居然是个男的 虽然貌美如花 胜过世上大多数女子 但她铁青的胡茬 突兀的猴杰 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她的性别 是如假包换的男子 怎么 谁规定皇后一定是女的了 朱高岁又换了一身龙袍 仪容收拾得分外整洁 仿佛年轻了十岁 又回到年轻时俊秀绝伦的样子 她看着众大臣大惊小怪的样子 不悦皱皱眉 温柔地拉住那男子的手 将她一把揽在怀里道 朕敢为天下仙 身仙垂饭 自即日起 天下人两情相悦者 不拘男女 皆可结为夫妻 朱高岁说完 场中一片鸦雀无声 这是朱高岁一直以来的夙愿 甚至是她想当皇帝的动力之一 如今虽然不是理想中的场合 但能说出这番话来 还是让她激动得满面仗红 见群臣像吃了耗子一样的表情 朱高岁不悦道 怎么 你们敢反对不成 臣等 不敢 群臣本着你高兴就好的心思 哪里会吃饱了撑的反对他呀 朱高岁哼一声 冷笑道 量你们也不敢 说着看一眼礼部尚书道 记下来了吗 写起居住的官员 心中一万种神兽奔涌而过呀 手中笔无意识的在纸上 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日子 等他回过神一看 起居住已经被自己涂成了大花脸 赶忙低下头换夜 撩草的寄道 夜 上大婚 后乃 男子 上约 自其日 天下人两情相悦者 不拒男女 皆可皆为夫妻 朱高岁这才心满意足的 挽着皇后的手进了洞房 至于里面如何合谨 如何交太 就不是外臣可以支支的了 众大臣看着红竹高照的交太殿 纷纷摇头叹气道 陛下这是胡闹呀 怎么能把男宠封厚呢 是啊 当初汉武帝想让韩燕当皇后 幸好有太后阻拦 可是本朝哪有太后啊 咳咳咳咳 诸位大人 一名头脑还算清醒的官员 忍不住吐槽道 还当真啊 一句话惊醒了过于投入的众人 他们才醒悟道 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场儿戏罢了 不禁纷纷垂头丧气 有人忍不住嘟囔道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皇后是男的又如何 是啊 让我娶个男的都可以 旁边人身以为然 忍不住叹气道 只可惜 众人正在自伤 信使从外头满头大汉进来 看看披红挂绿的院子 愣了一下 问道 什么情况 你出城的功夫 皇上已经大婚了 旁边人告诉他道 而且皇后还是个男的 啊 信使愣了一下 旋即提起正事道 太子已经会话了 如何 众人这才想起 这才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太子说 不能和谈 只能无条件投降 信使道 唉 这种事我们可做不得主 众大人面面相觑道 得赶紧禀报笔下 笔下正在动房呢 谁敢打扰啊 有人摇头道 还是等明天再行禀报吧 不行 万一太子等不到答复 明日攻城怎么办 兵部尚书断然道 城里的官兵已经跑了一半 剩下一半没跑啊 是在盘算着 拿咱们的人头换赏钱 那那那那那必须得叫起皇上 众人马上同意了意见 可是谁都不敢当这个出头鸟啊 唯恐被已经变态的朱高岁杀掉 甭担心 他不是当皇上上瘾吗 写起居住的礼部尚书自信道 半夜里被叫起处理军情 也是皇帝的一种体验啊 众人身以为然 便一起到焦太殿外大声叫道 皇上 请以国事为重 爱惜龙体啊 果然 不一会儿门开了 朱高岁穿戴整齐出来 冷声道 什么事啊 在朕的大婚之夜 吵吵嚷嚷嚷 顿一顿道 要是没什么正事 朕斩了你们的狗头 众大臣唯唯诺诺 将太子的话 禀报给朱高岁 朱高岁听了沉默半赏道 朕 何一详 众人虽然意外 但还是悄悄松了口气 只是又听朱高岁话风一转道 但 朕有个条件 众人的心一下提起来 唯恐他又出什么妖娥子 朕要一个月以后 才能投降 朱高岁沉声说道 皇上这恐怕办不到 那信使盲劝说道 那边的意思是 皇上明日一早就得投降 不然他们就不接受了 哎呀 是啊皇上 既然决定了就痛快点吧 众人也纷纷劝说道 十天 朱高岁退一步 满脸不爽道 总不能让朕 连十天的皇帝都当不成吧 众人这才明白朱高岁的心思 不由大家比 兵部尚书劝道 陛下 吃则生变啊 现在城中军心不稳 不少人想拿陛下的性命换取前程 多上十天 后果不堪设想啊 朱高岁神情明显一变 果然不再坚持道 那就 三天如何 众大臣摇摇头 朱高岁再让一步道 两天 不能再短了 众大臣依然摇头 吏不上书苦劝道 陛下 两天时间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 何苦来哉呢 朱高岁双目喷火 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不容置疑道 明日五十一号 至少要让朕的皇帝 当满一整天吧 唉 陛下 这又何苦呢 见他这样 钟大臣终于同意了 只是对他非要坚持 当满一整天的皇帝 仍然很不理解 朕要比完颜成林 当皇帝的时间更长 朱高岁说完这一句 丢下面面相去的众人 转身进去 这个完颜成林是谁啊 许多人满脸懵懂 齐刷刷望向李部尚书 他是正经举人出身 学问还是很好的 李部尚书叹了口气道 金墨帝完颜成林 再为时间尽半日 乃迄今为止 再为时间最短的皇帝 哦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大悟 这下明白了朱高岁的执念 男人怎么能被冠上 史上最短的称号呢 第二天临近中午 太子率军在城下静候 城内 赵王最后一万多军队 已经集中起来 在大街上列队 等候朱高岁的身影出现 皇宫中 朱高岁一身龙袍 和他的新婚皇后对坐 太监端上一杯酒来 这皇后啊 茫然的看着朱高岁 不明所以 不明所以 紫童 朕投降后 你难免受辱 朱高岁探口气道 为了朕的体面 也为了你自己的明节 喝了这杯吧 这是毒酒 皇后就是再无知 也明白过来了 一下子蹦起来 粗着嗓子吼道 我不喝 朱高岁皱了皱眉 几个太监便从皇后身后 把他按住 撬开他的嘴巴 就要往里灌酒 朱高岁 你个死变态 皇后挣扎不得 破口大骂道 昨天让我赶紧屁眼的时候 就该一棍子臭死你 见朱高岁变了脸色 太监赶忙将酒灌进去 皇后被灌了毒酒 依然破口大骂了好一会儿 你不得好死 下辈子还让人干屁儿 依然不见断气 朱高岁铁青着脸 抽出剑来 捅进了皇后的胸口 鲜血喷涌而出 乌言晦语才戛然而止 朱高岁看看手中带血的宝剑 横过来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对躺在地上 有出气没进气的皇后笑道 子头 你又何苦如此 朕只不过让你先走一步 这就来追上你了 朱高岁啰里巴缩这么长 太监们早就反应过来 慌忙夺下他的宝剑 朱高岁也没有激烈的挣扎 只是叹了口气道 难道朕连死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不管怎么说 朱高岁身边的太监 都照顾了他十几年 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文言纷纷跪下哭道 陛下不要冲动啊 朱高岁长叹一声 罢了 看一眼呆立在一旁的礼部尚书 咳嗽一声问道 可都记下来了 那官员这才明白朱高岁这番做作 事为何故 赶忙在起居住上记载道 真龙元年六月初期 败局已定 尚不忍见无辜受禄 决已出城请降 临行 震煞皇后 又欲自强 为众官所祖 尚掩面长屉 写完之后 朱高岁伸出手来 那官员赶忙把起居住 送到他的手中 朱高岁便翻看起来 每个字都看得十分仔细 看着上面记载的 一件件一桩桩事一页 他竟露出满足的神情 半赏方和尚起居住 叹道 不须赐声了 五十 通州城门洞开 一头剑朔山羊 拉着一辆小车 缓缓从城中而出 车上坐着披散头发 赤脚白衣的朱高岁 朱高岁身后 跟着他的一干大臣 那礼部尚书自然也在齐列 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心说 起居住还应该再加上几个字 上器官显足白福 乘洋车出城而降 过一日而亡 嘿 这样才算完美 朱高岁的洋车 穿过太子军的人山人海 行了足足斩查功夫 才来到那 才来到那面 中军大旗下 大旗下 太子身穿金甲 端坐在八匹 黑色骏马拉的 庞大战车上 目光威严的 俯瞰着朱高岁 朱高岁也看着 做威严状的太子 心中竟生出几分讥笑 这排场 这金甲 让这头猪穿着 真浪费 嘿 大胆 朱高赤身边的重将领 齐声低喝道 见了殿下 还不下跪 朱高岁这才 不慌不忙的下了洋车 双手举起赶车的鞭子 跪在尘埃中道 亡国之人朱高岁 拜见太子殿下 太子见状文言 眉头紧皱 恼火之意十分明显 你忙得哪门子过 见太子皱眉 流声怒喝道 来人哪 给这家伙外身穿的 让他重新来过 手下文明 就要上前推丧朱高岁 朱高岁满面怒容的挣扎道 你们不能这样对战 啪的一声 朱高赤重重一拍桌案 害得所有人都停下动作 只见太子殿下 脸上阴云历布怒道 大逆不道 凭你也敢称皇称帝 说着语气欲发 尖刻道 还学人家亡国之君 做洋车出降 你是在耍猴戏吗 朱高岁张大了嘴巴 看着太子 三十多年来 他从没见过太子 这副表情更没听过太子 说过这种尖酸刻薄之言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朱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你不配再姓朱 朱高赤一扶一袖 指着朱高岁面前那头雄壮的公羊 冷声道 从今以后便跟他姓吧 啊 朱高岁当时尖叫起来 惊恐的看着朱高赤大叫道 大哥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我们是一奶同胞 羞辱于我 就是羞辱你自己呀 哼 你何时把我当成过大哥 朱高赤快意的看着散发显足 满脸金黄的朱高岁 咬牙切直到 从今日起 你便不再姓朱 改姓杨了 皇家的族谱中 再不会有你的名字 大明的历史上 也不会有你存在的痕迹 朱高赤 你不能这样对我 朱高岁文言脸上的愤怒惊怒 放大了十倍 几个侍卫都按不住他 让他直跳脚 生死历劫的吼叫道 没有人能莫杀我的存在 朕所做的一切 都为亲事留名 哼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朱高赤冷哼一声 不懈地看着朱高岁道 姑 说到做到 绝对不会让你这些丑心 流传到后人耳中 你不能这样对我 不能 朱高岁明白 以太子今时今日之地位 说出来的话就是金科玉律 断无更改之理 灯石像被抽空的力气 一下子摊在那里 难难道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哼 姑还要问你呢 姑自问对你无可挑剔 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二十年如一日地仇视于我 朱高赤看着朱高岁 身披羊皮 尾顿余地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突然感觉快意消退 只剩下深深的厌弃之情 你做错了什么 朱高岁闻言惨笑道 你剩下来就是错 凭什么同父同母 一脉而生 你这个又胖又缺的蠢货 就是不能更替的世子太子 我和二哥却只能当一辈子藩王 大明朝统宫才几个藩王 寻常人求之不得 你却不知感恩 反生怨恨 朱高岁又是一阵火起 过往二三十年种种不快 稀疏涌上心头 让他恨意陡生 正要习惯性的压下去 突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无需再忍 现在是向那些侮辱自己 损害自己的家伙 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想到这儿 朱高赤再次重重拍了下桌案 指着朱高岁喝骂道 像你这种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之辈 根本不配称之为人 说着历声道 把羊皮剥下来给他披上 从今以后 只许他四脚着地 场中众人都惊呆了 万万没想到 素来温和敦厚的太子殿下 居然还有这样凶狠乖利的一面 朱高岁更是呆若木鸡 他今天才知道 总被父皇嫌弃 认为不孝正宫的太子殿下 其实才是最像 乃父乃祖的那位 而且隐忍功夫 远在乃父乃祖之上 隐忍的有多辛苦 报复的就会有多激烈 如果能早看透这一点 朱高岁兴许会选择不同的道路 可惜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侍卫拔出锋利的宝剑 一剑砍下羊头 羊血喷涌而出 见了朱高岁满头满脸 然后出身蒙古的侍卫 便当场熟练的剥起羊皮 朱高岁已经被彻底吓傻了 任由侍卫将血淋淋的羊皮 披在身上 然后把他按在地上 不许他站起身来 看着这极尽羞辱的一幕 朱高岁眼睛里没有兴奋 反而尽是厌弃 只感觉一阵阵反胃 忙摆了摆手 示意侍卫将其带下去 侍卫将朱高岁往外拖 朱高岁这才有了些反应 抬头看着朱高岁和他身边的那些将领 大声怪笑道 哈哈哈哈 朱高岁 我告诉你个秘密 说着用最大的声音尖叫道 大型皇帝临终前 咬船外的人不是你 而是你的儿子 太孙朱粘基 所有人文言脸色大变 柳生赶忙怒喝道 还不堵上他的嘴 侍卫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把朱高岁的嘴巴堵上 朱高岁哈哈大笑 被堵着嘴巴依然在说着什么 看口型应该是 我等着看你跟我一样的下场 但朱高岁被拉下去 场中鸭雀无声 看着面色铁青的太子 英国公张府赶忙出列 大声道 你贼妖言豁众 意图离间殿下父子 用心陷毒 可恨之急 实在罪不容诸 朱高岁看一眼 张府微微点头道 确实是妖言 可惜获不了重 孤若计较 反中了他的奸计 画风一转 朱高是看看远处 浸若寒蝉的降兵降降 缠声道 孤说到做到 儿等可自行离去 孤保证不会阻拦 事后亦不会追究 那些降兵降降 本以为太子整治了朱高岁 接下来就会发落他们 没想到太子说话算话 竟真的赦免了他们 赶忙跪地磕头 谢恩不迭 殿下仁义之声 不绝于耳 朱高痴的脸色 这才缓和一些 深深叹的口气 对左右低声道 进城吧 是 柳生应一声 然后扯着嗓子吼道 护送殿下进城 大军闻命 轰然而动 如一道铁流滚滚向前 朱高痴坐在战车上 看着前方望不到头的 庞大军队 心头涌起一丝明雾 这支军队的任务已经结束 但自己的战争 才刚开始 当太子已经平定赵王 率大军入通州休整的消息 传到京城 朱瞻基知道 自己已经无法阻挡太子登基了 他速来实时务动进退 只是速来瞧不起自己的父亲 又总奢望着能越过父亲 直接接掌大明的皇位 所以在处理和太子的关系上 显得分外僵硬和笨拙 太子发落赵王的细节 也随时传到了京城 这无疑给太孙殿下敲响了警钟 他那位看似柔弱憨厚的父亲 骨子里流的依然是老朱家的血 只是之前皇爷爷在世 不得不隐藏起来而已 如今皇爷爷驾崩 已经无人能庇护自己 如果自己仍然看不清形势 还要跟太子对着干 到头来恐怕连储君之位都保不住 所以为今之计应当尽早去通州迎接太子大驾 越早越好 咔嚓 太孙重重摔碎了 机上一只圆青花对瓶 很多时候明白是一回事 可要接受却又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 为什么 朱湛基嘶声咆哮道 皇爷爷传位的人明明是我 我却要拱手相让 因为殿下实力不足 狐盈立在一旁 面无表情地看着太孙 单单道 殿下知道自己不是太子的对手 甚至不是王贤的对手 所以殿下不敢拿出遗诏 顿一顿 狐盈缓缓道 拿不出的遗诏 等于没有遗诏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我就是不敢 朱湛基重重垂着胸口 神情痛苦道 那殿下就把这份不甘心 化为自强的动力吧 狐盈沉声道 你越早强大 就越早一天 亮出一照 朱湛基仍然神情痛苦 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小米和太子之间的不快 是殿下自强的第一步 狐盈看着太孙 轻声道 毕竟 您还不是太子 朱湛基仿佛被雷劈了一下 这才意识到 自己只是先帝亲封的太孙 父亲当上皇帝后 会不会封自己为太子 还两说 虽然朱湛基不大相信 太子会冒天下之大不韦 但不到册封的那天 事情总会有变数 而二弟朱湛基 可一直跟在父亲身边 远比他这个大哥 更讨父亲欢心 朱湛基甚至可以想见 就算自己能当上太子 父亲登基后 也会效仿先帝的手法 通过扶植朱湛基 来打压自己 要想不像父亲那样憋屈 除了让自己尽快强大起来 还必须要减轻 父亲对自己的恶感 想到这儿 朱湛基又是一阵烦躁 会手将剩下的一只青花瓷瓶 也打碎到地上 猛的站起身 粗声道 北架 我要去通州 胡盈的脸上 依然没有丝毫表情 太孙殿下决定去通州迎接太子 让很多人都松了口气 唯恐这素来不目的父子俩 又发生什么冲突 虽然老朱家的脸面已经丢尽 可大家真的都受够了 担惊受怕的日子 恨不能赶紧回到太平世界中 太孙殿下已经率领重公卿 内阁大学士出发了 王贤府上 陈污低着头 仿佛很是畏惧一般 恭敬地禀报王贤道 京城总要有众臣坐枕 殿下说 就拜托侯爷了 王贤一身束缚 神情平和 文言点点头道 有劳陈公公 替微臣说话 请殿下指管去 京城就交给微臣了 如此 奴才就赶紧去回话了 陈污点点头 向外退去 侯爷告辞 替我送送公公 王贤看一眼戴华 戴华应声送陈污出去 待陈污离去 吴伟冷哼一声道 太孙防贼一般防着大人 大人这算是明月照勾局了吧 哈哈哈哈 王贤微笑看着吴伟摇头道 换了谁都会防着我 太孙能将京城交给我坐镇 已经是莫大的信任了 他是知道大人已经错过造反的机会了 吴伟黑着脸道 所以才会放心 你呀 还是这么耿直 王贤摇头苦笑道 实话实说 这些天我认真考虑过 但根本看不到胜算 王贤说着站起身 背着手站在门口 看着外头摇曳的河塘 低声道 人心在太子 不在见闻 更不会在我 听王贤这样说 吴伟的怨气冲淡了不少 梁酒低叹一声道 那咱们将来怎么办 咱们啊 王贤摸了摸鼻子 淡淡笑道 几年之内不必担心 太子殿下离不开我们 那几年之后呢 吴伟追问道 几年之后 王贤的目光 渐渐朦胧起来 低声道 谁说的准呢 历史已经被他彻底打乱 朱棣提前驾崩 太子在位的时间注定延长 但究竟能有多长 他也说不准 大人 咱们不会 震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吧 吴伟轻声问道 王贤沉默一会儿 缓缓摇头道 不会 一定不会 种下毒辣的阳光 将华北大地炙烤得热气腾腾 这样的日子 人们向来都躲在阴凉处 等到太阳落西 热气消散才出来活动 然而今日 从北京城到通州 四十里的官路上 却是人山人海 上职位的十余万进军 全部武装 沿着宽阔的官道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森严列队 将士们手持刀枪 任由汗水浸湿了全身 依然在烈日下 纹丝不动 京中的王侯勋贵 大小官员 更是清朝出动 浩浩荡荡 跟着太孙殿下 往通州方向而去 平日里 骑马坐轿 养尊处优的诸位大人 今日 却全都不行 尽管地上一早 垫了黄土 撒了水 可烈日一烤 水汽早就蒸腾而去 官道上又恢复了 灰尘腾腾的老样子 尘土或者汗水 将王大臣们的官服 弄得脏兮兮水淋淋 紧紧贴在身上 不时有年老体脉者 中暑晕倒在地 可就是这样啊 依然无人口出半句繁言 所有人都咬着牙 拼命向前挪着腿 谁也不敢缺席 迎接太子殿下的仪式 好在太子殿下 素来体贴臣下 听闻太孙帅 经中百官 步行出营 不忍大臣太过劳累 赶紧命他们 可乘坐车轿前往 群臣自然信恩不迭 却没有一个人 遵旨上车轿 依然全都选择步行 虽然太子殿下人厚 但做臣子的这时候 更要着力表现 理多人不怪的道理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就这样行出二十余里 日近五十 众暑的官员 已经有几十名 剩下的文官 也感觉快要支撑不住 突然听着前头欢呼声起 众官员茫然的抬起头来 抹一把眼皮上的汗水 才看清 远处有一支大军 隆隆开来 这时 由将领飞驰而来 向太孙殿下禀报道 太子殿下 体虚殿下和群臣 命令军队提前开拔 殿下和诸位大人 可在此原地等候 儿臣遵命 朱瞻基虽然年轻力壮 也感觉快要虚脱了 文言摇摇晃晃的站住 身后的百官更撑不住了 虽然不再前进 但站在那里摇摇欲坠 不少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旋即又赶紧爬起来 咬牙等着太子殿下的到来 这一等就是整整一个时辰 太子殿下的大军 实在太多了 举着金锁握刮大刀划几的数千骑兵过后 是一队接一队的步兵 这些打着不同旗号 军装也有些许不同的军队 看得朱瞻基等人眼花缭乱 不少人更是心惊胆战 早就知道太子殿下 如今麾下聚集了四十余万勤王军队 但只有亲眼所见 才会真切的体会到 这是一股何等庞大 何等不可战胜的力量 看着这支耀武扬威 不见首尾的军队 朱瞻基心中百味杂陈 既有些恐惧又有些庆幸 幸亏自己没有贸然亮出一照 但转念一想 若是亮出一照 这些军队会不会就是属于自己的 可惜无从验证 只能按字一响而已 直到五十过后 过去差不多十万军队 摇摇欲坠的太孙和众大臣 才看到五百名锦衣卫 护着一辆八匹马拉着的战车 从远处隆隆而来 这战车造得极其宽大 一辆车就几乎站满了宽阔的官道 车上四角 各站着一名威风凛凛的将军 全都身穿华贵的铠甲 手握剑柄 肃然而立 就像是庙里的四大金刚一样 有势力好的官员 分辨出了那四名将军中的两名 分别是英国公张府 安远侯柳生 至于另两名就有些面生了 朱瞻基和众武将却认出 那分别是莫问和许怀庆 众武将自然满心忌妒 莫问许怀庆从军不过十年 而且是五举出身 并非降门之后 如今却能与英国公安远侯并立 真是交了狗屎晕 不过他们也很清楚 莫问许怀庆都是当年镇江雪战 拼死保卫太子的将领 如今太子获得最终胜利 自然要大力提拔亲信嫡系了 太孙殿下心中却多是苦涩 莫问许怀庆是府军前卫 昔日四大虎将之二 本应是他的嫡系才是 却不声不响去了山东 如今又被太子如此抬举 想来已经与自己不是一路了 再想到惨死的秦鸭 朱瞻基就欲敢行丹影之日 悲从中来 竟留下两行泪水 好在此情此景 太孙殿下流流眼泪也算正常 能得四位将帅拱卫的 自然是太子殿下朱高赤了 此刻他一身金黄色的战甲 端坐在宝座之上 放眼前望 隆期蔽日 环顾左右 金戈辉煌 近处是数千名王公官员望尘拜武 远处百姓们人山人海 高呼万岁 这真是最极致的风光 最顶尖的尊荣 人世间只有一人 配得上这份荣耀 之前是自己的父皇 如今终于轮到了自己 太子殿下铁青着脸 看着眼前万众臣服的场面 数十年的恒久忍耐 无数次的屈辱折磨 自己终于挨到了 这超脱苦海的一天 为了这一天 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 付出了太多太多 以至于朱高赤此刻都分不清 心中是喜悦多一些 还是苦涩多一些 太子殿下在宝座上思绪万千 战车继续缓缓前进 当来到太孙和众大臣进前时 朱瞻基率先跪倒 私声喉道 儿臣瞻基 恭迎太子殿下 父亲圣体安康 朱瞻基身后 陈国公 杨武侯 简易 夏元吉 杨世奇 所有前来迎接的公卿大臣文武官员 共计两千余人 便轰隆隆的一起跪下 放声高呼道 臣等恭迎太子殿下 殿下圣体安康 那两千余人的高呼声 足以穿透云霄 也将太子殿下从回忆中换了回来 仔细打量着朱瞻基和众大臣 那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突然他眉头一皱 轻声问道 忠德何在 这 朱瞻基见太子不叫起 反而询问王贤何在 心中咯噔一声 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作答 原本在太孙看来 王贤是杀死汉王父子的嫌疑 甚至连大型皇帝的死 都与他脱不开干系 太子就算不追究 也会对王贤敬而远之 以免沾上 弑父杀地诸侄的罪名 所以他才会将王贤 直接留在京城 一是为了出口恶计 二也是盼着王贤心生不满 搞点什么事情出来 让太子不得不挥泪斩马素 想不到 太子一见面 第一句话就 是问王贤 见太孙愣神 一旁的杨士奇 赶忙沉声回答 回殿下 赵逆于党不甘心失败 经中依然不稳 必须要众臣在京坐镇 太孙殿下才能安心率 百官出影 而乐安侯便是坐镇的 不二人选 朱高尺 这才话锋一转 感激地看着杨士奇 杨荣等人道 父皇病重期间 剑王内患 沆泻一气 意图不归 多亏三位大学士 舍生取义 坚持维护黄统 这才没有让奸人得逞 说着 向他们伸出手道 请上车 与辜同乘 这都是为人臣者 应有的忠心 杨荣杨志奇 赶忙谦勋说道 殿下莫要折杀臣等 确实是臣子应有的忠心 可孤若不讲业 恐怕这忠心 会越来越少 朱高尺壮丝无意地 讥讽一句 让场中群臣 脸上都一片火辣辣 太子殿下这样说 杨士奇 杨荣 金友兹便不再推辞 千恩万谢地登上战车 面色严肃地 势力在太子身旁 其实三人心中激动得 不能自已 虽然永乐朝 他们也时常在皇帝的鸾鱼上半价 王公大臣们对他们也尊敬有加 但就像对太监的巴结 只是因为他们是天子近人而已 心里自然是瞧不起他们的 事实上 在朱棣心中 六部尚书才是文官领袖 他们这些内阁大学士 不过是基要秘书而已 与太监无甚区别 现在 他们却被太子视为国之重臣 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他们重要功高 所以才会堂堂正正 陪王半价 这是在永乐朝苦求而不得的 也是他们一直甘冒其险 滋滋以求的 所有的付出和牺牲 这一刻都得到了加倍的收获 让三位大学士 怎能不激动的满眼泪水 只是一来不想同僚嫉妒 二来也想给太子留个老成持重的好印象 所以三人强忍着激动 还要摆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来 虽然和太子已是旧相识 但眼下掀开了新篇章 所有的人和事都要重新来过 百官贵营之后 太子的战车继续缓缓前进 在战车上陪王半价的 除了原本的四位将帅 还多了三位大学士 对三位大学士获得的殊荣 群臣自然心头酸酸 尤其是成国公简易这样的权贵勋臣 陪王半价应该是他们的工作 如今陪在太子身边的却是三位大学士 他们身为公爵天官 却只能跟在战车后面步行吃土 太孙殿下更是双拳紧钻 因为自始至终 太子都没和他说一句话 更别说让他上车同城了 正常来讲这其实不算什么 但太孙殿下心中充满了怨念 自然敏感而多疑 他认为这是太子在给自己下马威 要让自己为过去几年的轻慢 付出代价 难道真要像他一样 任期吞声几十年吗 也不知是热糊涂了 还是实在忍不住 驻战机居然脱口而出 虽然声音不大 旁边的人却听得清清楚楚 全都惊愕地看着太孙 朱瞻基自知失言 却又无心辩解 便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黄昏时分 队伍终于抵达北京城 望着越来越近的灰色城墙 朱高尺叹了一声道 唉 古多希望 这里是南京城 半驾的三位大学士心中一惊 见太子只是在感慨 便装作没听见的 金友资笑道 殿下快看 镜中百姓在迎接您的大驾 不用他说 朱高尺也看到了城门下 万头攒动 人潮如流 老百姓为了能往前一点 拼了命地挤过来 拥过去 把负责戒严的官兵挤得东倒西歪 场面已经有些失控 殿下 百姓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到您了 杨荣语带双关地对太子道 不只是京城百姓 整个大明朝都等得太久了 朱高尺面色严肃地点点头 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会有多重 队伍缓缓穿城而入 城内的百姓就更多了 但幸好顺天府已经加强了维持街面的力量 秩序也好了不少 太子坐在车上 只见家家户户门口摆着香案 百姓虔诚跪拜 口中高呼万岁 望着那些仰望着他 跪拜着他的人山人海 太子并没有感到有多荣耀 反而心中愈加沉重 天下人苦先帝久矣 这个国家已经被先帝轰轰烈烈的二十年 透支到破产的地步 百姓一贫如洗 官府债台高筑 军队良想不计 地方盗匪横行 老百姓如此恭迎跪拜自己 是把自己当成旧式的神仙 指望着自己能让他们过上几天 衣食无忧的日子 自己能做到吗 真能收拾这个烂摊子吗 越是靠近皇宫 太子就越是感觉沉重 一直到心中的荣耀进去 只剩下满身的枷锁 因为太子是回京奔丧 是已在城内没有任何仪式 朱高尺便直奔大型皇帝的灵堂 这也是朱瞻基要和群臣出城相迎的原因 大型皇帝尸骨未寒 在京中兴师动众迎接太子 总会给人一种不好的感官 但又万万不能让未来的新军感受到轻慢 所以大伙受点泪 一起步行出城迎接 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当队伍进了皇城 太子下来战车 左右为他解下战甲 换上轻衣脚带的丧服 扶着太子殿下 坐上一辆白帆飘飘的牛车 大臣们也编戏法式的拿出丧服 纷纷穿在身上 低沉的号角声响起 原本迎接太子还朝的欢庆气氛 便为之一变 朱瞻鸡穿着校服 投缠白金 手持鞭子 为太子驱车 来到白色为慢装点的西院门前 太子便下了牛车 在太孙的搀扶下 颤巍巍地进了西院 西院中香烟鸟鸟 挨月振振 太监侍卫 接着丧服 和尚道士送经起伏 祭奠大型皇帝的仪式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朱高尺在朱瞻鸡的搀扶下 步行来到大型皇帝的灵堂前 灵堂内外 当差职守的内侍 齐刷刷跪倒 朱瞻鸡哽咽道 皇爷爷就在里面 朱高尺看着灵堂内 黑色绒布围墓下 是供着枕头猪牛羊 刮果祭品的祭台 祭台上还摆着三个陡大的铜炉 炉中插着杯口粗细的大香 香烟鸟鸟满是阴韵 一片阴韵后 婉杖低垂下 是大型皇帝庞大的资宫 大型皇帝的遗体 就静静躺在里头 从走进西院到进入灵堂 朱高尺虽然神情凝重 但始终面无悲涩 这让跟在后头的 王公大臣好是揪心 暗道 难道不应该是大叫一声 父皇我来晚了 然后扑向大型皇帝的棺材 伏地大通声彻垫臂吗 怎可表现得如此冷淡啊 众大臣暗暗揪心 但没有人敢有半句废话 因为大明朝现在是太子最大 他就是在皇帝的灵堂前跳舞 众人也只能当他悲痛至极 情难自已 看着那硕大的南木观木 朱高尺根本不理会群臣的反应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示意朱瞻金放开自己 太孙殿下用自个儿的力量 走到祭台前 奉上一炷香 然后便缓缓走到 大型皇帝的灵鹫旁 此时朱地的灵鹫已经盖上盖板 不盖不行了 虽然已经尽可能的做了防腐防臭处理 但这么热的天 不可能没有味道散发 不盖盖板的话 守陵的王公大臣怎么受得了 朱高尺看着棺木 低声道 把盖板打开 这 父亲 朱瞻吉轻声劝道 恐怕有损黄爷爷的尊严啊 打开 朱高尺面无表情道 是 打开 朱瞻吉只好转过头去 提高声音道 太子殿下深深遗憾 没有见先帝一面 快将盖板移开 让太子瞻仰先帝一容 便有四名侍卫上前 吃力地推动沉重的盖板 随着盖板移开 浓重的恶臭味扑面而来 熏得太孙等人险些吐出来 然而太子却仿佛毫无所觉 只定定地看着棺果内 狂愁内衬的棺果内 朱棣身穿龙袍 双目紧闭 容颜如生 但那恶臭的味道 还有青色的面皮 都足以证明 这位横压一世 亘古绝今的帝王 终究是已经死了 朱高齿紧紧盯着朱棣的面容 胸中涌动着无比复杂的情绪 这个躺在棺榻里的男人 是给予他生命的父亲 传给他皇位的皇帝 按说他应该无比感激这位父皇 纵使过去有诸多不快 也该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 然而此刻 朱高齿心中却满是快累 过往的那些遭遇那些非难 非但没有消散 反而历历在目 愈加鲜明 让他坚于呼吸 难以释怀 他无法理解 朱棣会像防贼一样 防着自己二十年 他无法原谅 朱棣对自己的种种伤害 让他一次次的尊严扫地 一天天的招不保息 把他身边的师长亲朋 全都迫害入狱 让那些萧小之辈 肆意在自己头上灵虐 我没有错 你不能这样对我 朱高使目光冰冷地看着朱棣 心中怒吼道 你不该纵容弟弟们 甚至是我的儿子和我私咬 让我们骨肉相残 死得死亡的王 活着的也是遍体鳞伤 亲情全无 连完成的人都算不上 你更不该好大喜功 把个皇爷爷留下来的附属江山 折腾得民不聊生 债台高筑 然后你两眼一闭 势不关己 却把这烂摊子丢给我 朱高持双目通红 终是流下泪来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为什么从来不考虑一下 你的子孙 陈下百姓江山 群臣看着太子殿下 终于流下泪来 这才齐齐松了口气 负责起居住的官员 擦了擦汗 赶紧写下 太子殿下痛哭积绝的字样 待太子瞻仰完了朱棣的遗容 盖板重新合上 恶臭味还没散去 简易便抢着上前 向太子扣手道 天下 果不可一日无君 大兴皇帝宾天一跃雨 请殿下为国节哀 早日登基 以按天下民心吧 其余和简易 位分相当的王公大臣 纷纷暗骂着老狐狸狡猾 居然在这时候就劝尽 不管合适不合适 人家抢去了手劝之功 是无疑的 众王公大臣 只好赶紧跟上 七嘴八舌劝太子道 请殿下为天下祭 款一己之爱情 以定万事之大祭 官板和尚 朱高赤仿佛也从那种 难以言说的情绪中抽离出来 虽然他不会将皇位 让与任何人 但也不能马上 答应这些大臣 因为那样会显得 太迫不及待 面子上说不过去 所以速来啊 新军登基都是扭扭捏捏 不能自己直接坐上龙椅 要由大臣劝进 而且不能劝一次你就答应 必须得拒绝三次 才可以勉为其难 迫不得已的当上皇帝 朱高赤自然也不能例外 他拒绝了群臣的劝劲 说自己悲痛无比 魂不守舍 此事荣厚在意 群臣也很实趣的 暂时不再劝说 大部分人退出灵堂 只剩下一些王公贵族 陪着朱高赤在皇帝灵前守灵 太子殿下在皇帝灵前 待到天黑 才在太监的搀扶下 到偏殿休息片刻 一坐下 朱高赤便问道 王贤来了吗 太监赶忙回禀道 乐安侯已经在殿外 等候召见了 快宣 朱高赤沉声说道 不一会儿 王贤的身影出现在 朱高赤的面前 毕恭毕敬的跪拜 醉沉王贤 外见殿下 在太子召见之前 王贤已经想清楚了 该如何面对他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坦诚相对 听到罪臣二字 太子眼里溢出泪水 一把扶起王贤 眼含泪水的打量着这个 为自己付出了一切的年轻人 才发现王贤的瓶脚已经染霜 双目也有淡淡的鱼尾纹 再不是当年那潇洒 俊俏的少年郎 忠德 这些年 太子明明有无数的话要说 却全都耿在喉中 只能使劲地攥着王贤的双手 眼泪扑扑鼠鼠鼠往下躺 罪臣二字千万不要再提 这条路上没有人是无辜的 没有你所做的一切 哪有辜的今天 你的所有罪责全都归于孤身 从此不要再提 殿下 王贤也哽咽起来 他如今虽然已是铁石心肠 可还是会被太子的真情实感所打动 他拿起手边的包袱 打开后 将一个精致的大盒 与一个檀木小匣子 双手奉到太子面前 太子登时屏住了呼吸 颤抖着双手松开王贤 先接过木匣 打开一看 里面乃是一枚金灿灿的印章 皇帝之宝 太子拿起那枚印章 紧紧攥在手中 然后放回侠内 交由一旁太监 太子又伸手 打开了那精致的大盒 里面自然是皇帝玉玺了 看到金银玺玺俱在 太子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 中国人总讲个名正言顺 他虽然是二十年的太子 但毕竟没有传位遗诏 接掌皇位 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如果连皇帝的金银玉玺都没有 不用别人议论 自己就会心虚 王贤帮太子藏着金银玉玺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那个雷雨夜的混乱中 赵王太孙都在拼了命的寻找玉玺 事后太孙更是数次向王贤追索这两样东西 王贤宁肯得罪太孙也要把东西捂在手中当面交给太子 他必须这样做 因为这两样东西就是皇权的象征 绝对不容有任何闪失 就算是太孙也不能染指 将玉玺金银交由太监严加看管 太子赶忙扶起王贤 快起来说话 看着王贤 太子发自肺腑地笑道 你这次又离了大功 张姑啊 臣不知该如何感激才是 这都是 微臣的本分 王贤功声说道 王贤起身后 太监赶忙搬来座位 又给二人上了茶 便悄然退下 让这君臣二人安静说话 一没了外人 君臣二人反而相顾无言 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多到仿佛已是沧海桑田 完完全全的物是人非 虽然太子说王贤无罪 可王贤做过的那些事情 一件也不能跟太子明说 难道要说自己杀了他的兄弟侄子 给他的父皇下药 太子也意识到这一点 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 先过之前的一夜 永远不要再提 沉吟片刻 太子轻声道 姑将诸高岁改姓杨 还给他披上了杨匹 让他四脚走路 以他这些年做过的恶事 殿下能留他一条性命 就已经是仁慈了 王贤轻声说道 是啊 姑恨这三弟还甚于高许 是他一直躲在暗处挑拨离间 才加重了我们父子兄弟间的隔膜 他要暗中捣鬼 把我们逼上了自相残杀的绝路 不死不休 朱高尺缓缓点头 冷声道 这些年来 姑不知在心里折辱了他多少回 只觉得将天下最大的侮辱夹在他的头上 也不解恨 夙愿得偿 殿下感觉如何 王贤轻声问道 唉 不好 朱高尺脸上流露出苦恼的神情道 姑本来以为那样会让姑痛快 然而 看着高岁凄惨的样子 心里却很不好受 感觉自己和父皇也没什么区别 他看着王贤满目挣扎道 姑的心思 这世上也只有你明白 我不想成为自己最统恨的那个人 王贤呆了一下 显然也被太子的话触动了心怀 过了好一会儿才轻声道 但这很难 只要和那人处于同样的位置 时间会把人渐渐改变那个样子 是啊 朱高尺长叹一声苦笑道 这一个月来 姑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说着她看看自己的双手道 当所有人都顺踪你 不敢违抗你 所有人都向你展示他们的忠诚 让你感觉自己就是世界的忠心天地的至尊 那种感觉 实在是太好了 王贤点点头 听太子继续说下去 太子抬起头来 脸上写满了倔强道 可我不想这样 过去二十年里 我不知道多少次发誓 将来有一天 等我当上皇帝 不要像他那样唯我独尊 顺畅逆亡 损天下万民而立己身 太子眼里的目光 愈加坚定道 我要做一个和他不一样的皇帝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他 皇帝不是这样当的 父亲更不应该是他那副样子 殿下能这样想 实在是天下万民之福 王贤轻声说道 可是 我担心自己会迷失 会忘记昔日的志向 朱高尺定定看着王贤 所以 估今天给你道旨意 当感觉到我变化时 就当头棒喝一声 你想变成先帝吗 这 王贤沉默一下方摇头道 殿下 还是另寻他人吧 怎么 你又顾虑 朱高尺失笑道 我还以为 只有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才敢接下这种撸虎须的人物 臣确实不敢 王贤笑笑正色道 但更重要的是 臣已经不能再侍奉殿下了 请殿下恩准为臣隐退 让为臣平平安安度过此生 为什么 朱高尺一惊 见王贤并非以退为定 急得提高声调道 你为顾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能有今天吗 如今正是你我同心协力大展宏图之时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说着重重一拍桌案道 顾 是绝对不会放你的 殿下 您即将登基为地 不再是以前的局面 王贤摇摇头轻声道 以前 有先帝猜忌 兄弟算计 忠于殿下之人 不是横遭惨死 就是被下了诏狱 剩下的不是碌碌无为 便是心怀叵测之辈 是以 为臣这样勉强有点才干 又能保证忠心的人 才会得到殿下的重用 其实是因为无人可用 不得不用罢了 诶 种得何须妄自菲薄 朱高赤一百首道 顾 好歹也经了几十年的风雨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有你这样才干 你这样胸怀的 顾却找不出第二个 天殿中 太子在竭力地挽留王贤 王贤却是去意已决 殿下 为臣能吃几碗干饭 自己最清楚 王贤摇头轻声道 您登基之后 天下的能人大财 尽可为殿下所用 那些人比为臣强之百倍 名声更是好上百倍 殿下 国政艰难 为臣将来能帮的忙 远远不如给殿下添的麻烦多 哎 你原来是在顾虑这个 朱高赤叹了口气道 莫非 古今时今日 还无法替你折风当雨吗 殿下 这又何必呢 王贤也叹气 当然是必须 朱高赤撑着桌面 颤巍巍站起来 王贤想要起身搀扶 却被他摆手阻止 只听太子殿下斩钉截铁道 逃去那些恩情赏赐 但说古要接的这个烂摊子 朱高赤说着神情一案道 你应该最清楚 大明朝已经到了 极其可危的地步 若不大刀阔斧的 隔筹必正 尽快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甚至有射击轻浮的危险 王贤点点头表示认同 古本来就身体不好 能力也极其有限 只能依靠你们这些骨弓之臣 来拯救射击于水火 延续宗庙于丹西 朱高赤一把抓住王贤的手 沉声说道 忠德 尤其是你 你是无可替代的 这个时候 你不能弃我而去呀 哎 殿下 太子这样挽留 王贤纵使心如铁石 也无法把话说绝 只能叹口气道 微臣实在是身心俱疲 而且朝野上下对我敌意甚重 微臣留在京城 也只能是添乱 怎么会呢 太子听出他语气的松动 大喜道 你只要人在京城 就能替股镇住妖魔鬼怪 殿下 京城 微臣真的是待不下去了 王贤却断然道 至少请恩准微臣先退一退 如果几年之后 殿下还是需要微臣 微臣再出来就是 这 太子见王贤去意已决 转念一想 让他暂时退隐一段时间 对大家也都有好处 终于松了口 道 此事先搁着 你我都好好想想 若是登记大典之后 你还是去意坚决 咱们再从长计议 如何 说着看一眼王贤 似笑非笑道 你不会连孤的登记大典 都不想参加吧 微臣不敢 王贤轻声道 酿你也不敢 朱高尺这才松开 王贤的胳膊 坐回位子上 正色道 对了 问一件事 怎么没有看到杨师傅他们 太子所指的杨师傅 自然不是杨荣杨士奇 而是已经入狱八年的杨谱 杨师傅仍然在诏狱里 王贤答道 什么 朱高尺怒气引现道 为什么还不放他们出来 当时有大臣提过此事 太孙殿下只准许释放 大型皇帝昏迷后入狱的官员 对之前的那些 王贤轻声答道 殿下认为 那是大型皇帝 在清醒状态下定罪之人 做臣子的不能推翻 哼 太子怒哼一声 一掌拍在桌案上 姑 重新任命你为锦衣卫大都督 这就去放人 看看谁敢阻拦 是 王贤只好领命而去 锦衣卫赵玉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 除了人们印象中阴气森森 血色斑斑的地牢 其实地上也有关押清刑犯的牢房 甚至有的牢房 类似于平民百姓的住房 甚至还有小院可供散不透气 通常最后一种牢房 乃是供奉旨积鸭于诏狱 随时都可能出狱的达官贵人所住 锦衣卫虽然神鬼不怕 但能卖那些暂时落难的达官贵人个好 何乐而不为 不过最近八年最后一种牢房中还有十几个常住户 跟着锦衣卫从南京到北京都是最受优待的一伙犯人 这些人便是八年前东宫营嫁事件后被朱棣下狱的杨浦黄淮等东宫署 一直以来王贤一直对他们十分的照顾 折磨磕袋从来没有 饮食衣被供应周全 除了不能踏出牢门 完全不限制他们自由 甚至杨浦等人所要书籍纸张都有求必应 几年下来 几人的牢房中已经堆满了京师自己 让不明旧里的人看了 还以为这里是锦衣卫藏书的地方呢 所以当王贤出现在杨浦等人面前 宣布他们可以出狱时 几人居然在惊喜之后流露出几分不舍 杨浦看着满屋的书籍道 唉 日后恐怕再也没有 这样可以专心读书的大段时间 是啊 几位此番平反必获重用 王贤微笑着拱手对杨浦等人道 某在这里提前恭喜几位了 侯爷 请受我等一拜 杨浦等人看着王贤一起跪在地上 施以大礼道 多谢侯爷八年来的庇护 否则我等必定早就死于牢中 断屋重见天日之时 唉 快起来 这是干什么 王贤赶忙扶起杨浦等人 温声道 要谢啊 就谢太子殿下吧 他今天才进京就下令释放几位 都要谢 都要谢 杨浦等人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 哽咽道 侯爷 再受我等一拜 当王贤领着杨浦等人来到西院时 正碰见杨士奇和杨荣 昔日同僚见面 自然不胜唏嘘 唉 出来就好 出来就好 杨荣流泪拍着杨浦的肩膀道 这些年受苦了 唉 受苦的是你们 我等在侯爷庇护下好吃好喝 却什么忙也忙不上 惭愧啊 杨浦等人笑道 看着杨浦等人气定神丸 皮肤白皙的样子 金有资大敢羡慕道 唉呀 想不到坐牢还有这待遇啊 我们当初怎么没这么好运啊 王贤文言淡淡笑道 金学士这是在怪我咯 嘿嘿 岂敢岂敢 金有资忙笑道 当时侯爷也在牢中 自顾尚且不暇 哪管得上我等啊 哈哈 知道就好 王贤笑道 众人也是一阵大笑 玄机才意识到 国丧期间在皇帝灵堂外 如此欢笑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 他们这些 或明或暗的铁杆太子党 苦熬多年 今日终于得以苦尽甘来 想让他们不孝竹掩开 实属强人所难 众人便陪着杨浦等人 到灵堂去见太子 太子在偏殿召见杨浦等人 君臣时隔八年后重新见面 自是恍若隔世 抱头痛哭起来 朱湛基陪在一旁 脸色一直不太好看 太子毕竟是在守陵 不能离开太久 好在日子还长着 朱高迟让杨浦他们先回家 和妻儿团聚 自己则在朱湛基的搀扶下 重回灵堂 走在回廊上 太子突然问道 你有意见 儿臣不敢 朱湛基低声道 不敢 那就是有了 朱高迟看一眼朱湛基道 那就说出来 姑不会像你皇爷爷 对我那样对你的 是 朱湛基本来就憋不住 太子这样一说 马上开口道 杨浦他们是皇爷爷 下旨关押的侵犯 父亲就算要放他们出来 是不是也应该 由三法司重新审定 确认无罪才能释放 有这个必要吗 朱高迟面无表情道 当初 先帝也没有经过三法司 就把他们直接下狱了 儿臣以为 有 朱湛基也面无表情道 皇爷爷那样做 自有他老人家的道理 如今皇爷爷尸骨未寒 父亲在这件事上 是不是应该更慎重一点 以免有人说三道四 除了你 谁敢说三道四 朱高迟压抑不住的喝道 你不要总开口闭口先帝 姑看来 先帝固然丰功未寄 震骨朔惊 可犯的错一样不少 姑要改正 你每次都要说三道四吗 儿臣本不打算说的 是父亲让儿臣畅所欲言 朱湛基说完 闭上嘴 朱高迟憋得面色发青 忍着没有发作 到了灵堂门口便推开朱湛基的手 让太监扶着自己进去 回京之后 太子除了接见王贤 释放东宫旧人 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大型皇帝的后事上 虽然大型皇帝已经驾崩一个多月 但太子没回来 很多的事情都没法进行 只能暂时搁在那 首先是给大型皇帝和先人孝皇后上尊号 先皇后乃中山王徐达之女 也是朱高赤兄弟三人的生母 素来对三个儿子一视同仁 并无朱棣那般偏心 朱高赤对这位早是十几年的母亲 也是十分追思 会同礼部官员并大学士研讨数日 字字必究 勿求尽善尽美 才定下人孝慈义 成名装献 佩天其圣 闻皇后的尊士 对于大型皇帝的嗜好和妙好 礼部官员和朱大学士就压力极大了 他们自然知道 这对父子二十年来早无骨肉亲情 而且官太子回京之后的举止 似乎也没有要放下恩怨的意思 这盖官定论的嗜好妙好 会不会成为太子发泄的对象 谁也吃不准 经过一番私下纠结 礼部上奏 逆位大型皇帝上尊士曰 体天宏道 高明广远 圣武神功 纯人至孝 文皇帝 妙号 太宗 视为太宗文皇帝 太宗者 王朝第二代皇帝也 文者 精伟天帝 慈慧爱民 修德来源 万邦为宪 坚强不报 声教四器也 乃是一等一的美事 原本大臣们怯以为 太子殿下会驳回这个美事 到时候再换一个武报上去 太子就不太好意思驳回了 武自为事自然远不如文 却也贴切大型皇帝的一生 算不上恶事 这乃是官场上对付上司的一点小手段罢了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太子并未在这上面纠缠 礼部官员一行成上 便立即批准了 这让大臣们大大松了口气 不单是先帝的示好和妙号有了着落 关键是这似乎预示着 太子殿下已经意识到 任意发泄对先帝的不满 并没有什么好处 接下来是公卿大臣 蝶老外使 僧人道人 轮番上表劝进 都被太子以悲痛难耐 不忍相从拒绝 这公卿大臣 蝶老外使 僧人道人们 只好到西院外 抚雀跪求太子殿下 以天下苍生为念 不要再沉迷于个人悲痛中了 烧回圣心 早证天位吧 太子这才只好勉强答应 君臣相对痛哭流涕 心中却有齐齐松的口气 算是演完了这一出 劝进大戏 礼部马上安排典礼 知告天地 宗庙设计 太子殿下 及皇帝 老天爷自然不会反对 这便算寿命于天了 紧接着 青天间马上看好了日子 礼部 红卢寺等衙门也全力以赴 要赶在即日前 将新皇登基仪式筹备完毕 虽然大型皇帝尸骨未寒 自然不能大操大办 可要在短短几天 做到礼仪完备 不出疏漏 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不 就登基大典的举行地点 礼部和鸿卢寺 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议 礼部尚书金纯认为 应当在紫禁城中举行 鸿卢寺卿却认为 三大殿至今仍是废墟 在紫禁城举行 有碍观瞻 应当在西院 大型皇帝的灵前举行 礼部则坚持认为 继城大统 必须在紫禁城举行 哪怕三大殿已成废墟 前清宫还完好无损 依然可以举行大典 甚至还有官员认为 应当回南京举行登基大典 毕竟 大明朝之前的三个皇帝 都是在南京登基的 而且南京的皇宫完好无损 最后争执不下来 只能请太子殿下亲定 朱高志其实忠议于第三个方案 但也知道根本不现实 一番沉吟后 他对礼部官员道 故意已决 在紫禁城举行大典 殿下英明 金淳有些得意的看一眼 红炉四卿高声道 那就定在乾清宫 不是乾清宫 是奉天殿 朱高志却沉声说道 是奉天 金淳顺嘴说了一半 不解地看着朱高志道 殿下 奉天殿烧毁之后 一直没有重建 还是一片废墟呢 故要在废墟前登基 太子殿下斩钉截铁道 就是要让臣子明白 我大明如今百废待兴 再恶化一步 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 这 殿下 金淳等人大惊失色 哪有在废墟前 举行大典的道理 不要再说 故意已决 朱高志断然道 现在是太子殿下最大 登基大典的地点 只能按他的意思办 礼部的官员挖空心思 既要让典礼庄重美观 又不能忤逆了太子殿下 最终将玉座和金台帷幄 设于奉天门前 紧接着 青天间设定石骨 尚宝司设预案 教访司设中和韶月而不做 所有人开始了昏天黑地的忙碌 终于赶在大殿前夜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 大殿当日凌晨 太子在有私引导下 穿校服 拜祭了天地宗庙设计 然后在太监的服饰下脱掉校服 穿戴起衣帽真工举感制的滚面服 在锦衣卫全副鲁布引导下 在中古齐鸣声中 于及时赴奉天门 即皇帝位 这时 公卿百官已经各具朝服入五门 在一丈如临的奉天门外 分班列队 恭候新军驾临 按照组织 先帝驾崩 藩王是不准进京奔丧的 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在登基大典上 所以 公卿百官以几位国公为尊 站在首位的是金上的表兄 定国公徐景昌 徐景昌乃中山王徐达之孙 靖难之意中被建文处展的徐增寿之子 朱棣登基后 赶念这位小舅子的功劳 封他的儿子为定国公 看在自己老婆徐皇后的面子上 也没有废掉保建文的掌房一系的 为国公爵位 这样 徐家就是一门两国公 论尊贵自然远胜其他公爵 只不过魏国公一系终究是战错了队 被朱棣留在南京 没有一起迁到北京 算是淡出了一线 现在 二房定国公 才是徐家的代表 只是 徐景昌是个不能骑马开工的书生 所以 徐家地位虽然尊宠 但权势却远比不上 站在他右侧的英国公和成国公 英国公张辅 成国公朱勇 这两位便是如今大明将门勋贵武将集团的左右领袖 让百官公卿没有想到的是 与三位公卿并列的还有一人 乃是乐安侯王贤 但玄机所有人都明白过来 这是太子殿下在表明对王贤的态度 他不是大明的千古罪人 而是本朝头号公臣 一时间 官员们心思各异 有人在琢磨 应该改变对这位本朝第一红人的敌对态度了 有人盘算着该如何去巴结王贤 也有人愤愤于王贤背了那等嫌疑 居然能洗白上岸 还有人忧心忡忡 担心王贤将彻底无人能治 公卿百官的心思有成百上千种 就是没有一个人觉得王贤不配站在那里 甚至他站在三位公爵之前都是理所应当的 吉时一到 朱高赤在太监的搀扶下 在金台帷幄升座 池边太监甩动杖许长的皮鞭 抽出银瓶炸裂般的鸣鞭声 三声鞭鞭之后 百官跪拜 扣行大礼 行礼之后 官员起身肃立 看着汉林官手捧诏书 穿过殿前广场 捧到御前用印 然后授予礼不尚书金纯 由金纯在奉天门前 开读继位诏书 一开始 自然是朱高赤 宣布自己在大家的恳劝下 不得不告继天地 继位登基 奉祖考之红佑 养圣明之永途 所以定年号为红西 次年改元 登基诏书 偏散华丽 乃题中应有之意 群臣听得昏昏沉沉 待听到年号时 才精神了一些 本以为这就要结束了 谁知金纯丝毫 没有停下的意思 而是继续念道 所有核心事宜 调适于后 登基诏书中 还有施政方略 众官员一下瞪大眼睛 直起耳朵 唯恐听漏了一个字 错过第一时间 体会新皇意图的机会 自今日前 官吏军民人等 除谋反 大逆 子孙谋杀 祖父母父母 妻妾杀夫 奴婢杀主不涉外 其余 已发绝 未发绝 已结证 未结证 罪无大小 先涉除之 这是大涉天下 题中之意 百官并不在意此条 听金纯继续念叨 永乐十九年十二月以前 拖欠税粮 进行捐免 这是免出今年欠税 皇上登基嘛 总要让百姓 雨露均沾 各处逃疑人户 惜会其罪 许会原籍赴业 免其拆摇二年 索欠税粮 进行捐免 这是让流民返乡 皇上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下西洋 朱藩国宝传 西街停止 货物交南京 有私点卖 原拆取内外官员 接肃回京 军民人等 各发宁家 这条一出 百官脸上表情精彩极了 万万没想到 新皇一登基 就把先帝 引以为豪的 下西洋给废了 来不及细想 这一条的后果 金纯又接着高声念叨 往西域各处买马者 往云南缅甸等处 采买宝石木材者 各处修造下翻海船 即买办珠色 柱丝沙螺宝石等象 即一应物料颜料等 并苏航等处制造局 各处抄造纸扎瓷器 采办梨木板造 珠品海味果子等象 西街停吧 其拆去官员人等 即启程回京 官军各回原位 卓翼不许激流 这下官员们彻底忍不住了 全都面面相聚起来 皇上这是要挺进天下财买啊 尤其是那些公侯薰臣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那可是他们的财路来源啊 奉天门前 金纯继续宣读诏书 谁也没想到 新军的登基诏书中 居然会有这么多的内容 停尽天下各处采买 罢调各处造作 非奉朝廷名文 不许一毫 擅自磕扰军民 赵书中还提出逐步废掉超法 不许朝廷再增发新超 减免百姓摇曳 将被发配充军做苦力的犯人 送回原籍为民 等等等等 林林总总几十条 直指朝廷种种弊端 非是太子殿下这样 监国二十年 对朝野上下一览无语者 无法明了 众官员都明白了 这分明就是太子殿下的施政纲领 条条都会引起 朝廷地方的剧烈变动 很显然 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了 他们已经没法逐条记下 只能头昏脑胀的继续听下去 直到听金纯念叨 今后逮捕犯人 一律一大名律 场位不得干涉司法 众官员齐刷刷望向王贤 心说这是要废掉场位啊 只见王贤如老僧入定 看不出有半分波动 金纯顿了一顿 也不知是累了 还是下一条南鱼出口 咽了口唾沫才颤声念叨 凡建文时期 因静难而被伐末为奴者 一律赦免为民 并发给土地 令其安居乐业 轰 这下群臣彻底安耐不住 爆发出一阵嗡嗡声 这是要建文于虐平反啊 而且不跟任何人商量 直接在登基诏书中宣布 这让文武百官情何以堪 要知道除了寥寥几人 今日在场的公侯伯爵 上书侍郎 皆是跟随朱棣 静难而起的新贵 给建文于虐平反 岂不是在否定先帝 也是在否定他们吗 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如何自处 不少高官显贵 嘴唇息动 竟想出言反对 可这是宣读继位诏书 如果出言反对 不就直接跟新军敌对了吗 见场中骚动 金纯赶紧继续念叨 于系 君民一体 爱人必物于宽宏 赏罚有惊 为国必张于名信 上来文武贤必 中外良辰共勉 亲此 金纯终于念完了诏书 场中竟一片死寂 过了好久 众官员才意识到 现在该高呼万岁 只是那嘻嘻啦啦的万岁声 是那样的零散参差 前所未见 接下来的仪式 所有人都沉浸在震惊之中 如木偶一般机械地 跟随着红卢寺官员的指令进行 直到仪式结束 所有人依然难以平复 新军未省国用 仪式结束并未赐宴 群臣依次从武门退出 溢出了武门 马上就炸了锅 官员们围着各自的头领 公侯们围着朱瞻基 一个个情绪激动地叫嚷道 皇上这是要变天哪 真这样执行下去 是不是下一步 要治咱们的造反之罪了 朱瞻基也是面色铁青 论起恼火来 他是最恼火的一个 继位赵叔说了那么多 居然没有立他为太子的 只言片语 这让他都搞不清自己 现在是什么殿下了 还是简易等老臣 安抚住众人道 主位 今天是皇帝登基大戏的日子 有什么事改日再说 万万不能在今天 给皇上添堵啊 改日还来得及吗 群臣纷纷道 来得及 今日宣读的条文都很粗略 还需有私细话 然后才能请旨搬行 简易道 主位有什么意见 可以到时候提出来 皇上从善如流 必能择而改之 其实简易也很清楚 皇帝不跟任何人商量 就是不想让任何人反对 直接公布在继位诏书中 就是要造成继承事实 但这会儿不这么说 难道让群臣立即去找皇帝死见 群臣也知道 今天确实不是反对的日子 只好压住伙计 三五成群的散了 至于回去后如何聚众秘义 就不足为外人倒栽了 王贤却没有和群臣在一起 大典一结束 他就被太监教主 说皇上召见 只能跟着太监到了乾清宫 拜见新军 乾清宫中 朱高赤换了长服 脸上没有半分忠诚正果的喜色 反而忧虑重重 他自然十分清楚 自己的旨意搬不下去 会掀起何等的风浪 可不利用登基诏书这一大好的机会 必然会遭到无数的反对拖延 恐怕十年以后也无法把这些法令 尽数搬行下去 但这样一来 必然会面对文武群臣的总爆发 破釜沉舟的决心是一回事 排山倒海的压力又是另一回事 陛下乐安侯来了 太监进来轻声禀报道 哦快快有请 朱高赤这才打起精神 目光热切地看着从外头进来的王贤 臣拜见皇上 王贤叩首行礼 快快免礼 朱高赤沉声道 从今往后免你跪拜 快快自作 太监给王贤搬来座位 王贤谢恩坐下 朱高赤看着王贤 缓缓道 你知道朕找你来是为何事 臣知道 王贤点点头 现在告诉朕 你已经回心转意了 朱高赤目光热烈地看着王贤 生怕他给出 让自己失望的答案 又自嘲地笑道 你也看到了 当即大点上 朕已经孤主一致了 没有你在 朕会被那帮愤怒的老臣 生吞活泼了 王贤迟疑一下 却坚决地摇了摇头 低声道 臣的使命已经结束 陛下的事情 有杨荣 杨世奇 杨普他们 必可以周全 臣强留在京中 只会帮倒忙 朱高赤明白王贤的顾虑 如今朝野上下和王贤交好的是薰贵武将 而自己要动的多是这些人的利益 自己主要依靠的文官集团 却对王贤充满了敌意 王贤夹在中间确实很难做 虽然心里明白 朱高赤的眼中还是流露出浓重的失望之色 好一会儿才缓过劲 问道 你想去什么地方 南京还是山东 回复养老家 王贤轻声道 既然退就全退下来 回老家和父母齐儿 过几天乡下日子 那不行 皇帝却坚决不同意道 你不能全退 几年之后天翻地覆 再出山石 恐怕会力不从心 顿一顿 他不容质疑道 朕不是让你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而是将你这柄绝宝剑 入侠温养 目的是要让你恢复锋芒 更胜从前 不是废掉你这柄绝宝剑 王贤默然 他知道太子说的是实话 回复养等于退出政坛 几年之后就物是人非 全是进去 无人买账 这对一名全是人物来说 几乎是毁灭性的 这样吧 你的家眷不是在济南吗 朕替你做主 你就去山东吧 见王贤终于松动 朱高尺脸上浮现出 如是重负的微笑道 朕封以为朕国公 山东总督 截至全省军政 可便宜行事 如何 陛下 这样恐怕会更着恨 王贤苦笑摇头道 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了 莫非以为 朕是口是心非之辈 朱高尺一白手 笑骂道 这可不是朕认识的王贤 你要是不肯接受 那就不要离开北京了 在朕身边更好 说着长长叹口气道 关键时刻 朕需要你救驾呀 臣 尊治就是 皇帝如此说 王贤只好叹气接受 另外 锦衣卫大都督的官印 你带去山东 朱高尺又说道 这不合适吧 王贤吃惊道 正如旨意中宣布 朕议已决 要趁着东厂参与叛乱 废掉这个特务机构 朱高尺沉声道 就连你的锦衣卫 也会撤销北镇府司 拨除掉 真级刑讯的职能 将司法执法之权 还给三法司 说着他看看王贤道 那些锦衣卫的将士 跟你出生入死 你总得给他们个交代吧 是 王贤点点头 压下心中的惊诧 朱高尺对特务的憎恶 是由来已久的 想不到一上来 就要将场位废除 见微可知著 接下来的日子里 憋了二十年的朱高尺 一定会有无数大动作 等在后头 显然太子说 需要自己并非虚言 因为当一个 清静无为的皇帝容易 想要当个 隔旧不新的皇帝 就千难万难了 尤其是要触动 那些王公贵族的利益时 一定会招致激烈的反扑 没有镇压气运的 神兵利器怎么行 忠德 这件事本打算和你商量再说 朱高尺见王贤久久不语 以为他有抵触 忙解释道 是 你这一要走啊 朕才不得不先跟你说明 啊 殿下多虑了 太祖皇帝废除锦衣卫 就是看到厂卫特务 对朝廷的破坏 微臣岂会不支持 王贤轻声说道 只是厂卫虽坏 却是皇帝之爪牙 殿下还需三思而后行 行大事之前自断爪牙 恐怕多有不变哪 朕知道 朱高尺点点头正色道 但朕不能用先皇的办法来实现目的 朕有朕自己的道 陛下既然心有定计 那就是微臣多虑了 王贤便不再反言 朱高尺又留王贤用了膳 才放他回去 当天下午 便有旨意到他府上 封他为镇国公 赠丹书铁券 侍习王替 同时又有旨意 任命王贤为 总督山东辽东军务大臣 驻解济南 监管山东两怀政务 前梁事宜 总督海运事务 仍间锦衣卫都督 封王贤为公爵 乃是意料之中的事 群臣也没有多惊讶 但皇帝居然会在这时候 将王贤遣出京城 就实在太让人吃惊了 各路人马纷纷猜测 这是不是皇帝要和王贤 划清界限的意思 谁都知道 失了圣券 再多的封赏 再高的爵位也没有用 以至于没有人对皇帝 赋予王贤那庞大的权力 提出异议 船指的钦差一走 王贤便命戴华等人收拾行装 准备上路 吴伟要替王贤掌握京中局势 自然得留在京城 这会过来 听王贤交代日后的注意事项 自始至终一直板着脸 哎 别老板着个脸 笑一笑嘛 说完了正事 王贤亲手切开个西瓜 将红橙橙的一片瓜 递到吴伟手中 杀然的 吴伟苦笑一下 咬了口瓜道 苦 那是你嘴里发苦 王贤白他一眼 自己尝一口道 明明填思蜜 哎 是我心里发苦 吴伟叹气道 大人非得离开京城不可吗 这一去 想回来可就难了 嘿 回来有什么好 王贤笑道 哪有在山东当土皇帝的好 大人 就算当今皇上 能让你一直在山东待着 等换的新军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寒水 无为咒没道 想那么远战吧 王贤面上笑着 心中其实也不轻松 因为在他前世的记忆中 朱高赤登基之后 只当了一年多的皇帝 如今因为自己的原因 提前登基两三年 撑破天 也就是三四年的想过 对于自己的身体 朱高赤 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王贤估计 这也是他如此着急 推出新政的原因所在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 可以想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朝中的斗争会空前激烈 这也是王贤 必须离开京城的原因 他必须要躲开风波 尤其是避免 进一步和太孙冲突 看清楚未来的走向 为自己和身边的人 找出一条路来 算了 吴伟看王贤那副不在乎的样子 一阵泄气道 好歹先回山东 把那里的局面收拾起来 然后 走一步看一步吧 嗨 这才对嘛 王贤笑着点点头 想到马上就能离开北京 他心中还真有些小雀跃 王贤和吴伟正吃瓜说话 外头戴华进来禀报 张妮来了 哦 快快有请 王贤应一声对吴伟笑道 你猜他来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当睡客呗 吴伟翻翻白眼 闷头啃起西瓜来 说话间 张妮从外边进来 一身潇洒的月白绸缎长袍 腰间系着绿油油的玉佩 手中一柄折扇轻摇 端得是潇洒风流 不减当年 看到王贤 张妮拱手笑道 恭喜公爷 贺喜公爷 哎哎哎 有你这样来恭喜的吗 王贤打亮着张妮翻翻白眼道 两个肩膀挑着头就赶上门 哎 张妮被王贤挤着的直笑 他来不及 确实忘了背里 哎呀 咱俩谁跟谁呀 谁跟谁 王贤笑着看张妮受窘 呃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来来来吃瓜 还是无为看不下去 给张妮解围 笑道 刚从井里提上来的 开山的 嘿嘿 正是六月酷暑 张妮文言哪能推辞啊 啪的一下 和上折扇 插在后领上 便挽起袖子 吭吃吭吃啃起来 一脸啃了三块 吃的满下巴都是西瓜水 这才算过了瘾 张二爷拿着白金擦了擦嘴 看着满盆子西瓜皮 对王贤和我我也笑道 哎 给你俩 猜个谜 你说 王贤笑道 就是这个 张妮指一指满盆子 刮一个 两字词 呃 确实猜不出来 吴维摇头 他哪有心情 跟张二爷猜谜呀 王贤却不知笑了 指着张妮道 嘿嘿呀 果然 三句不离笨行啊 说着对吴维道 你想想 他最爱干什么 那自然是 吴维说着 不经玩耳道 原来谜底 是破瓜 嘿嘿 可不嘛 你看这不是 一盆子破瓜是什么 张妮指着盆中 哈哈大笑 王贤和吴维也大笑起来 笑完了 张妮便正色道 哎 我说啊 你这时候走是几个意思啊 君命难为啊 王贤笑笑道 少跟我来这套 去 张妮冷笑道 不知情的以为是皇上容不下你 把你撵到山东去 可咱们爷们还没瞎到那个地步 不是你坚持要求 皇上怎么可能放你走 为了保证说的精确 张二爷又补充道 就算放你 也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 什么节骨眼 王贤淡淡道 皇上已经深灯大宝 还有什么难事不成 当然要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了 别扯 张妮拿起一块瓜皮 做事要丢到王贤脸上 笑骂道 说正经的 你是不是看着不对劲 想闪人了 你都知道了 还问我干什么 王贤垂下眼皮道 皇上这意思是要把前朝定下的东西翻个遍 你们这些静难功臣 能答应 什么你们我们的 咱们可是一窝的 镇国公爷 最后四个字 张妮一字一顿 提醒王贤不要忘了他的身份 已经是大明勋贵的顶端 仅有的五名公爵之一了 身为公爵 就要给将门勋贵撑腰 这在张妮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哎 别这么咬牙切齿 王贤看看张妮故意混淆话题道 据说皇上还要再侧封三名公爵 凑起八大国公 怎么着这里头也有你一份 别跟我打马虎眼 张妮又做事拿瓜皮丢王贤 正色道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张妮一正经起来 屋里轻松的气氛便荡然无存 王贤神情平静地看着张妮 轻声反问道 怎么 你们要跟皇上对着干 我们当然不想 张妮阴着脸缓缓道 可皇上也不能不给我们活络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不错 你们可比兔子厉害多了 王贤点头笑笑 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态度理解为 张妮紧紧盯着王贤 心跳有些加快 不禁暗暗自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家伙的态度 已经足以决定朝局了 顿了好一会儿 他才沉声问道 准备置身室外 两不相帮呢 可以 王贤点点头轻声道 只要你们不太过分的话 那可是皇上 我们自保上去吃礼 过分 根本办不到 张妮松了口气 露出如是重负的笑容道 等你走的时候 我们好礼相送 送走了张妮 王贤刚刚转回 便听带话的禀报 杨浦杨学士和黄学士前来拜见 王贤苦恼的挠挠头 嘟囔一句道 还让不让人安生了 谁让大人如今的权势 足以决定朝局走向了呢 戴华的马屁功夫炉火纯青道 滚 王贤骂一声 不爽归不爽 只能请二位学士在书房相见 看查后 杨浦和黄淮再次洗身 向王贤深深一一道 我二人今日前来 代表昔日东宫救人 感谢公业八年来的看顾 虽说大恩不该言谢 但眼下还是得道一声谢 非如此 不足以辽表存心 二位学士何须如此 王贤扶其二人谦逊笑道 咱们都是皇上的前邸旧人 如果异地处之 二位学士难道会对在下袖手旁观 如果异地处之 杨浦陈生道 在下一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营救公业 不错 黄淮点点头 陈生道 在下也是一样 这不就结了 王贤笑道 同道中人彼此援手而已 何足挂齿 好一个同道中人 黄淮积节叫好道 我就说众德还是昔日的众德嘛 只可惜众德要去山东了 不能留在京中 与我们一同辅佐皇上 杨浦叹息道 众德 如今皇上正需要咱们赴汤蹈火 你为何非要离去啊 二位大人刚刚出来 有些情况可能还不了解 王贤淡淡道 过去一年里 我着实做了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让朝中百官十分反感 我留在京里 只会给皇上添麻烦 并没有多大碰触 哎 杨浦没想到王贤如此坦率 愣了一下拍着胸脯道 众德你放心 不管之前如何 那也都先过去了 没有人还会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说着吹胡子瞪眼道 谁敢胡说八道 老夫第一个不答应 是啊 众德 黄淮也重重点头道 你放心 其他人那里我们去说 保准谁也没意见 王贤微不可查的皱皱眉 礼貌的笑道 有了二位学士了 只是皇上圣意以下 总不能更改 就先让在下离开一段时日再说吧 哎 也只能如此了 黄淮和杨浦叹口气 前者看着王贤笑道 还指望你为殿下鼓语呼呢 这下指望不上了 我在济南 也一样可以遥香声援嘛 王贤笑着端起了茶 黄淮和杨浦见状 识趣的起身告辞 王贤只送到屋门口 便让戴华替他 送二位学士出去 吴维站在王贤身后 看着两位学士远去的身影 哼一声道 坐牢坐鱼了 还以为大人是八年前的大人 他听着杨浦黄淮 二人一口一个重德 感到分外不爽 当今天下除了皇帝和朱瞻基 还没人敢直呼王贤的婊子 我和八年前有什么不同 王贤笑看吴维一眼 淡淡道 我们走是对的 看看这二位的表现 就知道文官们膨胀了 再对上满腹怨念的勋贵们 这朝堂哪能消停得了 吴维叹了口气 算是认同了王贤的看法 这朝堂确实没法带了 还真不如离去 王贤启程那天啊 盛况空前 两位公爷 十位侯爷 近百位博爷 并京中二品以上武将 还有他们的奴仆亲兵 加起来 两三千号武人 浩浩荡荡在城外送官庭 恭送王贤南下 那乡间 文官集团也不失落 六部尚书来了三对 内阁大学士也全来了 那些受过王贤恩惠的 东宫旧人 更是一个不落悉数前来 这是上朝呢这是 戴华赶着马车 看着前方宋官亭外 浩浩荡荡的阵势 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王贤掀开车帘 看看前头的盛况 笑道 这就是要斗起来了 两边谁都不肯输了人场 他没有在人群中看到 朱瞻鸡的身影 虽然早有准备 但还是忍不住心中一案 昔日的手足兄弟 终究还是成了末路 这么说的话 还是武人们的气势 更足一些 戴华笑着凑圈道 可惜皇上不在他们这边 王贤叹了口气 将心中不合时宜的奢望 丢到脑后 自嘲笑道 唉操着闲心干啥 说着对车里的顾小莲轻声道 我去去就来啊 然后跳下马车 步行向前头众官员走去 哎呀呀呀 罪过罪过 这么热的天 还凡诸位前来相送 本宫于心何忍啊 王贤远远的就向众人拱手 一副轻松愉悦的表情 看不出半分 去国怀乡的忧思 哈哈哈哈 公业离京上任 虽说此去不远 但日后也不能时常相见 我等岂有不来相送之礼 张府和朱勇笑着上前 一左一右把王贤身边的位置站住 让也凑上前来的杨浦 黄淮等人只能站在一边 哎呀呀 二位公业折杀在下了 王贤当然知道 这是武将集团在和文官们较劲 新皇登基才几天 这就开始了 实在不是个好兆头 不过管他呢 反正自己要走人了 爱闹就让他们闹去吧 所以王贤脸上一直保持着和须的笑容 与这一杆文官武将虚伪的客套着 王贤喝了公业们代表武将敬的三杯酒 又喝了杨浦黄淮代表文官敬的酒三杯 便带着微醺要乘车而去 却见几十辆载着黑漆大乡的马车 加入了自己的队伍 这是王贤酒喝再多也知道这些马车不是属于自己的 老弟 你要去上任了 居目无亲 又带着这么多人口 花小肯定不小 朱勇笑吟吟道 让你那般街巨 岂不是打咱们这般老兄弟的脸 顿一顿指着那些马车道 咱们哥几个一合计啊 给你凑了点成衣 说着朱勇看看杨浦身后的都御使王章道 王大人 镇国公爷又管不着我们 这可不算行贿吧 这个 王章苦着脸道 作为成衣来说是不是太厚了 少了咱们也拿不出手啊 哈哈哈哈 众勋贵哄堂大笑起来 王大人 别静说些没见识的话啊 咱们这么多家 一家凑一点 就是几十车 是啊 要不是考虑到影响不好 几十车算什么 几百车咱们都能整出来 王章也不想将王贤得罪惨了 除了无言以对还能怎样 众文官纷纷露出不愤之色 实指望王贤能拒绝掉 好让他们心气稍顺 王贤看了看众文官 朝众勋贵笑道 诸位的心意在下收下吧 至于礼物嘛 听王贤这样说 众文官露出欣喜之色 勋贵们则神情一变 谁知王贤话锋一转 哈哈大笑道 自然也一遭收下了 哈哈哈哈 众勋贵放声大笑起来 对王贤耍了文官们一遭 感到很是畅快 文官们则面色尴尬 才知道人家镇国公 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怎么看 宋军千里终须一别 诸位留步吧 王贤朝众人拱拱手 便坐进车里 恭送公爷 文官武将们齐刷刷向王贤拱手还礼 目送着他的队伍 消失在烈日的官道下 王贤的队伍一消失 文官武将们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 敬畏分明的两帮人 互相怒视着对方 安平侯李安是暴障性子 最先按捺不住 指着众文官骂道 你们这群白眼王 先队对你们还不够好吗 他老人家尸骨未寒 你们就敢教唆着皇上 编探老人家的诗 就是 众勋贵这些天早就憋了满肚子的火 只是爱着皇帝刚刚登基 不敢立即发作罢了 王贤的离京就像一个信号 让他们终于不再忍耐 指着众文官纷纷嚷嚷起来 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杀财 皇上就是让你们带坏了 文官们自然满肤怒火 但所谓秀才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啊 和这些老粗勋贵 当众骂街实在有识体统 只能纷纷报仪冷横 赶紧上车上轿 不在这儿丢人现眼 见文官们一副不屑的做派 众勋贵更是火大 纷纷望向几位公爷 义愤填膺道 公爷 这是要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啊 你们可得给咱们做主 哼 放心 朱勇冷哼一声不屑道 就凭他们 没那个本事 还是不要太乐观 承山侯王通眉头紧锁道 皇上速来亲近文官 对咱们当年和汉王亲近 恐怕很有看法 得防备那些文官 利用这一点 来离见皇上和咱们的关系 众勋贵深意为然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他们也不会如此惶恐 如此失态了 公爷 众人望向英国公 想听听这位勋贵之首 是什么看法 您说 咱们该怎么办 先看看再说吧 张府看看众人 淡淡道 先回去吧 张府说完 弯腰上了马车 众勋贵傻在那里 没想到英国公 如此冷淡 见大哥上了车 张尼目光 扫了一圈众人 笑骂道 这是说正事的地方吗 说着手指点点 李安道 先别急着瞎蹦 你这一掘屁股 人家能不知道 你要拉屎 你还咋拉 人家一身 众勋贵文言 笑成一片 显然是听尽了 张尼的话 李安红着脸 吭吃道 啊 不是着急吗 急也不及咱一时 都赶紧回吧 这大太阳的 晒成人杆了都 张尼丢下一句 也跟着上了 张府的马车 这兄弟俩一上车 其余的公侯伯爵 也纷纷上车 浩浩荡荡往回赶 英国公的马车上 张府神情严肃 眉目间有浓浓的优色 他人品贵重 从不清严 但这绝不代表 他心中的危机感 比其他人少 其实换作他日 今天他是 万万不会来送王贤的 正是察觉到 新军登基后 薰贵集团将面临的 严峻挑战 他才会豁上面子 来给王贤送行 大哥 您觉得皇上会来真的 看到张府这神情 张尼就知道 问题非常严重 忍不住低声问道 张府点点头 对自家兄弟 没什么好隐瞒的 低声道 都写进登基照里了 你觉得会是儿戏吗 那是自然 张尼拧着眉头道 我问的是 皇上真能这么干吗 他没想过朝野的反弹 皇上是认为 文官们都支持他这样干 张府垂下眼 简道 至于咱们这些五人 皇上速来就不待见 想到陪着太子 一路北上 太子对自己表面客气 实则冷淡的架势 张府常常一叹 骑马打天下 下马治天下 皇上想必是觉着 该到了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的时候了 皇上想要对付咱们 张尼悚然 他以前只以为 皇帝是想报复先帝 武将们不过是殃及持鱼 但听大哥这说法 皇帝真正目标 居然是他们这些将们 这只是我的猜测 虽然在马车上 不担心被旁人听到 张府还是压低丧门道 陪皇上进京的路上 偶然听人提起 皇上说 我朝开国以来 每次皇位传承 都会伴随着雪流成河 原因就是 兵权虽然名义上 在朝廷手中 但被盘根错节的 将门所掌握 顿一顿道 如果把兵权 真正掌握在朝廷手中 那些藩王和薰贵将们 关系再好 也没法发动叛乱 真的 张尼全身毛骨悚然 只是传闻 张府缓缓道 但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那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 张尼急忙道 先看看吧 或许皇上过阵子 又不这样想了呢 张府不致可否道 从给先帝的嗜好看 皇上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嗯 张尼是了解他这个大哥的 更清楚像他们这样的 国公之家 利益和皇室高度绑定 不到万不得已 是绝对不能跟皇帝 对着干的 何况 有的是人会蹦出来 何必急在一时 众官员一回到京城 朱高尺召见 三位内阁大学士 以及杨浦黄淮等人 皇帝陛下深深地看着眼前这五人 唏嘘道 朕在永乐朝二十年来 处境一直十分凶险 不断地有小人觊觎我 陷害我 轮起处境之艰难 行事之险恶 心中之苦楚 历朝历代处君之中 朕绝对名列前茅 顿一顿他动情地哽咽道 这些年来 无数人离开了朕 背叛了朕 只有朕国公和你们五位 一直忠心地守护着朕 没有你们的牺牲和付出 就没有朕的今天 杨世奇五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纷纷跪地道 陈等不过是尽臣子的本分 都是陛下仁义忠孝 天命所归 才能屡屡化险为夷 匹吉太来啊 朱高赤扶着桌案起身 上前将五人一一扶起 流着泪道 你们与朕肝胆相招 不要说那些见外的话 说着他紧紧攥了攥杨世奇 和杨普的手 我等名为君臣 师为手足啊 陛下 杨世奇等人热泪滚滚 气不成声 君臣六人抱头痛哭 等到情绪平稳下来 朱高赤坐回宝座 看着杨世奇三人道 朕准备让担安戒安 也入职文冤阁 与你们三位同为大雪士 共同辅佐于朕 但安是杨普的号 借安是黄淮的号 杨世奇文言马上表态道 皇上圣名 国政繁荣 百废待兴 有二位大才加入内阁 臣等不胜欢心 杨荣和金有兹也重重点头 朱高赤欣慰的汉首 这五人年富力强 德才兼备 更重要的是 经过永乐朝的残酷考验 可以完全信任 有这样阵容强大的内阁辅佐 自己的信心也强了不少 顿一顿 他又缓缓道 日后 军政国事 全来内阁府闭 但有个问题 就是大学士 官警无品 在和六部长官 地方大员对接时 难免十分为痛 听了朱高赤这话 杨世奇五人 当时激动不已 皇帝此言 直指内阁 如今最大的软肋呀 当年太祖皇帝 废中书宰相 直接领导六部百思 将大权急于一身 然而 随着建国日久 国政日渐繁荣 就算朱元璋经历超人 也没法应付过来 只能找人来帮助自己 但太祖皇帝又不想让 费尽千辛万苦 才废掉的宰相 重新出现 便想了个两权之道 任命了一些 才德兼备的官员 为大学士 辅佐自己处理国政 但大学士的官阶 只有五品 远低于六部长官 和地方大力 要让那些二品大员 向他们低头 自然是办不到的 这样就避免了 大学士权势过大 成为不是宰相的宰相 后来 建文永乐两朝 内阁制度成形 皇帝愈发 以众内阁大学士 然而 大学士的官阶 始终停留在五品 与朝廷高官相去甚远 成功地限制了 大学士权势的膨胀 这也是杨世锡等人 在赵王作乱的日子里 孤立无援 只能向王贤求助的 真正原因 现在听皇帝的话 居然是要解除 加在大学士头上的限制 杨世锡等人 岂有不激动的道理 只听朱高赤 缓缓说道 所以 朕准备将大学士的官阶 题为正二品 与六部尚书 读语史齐平 说着微笑 看着五人道 这样 日后你们处理起国政来 也会得心应手一些 杨世锡五人文言 却不惜返经 杨荣出言道 陛下厚爱 臣等感激涕领 然则内阁制度 乃太祖草创 太宗完善 大学士观禁五品 已是深入人心 贸然提升到二品 恐怕会引起朝野哗然啊 朕就算不提升你们 朝野难道不哗然了吗 朱高赤缓缓说道 登记诏书一下 不知多少人 在憋着劲准备反对朕 你们说 朕是缩手缩脚 不敢提升你们好 还是把你们提升起来 给朕更大帮助好 说着探口气 重重道 你们也不要以为 这是论功行赏 和朕一起隔旧不心 可是受罪招人骂的苦差事 说不定 日后你们还会蛮怨真呢 臣等必定齐心努力 劈肝力胆 辅佐陛下 五位大学士赶忙沉生表态 第二天便是新军登基后的第一次朝会 宫卿百官身着朝服 在奉天门外整齐列队 恭迎皇帝陛下登临玉座 然后跪拜叩首 山呼万岁 一切礼仪一丝不苟 然而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这奉天门广场上空的空气 已经快要凝制了 山雨欲来 风满楼 待到群臣起身立定 朱高智便看一眼朝下的百官 深吸口气 开始了他成为皇帝之后 在百官面前的头一次发言 朕蒙祖宗阴毕 侥幸深登大宝 然自知才疏得博 战战兢兢 更见如今国内千疮百孔 设计不安 更加如律薄冰 顿一顿他与其诚之道 还须诸公百官 齐心禄力辅佐于朕 咱们君臣共济兼威 为大明度过眼下的危机 臣等必定干脑涂地 以报皇上 百官自然套话连天 很好 朱高智看一眼户部尚书夏元吉 缓缓道 夏国老 为大家说说 我大明如今的情况吧 遵旨 夏元吉不过六十多岁 但看上去老太隆忠 说八十岁别人也信 所有人都知道 他那满头的白发 满面的皱纹 都是为大明朝的财政 操碎了新的结果 所有人都明白 没有这位绝顶的 理财高手存在 就没有永乐朝的 丰功伟绩 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 自然就是最权威的 启奏皇上 此刻夏元吉的脸上 满是深深的疲态 声音嘶哑道 我大明如今的财政 已经不足以用危险来形容了 国库中空空如也 今年所欠债务 就是不吃不喝 用全国税收偿还的话 需要整整二十年 大臣们纷纷到吸冷气 永乐皇帝在的时候 可从来不对大臣说这些 所以他们虽然都知道 国用艰难 但都以为只是一时困难 熬一熬就过去了 可是不吃不喝二十年 谁能撑得过去啊 怎么会这样呢 定国公忍不住大声质问道 怎么会债台高手到这种地步 原因有很多 历年开支庞杂 宝钞滥发 灾害贫人 夏元吉健百官两眼发指 只能缓缓解释道 简单来说 过去二十年 各项开支激增 朝廷收入远远不复国用 只能通过发钞 来维持朝廷各项开销 然而宝钞一烂 各地物价飞涨 导致各项开支成倍增长 朝廷只能印制更多的宝钞 来弥补 要进一步恶化物价 说白了 滥发宝钞就是饮阵止渴 毒酒喝的越多越危险 但为了维持下去 只能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 夏元吉探口气道 直到民怨沸腾 市民官身彻底不接受宝钞 朝廷只能向民间举债 几年下来 自然债态高筑 顿一顿道 假之 如今国内灾害连天 工伤凋敝 朝廷的税负萎缩严重 二十年还清债务 还是个乐观估计 夏元吉说完 便退回自己的位置 朱高赤目光缓缓扫过众人 沉痛道 诸位 昔日的荣光已成过去 如今的大明 与前朝末年何其相似 如果不立即悬崖勒马 痛下决心整顿财政 朕 真担心我们会重蹈前缘覆辙啊 众公卿心情沉重的点点头 毕竟都是船上的权贵 谁也不想让这条船沉了 所以朕才会下旨 停止采买 制造 中断下西洋 尽力的缩减开支 朱高赤语重心尝道 一切都是为了渡过眼前的危机 从政做起 节省国力 诸位 武将也只能暂时在那里憋闷着 不敢当堂驳斥皇帝 这也是张府昨日 不肯与薰贵们多言的原因 朝堂之上再猥琐的念头 也要用冠冕堂皇之言来掩盖 在皇帝站住了道理的时候 只能耐心等待机会 朱高赤也不指望武将们能诚心拥护 他们不捣乱自己就很开心了 便接着说道 国事繁荣 千头万绪 朕自着没有太祖太宗皇帝的能耐 只能多多依赖众位庆家 尤其是内阁诸位大学士 顿一顿皇帝缓缓说道 朕准备将大学士的品阶 重定为正二品 以便和六部九卿地方大员对接 诸位庆家意下如何啊 此言一出 不少官员向杨世奇等人 投去艳羡的目光 简易等不堂高官 心里自然老大不爽 原先他们这些上书都议史 可谓百聊之首 文官之中就没有比他们更大的 然而皇帝这样一搞 虽说大学士也是正二品 可人家权力更大 离皇帝更近 自然就高他们一头 不过他们也知道 这是人家应得 何况这时候出言反对 还会引起皇帝和五位大学士的强烈反感 实在得不偿失 至少不能当那个出头鸟 就在几位不堂互相偷描 指望着谁能先出来 发表点不同意见的时候 一个粗豪的声音在广场上响起 朕的人耳朵嗡嗡直响 皇上 俺不是以老卖老 大学士正五品 可是先帝定下的制度 大型皇帝尸骨未寒 您这样搞不太合适吧 朱高赤目光一沉 看向那口口声声 不宜老卖老的老东西 竟是杨武侯薛露 杨世奇几个人心中咯噔一声 知道这下不能善了了 朱高赤眼里怒火引现 却无法对薛露发作 对方非但是静难大功臣 而且在永乐年间对自己父子多有照福 他的世子还在九龙口 为了保护朱瞻鸡以身殉国 更何况 薛露还站着轮常大礼 孔夫子可是约过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于情于理 朱高赤都没法不对 薛露保持和颜悦色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皇帝耐着性子道 老侯爷 先帝并没有旨意 说大学士官职无禀 不能提升 先帝是没这么说过 可是二十年来 一直就是这样办的 薛露嗡声嗡气道 这是先帝为了防止大学士专权 让宰相死灰夫人 薛露说着 一双牛眼死死盯着朱高赤道 皇上 太祖皇帝的祖训 后世子孙 谁敢言复利宰相 傻无赦 最后三个字 薛露几乎是喷出来的 也幸亏皇帝离得远 才没有被兔墨星子 见到脸上 但朱高赤的一张脸 已经变得铁青铁青 薛露却满不在乎的 看着皇帝 仿佛确信 他没法拿自己怎么办 侯爷说的有道理 陛下三思啊 定国公也出言复合道 要奖赏大学是可以用别的法子吗 太祖太宗定下来的制度 不能改啊 是啊 皇上三思啊 简直一公一猴站出来 众薛贵哪还客气 纷纷出班 赴贺声援 而文官那边 杨荣杨士奇等人 自然不能替自己说话 简易等不堂高官 也诡异的保持着沉默 下面的文官就是说话 也没有和薛贵们抗衡的力量 一时间朝堂上群情汹汹 七嘴八舌 全是反对皇帝的声音 高高坐在龙椅上的朱高赤 此刻感到那样的孤独无力 强压住胸中的怒火 缓缓摆手道 朕再想想 皇上盛名 杨武侯马上闭嘴退了回去 皇上盛名 定国公也退了回去 众薛贵自然也全都闭嘴 各归本位 脸上却分明挂着得意的笑容 看看吧 就是皇上也不敢翻中怒 尤其是我们这些薛贵的中怒 太不像话了 退朝之后 朱高赤重重一拍桌案 怒气冲冲到 朕就知道 他们一定会拿祖宗来压我 没想到他们会这么迫不及待 他们早就憋不及了 杨普叹口气道 皇上停止采办 制造进贡 造船 黄庄 下西洋 这都是断了那些薛贵的财路 他们没法正面反驳皇上 就用这种法子来消解 朕和父皇敬他们 是因为他们是公臣 可他们现在一个个都成了只知道损悉民脂民高的肥肠满脑 朱高赤切齿道 在朕看来 他们现在是一群害虫 陛下息怒 我大明的兵权 可在薛贵们手中 不能太过刺激他们呀 杨荣赶忙劝道 他经历过赵王之乱 太知道兵权的重要性 但也不能让他们这样轻易就得逞 朱高赤重重拍着桌上一摞圣旨 那是本玉在今日朝会上宣读的 可第一道旨意就被搏了下来 继续宣布的话 只会自取其辱 所以朱高赤只能把这些旨意压了下来 心中的憋屈 可想而知 其实和那些五人周旋 多动动脑子 总能想到办法 杨士奇轻笑一声 缓缓道 陛下 以为臣遇见 此事似乎可以变通一下 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哦 如何变通 朱高赤知道杨士奇阻止多谋 马上投去期盼的目光 我们可以 不改动先帝设置的大学士品位 但可以用兼职 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杨士奇轻声道 这是他们没法反对的 因为他们身为公侯 同时担任军职 本身就属于兼职 哎 好主意 众人眼前一亮 纷纷赞道 不错 朱高赤也来了精神 摩拳擦掌道 此路不通 咱们就绕道走 朕让你们兼任 布堂高官 同时担任大学士 这样 既可以提高你们的官位 又能让你们仍在内阁 说着声音 红亮道 这样 先帝的制度 也没有违反 看他们还怎么说 皇上英明 一众大学士 心中的大石 落了地 另外 朱高是沉吟一下 缓缓问道 齐太和黄紫诚 还有没有后人 这个 皇帝的跳跃实在太大 让泰然自若的一众大学士 都惊呆了 齐太黄紫诚 乃是建文帝 新副大臣 薛藩的推动者 和主要执行者 甚至是 静难之意的制造者 当年永乐皇帝 篡位成功 将这二人捉住 全都千刀万剐 诸连九足 现在 皇帝却提起这二人 让大学士们心神一锦 金又兹轻声说道 齐太有一个儿子 当年只有六岁 所以免死 现在 在边镇为族 应该还活着 顿一顿又道 至于皇子成 应该已经全家都被诛杀了 据说 皇子成有个儿子 当年改姓逃脱 如今不知所踪 把齐太的儿子 放回来吧 朱高尺神情沉重道 再查一查 皇子成儿子的下落 如果还活着 也赦免他吧 皇上 尽管是铁力心 跟皇帝混 几位大学士 还是惊得 面色苍白 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朱高尺却仿佛没有察觉到大学士的异样 威逼着双目 沉吟许久 缓缓道 方笑如呢 还有后代吗 陛下 您说的 是那个被灭了十足的方笑如吗 皇怀颤声问道 还有别的方笑如吗 朱高尺睁开眼 目光坦然的看着他的大学士 缓缓道 先帝静难 是是非非 朕 无法评价 但齐太 皇子成 方笑如 还有铁炫这些人 都是忠于当时朝廷的忠臣 历来改朝换代后 都会为前朝的忠臣 历转经表 何况 我们并没有改朝换代 朱高尺家中 语气道 如今 要拨乱反正 朕以为 就从这里开始 皇上 请三思啊 大学士们感觉 全身的毛孔都炸开了 颤声劝道 他们可是先帝 定下的奸当 给他们平反的话 如今朝堂的滚滚 诸功又算什么 先帝的圣名也会受到损害啊 但 这件事不改过来 难受天下人之心 朱高尺缓缓道 人心不齐 什么事都做不成 顿一顿 他又低声道 何况 先帝这样做 难免含了天下忠臣的心 若是将来有一天 谁还会为他的子孙尽忠 陛下 几位大学士何等人物 也能听不出朱高尺的言外之意 只要给方孝儒等人翻案成功 哪怕只是赦免他们的子孙 都会严重动摇先帝的威信 让那些勋贵再也无可倚仗 这样一来 改革才能推行的下去 大学士们偷偷看着满面慈悲的皇帝 才明白 这位也是免礼藏针的主 你们这些勋贵不是倚仗先帝对抗镇吗 那朕就先把先帝推倒 看你们还有什么仪仗 陛下 此事非同小可 还需从长计议 杨荣轻声劝道 所以朕没有马上给他们翻案 只是赦免他们的子孙 朱高尺说着 双目中浮现一抹悲凉道 如果他们还有子孙的话 陛下仁慈 众大学士低声说道 另外朕准备调动一下勋贵们的职位 朱高尺又沉声说道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总不是好事 杨武侯府中 成国公定国公 还有那些个侯爷伯爷都在 不知是谁说了个笑话 引得哄堂哈哈大笑 可见 今日在朝堂上把皇帝顶回去 让勋贵们无比快意 怎么样 老夫没看错吧 皇上就是这样的性子 你硬 他就软 千万不要觉着他是皇上 叫什么都听他的 薛露大刀金马的坐在那里 得意洋洋道 老薛王通笑呵呵的看着薛露 想不到你竟然第一个站出来 本来以为你和皇上的关系不错 应该不会挑这个头呢 不错 薛露脸上不自然的神情一闪而过 下一刻呵呵笑道 那又如何 总不能看着皇上把大伙往绝路上逼吧 老侯爷果然仁义 众人纷纷赞道 那是当然 薛露拢着胡子自傲的点点头 心中却生出思思后悔 他知道 今日之事后 皇上怕是恨上自己了 但他并不后悔这样做 因为他心里十分憋屈 薛露是如今现在的头号静难功臣 二十年来薰卫却一直停在侯爵上 薛露知道朱棣有点瞧不上自己 所以早早把希望寄托在太子和太孙身上 为此在所有勋贵都疏远太子太孙的时候 薛露依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了府军前卫 长子还为太孙死在九龙口 次子爷屡次救太子太孙于危难 以示遍体鳞伤性情大变 薛露自敢 自己一家的牺牲和功劳 换一个公爵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朱高尺登基之后 却只封了王贤一个公爵 根本就没有犒赏自己的意思 这让老侯爷满心度火 终于忍不住向皇帝开炮了 薛贵干政 在永乐朝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这群薛贵显然没把新军 视作与先帝一样的主上 众薛贵正得意洋洋 畅想着如何再接再厉 给皇帝把规矩立起来 突然 王通的儿子从外头进来 满头大汗的嚷嚷道 皇上下旨了 还是升了内阁大学士的官 什么 众薛贵一听就炸了毛 薛露瞪着牛眼喝道 皇上彻底不把组织 放在眼里了吗 就是 大型皇帝尸骨未寒 皇上这样不当人子 众薛贵纷纷附和 一时间义愤填膺 就要去宫里找皇帝理论 薛贵们都是说走就走的行动派 马上鱼贯出门 王通的儿子在后头高喊道 还是看看旨意再说吧 却哪里有人理会 宫中 朱高尺用霸午膳 正准备小气片刻 却听得前卿宫外一片喧闹 他皱皱眉沉声问道 怎么了 几十个薰贵聚重而来 说是要跟皇上理论 太监赶忙禀报 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朱高尺心中一阵烦躁 也不得不压着性子 闷声说道 让他们派个代表进来 过不多会儿朱永和薛璐进来 向朱高尺行礼之后 后者便问声问其问道 皇上 您不是也认同老臣在筹会上说的话 怎么一转头就给那些大学士升了官 顿一顿他黑着脸道 违背组织出而反而 不似人君所为 此言一出朱高尺一张脸 登是铁青 放在龙椅上的双手微微颤抖 要用尽全力才能不让自己立即爆发 朱永也是暗暗心惊 想不到薛璐居然如此大胆 但也知道这时候 绝对不能在皇帝面前退让 所以板着脸强称道 皇上 您欠先帝和臣等一个解释 不需要解释 朱高尺终于忍不住重重拍案怒道 朕的旨意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大学士官职无品不便 杨世席等人不过是兼任尚书师郎等职 组织并没有不许官员兼职吧 这 二人一听就傻了眼 这才想起一听到消息就跑过来 根本没看那旨意上写的什么 怎么 你们不知道 朱高尺冷冷的看着二人 二人艰难的点点头 皇帝便重重一拍案 勃然大怒道 那在这儿吓起什么哄 朱永二人吭吃半天 薛露才艰难道 这不都一样吗 怎么会一样呢 朱高尺冷声道 若是不许他们兼职 那儿等也得卸下自身的官职 老老实实当你们的安乐王公 朱永二人不敢说话了 皇帝要是交起针来 他们岂不要鸡飞蛋打 哼 朱高尺冷哼一声 板着脸道 你们来得正好 有件事要通知你们 说着 指一下桌上一份旨意 一旁的太监便拿起来 高声宣读道 命英国公张府 掌中军都督府 成国公朱永 掌左军都督府 定国公徐景昌 掌右军都督府 宁阳侯徐茂掌前军都督府 安苑侯柳生掌后军都督府 安平伯里安掌四川都指挥使司 中军都督府都督千世任礼 掌广西都指挥使司 改前军都督千世马英 与后军都督府 清等借先朝熏旧 故托以古宫心旅 其一乃智力以无愧指首 听到太监宣读这份 攸关己身的旨意 朱永两个哪还有心思 在纠缠大学士之事 都拼命竖起耳朵 仔细听着一项项任命 先是暗暗精心于 这次变动之大 前所未有 几乎所有要害军职 全都换人 虽然只是对调 但毫无疑问 大明军界将彻底重新洗牌 朱永还好 毕竟一上来就知道 自己将长左军都督府 虽然远不如之前 长后军都督府那样显要 后军都督府长的是 直立山西之兵 京城和山西索要之地的 驻军近归其节制 地位自然要高于 另外四都督府 但毕竟是平调 虽有不快 也不至于当场安耐不住 血路就大不一样了 他只愣着耳朵 一直听到最后 也没听到关于自己的任命 等到那太监念完 便忍不住嚷嚷起来 皇上 老臣怎么不在名单之列 朱高尺面无表情地 看着他问道 老侯爷 今年七十了吧 老臣才六十七 哪有七十 薛璐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都差不多 这个年纪 应该是寒一弄孙 一养天年 朕怎么忍心 让老侯爷冒蝶之年 太过操劳 朱高尺淡淡道 日后老侯爷 就顾问一下国政吧 具体的事情 还是让年轻人去做 你 薛璐气得胡子直竅 红着双眼指着皇帝 半上说不出话来 宣贵的地位 除了来自本身爵位的高低 更重要的是 手中兵权的分量 这就是英国公 凌驾于定国公之上的原因所在 薛璐本来地位 就不如几位公爵 如今再要没了兵权 恐怕在侯爵里都要数不上数了 没别的事 就退下吧 朕乏了 朱高尺打了个哈欠 示意二人可以离开 皇上 你对老臣不公啊 薛璐终究还是吆喝起来 我大儿子为救太孙而死 小儿子也险些为救你而亡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薛家呀 朕已经命人一诏 追奉薛勋为忠义后 薛環也将出任广东都指挥时 朱高尺双目难掩 艳气之色 淡淡道 老侯爷 这样说朕合适吗 这 薛璐再次张口结舌 他没法说你还没赏我呢 只得失魂落魄的被朱勇拉走 看着薛璐颓丧的背影 朱高尺目光冰冷 前清宫外 一众薛贵正焦急的等待消息 见朱勇二人出来 马上赢了上去 看到薛璐那如丧考彼的样子 众人就知道不妙 忙忐忑的问道 怎么回事啊 回去再说 朱勇扶着老太碧县的薛璐 一边往外走 一边招呼众人跟自己离去 怎么能就这样算了呢 众人还不理解 不算了能怎样 连旨意都不清楚 不是敬找骂吗 朱勇丢下一句 率先走了 众人面面相去 也只能先跟在后头 出了宫门 回去之后 众勋贵便知道 朱高尺巧妙的 曲线救国之策 凭他们这些武夫 还真想不出反驳的法子 何况 他们的注意力 全部被军队 剧烈的变动所吸引 一时也顾不上 再跟朱高尺纠缠 朱高尺见状 彻底放开手脚 接下来数月中 在内阁和六部的配合下 他一面尽数废除朱棣的暴政 一面大肆给方孝儒等 建文党人平反 杨志祺等人甚至真的查到了 方孝儒还有一个 叔伯弟弟名叫 方孝富的 仍然在世 朱高尺也果然下旨 恢复其原本身份 命人赐予田产 让他回家安居乐业 这一连串的激进行为 自然在朝中 引起轩然大波 文官们心中 同情建文旧党 倒还好说 刚刚消停下来的武将们 就彻底炸了锅 对此朱高尺充耳不闻 反而在朝堂上公然说道 齐太 黄子成 方孝儒这些人 都是忠臣 不为他们平反 将来谁还会为我 大明朝牺牲 这话说得朝上大臣 目瞪口呆 武将们悲愤不已 文官们也一个个变了脸色 想不到 皇上居然敢说出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 皇上 杨武侯削露破罐子破摔 当即上前 气血沉奏 齐太 方孝儒这些人 要是忠臣 那先帝不就是奸贼了 皇上 您不就是奸臣之后了 还有什么资格 坐在这龙翼之上 说到最后 几乎禁于谩骂了 是啊 皇上 他们要是忠臣 岂不是说先帝在诛杀忠粮 这个罪名可太大了 众武将也纷纷附和起来 请皇上收回这些话 一马归一马 各位其主而已 朱高赤不为所动 淡淡说道 先帝杀他们 有先帝的道理 但把他们本人杀了也就算了 就不要祸及子孙了 登基数月 朱高赤已经进入状态 再不会像初次临朝那样 被臣子给挤兑的下不来台 皇上既然不肯收回 那我们这些乱臣贼子 也没脸活在这世上了 薛露咆哮一声 突然蹦了起来 朝前扑去 你要干什么 负责护卫的大汉将军 惊叫起来 赶忙抽出兵刃护驾 然而 薛露的目标并非皇帝 而是皇帝脚下的丹池 众人的惊呼声中 他一头撞在那冰冷的石阶上 灯使脑浆崩流 鲜血染红了大片的汉白玉 朱高赤也是面色发白 显然想不到 杨武侯居然如此爆裂 众军贵赶忙想要上前搀扶 却被大汉将军隔开 有锦衣卫上前 检视有出气没进气的杨武侯 不一会儿 沉声禀报道 此人已亡 场面灯使乱成一锅粥 军贵们怒吼着 喝骂着 痛哭着想要扑向削路 对拦住他们去路的 大汉将军全打脚踢 这时候没有人敢站出来 追究他们咆哮朝堂 不敬军上 伤害侍卫的罪名了 只能任由他们发泄 五位大学士 看着地上杨武侯的尸首 还有悲愤欲绝的众勋贵 都感到局面将大大的不妙 哎 笔下实在操之过气了 大学士们心中暗叹 不过他们也知道 朱高赤为什么如此心急 为了等到这一天 皇帝已经足足等了二十年 早已经等没了耐性 等垮了身体 他是不得不只争朝夕呀 退朝 太监的声音终于响起 朱高赤有些狼狈的离开了 混乱不堪的奉天门外 大臣们的贺骂哭喊声 却愈加猛烈 穿越云霄 响彻全城 冬月初七 是薛露的公祭日 自从薛露的尸首被抬回猴府 每天前来洋务猴府调咽的人群便络绎不绝 宽敞的府前大街 被人们所邓的碗杖花圈 指人指码塞得满满的 要是这些名气真能在阴间享用 薛露肯定会成为富甲一方 手握雄兵的鬼王 说不定还能造了阎王的反 今天一早 参加公祭的王公大臣便从四面八方赶来 门口的知客 声嘶力竭的高唱道 英国公爷前来至迹 家属贵营 定国公爷前来至迹 家属贵营 成国公爷前来至迹 家属贵营 成山侯爷前来至迹 家属贵营 宁阳侯爷前来至迹 家属贵营 大明朝的公侯伯爵 一个不辣的到场 阳武侯爷也算是哀戎被制了 虽说按照薛露的地位 这样的排场并不为过 然而要知道 冬月初一 可是皇帝严令 勋贵武将们到各地上任的最后期限 按说至少有一半的勋贵 此刻应该已经离京 但现在 这些人不约而同的罔顾亡命 也要参加杨武侯的丧礼 甚至有本在外地的勋贵武将 也纷纷回京参加功绩 与其说是要一起送杨武侯一程 不如说是要向皇帝示威 所以众公侯虽然放声哭好 脸上却没有哀戎 尽是愤恨 就像一座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 只等着那一刻的到来 三位公爷在最接近削露灵灸的地方 朱勇看看神色平淡许多的张府 悲愤道 你还能忍得住 张府轻叹一声没有说话 事到如今 你还能装聋作哑吗 朱勇问怒提高声调道 皇帝对军队降临的调整 看似正大光明 实则包藏火心 他把咱们这些静难的军贵 不是发配到梁广云贵那些不毛之地 就是派到和他们积怨已久的军中 取而代之的 要么是柳生那样已经投靠他的走狗 要么是已经靠边站了二十年的红武朝旧将 他只是要断咱们的根基呀 哎 英国公 按说我更应该保持沉默 一旁的定国公也忍不住开口相劝道 但是 熏贵将门大难临头 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顿一顿他沉声道 公爷 让皇上这么搞下去 用不了几年 大明朝就再没有什么将门 咱们或许能苟安一时 但早晚要被丢到垃圾堆里 更别说咱们的子孙后代了 我知道 张府终于开口 却神情艳艳道 可那是皇上 大明朝的天 做臣子的 突之奈何 总是有办法的 朱勇憋出一句 却巴望着张府 真要是拿主意 还得指望这位主心骨 张府嘴唇息动几下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憋得朱勇快要爆掉了 忍不住喝道 有话快说 这一声 引得一众至极的宾客 齐刷刷望过来 张府苦笑着摇摇头 刚要开口 便听支客高唱起来 太孙殿下前来至极 家属贵营 听到朱瞻鸡前来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纷纷寻声望去 只见朱瞻鸡 一袭白衣 面带悲涩进来 向家属还礼之后 又恭恭敬敬 给杨武侯上了乡 然后在张府等人身旁跪坐 神情肃穆的 开始哀思 殿下 您怎么来了 定国公忙轻声问道 杨武侯一家 于姑有大恩 说行同再造也不为过 姑若不来 岂不与禽兽无异 朱瞻鸡轻声说着 他看起来清简了许多 颧骨高高隆起 法令文愈加深刻 事实上 他这半年来的日子 极不好过 太子登基之后 并没有顺理成章的 将他这个太孙升格为太子 而是不闻不问 就好像忘了这回事一般 所以直到如今 朱瞻鸡仍然顶着 这个太孙殿下的头衔 这在永乐朝 尊崇无比的称号啊 放在如今却成了 莫大的嘲讽 他明明是当今皇帝的儿子呀 到底太的哪门子孙呢 虽然大臣们都知道 这样大大的不妥 但更知道在永乐末年 太子殿下和太孙殿下的举语 哪敢马上就替他说话呀 加之太子府一登基 便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 彻底否定永乐后期的 各项必正 朝廷上下忙得搅打后脑勺 谁也没有闲心去再生事端 于是永乐末年 红头发紫的太孙殿下 就这样被人遗忘了 朱瞻鸡也索性称病 身居简出 已经有数月没有上朝了 所以勋贵们 才会对他突然出现如此惊讶 听了朱瞻鸡的话 几位工业神情闪烁 都是些人精 岂能品不出 那浅显的言外之意来 殿下您来这里让陛下知道 恐怕会心生不快 定国公是朱瞻鸡的表叔 正适合故作关心的试探道 还是速速回去吧 父皇是父皇 我是我 朱瞻鸡却面无表情道 没有只许父皇不从父道 不许我不从父道的道理 几位工业互相看看 没想到太孙殿下 会如此明白的表达 对皇帝的不满 现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他是要站在他们这边 和皇帝对着干了 朱勇兴奋的看着张府 意思是 太孙都加进来了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张府无奈的看他一眼 这里是说正事的地方吗 就在公侯们 对太孙殿下的到来 议论纷纷 雀跃不已时 呼听到门口一声 撕心裂肺的嚎叫 爹 这一声 真如尸破天惊 害得满院子 王公勋贵 全都闭上了嘴 又齐刷刷回头望去 还没等他们回过头 就见一身白衣的 薛二公子薛桓 亮亮呛呛 从外头冲进来 带着震天的哭声 扑到了薛路的关前 趴在棺材上 垂胸顿足 放声哭号 爹呀 大哥去了 你也去了 留下日子一个 怎么活呀 悲痛欲绝的薛二公子 额头砰砰的 使劲撞击着 那巨大的南木棺材 转眼就鲜血崩流 一旁的朱勇和朱瞻基 赶忙把他拉开 不然薛桓真有可能 不薛路的后尘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我不活了 薛桓剧烈的挣扎起来 哪是朱勇朱瞻基 两个能按住的 还是英国公上前 一把按住他的肩膀 薛路满脸仗的通红 但张府的手掌 仿佛有万钧之力 任他如何挣扎 也挣扎不开 薛桓奋力挣脱而不得 满腔悲愤 无从发泄 化作一口鲜血 喷在棺材上 令所有人触目惊心 吐血之后 薛桓两眼发直 竟直挺挺晕晕了过去 等薛桓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房间里 朱瞻基坐在一旁 正满脸关切的看着他 薛桓挣扎着要起来 朱瞻基按住他的肩膀 低声道 躺着 你必须休息 不然会死人的 薛桓本来已经赶往广东 结果在过长江之前 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 便星夜间乘回北京奔丧 一路上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心里像着陋火一样 根本躺不住 薛桓摇摇头 逗大的眼泪躺下来 嘶声道 我爹那样没心没肺的 一个老东西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都是我父子对不起你们啊 朱瞻基满脸愧色叹气道 若非父皇对你父亲太过不公 让他无地自容 也不会走上绝路 薛桓紧咬牙关 双拳钻得青筋爆起 整个人像要被怒火 烧毁了一般 我就在这里 任打任骂 那把捅我一刀 只要你能好受点 朱瞻基痛心疾首道 看着你这样子 我心里难受啊 薛桓使劲盯着朱瞻基半赏 终是摇摇头 声音嘶哑道 我知道 不关殿下的事 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是啊 我这个太孙 如今成了全天下的笑柄 朱瞻基黯然道 朱想不到 父皇登基之后 会变成这个样子 说着 双目满是悲哀之色道 我是罪人啊 殿下何处死言 薛桓诧异地问道 您也正受迫害 荒诚道行逆施 与您何干 朱瞻基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嘴唇吸动了很久 仿佛才下定决心 沉生道 你我乃生死之交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说着压低声音道 其实 黄爷爷驾崩之前 是有传位遗诏给我的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 薛桓奇怪地问一句 玄机惊呆道 难道传位的 不是太子 不错 朱瞻基点点头 目光沉重道 黄爷爷传位的人 其实是我 啊 薛桓一下坐起来 满脸震惊地 看着朱瞻基道 真的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 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 朱瞻基点点头 苦涩道 我要是当了皇帝 我父亲如何自处 让天下人如何看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朱瞻基摇着头 满脸痛苦道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只能觅而不宣 让位于父亲 殿下 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 薛桓脸上的刀疤 长得通红 重重地拍着床檐道 先帝是看穿了太子的反骨 知道他会把先帝的江山翻个底朝天 所以才会让你继位啊 听了薛桓的话 朱瞻基脸上的苦涩之意更浓 别说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不晚 薛桓却挺着脖子吼一声 亡羊不劳 为时不晚 说着一把抓住朱瞻基的胳膊 面红耳赤道 殿下 你父亲道行逆施 如今已是天怒人怨 你要不计虚名 替天行道啊 你胡说什么 朱瞻基一脸惊恐道 那是我父亲 如今更是一国之君 你要我造反不成 怎么会是造反呢 薛桓大摇起头道 您手里有先帝遗诏 这皇位本该就是您的 之前是因为余孝作祟 暂时让余你父亲 可他根本不配当这个皇帝啊 你就得把皇位拿回来了 顿一顿他又急声道 而且根本不用动一兵一卒 只要您在合适的场合 亮出一照 必可获得公卿百官的拥护 你父亲只能乖乖让出皇位 唉 说的简单 那些文官都和父皇穿一条裤子 就算见了一照 恐怕也不会理会 朱瞻基还是摇头 满脸为难 一群俘虏有个屁用 薛桓大声道 我们勋贵将门 早就恨偷了你父亲 肯定会支持殿下的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朱瞻基却还不松口道 要是出了岔子 这天下虽大 再没有孤得容身之地了 殿下 这个仇 我不能不报 薛桓双目血红咆哮道 你要是不同意 我们就重演皇袍加身 千万不要胡来 朱瞻基悚然摇头 看着要杀人一样的薛桓 叹了口气道 唉 我不是不同意 是不能在没把握的情况下 轻举妄动 只要你同意就行 薛桓一下子蹦起来 提上薛的大声道 其余的事情交给我了 前清宫 朱瞎赤眼窝身陷 咳嗽连连 状况看上去很不好 却依然坚持与大学士议政 陛下 今天还是到这儿吧 在商议完重整 盐铁税收之后 杨浦心疼地轻声道 您的龙体要紧 是啊皇上 事情是干不完的 先把龙体养好要紧 一切由我们哪 杨荣也劝道 不搭计 朕只是偶感风寒 加上心情欲解 朱高赤摆摆手 叹气道 还是忙一些好 至少不用胡思乱想 陛下 您可是担忧杨武侯之死 会引发意想不到的事情 杨士奇轻声问道 嗯 知我者 士奇 不错 朱高赤点点头 黯然道 朕有些后悔 不该对他逼迫太深 实在想不到 他会撞死在丹池上 说着深深叹息一声道 他毕竟是静难的功臣 而且学家也有恩于我父子 这样一个结果 会让很多人喊心 说这话时 朱高赤壮若无意的撇了一眼几位大学士 其实依照他的本意 要把人和事分开 隔旧不新 要有雷霆之事 但对先帝救人 还是要尽量的忧服 以安其心 但杨士奇几人坚持认为 人与事是不能分开的 那些勋贵旧臣 是先帝磕正的既得利益者 和坚决拥护者 不把他们打下去 改革根本无从谈起 朱高赤彼时也身以为然 所以便拿杨武侯来杀鸡敬猴 谁知却弄出这副局面 这让朱高赤深深后悔 不应该如此操之过急 而是应该听王贤临走之前说的话 王贤坚决主张 在初期对勋贵们以利又之 就是要打击 也要用二逃三逝之策 不宜过分刺激 但大学士们说 王贤如今本身就是勋贵 自然要为公卿贵族考虑 太子觉着也有些道理 便听信了大学士们的话 陛下 事已至此 后悔也没有用 杨世奇沉声道 不如多想象如何补救 将此事的影响降到最低 朕也是此意 朱高赤回过神来 看看几位大学士道 这样吧 念在杨武侯 劳苦功高 又是对先帝一片赤诚 就不追究他的罪过了 追奉他为怀国功 让薛桓继承爵位 世袭妄替 如何啊 如此甚好 黄槐点头道 薛桓得了公爵之位 肯定不会再说什么 只要薛家能稳住 其余人就甭想借题发挥 嗯 杨普和金友兹点头认可 杨蓉却皱着眉头 沉吟片刻道 这样 恐怕会适得其反 让他们以为 这是陛下在退上 说不定会愈加嚣张 黄槐入狱多年 便得有些偏激 听到杨蓉反驳自己啊 感觉脸上挂不住 粗声道 那你说怎么办 兵权 杨蓉沉声说道 陛下之所以忌惮将们 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兵权 只要分掉他们的兵权 便可高枕无忧 你那是原水解不了尽可啊 黄槐不懈道 咱们之前不就在做这件事吗 要是能一蹴而就 还用犯这个仇 黄槐所言不虚 朱高尺针对薛贵武将的 大范围调整 目标直指将门的兵权 但就像他说的 这件事只能徐徐途之 一旦操之过急 很可能会刺激将门 铤而走险 我们自然没法一蹴而就 但不代表没有人能做得到 杨蓉淡淡说道 杨世奇看杨蓉一眼 明白了他的意思 金佑子等人也不笨 玄机便醒悟过来 你说的是王贤 朱高尺皱了皱眉头 但还是耐心听他说下去 不错 只要把他请回来 凭他的威望和能力 可以镇住那帮将们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杨蓉沉声说道 如果他肯再努努力 夺过他们的兵权 也不是痴人说梦 这样一来 他就跟薰贵们针锋相对了 杨普对王贤是有感情的 文言迟疑道 我想他正是不想看到这一幕 才会远走山东的 但现在陛下需要他 找他回京 他必须回来 杨蓉断然道 一道旨意招不回来 就两道三道 连发十二道金牌 就不信他能顶得住 你这是要把他 往火坑里推呀 杨普皱眉道 陛下封他为镇国公 不就是让他镇国的吗 杨蓉沉声道 到底是他个人的利害重要 还是社稷的安危重要 有道理 王贤明知道皇上要上刀山下火海 他这个太宝却躲去山东 这本来就说不过去 金有资也来得劲 他但凡对陛下还有一点忠心 就一定会回来的 王贤不回来 有他不回来的道理 黄怀反驳道 你们把他逼回来 他心不在这里 又有什么用 人回来就有用 金有资高声道 荒谬 杨普气愤的拂袖道 这是要把他往对面逼 看着往日里 一团和气的内阁大臣 争论不休的样子 朱高炽心中暗暗冷笑 他很清楚这些人的小九九 杨荣杨士奇三人 素来视王贤为眼中钉肉中刺 当初王贤离京 三人曾经劝他不要阻拦 如今却一反常态 立主他回京 除了娄子捅大了 需要个高的顶着 还有让王贤回来和将门 斗个你死我活的算计在里头 但朱高炽也清楚 自己因为形势太过急迫 导致情势急转直下 确实只有王贤能为自己保驾护航 指望这些手无 腹肌之力的大学士 是斗不过那些如狼似虎的勋贵的 好了 都别吵了 朱高炽拿定主意 这才开口 大学士们马上安静下来 等待皇帝陛下的旨意 朱高炽看看众人 叹口气道 眼看就过年了 朕准备了一些赏赐给众德 还得劳烦那位代表朕去一趟济南 一来表示慰问 二来也跟他提一提回京的事情 大学士们心念电转 金又兹抢先开口 臣愿走这一趟 他担心杨浦黄淮到了济南 不肯对王贤说重话 杨荣杨士奇又要坐镇京城 确实只有自己最合适 其余大学士也没什么意见 杨浦和黄淮真不知该怎么面对王贤 杨荣杨士奇也是一样的顾虑 金又兹愿意顶上去 他们自然求之不得 好 那就麻烦金学士去一趟 朱高炽点点头 又有些不放心的强调道 但要记住 臣没有逼他的意思 一切让他自己拿主意 如果他觉着目前还不能回来 那就由着他吧 臣谨记 金又子口上答应 心中却不甚在意 对招回王贤这事 皇帝甚至没有明知 嘴巴长在自己身上 还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好了 真让人抓紧背起赏赐 你三日后出发 朱高炽奄奄的挥挥手 示意大学士们退下 臣等告退 皇上保重龙体 大学士们齐齐失礼 离开乾清宫 二阳拉着金又子 叮嘱他到济南的注意事项 金又子都有些不耐烦了 笑道 嗨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二位兄长 至于如此事无巨细吗 小心无大错 杨荣笑着打住话头 放金又子先行离去 看着金学士的背影 杨士奇淡淡道 你说他这趟能把王贤请回来吗 悬 杨荣笑着摇摇头 让他探探路吧 说不得 最后还得士奇兄走一趟 杨士奇不置格否的点点头 突然有些挫败的探口气道 唉 没了王屠户 还真吃不了呆毛的猪嘛 这个 杨荣一愣 悬机笑道 寻贵掌权多少年了 咱们这才刚刚翻身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士奇兄 也是 我多想了 杨士奇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 济南城 乃北中国之风水宝地 小山 把这座城市围了一圈 只在北边留了个缺口 为整座城 挡住了冬日的寒风 置身济南城中 就像婴儿躺在摇篮里 不见外界的风雪 只有和煦的暖阳 实在是北方猫东的绝佳之地 前一天又下了一点雪 让千佛山上的矮松 愈发的清黑 却更加显得山间白矮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副水粉画中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享受的一根指头都不想动 当金佑兹顶风冒雪八百里 穿过崎岖的山路 看到远处仿佛摇篮中的济南城 不禁骂了一声 这王仲德 还真会找地方猫东 边上的随从却纷纷道 姓王的也太不把咱们当回事了 都到了济南城根 也没个人出来迎一迎 他们都是金佑兹的亲近下属 新皇登基后 一人得道自然鸡犬升天 一路上地方官员高阶远送 成疑不断 让他们早就膨胀的 忘了自己是谁 对于王贤智若网闻的怠慢 这些随从跟班 自然是十分的不爽 金佑兹其实比他们还不爽 他如今是人人争相巴结的 天子尽臣 载府之望 地方官员们多吞捧屁 游云手有余香 随口踏谈 唯恐人先着脚 哪能受得了这种怠慢 不过幸好他还保持着一丝理智 知道济南城里的内卫 不能以等闲视之 都闭嘴 金佑兹狠狠吐一口闷气 瞪着深周的随从道 到了济南城 都放老实一点 别坏了本官的大事 嘿 众随从还想再非议 见金佑兹脸色不善 这才赶忙改口陪笑道 学士放心 咱们知道轻重 哼 金佑兹冷哼了一声 这才坐上马车 队伍继续向济南城开进 顿饭功夫后 一行人到了济南城下 但见城内城外人烟如枝 伤屡繁茂 车马不绝 已经看不到丝毫兵灾的疮痕 事实上 在去年的那场浩劫中 济南城作为首府 并没有遭受刀兵 局势稍一平定 官府又采取多种措施 大力削减税妇 劝工劝农 鼓励工商 以济南为龙头 带动山东一省的民生恢复 事已短短不到一年时间 济南城已经繁华若兮 甚至生机和活力 比起永乐年间 游游过之 看来 姓王的不只有阴谋刀兵之能 坐在穿城而过的马车上 金佑兹冷眼看着街上 心里也忍不住暗叹 在民生治理上也有一套啊 但他对王贤的恶感颇重 眼睛自然不会只盯着好的方面看 很快便在鸡蛋里挑出了骨头 只见街上 随处可见 头裹白金的白莲教徒 这些教徒公然穿行于世 和寻常百姓交谈买卖 没有丝毫水火不容的意思 官府的差役 更对他们视而不见 甚至还和他们言谈笑闹 就像一家人一样 荒谬 看到这一幕 金佑兹又是气愤又是舒坦 他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 比搏王贤一般了 居然对白莲邪教放纵到这种程度 他王仲德想要干什么 这里还是王化之地吗 莫非传言是真的 他真是白莲教的高层 要把山东变成真空家乡 一路上金佑兹不断赴飞 对王贤的怒气不断攀升 但这一切都在车架抵达 山东总督府门前时 一下子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总督衙门外的大平 足足有四亩剑方 大平正中 高出着一根三丈长的带斗旗杆 上书 大名震国公 五个夺目的大字 摇对着大门上 山东总督衙门的牌匾 和石阶两边 那对猙獰的巨大石师 视线索急 除了一排 跨着绣春刀的锦衣卫在全神警戒 再没有一个活人 空阔的广场上一片凝重静谧 只有风吹那干斗上的旗子在烈烈作响 却更显出这总督衙门的空阔威严 感受着这无言的无边威严 金又兹这才猛然醒悟 自己来到了谁的地盘 将要面对一个怎样的人物 那是当今天下最威名赫赫 最权势滔天 最手段无边 最凶神恶煞的一尊 神奇呀 怎么才短短半年 自己对他的恐惧就模糊到接近淡忘 是距离让人陌生 还是自己太过膨胀 自以为已经不在王贤之下了 来不及深秋此中情犹 金又兹狠狠掐一下大腿根 让自己清醒过来 深吸一口冷冽的空气 对马车外因为被锦衣卫阻拦 忍不住大呼小叫的长随道 不得造次 长随这才愤愤的低下头 不知金学士身为天使 为何还要如此伏低作小 这位军爷有礼了 金又兹从车窗 向那名拦路盘问的 锦衣卫百户公公手 和言悦色道 本官文渊阁大学士 兼礼部尚书金又兹 奉钦差前来济南慰问镇国公 之前应该有亭记文书 知会总督府吧 那咱不晓得 那锦衣卫百户对金又兹 刻意提及的两个身份 无动于衷 依然面无表情的公事公半道 不过既然是朝廷来人 请在门房稍后 带俺禀报一声 这好吧 金又兹没想到 自己亮明身份 道明来意 还没有得到打开中门 接入府中的待遇 但也只能忍着不满 吓得叫来 跟锦衣卫到门房中等候 他还能在生着炉子的门房中待着 下头一中跟班就没那么好命了 在门房外动得哆哆嗦嗦 却一声也不敢抱怨 那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 实在太有威慑力了 在门房中哭等了许久 金又兹终于听到脚步声 游远而近 赶忙站起来 摆出一副谦和的笑容 谁知进来的 却不是镇国公 而是山东不正史楚言 呦 原来真的是金学士啊 我还等他们胡说八道呢 看着那张堆满笑容和皱纹的老脸 金又兹一阵郁闷 草草拱全道 樊台大人 有礼了 哎呀呀 我说怎么这一大早 喜圈叫个不停呢 原来是有贵人临门 楚言仿佛没看到金又兹神情的变化 依旧满面堆笑道 金学士利临济南 彭壁生辉 彭壁生辉啊 哈哈哈哈 樊台大人说笑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 何况楚言还是山东的明政长官 能在极度凶险的永乐末年 山东大便中生存下来 继续担任山东不正史 足以说明他意非常人 金又兹收起不快 与楚言笑谈道 下官不过是皇上的书记之臣 打砸跑腿的小力 当不得当不得 哎 大学士太过自谦了 谁不知道 当今皇上最为以众几位大学士 啊 朝野都以载府相称啊 楚言依旧满脸谦卑的笑着 伸手恭请金又兹入内 到后堂吃茶 哎 私底下开开玩笑还好 这些话要是拿出来公开说啊 我们几个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金又兹一面跟楚言自签 一面忍不住 微微自得 说话间 两人到了总督府的花厅 楚言先请金又兹到客房 静面更衣 带金又兹收拾停荡 焕然一新出来 有锦衣卫奉上香名茶点 楚言笑眯眯请他入座道 学士这一路上辛苦了 快吃点茶水解解法 啊 金又兹微笑着就坐 喝了几盏清茶 吃了几块点心 终于忍不住问道 怎么还不见公爷 莫非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哈哈哈哈 楚言嘴角献出一抹苦笑 点点头道 哎 我家公爷啊 确实有事脱不开身 说着给金又兹争一杯茶道 学士稍安勿躁 啊 待我家公爷忙完了 自会回来相见 哎 正事要紧 我这边不急他 金又兹除了无奈接受 还能有什么办法 万竹园中 王贤满脸紧张 额头汗水引现 口中焦急道 花花 一定要挺住 他的身旁 三岁的王佑 紧紧地抓着父亲的手 小脸同样满是紧张 额头同样汗水引现 泪水在眼珠子里打转 声音稚嫩中透着真情道 花花 一定要挺住 两人身后 玉舍和一众丫鬟 却满脸的忍君不尽 看着蹲在狗窝旁的这父子俩呀 得强忍着才能不笑出声来 他们万万想不到 杀伐果断 在山东能指小儿夜提的 郑国公王贤 在陪儿子玩的时候 居然是这个样子 这话还要从王贤 回到济南说起 与金又兹想象的不同 王贤对治理这一省之地呀 根本没有兴趣 他把全省的军政行名 都交给了楚颜 二黑卫园等人 事实上 这些人能聚集在这一省之地 本来就是严重的浪费 根本不需要他指手画脚 就能把山东治理的蒸蒸日上 王贤自然也乐得偷懒 对身遭的政务充耳不闻 每日只全在万珠园中 陪伴妻子兜农儿子 鉴于王又对他陌生又疏离的现象 王贤采取了多重对策 来增加和儿子的感情 除了带儿子逛街 划船 骑马 爬山 给儿子买玩具 买好吃的这些常规武器之外 他还弄了一条小狗 爷儿俩每日里 花费大量的时间 照料那小东西 共处的时间一多 爷儿俩的感情自然也急剧升温 王又哪能抵挡这度 他老子狡猾多端的攻势啊 半年下来 已经把这老爹 看成世上最亲的人 甚至连娘亲和一手拉扯 他长大的育银酿都比不了了 这会儿 爷儿俩养的小狗花花 怀胎两月 正在艰苦的临盆 花花你要挺住 估计是小狗第一次生产 过程颇为艰难 狗脸上痛苦的表情 人能看得清清楚楚 王又叫也不睡 饭也不吃 焦急地守在狗窝旁 时不时抬头问 一直陪在一旁的王贤道 丁丁 花花不会有事吧 放心了 锦南城最好的兽医给他接生 花花不会有事的 王贤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 这让王又感到十分的安心 又能耐着性子等下去了 就在这爷儿俩 焦急后产的时候 戴华快步走到王贤身边 禀报道 公爷 金友资到了 花花 在家把劲 王贤却仿佛没听见 只顾着给临盆的小母狗打气 公爷 金友资到总督衙门了 戴华只好提高嗓门 希望能将王贤的注意力 从狗身上转移过来 谁知且招来 小王又愤怒的目光 坏人 你吵着花花生孩子了 小公爷 我错了 戴华哭笑不得 只好跟王又道歉 你跟我道歉干嘛 跟花花道歉 王又认真地看着戴华 我 戴华嘴角抽动 他还没试过跟一只狗 陪不是呢 行了 你还跟他当真了 王贤这才给戴华解了围 轻轻谈一下王又的脑门 笑道 要对你戴叔保持尊敬 王又揉着脑门 气呼呼地转过头去 专心看花花生孩子 公爷 戴华又想再提 行了 金友资是你爹呀 一遍一遍不住口 王贤白他一眼 满脸无所谓的白白手道 让他等着吧 我这儿有要紧的事呢 哎 要紧的事 戴华差点没背过气去 家里小狗下载 居然比迎接钦差还重要 这是什么道理 不过他也清楚 王贤不肯马上见金友资 必然有全盘考虑在里头 便不再啰嗦 应声出去了 那相间啊 楚颜陪着金友资吃茶聊天 已经到了说无可说的地步 金友资旁敲侧击 想多了解一些山东的内幕 楚颜这样的老狐狸 又岂会透露半点不该泄露的消息 两人一来二去周旋多了呀 谈话也就彻底没有营养 但是王贤一时不出现 两人就只能这样煎熬下去 毕竟金友资的身份地位摆在那儿 楚颜心里再是不耐烦 也不能随随便便把人家晾在那儿 就在金友资憋不住 想要借撒尿出去透透气的时候 戴华神情严肃的进来了 看到戴华脸上凝重的表情 金友资一下子尿意全无 坐直身子神情紧张的看着戴华 浮在楚颜耳边低语 听完戴华的耳语 楚颜不动声色的点点头 低声道 知道了 你让公爷别着急 他那边的事情要紧 戴华嘴角抽动一下 点点头退出去了 戴华一走 金友资便忍不住发问了 楚大人 公爷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跟我说说 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楚颜心里直抽道 你又不是兽医 能帮什么忙啊 面上却一本正经道 学士只管安心 这天下还有能难倒公爷的事 说完笑着起身道 来来来来 民以实为天啊 咱们先用饭 这个 楚颜越是闪烁其词 金友资就越是好奇难耐 可偏偏姓楚的嘴巴比铁箍还紧 根本问不出 把个金友资憋得满脸通红 等坐到酒桌上才想起来 自己内疾的事情 险些尿了裤子 傍晚时分 花花终于产下了一窝小狗仔 母子平安 让王贤父子也放下了悬着的心 花花太厉害了 王有激动的跟什么似的 搂着王贤的脖子又蹦又叫 爹爹太厉害了 花花果然没事 王贤宠溺的任由儿子折腾 苦笑的揉着鼻子 到底是花花厉害 还是爹爹厉害啊 都厉害 都厉害 王有马上说道 倒是谁也不得罪惹得玉舍等人笑弯了腰 那还不亲一下 王贤舔着脸 把腮帮子凑到儿子嘴边 王又乖乖的使劲亲了王贤一口 亲得他满脸口水 待父子俩亲手照料好花花和他的一窝小狗仔 天色已经大黑了 去而复返的大华 这才问道 公爷 金学室那边 这都什么时候了 先吃饭 皇帝还不拆恶兵呢 王贤一把抱起儿子 往饭厅走去 爹 可饿坏我了 我要吃狮子头 王又这才感觉到 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了 那咱们看看 今晚有没有你最爱吃的狮子头 王贤宠溺的笑着答话 戴华跟在后头 哭笑不得的问道 公爷的意思是 今天不见金有资了 不光今天不见 王贤头也不回 一边走一边淡淡道 明天后天也不见 啊 戴华吃惊道 公爷要晾他几天 不错 就是要晾他几天再说 王贤这才站住脚 看着戴华淡淡道 那帮家伙在井里捅了马蜂窝 想让我回去给他们擦屁股 门都没有 金有资他们固然没什么 可他是代表皇上来的呀 戴华轻声提醒王贤道 公爷若是不听召唤 皇上那里恐怕不好交代 皇上 哼 王贤嘴角挂起一丝冷笑 一双幽深的眸子在漆黑的夜色中 晦明晦暗 声音不带一丝感情道 当时从葫芦口死里逃生 我就说过 从今往后 我只为兄弟 朋友 家人考虑 至于其他人 我管不了那么多 是 戴华神情一谨 不敢再说话 脑袋放清醒点吧 昔日的太子和今日的皇上 是两个人了 王贤像是在教训戴华 又像是在提醒自己 新军登基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很清楚这点了 咱们要是还搞不清楚 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是 这时候 戴华唯有点头称事了 这段时间 王贤的温柔和气 让戴华错以为 昔日的那个大人又回来了 到此刻他才明白 原来那个中军爱国 满腔热血的王贤 确实已经死在葫芦口了 现在的这个镇国公 心冷如冰 心硬如铁 爹爹 我们快进去吧 王右乖乖扶在王贤的脖子上 见他说完了 这才撒起娇来 我都快饿死了 好好好 咱们赶紧进去 王贤便不在李戴华 抱着儿子进了饭厅 饭厅里 林青儿 顾小莲 灵霄 早就等在那儿 看到两人进来 灵霄笑骂道 你俩还记得吃饭 以为今晚要睡在狗窝里呢 一年过去了 灵霄出落得愈发娇美成熟 不改的是那生机勃勃的 神采飞扬 是啊 官人 你太宠幼儿了 林青儿的变化要相对大些 王贤回到他身边朝夕陪伴 让他的病情好转不少 虽然还除不了根 但面色红润的不少 体态也风予了一些 再不负往昔 弱不进风的病态 再这样下去 他还不得上天啊 姐姐 幼儿很乖的 顾小莲坐在林青儿身边 微笑说道 他的视力仍然没有恢复 但眉宇间的幸福神色 说明他早已经不在意这些 能再劫后余生 重获情郎的爱护 回到温暖的家庭 还有什么该强求的呢 顾姨娘最好了 王佑从王贤怀里下来 自溜一下就钻到顾小莲身边 一边朝林青儿几眉弄眼 一边伸手去抓桌上的鸡腿 洗手了没 谁知顾小莲眼睛虽然看不见 感觉却比谁都敏锐 一下握住王佑的小手 笑道 你可得给姨娘称面 不然 下回休想我帮你说话 王佑这才撅着小嘴 乖乖在铜盆里洗了手 一家人说说笑笑 共进晚餐 席间王贤喝了一点酒 眯一眼看着灵霄和王佑斗趣 顾小莲闷嘴偷笑 林青儿无奈摇头 她本来有些寒意的神情 变得无比安详 这就是她要守护的人 这就是她要守护的生活 晚饭后 折腾了一天的王佑 早早跟着玉舍睡下了 林青儿和灵霄顾小莲 继续宋朝残留下来的曲谱 他们有个野心 想要将宋朝的瓷牌 都配上宋朝的曲 这是很多文人想干 却不敢做的大事业 三个小女子却想试一试 王贤对此很是支持 反正时间多的是 如此消磨美好无比 她本来也想参与进来 可惜五音都不全 除了添乱没有一点贡献 所以很快被勒令 这种时候不要捣乱 该干嘛干嘛去 到书房里百无聊赖 王贤想看一会儿书 心中暗暗苦笑 人说三个和尚没水吃 真是一点没错 自己这大官人啊 连个红袖天香 夜半毒都没有 实在是失败 于是王大官人发挥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精神 自己点了一柱龙咸香 然后拿了本花边 小报式的铁围山丛毯 津津有味看了起来 看了不到两夜 他便歪在矮榻上睡着了 这种生活是他无比向往的呀 在经过那么多的刀光剑影 生生死死之后 他太知道这种生活的可贵了 谁想要将他从这种生活中拉出去 是要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的 可是一旦进入睡眠 一切就不由他控制了 噩梦不断 王贤睡梦中 一时是全身是血 七窍争鸣的朱弟朱高旭父子 挥舞着漆黑锋利的长指甲 朝他恶狠狠的扑过来 口中鬼哭神嚎道 王贤 你敢弑君杀王 天地不容 跟我们下地狱吧 一时是朱瞻基登基为帝 第一道诏书就是诛灭他的九族 老爹老娘林清儿顾小莲宝英 还有稚嫩的王衡王佑姐弟俩 全都被押赴刑场 鬼头刀下伸手两处 王贤痛心万分 却无能为力 因为他自己也被千刀万剐 百姓争相食其肉 正在噩梦中剧烈的挣扎 王贤突然听到有细碎的脚步声 便猛然惊醒 同时刷地抽出枕边 寒光闪闪的长剑 这才看清 是林清儿拿了床毯子进来 王贤松了口气 还剑入鞘 斗大的汗珠却依然挂在额头 触目惊心 看到王贤惊恐的样子 林清儿心疼不已 丢下毛毯 上前将他的头颅紧紧搂在怀中 官人 又做噩梦了 林清儿轻轻抚摸着王贤的后背 想要尽力抚平他的心计 不要紧 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人 王贤苦笑一声 对着真爱的妻子 他无需隐藏任何秘密 他叹口气道 朱家这块大石 哑得我实在喘不过气来 哀 换了哪个女人 丈夫和皇家结下死仇 都会吓得魂不附体 林清儿却只是云淡风轻的一探 似乎问题的严重性 远远比不上王佑的教育问题一般 他拿起机上的帕子 为丈夫细心擦拭额头的汗水 揉声道 既然绕不开 官人直面就是了 说着自信的微笑道 一切身欲见 官人既然连永乐皇帝和汉王都能对付 应该没有应付不了的局面 果然是家有贤妻 不遭横祸呀 听了林清儿的话 王贤神情一震 哈哈大笑着搂过他的仙妖 朗声笑道 不错 朱家人我也杀了不少 何惧之有 虽然林清儿也知道 这很大程度上是王贤不想让他担心 再故意宽慰他呢 不过聪慧如林清儿 自然不会说破 他当然会顺着王贤的意思笑道 官人故意晾着那金学士 肯定自有深意吧 哪有什么深意 王贤放声笑道 不过是七行八市罢了 他一面抚摸着妻子的仙妖 一面满脸土匪式的霸道道 老子如今可是奇祸可居 想要请我出山 派个金有资来可不行 他分量太轻 顿一顿 他深吸一口妻子身上的忧香 一脸享受的低声含糊道 经历还没到闹翻天的时候 这时候回去 皇上开不出我想要的架码 官人 林清儿被王贤作弄的郊区发转 一团红云 不知何时已经布满他如玉的双颊 赶忙下意识按住王贤作怪的双手 颤声道 人家只是来看看你的 小连他们还等着我呢 让他们等着就是了 王贤兴之所致 也不管那些了 把柔弱无骨的妻子打横抱起来 一把丢在榻上 然后河山压了上去 声音有些变调道 娘子 我们好些日子没在一起了 在王贤喷勃的雄性气息之下 林清儿那残存的理智 转眼就烟消云散 只剩下小猫一般的泥男 背浪翻红 销声乌液 在静夜里 分外撩人 西乡房中 顾小莲和林霄本来沉迷在 功伤绝之语之中 正在推敲着瓷牌的用运 顾小莲突然脸红了一下 轻轻咬了一下嘴唇 虽然顾小莲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若无其事的继续方才的话题 还是被林霄察觉到他那片刻的失神 脱口问道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咱们继续 顾小莲的脸又红了一下 想赶紧把话题引开 但林霄让这一打岔 想起来林清儿离开已经很久了 奇怪的看向王贤书房的方向 自言自语道 清儿姐姐怎么还不回来 说着下意识的动了动耳朵 便听到那细弱油丝动消声 他内力高深 又是在深夜里 顾小莲能听到的 他自然也能听到 呀 林霄虽然未经人事 但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对闺房之事自然不会全无所知 赶紧捂住耳朵 一张脸当时变成了大红布 口中失声叫道 真是两个大坏蛋 他激烈的反应逗笑了顾小莲 忍俊不禁的扑斥一笑 小莲姐姐 你也坏死了 这下林霄更是羞的无地自容 口中还无力的辩解道 又不是我故意要听的 是那两个死人弄出那么大事 顾小莲这下更忍不住了 扶着仙妖笑得花枝乱颤 把个林霄羞得是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 赶忙上前去喝他的痒 叫你笑 不许笑 顾小莲最怕这个 只好连连讨饶 你还笑 见自己松手之后 顾小莲还满脸笑意 林霄气急败坏地瞪着他 我 我不笑 你让我缓缓 顾小莲俯着胸口 擦擦笑出来的眼泪 这才渐渐平复下来 拉着林霄滚烫的小手 柔声道 林霄妹妹 你和官人的情谊众所周知 为何就是不敢迈过那一步 这样 不挺好吗 林霄有些慌乱的干笑两声 想要糊弄过去道 而且那事有什么好玩的 青儿姐姐洞房那天晚上 我们在外面听 她只喊疼 妹妹 顾小莲虽然双目失明 却仿佛能看穿人的内心 她轻轻摇头低声道 你是心里有顾虑 我 林霄一下被说中了心事 本来高昂的琴手 一下子低垂下去 修长的玉井低垂着 像极了优雅的天鹅 官人前阵子说 想去武当山拜访孙真人 顾小莲一直把林霄 看成是亲妹妹 对她的事情记在心里 只是这种话题 总得遇到这样合适的时机 才好启齿 你为什么百般阻拦 嗯 我知道 她是想跟我爷爷摊牌 在顾小莲的追问之下 林霄终于不再躲躲闪闪 实话实说道 可是 我爷爷的脾气 要是知道 她想娶我做小老婆 可不管她是什么镇国公 就是天王老子 也会活劈了她 妹妹 我觉得你想多了 顾小莲摇摇头 笑容十分让人安心道 我想 孙真人可能会给官人的苦头吃 但批了她是不会的 说着搂住林霄的肩膀 轻声道 虽然没见过孙真人 但我也能肯定 在她心里啊 孙女的幸福 比什么鬼子面子都重要 真的 林霄显然被顾小莲说动了 但玄机又使劲摇头道 可不敢打这种包片 你不知道那老头有多变态 有这么说自己爷爷的吗 顾小莲作状要似林霄的嘴 萧问道 你是当局者迷啊 傻姑娘 她又按住又要对自己动手动脚的林霄 正色问道 我且问你 你跟这官人多少年了 九年 快十年了 林霄说完 这才猛然惊觉 时光如梭 转眼已经将近十年过去了 她那双清澈见底的毛子里 浮现出迷蒙的追忆之色 声音也十分罕见的变得温柔起来 当年 我才十三四岁 出入江湖 结果就遇见了她 她那时候是要去青浦县上任 还是个不入流的小丽 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 过往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 让林霄彻底的分辨不清 今夕何夕 身在河乡了 顾小莲微笑看着林霄 倾听她的自言自语 她那时候 肚子里没有几滴墨汁 又不会武功 人还痹里痹气 林霄难难道 可我就是喜欢和她待在一起 感觉和她在一起 每天都那么开心 从没有过得自在 所以我和我哥 就和她私混起来了 她武功那么差 地位那么低 却要和景一卫 见文党那些可怕的势力周旋 换了是我 可没那个胆子 可这家伙却不知道什么是怕 林霄的神情如梦似幻 完全沉浸在了过往的岁月中 这家伙就是这样 光让别人替她担心去了 我整天替她提心吊胆 想要时时刻刻保护她 她却嫌我是小屁孩 吊血鬼 真是气死人 后来 她让我教她武功 我故意动动她 让她拜师 谁知这个厚脸皮的家伙 居然真的拜我为师 还大眼不惭地四处宣扬 回忆起往事 灵霄嘴角挂起甜甜的笑容 然后那笑容就渐渐消失了 其实我也知道 她之所以要拜师 还弄得尽人皆知 是考虑到我渐渐长大了 不再是小孩子 再为了我的名声着想 可我根本不领情 她凭什么要替我做主 那龟中女儿的忧怨神情 头一次浮现在灵霄那张 似乎永远明媚 如春日般的小脸上 最可恨的就是她那副 永远都是我为你好的鬼样子 虽然看不见她的神情 顾小莲却能清楚地 听出她的心声 不禁暗叹 这种看上去永远阳光灿烂 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女孩 其实心里藏着的柔软幽情 一点也不少 济南的冬夜 静密无风 淡淡的浮云 遮不住辽落的星辰 仿佛整座城都进入梦乡一般 万竹园内园 西乡房中 灯光温暖 檀香鸟鸟 两个如梦似幻的丽人 坐在桌旁 一个土漏心曲 一个静静倾听 美好的仿佛一幅画卷 我知道 她故意疏远我 到哪里也不带着我 逮到机会 就想劝我回武当山 两人中名利生动的那一个 一手托着香塞 一边忧怨地诉说道 气得我 真的不想再理她 心想 回武当山算了 说着说着 泪珠便不争气地滴下来 唉 顾小莲叹息一声 握紧了灵霄的手 可是 我就是那么不争气 归期一拖再拖 几年都没走出这个门去 把憋在心里 好多年的话说出来 灵霄感到 前所未有的畅快 她用袖口擦擦眼泪 深吸口气道 然后就是山东之行 葫芦口之意 那次死了太多人 我以为你也死了 我和他也一样会死 但那个雷雨夜里 我才彻底认清楚 我已经习惯了 在她的世界里生活 我没法承受失去她 所以我绝对不会离开她 顿一顿 她十分认真道 这是我选择的生活 她反对也没用 嗯 顾小莲听完灵霄的自白 感同身受地点点头 柔声道 诗问岭南英不好 却道 死心安处 事无相 嗯 灵霄重重点头 却冷不妨听顾小莲 也遇到 我只问你到她身边几年了 你说这么多干什么 哎呀 灵霄文言大炯 捂着通红的脸蛋 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一下子蹦了起来 哪儿还有一丝一毫 龟中幽怨的痕迹 休急了 她又要去和顾小莲的养 顾小莲这次却早有准备 在灵霄的双手临身前 抢着说道 十年了 你以为孙真人 会什么都不知道吗 嗯 灵霄双手 登时悬在空中 整个人愣住了 是啊 十年了 爷爷怎么可能 什么都不知道 她有没有派人 来捉你回山 顾小莲又问道 没有 灵霄摇头 这不很明白了吗 在她的眼里 孙女儿过她自己 想要的生活 比什么规矩面子都重要 顾小莲为灵霄分解道 但也不能过分道 让她老人家 主动上门提亲吧 嗯 灵霄当时有拨开迷雾 见明月之感 巴望着顾小莲问道 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让那家伙 赶紧去山上一趟 那当然 我估计 去得越迟啊 吃得苦头也就越大 顾小莲笑道 你要是心疼她 就让她赶紧出发吧 我才不要呢 多年心结一朝解开 灵霄的笑容 愈加明媚起来 全身上下洋溢着 欢快的气息 娇笑道 哼 得罪了我这么多年 得让她多吃点苦头才行 第二天 王贤依然没有见金有姿 第三天 王贤还是没有见金有姿 等到第四天 金有姿终于受不了了 直闯万竹园 王贤的卫士早就得到吩咐 只是象征性的阻拦了一下 喊了几声 大人有要事在身 你不能进去 便松开口子 放金有姿进去了 当满心怒火的金学士 终于见到王贤时 才发现他正在和儿子一起 用养奶喂养 几只刚出生的小狗 这就是工业所谓的大事 金学士出离愤怒 指着王贤怀里的狗崽子 咆哮起来 吓坏了小王又 和刚出生的小狗狗 小声点 王贤皱皱眉头 冷冷扫一眼金有姿 金学士当时感觉通体声寒 满心的火气便消失在九霄云外 王贤将小狗交给侍女 让他带着王又先去别处 这才懒洋洋站起身来 拿白金擦擦手 看都不看金有姿道 金学士来山东 是要兴师问罪吗 这 金有姿使劲吐出口浊气 闷声道 不是 下官是奉皇命 前来慰问学士的 这不快过年了 皇上命下官带了一些赏赐 给工业和您的家人 有劳皇上挂念 王贤淡淡道 某家也准备了一些土产 要进献给皇上 学士到时候帮我带到京城去吧 这 好说 金有姿虽然被晾了几天 还是对王贤的冷淡猝不及防 说严重点 姓王的这是目无君上啊 王贤为什么会这个态度 金有姿这才强迫下来 冷静下来 仔细寻思王贤的心思 不想不要紧 亦想吓一跳 莫非 他也对皇上的作为不满 肯定是这样 他现在是国公 本身就是薰贵的一员 当然不愿意看到薰贵的地位 遭到剥夺了 明明是冬天在户外 金有姿却出了一脑门子 白毛汗 心惊胆战到了极点 这可如何是好 要是他也反对皇上 我们哪里还有半分胜算 王贤丝毫不理会 金有姿的心理活动 转身就进了屋子里 金有姿被丢在院子里 愣了足足斩茬功夫 才一下子回过神来 赶紧追进屋里 对悠然自得坐在炕上 盘育时的王贤急声道 公爷 皇上对您可恩重如山啊 这还用你说 王贤细心的用柔软 纯棉的白毛巾 慢慢的摸缩着手中的玉件 就像对待出生的婴孩一般 话头也转到盘育上 这盘育很有意思啊 育有武德 仁义智永结 孔生人说 君王无道 不可陪葬玉其 与其说是人盘育 不如说是玉盘人 说着壮若无义的笑笑道 所以啊 这人想配上手中玉 得实时打磨自己的德行啊 公爷 依言之有理 金幼兹随口应付着 王贤口中的盘玉精 在他听来却是 在寒沙摄影的以玉字旷 至于那玉的主人 自然就是皇上了 这样一来 他岂不是在 指责皇上德行不够 配不上他 金幼兹是又气又怕 也不敢发作 只能硬着头皮试探问道 皇上让下官问问公爷 在山东待够了没有 是不是可以回京了 话说出口 他都想抽自己两个大耳光 这种屁话说出来 不找抽吗 果然 王贤像看白痴一样 撇他一眼道 劳烦学士替某家 秉明皇上 围臣在山东还没待够 暂时不想回京 这个 金幼兹一阵口干舌燥 他发现自己在王贤面前 跟个白痴没什么两样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公爷 皇上需要公爷回京坐镇 您不能有负圣恩啊 劳烦学士秉明皇上 皇上修德姓 行仁正 万民称颂 天下景从 江山固若金汤 微臣就不回去添乱了 王贤说着 撇一眼金幼兹道 何况当初 大学士们不是力劝皇上 不要强留我吗 此一时 彼时了 金幼兹想不到 王贤居然连他们几个 私下里对皇帝说的话 都一清二楚 登时老脸通红 坑坑吃吃道 公爷啊 皇上的处境确实艰难 您就不要闹脾气了 说着朝王贤 深深作一道 过王有对不住的地方 下官给您赔不是了 哼 王贤重重一拍鸡案 吓了金幼兹一跳 抬头一看 只见他面色冰冷 杀气腾腾的怒喝道 别以为老子 不知道你们的小九九 搞不定了 就想让老子回去 替你们收拾烂摊子 完事再让老子 把锅往自个儿身上一背 和勋贵们同归于尽 被王贤这突如其来的 怒气所撤 金幼兹脸色惨白 额头再次浮现 痘大的汗珠 而且比之前更大更密 我怎么就没见过 像你们这样厚颜无耻之人 王贤却愈加怒不可遏 再次重重一拍桌案 将那软玉配饰 都拍成了两截 赶紧给老子滚出几南城 再敢废话一句 打断你的狗腿 金幼兹被骂得天玄地转 五内火起 有心放两句狠话 又怕真惹毛了这煞星 让他给弄死就歇菜了 憋得他面色轻紫 一言不发的转身就走 站住 身后响起王贤的低贺声 金幼兹很想继续往外走 可两条腿却偏偏不争气地定住了 给两个姓杨的带句话 再敢利用皇上 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心老子跟你们算总账 只听王贤冷冷说道 金幼兹一下想起王贵妃之死 忍不住打了个寒劲 下意识点了点头 便赶紧往外走 想要逃离这个恶魔 谁知失魂落魄走到门口 没留神脚下 一下被门槛办了个狗吃屎 惹得门外的锦衣护卫 笑成一团 金幼兹无地自容 从地上狼狈爬起来 也顾不上拍打那促心官袍上的灰土 便用袖子掩面而去 等他亮亮呛呛出了万竹园 后在外头的长随大惊失色 赶忙迎上去 七手八脚扶住金幼兹 刚要开口询问发生了何事 却见他面目猙獰地咆哮起来 逗闭嘴 长随们知道 这是学士受了气朝他们仨呢 赶紧乖乖地闭嘴 扶着金幼兹上了轿子 领班的小声问道 老爷咱们去哪 回去 轿子里传来金幼兹 有气无力的声音 好嘞 回驿馆 长随便高唱起来 不是回哪 金幼兹却尖叫起来 本官是要回京 啊 长随吃惊地下意识问道 老爷咱们的行李可还在驿馆呢 闭嘴闭嘴闭嘴 金幼兹根本不管那一套 咆哮道 现在立刻马上 离开这鬼地方 金幼兹连驿站都没回 静止便离开济南 就连行李 还是楚言给收拾起来 让人快马加鞭追上去 送到他手里的 这一路上 金学士可太煎熬了 想他当初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 信誓旦旦要将王贤带回 如今却像丧家之犬一般落荒而逃 真可谓愁愁满志而来 颜面扫地而回 让他回京后如何向皇上交代 如何跟同僚解释 如何面对朝野上下的震天嘲笑声 金学士是越想越羞 越想越气 整日里茶饭不思 五内聚焚 还没出山东地界 便一下子病倒了 常随见他整个人烧得像块碳 想要赶紧就近找个城市住下 好研疑问药 为金学士治病 哪知金幼兹半清醒半糊涂的状态下 依然坚持开口问道 你们要去哪儿 常随答悦 德州 不去 金幼兹马上大叫道 不去不去 本官发誓 不在地往前的地盘 他本来就得了严重的风寒 此刻情绪过于激动 剧烈咳嗽起来 居然还咳出血来 吓得一众常随魂不附体 担心他一命呜呼 自个儿就此砸了饭碗 不过 他们也不敢违逆金幼兹 真的就逢德州城而不入 在冰天雪地里又坚持了两天 一直到出了山东地界 到了苍州城 奄奄一息的金学士 这才住进了暖哄哄的知府衙门 有大夫给他把麦开药 在苍州江养了数日 病情稍微稳定 金幼兹又挣扎着上路 苍州知府劝他多住些时日 待病体好转再出发 金幼兹却私声道 亡命在身 岂敢有片刻滞留 谢过了苍州知府的招待 便毅然决然地上路了 苍州知府似乎被金友子感动坏了 回去后就写信给经理的同僚 使劲吹捧了一番金学士 忠于指手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 然后 这些话很快便传到了朱高尺耳中 皇帝陛下赶紧命锦衣卫 去将金学士接回 还派太医院的人 跟随锦衣卫一起出发 务必要保证金学士的身体无余 十天后 锦衣卫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金友兹 接回京城 让金学士失望的是 除了他的儿子和几个门生 并没有几个人出城迎接他 不应该呀 金友兹两眼无神地看着这小猫两三只 心中难难道 按套路来的话 应该是官员世子来迎接我回京啊 父亲 今儿是年三十 大伙忙着过年呐 金友兹的儿子倒是明白父亲的心 凑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哦 金友兹这才释然 进了永定门 锦衣卫要将金友兹送回家去 金友兹又闹腾着要先进宫复命 说什么 亡命未复安赶回家 逼得朱高尺没办法 只能让太监传旨出来 说学士的身体重要 别的事都先放一边 回家安心养病 好好过年 什么事过完年了再说 金友兹这才不再坚持 让人把自己送回家去了 这年 腊月是小月 没有年三十 第二天就是元旦 这年元旦可不一般啊 因为从这天开始 大明朝就要改元红西了 在朱高尺和他的文官们心中 自然是期望永乐的篇章 彻底掀过去 大明朝彻底进入红西时代 可不希望永乐时代过去 极力抗拒红西时代到来的 也大有人在 这一点 从皇宫的新年宴会 就可见一般 整个宴会的气氛 十分低沉诡异 勋贵们板着脸 滴酒不沾 只冷冷看着 极力活跃气氛的一众文官 尤其是那几个大学士 这样的场面 出现在新军登基后 第一次新年宴会上 朱高尺的脸色 自然也好看不到哪去 见圣心不悦 杨蓉端起酒杯 走到英国公面前 硬着头皮笑道 公爷 这大过年的 您得带头欢乐一下呀 来 下官敬您一杯 杨蓉的酒杯悬在张府面前 双目定定看着他 金殿中 声音一下子小了八分 众公卿大臣 齐刷刷看向两人 不知张府会如何反应 只见英国公 瞥一眼杨蓉 看都不看那杯酒 语气平淡道 抱歉学士 先帝还未下葬 本宫 滴酒不沾 嗡 场中灯时一片哗然 百官万万没想到 素来严守中立的英国公 居然说出这种尖锐的话来 矛头直指 高坐龙椅上的朱高尺 皇帝的脸色 灯时又黑了两分 目光中的惊疑一闪而过 坐在皇帝下手的朱瞻姬 忍不住和几个心腹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喜意 然后赶紧低下头吃菜 公爷这话欠妥了吧 杨蓉心中暗叫倒霉 但自己点的火 自然要责无旁贷的灭火 定定神 他似笑非笑的看着张府道 按理智 天子居丧 不同于寻常百姓 天子居丧 以日待月 是以居丧二十七日 便等于我等臣子 二十七个月 杨学士这话诛心了 我哪里有质疑皇上的意思啊 张府口称惶恐 却依然面无表情 不禁不慢说道 你刚才也说了 天子居丧二十七日服却 可我们做臣子的 没法那么快就节哀寻欢 张府最后四个字 节哀寻欢 真如四声大炮 镇得大殿中的皇帝公卿 两耳轰鸣 呆若木鸡 都以为英国公是个厚道人 没想到他居然如此刻薄狠毒 这该对皇上有多大不满啊 英国公 杨普速来以保护皇帝的 老母姬自居 登师勃然大怒了 拍案而起道 你太不像话了 历朝历代 改缘头一天的春节都要辞宴 怎么到了皇上这儿 就成了循环了 是啊 这宴会是朝廷的礼制 陛下身为人君 不能只顾着自己悲哀 荒废了朝廷的政务和国家的礼制 礼部尚书也赶紧表态道 公爷 百姓礼丧 皇帝心丧啊 说着他朝朱高赤公公手 哽咽道 县地驾崩 皇上的悲痛 比我们驾起来都重 可身为人君有什么办法 只能把悲痛藏在心里 表面若无其事的 治理国家律行职责 近日的宴会 就是皇上的职责 公爷 咱们做臣子的 不能体谅皇上的痛苦 实属不该 更不该往皇上的伤口上撒盐呢 文官的嘴皮子功夫自然没得说 几下子就拆了英国公的台 就在勋贵们为英国公捏一把汗时 张府站了起来 朝朱高赤深深一一 嘶声道 陛下 臣该死 不该说这些婚话 如此扫行 文官们不由松的口气 勋贵们的心却跌到谷底 所有人都认为 英国公这是认怂了 朱高赤面色稍稽 刚要开口 谁知 缺见张府眼圈一红 居然掉下泪来 然后便听他哽咽道 我丈夫的父亲死得早 在我心里 先帝就像父亲一样啊 每逢佳节 被死亲 这大过节的 我想先帝啊 说着英国公气不成声起来 道理讲不过文官 老子跟你们讲感情 哭他娘的 他这一哭不要紧 马上引得程国公等人 也跟着豪丧起来 一众薰贵受了这一年的委屈 此刻宣泄出来哭的声音 越来越大 完全盖住了店内的歌舞声 店外的爆竹声 朱高赤面色铁青 放在岸下的双手颤抖不已 可偏偏又发作不得 只能冷冷看着薰贵们表演 等他们豪丧完了 才冷声说道 使朕考虑不周 既然诸位庆家 觉着今日宴会不合时宜 那就散了吧 说完 皇帝豁然起身 在太监的搀扶下 迅速离去 朱高赤一走 薰贵们马上止住哭 冷冷看着杨世奇等人 中文官见他们 如此不加掩饰的 欺凌军上火气也是不小 眼看着双方就要动起手来 好在还有简易下元吉 这几位文官武将 都认可的老资格在 这才把双方劝开 这才没在新年头一天 酿出一场文武护欧的 千古丑闻来 但愤愤离开皇宫 禁卫分明 走在两边的文官武将 都很清楚 今天只是暂时压住了冲突 在不久的将来 矛盾一定会爆发出来 第二天年初二 杨荣和杨世奇 借着拜年 去探视在家养病的金又姿 三人是穿一条裤子的生死之交 自然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 金又姿的儿子 直接把两位大学士 带入父亲的卧房 一进去 二阳就闻到浓重的药味 杨荣看看脸色蜡黄 躺在床上 看起来有进气没出气的金又姿 笑骂道 大过年的吃什么药啊 不怕晦气 这时候还管那么多 金又姿苦笑道 保命要紧 我看是保命要紧吧 杨世奇看看桌上的药方 冷不丁的说一句 金又姿嘴角抽动一下 见二阳满脸醋暇的看着自己 直到自己那点小伎俩 根本就满不了这俩人精 只好苦笑一声道 怎么 你们看出来我是在演戏了 嗯 太用力了 杨世奇醋暇笑道 表演的痕迹太重了 你是戏文听多了 还是史书读多了 不知道这两样都做不得准 嘿 金又姿一下做了起来 动作之轻快 哪有一点半死不活的样子 他使劲揉了揉脸 搓下一层黄色的面膜 叹气道 你们也该知道 我在济南有多丢人 不用个苦肉计 我怎么还有脸毁脸 我怎么还有脸回京啊 金又姿确实是在演戏 从万珠园出来的一刻 他就很清楚 要是不想翻自救 自己的政治生命 也就到此为止了 皇帝的不信任 同僚的质疑 漫天的讥讽 将把他彻底摧毁 让他涌入地狱 不得翻身 所以金又姿打定主意 要演一出戏来自救 他要用悲情尽责的戏码 让人们不忍指责他的无能 将失败的罪因 尽数推给王贤 事实上 他这招效果不错 果然 不少人对他很是同情 而且皇帝还派了太医和锦衣卫 接他回京 这让金学士备受鼓舞 马上再接再厉 继续发力 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出来 只是没想到用力过猛 被人看出了端倪 有些弄巧成拙的架势了 看出来的人很多嘛 眼下金学士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多 杨世奇笑着点点头 吓得金学士老脸苍白 别听他瞎说 杨荣却笑着安慰金又姿道 这是什么时候 哪有人跟你较真啊 哎 金又姿文言忧愿地看一眼杨世奇 控诉他为何要骗自己 哈哈哈哈不错 你把心放回肚子里就成 杨世奇也不开玩笑了 怜起笑容道 昨日的次宴上发生的事情 你应该也听说了吧 听了一些传言 金又姿叹气道 万万想不到英国公居然发难 难道他疯了不成 他是什么人 神经百战的国之统帅 怎么会疯了呢 杨荣的脸色也严肃起来 沉声道 此人是出了名的沉着冷静 老谋深算 在昨日宴会上发难 必定不是突然之举 而是早有预谋 他到底要预谋什么 金又姿不解道 就算他有所预谋 难道不应该是图穷方才避陷吗 早早亮出獠牙 只会让皇上提防他吧 其实不管他如何隐藏 皇上最提防的始终就是他 杨氏习道 不管朱勇那些人闹得多凶 薛露甚至撞死在丹池前 皇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担心 因为张府没有表态 不错 不管怎样 张府才是军中薰贵第一人 大部分人还是跟他走的 杨荣点头道 他不表态 大部分薰贵最多只敢叫唤叫唤 并不敢真的折腾 顿一顿道 皇上不到胜券在握的那天 就始终要提防他抽冷子来一下 这么说 张府这次闹事其实是个信号了 金又姿皱眉道 让那些薰贵明白他的立场 好跟他一起折腾 然后又问道 可他为什么不私下里表态 非要在改元宴会上闹呢 依我之见 他选在改元宴会上突然发难 有三层意思 杨士奇缓缓为他分解道 一折 他要一页一页自己的好招力 到底足不足以向皇上发难 嗯 有道理 反开始说 从指路为马到曹操逼宫 全臣们最爱干的就是突然袭击 金又姿点头道 二来 他是在向皇上示威 希望皇上能就范 杨士奇继续说道 我感觉 他这次只是小事牛头 下次 可就要动真格的了 嗯 金又姿脸色变得很是难看到 这么说 皇上不向他低头 他就会继续闹下去 开宫没有回头见 那是一定的 杨蓉点点头 陈生说道 像英国公这种人物 不动则已 一动就会坚持到底 那还有第三呢 金又姿已经意识到 失态有多严重 不由自主小声问道 第三 就是表演给某人看 杨士奇淡淡道 他已经未及人臣 还需要向谁表忠心 金又姿说着 打了个冷战道 太孙殿下 不错 太孙殿下 杨士奇缓缓点头 这 这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金又姿震惊的 瞠目结舌 房间里 三人陷入长久的沉默 好一会儿 金又姿才重重 垂下脑袋道 哎 我真是没用 要是把王坚弄回来 丈夫岂敢如此嚣张 别自责了 换了谁去都请不回他来 杨荣说了句公道话道 兴亡的人在济南 但对京城的局势 动若观火 眼下他能腾着浑水 哎 金又姿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长叹一声 抬头看着杨荣 杨士奇道 皇上 会向英国公让步吗 不会 杨士奇沉声道 皇上外揉内纲 不会被动摇心智的 顿一顿道 况且 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 皇上要是做出让步 那些薰鬼还不得上天 看来 事态恶化 在座难免了 金又姿满面愁苦道 是啊 咱们得早做准备 以免到时措手不及 杨荣点点头 看看金又姿道 这几日 我们会竭力跟同僚沟通 你也别闲着 来探视你的官员肯定不少 要尽量让他们亮明立场 绝不能在巡贵面前退缩 是 金又姿点点头 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 三人又商量了一阵对策 末了杨士奇神情凝重道 有件事 我怎么也想不通 什么事 两人望向杨士奇 不知有什么事 竟然连这位智多星都想不通 就是 丈夫到底有何底气 居然能支撑他 敢跟皇上撕破脸 杨士奇满脸不解道 按说 以他谨慎的性格 不是胜券在握 怎么可能如此不顾一切的 冲在前头 是啊 他身为第一公爵 地位稳如泰山 最差最差也不过是退享富贵 怎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跳出来折腾啊 这也是金又姿想不明白的地方 他一定有必胜的把握 杨荣想到一世 目光闪烁道 我听传闻说 先帝驾崩前 将太孙招到宫中 是由传位给他的意思 看先帝驾崩后 太孙殿下的反常举止 这应该是靠谱的 杨士奇缓缓点头 目露惊恐之色道 莫非 太孙殿下手中有先帝遗诏不成 要真是那样 恐怕真要出大事了 怎么可能 金又姿大摇旗头道 以太孙殿下的性格 要是先帝真有遗诏传位于他 那是一定会拿出来的 他绝对不会把皇位让给别人 哪怕是亲爹也不行 但当时有王贤在 杨士奇轻声道 是不是王贤给太孙的压力太大 让他不敢拿出诏书 王贤再强 也是太子和太孙的臣子啊 金又姿又断然摇头道 太孙真有诏书的话 当这群臣的面拿出来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道理 当时太子还在山东 太孙有的是机会 可以当众宣布诏书 杨荣深意为然道 如果太孙真有诏书的话 一定会在太子回京前拿出来的 也可能 杨士奇却依然坚持自己的猜测道 那诏书上 有什么不能见光的东西 什么不能见光的东西 杨荣和金又姿看向杨士奇 比如说要杀掉王贤 才能继位之类 杨士奇不愧是大明第一智者啊 居然仅凭猜测 就触摸到了谜题的答案 杨荣二人文言不禁倒吸冷气 如果真是这样 那太孙的一切反常举动 就都可以合理解释了 还真有这种可能 要是这样的话 杨荣被吓得冷汗直流道 他们就不只是要让皇上改嫌更张了 而是要逼皇上 行武德救世了 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 而李渊被迫把皇位 善让给李世民 最后在深宫中郁郁而终 这是尽人皆知的典故 我也只是猜测 杨士奇却两人吓得不轻 摇摇头低声道 还要看后面他们的表现 才能验证出对错来 不管怎样 都得做最坏的打算了 杨荣却沉声说道 他不如杨士奇多谋 但决断能力却强于对方 两人可谓相得益彰 一定要把危机消灭在萌芽中 那就得把张福几个挑头的弄出精确 金有资出谋献策道 可说完自己也觉着不现实道 不过他们要真是有那种打算 肯定不会听的 反而会打草惊蛇 是啊 杨士奇重重点头 咬牙切齿道 鬼根结底 必须把兵权抓到手中 军委陈刚 是要靠兵权背书的 哎 听到兵权两个字 金有资就一阵阵头晕 满嘴苦涩道 这恐怕办不到 三人神情暗淡 再次陷入了沉默 谁都知道 兵权是皇权的保证 从朱元璋到朱棣都是航武出身 本身就是军中第一人 所以无需担心兵权旁落 但因为朱棣对朱高志 二十年如一日的提防警觉 使朱高志始终无法染指兵权 只能与文官结盟 这就造成了朱高志和军方 和将门勋贵的疏离隔阂 形同陌路 就算朱高志已经是皇帝 想要从将门勋贵手中 把兵权拿回来 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能补上皇帝这块短板的 唯有王贤 原本按照皇帝和大学士们的路线图 登基之后将由王贤 来掌握京中的主要兵权 震慑那些勋贵 让他们不敢铤而走险 可王贤居然跑去山东躲风头去了 让皇帝在军中彻底施语 这时候最稳妥的法子 是对武将怀柔徐徐徒之 等到把兵权拿回来再大展拳脚 可朱高志等不及 文官们又撕心作祟 穿梭着皇帝继续按照原先的计划行事 所以才会出现今日之危局 唉 说来说去 还是绕不开姓王的 金佑兹充满挫败的长长一探 确实 杨荣苦笑一声道 所以 还得再想办法 把他从济南请回来 南啊 金佑兹大摇旗头道 我看他是王八吃撑坨 铁了心不回来 不会 他不过是想要个好价钱罢了 杨世奇冷笑道 他要真是铁了心不回来 干嘛让人紧盯着京城的局势 无非是想在合适的时间 拿到最大的利益罢了 什么时间 多大的利益 金佑兹沉声问道 我们就要完蛋的那一刻 他才会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 杨世奇冷声道 到时候 他自然欲取欲求 我们要完蛋的那一刻 金佑兹倒吸一口冷气 咬牙切齿道 小不幸没了他王屠户 还吃不了带毛的猪 让他等着吧 杨蓉嘴唇吸动一下 没有说话 英国公府 勋贵们以拜年为名 齐聚张府家中 与金佑兹等人仇云惨淡 截然相反 勋贵们的脸上全都兴奋无比 他们还沉浸在昨日张府带来的亢奋中 公爷 您真是不明则已一名惊人哪 哈哈哈哈 就是 公爷已发为 皇上也只有缩头的份 这下看他们还敢再胡来 张府面上却没有半分得色 沉浸似水道 本宫也是迫不得已 若非皇上倒行逆施到了这种地步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那种话来的 就是 皇上实在太过分了 也幸亏有公爷在 不然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勋贵们却依然于此如潮 听得英国公皱眉不已 张尼健壮清了清嗓子 高声道 诸位不要高兴得太早 皇上还什么都没答应呢 咱们得再接再厉 不错 张府点点头沉声道 既然已经迈出这一步 咱们便没有回头路了 不能让皇上让步 咱们就全都得遭殃 公爷和侯爷说的是 咱们早就豁出去了 勋贵们义愤填膺的嚷嚷道 宁肯站着死 也绝不跪着撑 公爷您发话吧 咱们该怎么干 上刀山下火海 爷们们绝不皱一下眉头 好 俊心可用 张府目光扫过一众勋贵 沉声说道 本宫近日将谋划一件大事 诸位到时全力配合本宫即可 我等必效死利 勋贵们轰然应诺 待勋贵们散去 大厅中只剩下张府和张尼兄弟俩 张府一改在人前信心满满的样子 神情忧虑道 你可亲眼看到 太孙手中的遗招了 太孙确实有一招 但他十分小心 只拿在手中给我看了一眼 张尼回忆着当日的画面 缓缓说道 不过还是能断定 那遗招确实是真的 而且明白无误地写着 传位给太孙 而不是太子 说着奇怪地看一眼兄长道 大哥不是问过一次了吗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太孙既然有传位遗招在手 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张府眉头紧皱成一个穿子 我也问过殿下 他的说法是 当时想的是 如果自己越过父亲登基 那让太子该如何自处 自己就是当上皇帝 也会被人指责不孝 张尼回答道 所以他没有一早就拿出来 是现在看到太子一登基 就把先帝全盘否定 要将我大明的立国之机 彻底毁掉 才深感后悔 要改成自己的错误 这种说法 倒也解释得通 张府手指在桌面倾扣 沉吟道 但是 依你看来 太孙殿下是那般忠孝纯粮之辈吗 说实话不像 张尼挠挠头实话实说 他看看兄长问道 那以大哥之见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想不通啊 张府摇摇头叹气道 算了 事到如今多想无意 是啊 咱们是被皇上逼到悬崖边 就算没有这道遗诏 该干还得干 张尼点点头恨声说道 那件事你要仔细处置 千万不能出一点差池 张府点点头 嘱咐兄弟道 大哥放心 我会小心他 张尼满口应下 转眼到了正月十八 这一天是大型皇帝 灵舅移出皇宫 到长陵安错的日子 长陵是永乐皇帝 生前为自己选定的吉壤 永乐五年 徐皇后去世后 朱棣便让人去北京 而不是在南京选择领旨 显然从一开始啊 朱棣就下定决心迁都北京 不和自己老爹死后相见 后来风水大师便在昌平 选定了一块风水宝地 据说山前有龙虎 西北朝天门 乃是全国最佳的龙脉所在 永乐七年 朱棣便在昌平万寿山 开始修建自己的长陵 自古以来 为皇帝修陵寝 就是最劳民伤财的 以永乐皇帝 浩大喜功的性格自然更是如此 长陵工程之浩凡 用料之严格 都是历朝历代所谨建的 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 一直到朱棣驾崩 也仅完成了地工部分 地上建筑仍然还需数年才能竣工 但朱高尺登基后 例行节约 削减国用 这耗资巨大 工期绵长的长陵工程 自然首当其冲 费用被削减到极点 工匠被大量遣散 剩余工程 仅仅半年就草草完工 然后一刻不停 就要将永乐皇帝的灵鹫 送进去下葬 自然这又成了 勋贵们眼中 皇帝不可饶恕的罪过之一 十八号这天一早 皇帝身着素服 到大型皇帝的灵堂前 行启灵礼 殿酒举哀后 太监撤去鸡宴 哀悦声中 皇帝目送着 大型皇帝的子宫 离开灵堂 在一百二十八名 锦衣卫所抬的大杠上 安放稳当 然后皇帝和皇子们 到西院门口 率领宫卿大臣文武百官 跪地等候 大型皇帝的灵鹫 在全副仪仗引导下 缓缓来到西院门 哀悦振振 纸前漫天 皇帝和他的大臣 放声痛哭 目送着灵鹫出了宫门 然后皇帝登上黑步轿 皇子和宫卿大臣 手捧纸前 步行跟在灵鹫后 一边哭嚎 一边撒着纸钱 送葬的队伍出了皇城 大街两侧 早被禁军戒严 在禁军将士搭乘的人墙外 是连城长龙的香案 京城的百姓 披麻戴笑 跪地痛哭 为大型皇帝送葬 看着眼前的满街白帆 听着耳边震天的哭声 黑步轿里的皇帝 面色十分难看 紧跟着轿子的几位大学士 一边撒着纸钱 一边神情凝重的低声说话 想不到 会有这么多百姓来送先帝 黄怀惊叹道 人死为大 何况 县帝在北京百姓心中的地位 向来很高 不然也不会前渡北京了 杨浦低声道 听了两人的对话 金佑兹却冷笑起来 黄怀健壮不爽道 怎么 说的不对吗 你们也太天真了 金佑兹冷声道 今日这一春 没有那些薰贵暗中山洞 我的金子倒过来些 你是说军贵们煽动百姓上街送葬 黄怀顾不上理会金佑兹的讽刺 震惊地看着他 当然 金佑兹斩钉截铁道 他们想干什么 杨浦皱眉道 这样除了恶心皇上 并没有什么用处啊 这 这问题金学士可就答不上来了 只能求助地看向杨士奇 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杨士奇摇摇头 皇帝废调东厂锦衣卫 固然让文官们人心大快 可也变成了笼子和瞎子 很难摸清薰贵们的举动 十分被动 杨荣回头看看 紧紧跟在朱山基身后的薰贵们 神情忧虑地叹息道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帮家伙 今日恐怕要闹事 哎 静观其变吧 几位大学士 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这种无力感 实在太挫败了 出殡的队伍 顺利地出了京城 送葬的百姓才渐渐稀少起来 巡贵们并没有如杨荣担心的那样闹事 让皇帝和大学士松了口气 京城距离长陵七十里 快马一日可跑个来回 但抬着沉重的子宫 送葬的队伍可没那么快 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抵达万寿山 当晚队伍在途中行宫过夜 皇帝和大学士再度把心提到嗓子眼 直到柳生禀报 他所率的三大营已经将行宫保卫的固若金汤 还有莫问等人率上职位两万兵马 在行宫外盘踞 一倍不测 朱高志和他的大学士们这才想起 已经一天没吃饭 肚子饿的咕咕叫了 简单用过晚膳 皇帝安寝 大学士们退出了寝宫 看着殿外灵力的精锐甲士 不禁生出几分安全感 暗道 有这些军队保护 亮那些薰贵也不敢造次 除非他们真要造反 只可惜 柳生也好 莫问也罢 都是王贤的人 这份安全感要大打折扣 还是要尽早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样心里才能踏实 金又兹沉声说道 一切都等灵鹫下葬好再说 安错之后状况会好很多 杨士奇叹了口气 朱棣一日不下葬 他的气场就笼罩在所有人心头一日 只有彻底埋葬了这位大帝 一切才会大不一样 那些薰贵倒是出乎意料的老师 也许是咱们想多了吧 金又兹乐观笑道 但愿吧 杨荣叹道 明日还有一天 平安过去了 才能彻底松口气 一夜无事 第二天清晨 太子在大型皇帝灵鹫前再行启陵礼 重复昨日的一套繁文礼节之后 队伍重新上路 当天上午 队伍终于抵达万寿山 这山脉果然是块一等一的风水宝地 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 南边开阔无阻 整片山脉就像一座虎聚龙腾的大庭院 院子尽头有一对小山把门 左边称为龙山 右边称为虎山 龙虎二山摇摇相对 终点处矗立一座宏伟的大鸿门 这里便是皇陵的正门 队伍到了大鸿门前 所有人等一律下轿下马 步行入内 连朱高赤也不例外 早有守卫领寝的将领 和打前站的官员 在大鸿门前 恭候皇帝一行人的到来 文武官员引导着皇帝 皇子和一众公卿 从大鸿门进入陵区 沿着青石长街走上感恩殿 这是皇帝前来寄陵的铸臂之地 朱高赤和他的儿子们 要在感恩殿沐浴更衣 洗去一路的封尘 换上干净的祭符 然后到长陵 送大型皇帝最后一程 大型皇帝的子宫 则通过青石长街 掀入长陵 在神道前暂放 等待皇帝一行人的到来 一个时辰后 及时将至 红禄寺官员 请皇帝一驾长陵 朱高赤便在朱瞻基等人的簇拥下 神情缩目的 入了长陵大门 在灵恩殿磕了头上了香 然后来到神道前 此时地宫的灵门已经敞开 数百名僧人送念着佛经 香烛的烟火 把天空都染成了灰白色 朱高赤跪在子宫前 给大型皇帝上了最后一次香 又泪酒致电 礼部官员便高唱道 即时已到 恭送大型皇帝入民宫 这一声就像发令枪 历史引得皇帝放声痛哭起来 皇子和宫庭大臣 也跟着放声痛哭 哭声震也 惊起无数昏压 震天哭声中 128位锦衣卫脉步上前 肩膀齐刷刷顶住一根根杠子 领头的锦衣卫一声低贺 所有人一体用力 想要抬起大型皇帝的子宫 这样的动作 这一百多位锦衣卫 不知演练过多少次 大型皇帝的灵鹫 就是他们一步步 从京城台到长陵的 按说不应该有任何意外才是 然而 意外却偏偏发生了 那128位精选出来 各个力大无比的锦衣卫 使出来全身的力气 那灵鹫居然纹丝不动 嘿 锦衣卫们一个个仗得面色血红 全身青筋爆起 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可那灵鹫就像生了根一样 依旧分毫不动 在那里忘情豪丧的一众君臣 也发现了异常 哭声渐渐参差不及 大臣们偷眼望着这诡异的一幕 忍不住焦头接耳起来 怎么回事啊 棺材抬不起来了 歇 乡野村府身上才会发生的怪事 怎么会发生在大型皇帝身上啊 这么多和尚道士都是摆设嘛 据说死者怨气太重 黑气沉官 莫非大型皇帝有什么心结不成 听着大臣们嗡嗡的焦头接耳声 张尼等人忍不住得意的微笑 但在张府严厉的目光扫尸下 他们赶紧乖乖低下头 以免被人看出端倪 几位大学士的心都沉到谷底 看着皇帝那铁青的脸色 他们心中沉痛的悲鸣 求便漫天神佛也没有用 在最后一刻 麻烦还是发生了 而且还是个天大的麻烦 来不及细想 杨荣沉声奔赴那束手无特的 锦衣卫指挥使 愣着干什么 赶紧加派人手啊 是 那指挥使如梦方醒 赶紧又派了一百人 上前帮忙抬官 一百名锦衣卫加入进去 二百多人 簇拥在庞大的灵鹫周围 挤得水泻不通 哪里还有什么皇家体面可言 不过这时候 也只求能把灵鹫抬起来 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 所有人大气都不喘 瞪大双眼 紧紧盯着那些 拼命抬官的锦衣卫 然而那子宫就是纹丝不动 给我用力 那锦衣卫指挥使 已经快要疯了 顾不得眼下是什么场合 私生咆哮起来 再抬不起来 都去死吧 二百多锦衣卫爆发出 野兽般的丝嚎声 用尽所有的力气 拼命上台 啪啪啪啪 大杠上的牛皮绳索 终于承受不住 纷纷断裂 哎哟哟哟 锦衣卫们猝不及防 天女散花一般 齐刷刷摔倒在地 不少人头破血流 而那巨大的南木棺果 依然牢牢地盯在地上 没有移动 哪怕分毫 广场上的气氛 凝制极了 所有人目光发直地 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大张着嘴巴 满心的惶恐 就连朱高赤也不可遏制地 传起了粗疾 不知是不是 真的大型皇帝显灵了 大型皇帝显胜了 这时不知谁带头高叫了一声 熏贵门边一起高声大喊 大型皇帝显胜了 贤弟啊 高喊声很快被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掩盖 放声哭喊道 臣等不忠不孝 让您含恨九泉 死不瞑目啊 贤弟啊 臣等该死啊 一些白发苍苍的老者 垂雄顿足 以头主地 悲愤自责道 您一驾崩就忘了您的恩德 只知道苟且自保 实在是太该死了 贤弟 臣等这就一次谢罪 一些年迈的熏贵哭喊着 就朝朱棣的棺材冲去 要撞死在大型皇帝的子宫前 幸好 子宫周围满是锦衣卫 赶紧把这些老家伙架住 才没有再重蹈削路的覆辙 这时候长陵内混乱至极 哭喊声叫骂声纷乱不堪 哪里还能看出一丝 皇家葬礼的影子 都安静啊 此时此刻 简易自觉应该站出来 维持一下秩序 有哭有闹成何体统 不错 杨世奇马上跟着开口 大声说道 此事必有蹊跷 大家稍安勿躁 待我等查明真相再说 杨世奇 你还敢叫嚣 朱勇等人哪吃他这套 当时站起身来 历声喝道 都是你们这些奸臣 尽献谗言 拐单的皇上 倒行你吃 才会激怒了大型皇帝 就是 杀了你们这些沉沉 天下才会太平 王统等人马上附和 要吃人一样 扑向杨世奇等人 锦衣卫快呼架 杨世奇见状不好 赶忙大喊 锦衣卫赶紧挡在双方中间 才避免了杨世奇等人 被愤怒的熏贵 生吞活泼 不过摆密一说 大学士们还是免不了 吃一些拳脚 放肆 朱高齿终于忍无可忍 起身咆哮一声 你们要造反尸吗 皇帝的怒火 还是有些威慑力的 熏贵们的气焰 当时为之一致 场中安静了不少 杨世奇等人 玄之的心刚放下一半 便听一声中气十足的悲鸣 皇上 到现在您还看不明白 我们才是忠的 杨世奇他们 就像齐太皇子成方孝儒之于建文帝 满口忠孝结义 实则是祸国殃民 败坏江山的大奸大恶 这声音是英国公张辅发出的 当时 熏贵们的气焰再度高涨 纷纷高声叫嚷道 绝悟吧皇上 您真要让大型皇帝死不瞑目吗 朱高尺双目怒火熊熊 死死盯着排众而出的张辅 咬牙切齿道 以你英国公的智慧 难道看不出我大明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朕和大学士们鞠躬尽瘁 不过是在玩设计于祭祷 就黎民于道选而已 回皇上 臣真的看不出来 张辅毫不退缩地看着朱高尺道 在臣等看来 先帝乃文治武功 盖掘古今的千古异地 说着他朝朱棣的灵鹫一拱手 朗声说道 先帝起兵静难 结束建文乱政 将大明重归一统 又数度亲征蒙古 收复安南 并于东北设努尔甘都斯 在西北至哈密魏 在西南至大古拉 迪玛撒 迪乌拉等宣卫斯 又设贵州成宣布正史斯 使我大明版图强大巩固 远胜太祖时代 先帝还多次拜郑和下西洋 引得万邦来朝 又命人编修永乐大典 缔造前所未有的文治巅峰 先帝还书郡大运河 迁渡北京 以天资授国门 为万世开太平 历朝历代皇帝都无法企及 如果这都称不上永乐盛世 微臣真不知道三皇以来五帝一将 还有哪段赶成盛世 张府隶数着朱棣的丰功伟绩 听得勋贵们血脉奔章 分外怀念那美好的永乐年间 对朱高志和他的大学士们 愈加恨之入骨 皇上啊 您身边那些谗谗 这样无视先帝的功绩 把盛世诽谤成末世 到底是何居心 张府双目通红 悲愤无比的质问皇帝道 微臣 只能想到一种可能 他们是潜伏在朝廷中的贱文余孽 目的是要替贱文报仇 颠覆先帝创下的基业 说得太好了 仲勋贵没人声的集结叫好 他们就是贱文余孽 我们要清军策 对 清军策 清军策 一派胡言 杨世识等人又惊又怒 奋力反驳道 我等和贱文帝没有丝毫瓜葛 那大型皇帝尸骨未寒 你们为何就急着给贱文财子平反 张府却不慌不忙地质问道 一句话就把杨世识等人给憋住了 他们没法说 给贱文旧臣平反是皇帝自己的主意 那是朕的主张 与大学士们无关 朱高赤却坦然说道 朱高赤一句话 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皇上 您要包庇他们到什么时候 张府却表示坚决不相信道 打死微臣也不相信是您的主意 顿一顿 他死死盯着皇帝 吏声喝道 大型皇帝尸骨未寒 就把贱文贼子尽数平反 如果齐太皇子成方孝儒这些人 不是乱臣贼子 难道大型皇帝是乱臣贼子不成 如果大型皇帝是乱臣贼子 那继承大型皇帝皇位的皇上又是什么 说着他再次提高声调 甚至动用了内力 朕的朱高赤等人两耳声疼道 皇上啊 圣人云 父在 观旗帜 父末 管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道 可谓效益 您这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 你 朱高赤怒视着张甫居然无言以对 虽然他已经是皇帝 但在朱帝的官果前 面对着高举着刚长大意的宫庆勋贵 朱高赤还是感到那样的无助 朱高赤看了看身边的杨世奇等人 见他们仍在奋力慷慨陈词 勋贵们却直接置若网门 到了这种剑拔弩张的时刻 说话是要凭实力的 没有实力做背书的嘴炮 说的再添花乱坠 也会被当成空气 皇上 请在先帝面前承认错误 杀掉乱国之贼 保证无改赴道 一味先帝之心 张辅的话正好相反 不管多么蛮横无理 谁也不敢漏掉一个字 不敢不仔细寻思每一个字 不敢不慎重做出回应 因为他代表的是薰贵 是军方 是可以撼动皇位的力量 张辅说完 长陵中一片死寂 所有人秉心迎神 甚至忘了呼吸 心中只剩下触目惊心的两个字 逼宫 薰贵们要让皇帝 在永乐皇帝的官果前承认错误 杀掉祸国乱政的大学士 回到永乐朝的老路 刹那间 人们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 先帝和建文帝对峙的年代 虽然眼下并没有战争 但是一切的一切何其相似 建文和他的文官们推行改革 触犯了藩王和薰贵们的利益 引得朱棣起兵敬难 推翻了建文帝的文官政权 如今 红西皇帝再次倚重文官 大刀阔斧的例行改革 再次严重的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 引发了权贵们激烈的反弹 先是薛露死剑 然后张辅闹宴 最终升级到了今天的枯灵事件 君臣剑拔弩张 如果再没有一方做出让步 好容易渡过乱局的大明朝 必将再度陷入混乱和纷争 不知不觉 天色阴暗 滚滚乌云 将长陵笼罩其中 山雨欲来 广场上君臣的对峙 仍在继续 张辅等人已经图穷必现 自然是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而朱高志这边 自然也绝对不会让步 且不说薰贵们的要求 太过无礼蛮横 单说今日这出枯灵逼宫的戏码演出来 红西皇帝就绝对不能退让 否则这大明朝就要换人当家了 然而朱高志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朱棣的子宫发生了异常 已经严重动摇了他这个皇帝的威信 这从周边锦衣卫将士那游一的神情 就能看出端倪 而且守卫长陵的军队归属于薰贵领导 谁也不知道一旦动武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双方只能这样痛苦的僵持着 对峙着 就看谁先顶不住 做出让步 这时老天爷好像看不下去了 北风呼啸而起 山谷中气温骤降 天空开始飘起了冰冷刺骨的瑜伽雪 皇上啊 您看到了吧 天象的变化让苦成的薰贵们倍感鼓舞 纷纷叫嚣起来 这是上天震怒 先帝显灵了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先帝啊 您放心 臣等活上一切 也要为您讨回这个公道 更有薰贵跪地举臂 癫狂的大呼大叫 气势上完全压倒了皇帝和文官一方 此情此景 朱高志和他的文官们只能沉默硬称 但这是风雪交加的熟久寒冬 硬称又能称多久 皇帝和文官们穿着单薄的祭服 很快便冻得瑟瑟发抖 起肩还污渍强称 但风越吹越猛 刀子一般搁在人的身上和脸上 雨雪也越下越大 君臣浑身湿透 衣裳又在寒风中结冰 全都成了冰棍 那些薰贵虽然穿的也很单薄 但他们有功夫在身 滴水成冰的日子也从来只穿单衣 而且此刻一个个热血沸腾 哪里在乎这点寒冷 只见孱弱的文官们一个个脸色轻紫 牙齿打颤 简易这样的年老体弱者 更是支撑不住 相继昏倒在地 赶紧把他们扶到屋里暖和暖和 一直沉默不语的柳生 终于开口发话了 锦衣卫赶紧将昏倒的老臣搀扶起来 抬出广场 柳生又转向朱高赤道 皇上 天马上就黑了 风雪也越来越大 今日不宜安做先帝 还是等来日天晴了再说吧 朱高赤内力深厚 并不畏惧这点风寒 但他的嘴唇一片青紫 脸色却煞白煞白 似乎有旧疾发作的迹象 事实上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只是强撑着站在那里而已 听到柳生的话 皇帝关切的看一眼杨世奇等人 柳生沉声道 皇上放心 微臣尽力保护他们就是 朱高赤这才放心的点了点头 一旁的太监赶忙扶住他 将皇帝送入黑部教 抬回了感恩殿 见到皇帝离开 杨世奇等人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也想脚底抹油 但勋贵们哪肯放他们离去呀 别让他们跑了 有人招呼一声 众勋贵便呼啦一下蜂拥而上 拦住一众文官 就要大打出手 锦衣卫赶紧挡在文官们身前 想要分开两方人 可勋贵们都是有功夫的 此刻又有怒气加成 一个个力大如牛 地上的雨雪又结了兵 锦衣卫将士被推得东倒西歪 扑通扑通滑倒在地 还连累着不少文官被纷纷带倒在地 勋贵们见状大喜呀 恶虎扑石一般冲上去 逮住一个文官就往死里打 文官们那小身的骨 哪儿经得起他们的三拳两脚 转眼间不少人脑袋开花 金蛇骨断 这还是锦衣卫死命地抱住薰贵们 不知替文官们挨了多少拳脚的结果 朱勇等人没有加入混战 倒不是他们自持身份 不肯在泥泞的地上撕打 而是他们的目标不是那些普通文官 朱勇等人要找的是杨氏奇几个 不把这几个罪魁祸首弄死在这长陵中 简直对不起这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场 然而让朱勇等人意想不到的是 杨氏奇几个竟像泥鳅一样划不留守 在混乱的人群中钻来钻去 一不留神就失去他们的身影 等朱勇好容易发现他们 带人拼命挤过去 杨氏奇几个去又自溜一下 消失在乱成一团的人群中 撤权靠杨氏奇亡命天涯十多年的江湖经验 虽然杨荣金又兹时常取笑他这段经历 但这种危急时候 杨氏奇这方面的本事就体现出来了 他总能带着两人找到人群中的缝隙 时刻保持移动状态 而且总可以利用人群消失在敌人的视线中 让朱勇等人很难锁定 有几次啊 朱勇等人已经扑到三人进前 只见杨氏奇拉过几个文官 猛的朝朱勇等人推过去 等朱勇将挡到的文官打飞 杨氏奇几个已经再度钻入人群 逃之夭夭了 当然逃跑过程中免不了被误伤 杨氏奇三人早就鼻青脸肿 不过只要能逃出生天 三人就谢天谢地了 杨氏奇并不是漫无目的的逃窜 他兜兜转转 一直朝冷眼旁观的柳生逼近 柳生答应皇帝保护文官们的安全 而且他也派了锦衣卫尽力保护文官们 只是他不许锦衣卫使用武器 也不肯投入更多的兵力 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保护文官们的诚心到底有几分 不过无论如何 他仍然是场中唯一的救星 只有到他身边去才能保证安全 柳生就是再敷衍 也不可能任由勋贵们在他跟前行凶吧 但杨氏奇也很清楚 一旦被勋贵们察觉出他的意图 提前掐断他的去路 也绝对不用指望柳生会派人抢救 所以杨氏奇才拼命地迂回 既要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 又要渐渐接近柳生 终于在经过艰苦的周折后 他看到了一条通向柳生的道路 双方距离十来丈远 中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阻拦 不绕了 冲过去 杨氏奇气喘吁吁地嘶吼一声 头也不回地朝柳生奔去 杨荣和金佑兹闻命 也鼓起最后的力气 跟着杨氏奇拼命往前跑 朱永等人终于察觉到他们的意图 大骂三人狡猾 气急败坏地追上去 但是他们中间还隔着不少人 这种追逐多半是徒劳的 朱永等人沮丧的目光中 杨氏奇三人顺利地冲出人群 进入了开阔地带 此刻三人和柳生之间再无半点阻拦 只要拼命跑过去 就能逃出升天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杨氏奇三人突然脚下打滑 狼狈地摔倒在地 三人挣扎着爬起来 想再往前跑 却又猎切着险些再次摔倒 原来他们和柳生之间这片开阔地 因为无人践踏 雨雪迅速凝结 已经结出了完整的一层冰 看到杨氏奇三人在冰上 猎切前行的狼狈样子 朱永等人狂喜不已 蒙奋力排中而出 也追到了开阔处 朱永他们都是练过梅花庄的 平衡能力自然远胜杨氏奇等人 上了冰层之后 虽不说如履平地 但前进的速度明显快过三人不少 杨氏奇三人手脚并用拼命向前 但仍然转眼就被追上了一大截 杨氏奇看看前方 距离柳生还有三丈距离 再回头看看 灯失魂飞魄散 只见冲在最前头的敌人 已经距离不到一丈了 这样下去 三人一定会在接近柳生之前 被朱永等人捉住 必须要做出决断了 杨氏奇用余光看看 亮亮呛呛 跟在自己左右的杨荣和金又姿 把心一横 摆出个要摔倒的姿势 一条左腿在冰面上一滑 从金又姿身后十分隐蔽地 勾了他的脚后跟一下 金又姿毫无地方啊 被狠狠绊了一跤 仰面摔倒在冰面上 金又姿这下摔得极狠 打着横朝后方滚去 正好挡在朱永等人的驱路上 朱永等人正全力奔跑 猝不及防之下 被绊倒了两三个 其余人勉强跳起躲避 落地的时候也失去了平衡 待他们奋力摆正方向 再想追赶时 却见杨荣和杨氏奇 已经冲出了结冰区域 一冲出结冰区域 杨荣和杨氏奇 只觉脚下重新有根 步伐也恢复了稳定 两人大喜过望 使出吃奶的力气 冲刺到了柳生跟前 进入了安全地带 一进入安全地带 两人立马瘫倒在地 拉风相似的喘着粗气 脸上却全是死里逃生的庆幸 杨荣感激的看看杨氏奇 再转头想看看金又姿 这才悚然发现 身边没有后者的影子 杨荣猛的坐起来 向来出望去 登时目姿欲裂 只见金又姿不知何故 依然留在冰层上 已经落入了朱勇等人的魔掌 朱勇他们将全部的火器 都撒在了金又姿身上 围着他拳打脚踢 每一下都用尽全力 可惜身子骨孱弱的金学士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 就被殴打得昏死过去 杨荣下意识起身 想要回去拯救金又姿 却被杨氏奇一把拉住 杨荣怒道 放开我 凭你我折回去 只不过网送两条性命 杨氏奇冷冷说道 杨荣却没他那么冷静 依然挣扎着要回去救人 侯爷 请立即把金学士救回来 杨氏奇一面死死拉住杨荣 一面转向柳生 无比恳切道 那刻将对侯爷感恩不尽 杨荣也一下子相助了 求助地看着柳生 他也知道 指望柳生才是正道 柳生一直冷漠地看着场中的斗殴 包括金又姿的状况 自然也一直在他眼中 听了杨氏奇的话 柳生好一会儿才低下头 神情怪异地看着杨氏奇 冷冷道 本侯 没有替别人擦屁股的习惯 杨氏奇刚要再说话 却听柳生大有深意地说道 你们这些文官最恶心的地方 就是当了婊子 还想着立牌坊 杨氏奇嘴角抽动一下 什么话也不说了 他岂能还不明白 柳生已经看到他陷害金又姿的小动作了 杨荣不明所以 还在苦苦哀求柳生 侯爷 您不是跟皇上保证过 要保护我们的安全吗 快救救金学士他们吧 柳生不为所动 看眼场中渐渐平息地斗殴 淡淡道 若无本侯尽力相救 你们这些人 恐怕一个也跑不了 柳生说的是实话 锦衣卫组成一个圆形的阵型 将救下来的文官护在圆心处 此时已经有一百多名文官获救 勋贵们找不到目标 也就只能消停下来了 快救救金学士吧 他已经不行了 杨荣此刻眼里却只有金又姿 总要给勋贵们出出气吧 柳生却轻声说道 何况金学士发过誓 这辈子不再和镇国公 沾上半点关系 说着他轻蔑地一笑道 恐怕金学士也不愿让我们这些镇国公的走狗打救 杨荣还要在央求 一旁的杨士奇却声音低沉道 算了免人来不及了 杨荣回头一看 只见朱永等人已经丢下金又姿 得意洋洋的离开 金又姿的肢体呈怪异的形状 倒在冰面上一动不动 冰面已经被他的血染红了 有字 杨荣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鸣 深夜感恩殿 朱高赤病倒了 他本来身子就不好 今日彻底勾起了宿集 躺在冰冷的大殿中 全身却烫得像碳块一样 整个人神志不清 朱瞻基和朱瞻郡兄弟俩在皇帝床前伺候 看到父皇病成这样 朱瞻郡心里焦急 怒气冲冲朝太监骂道 你们这怎么搞的 弄得这里头和冰窟窿似的 太监也是满腹委屈 原本按计划 安错先帝之后 红西皇帝便会离开万寿山 不再皇陵过夜 谁想到安错居然出了变故 先帝的灵鹫抬不起来 勋贵们趁机哭灵闹事 逼迫皇帝认错 结果皇帝又气又急 居然一下子病倒了 只能在感恩殿住下 这感恩殿只是皇帝们 来祭灵时的歇脚之地 并没有安设地龙 而皇帝这病最怕烟气 又不能用碳盆取暖 简直要难死这些太监 但不管有多大的委屈 做奴才的不能跟主子顶嘴 不然又是更大的罪过 太监们只能任由朱瞻郡立骂 默默地承受 还是朱瞻鸡说了句公道话 行了老二 事出突然 谁都没想到 就别难为他们了 给父皇多盖几双被子就是了 朱瞻郡如今已是二十多岁 再不是当年跟在太孙 屁股后面的小屁孩了 父皇和兄长的隔阂 他都看在眼里 大哥至今没有被封为太子 让他生出一线 前所未有的念头 对朱瞻鸡的态度 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朱瞻郡刚想问问 大哥是不是盼着 父皇病情恶化下去 朱瞻鸡突然呻吟一声 睁开了眼睛 兄弟俩赶忙把目光 转回父皇身上 朱瞻郡更是扑到 朱瞻鸡的床前 眼含泪水道 父皇 你终于醒了 可怕儿臣担心死了 对朱瞻郡着烈的表演 朱瞻鸡只能嗤之以鼻 昔日的骄傲 不容许他俯下身子 和自己的弟弟争宠吃醋 这种念头只要涌出来 就恶心的他想要呕吐 放心 朕死不了 朱瞻鸡头痛欲裂 但挂念着长陵之士 坚持问道 朕混过去之后 那些迅贵没有闹事吧 这 朱瞻郡不知该如何作答了 他有心如是作答 又怕害父皇病情恶化 害怕会得罪了勋贵 只能知悟着说不出话来 朱瞻鸡头绪轻蔑的一撇 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就连这种刚断奶的货色 居然都敢跳出来跟自己争 回父皇 朱瞻鸡神态自若地回话道 您离开之后 勋贵们和文官们起了一些冲突 双方发生了身体接触 后来 事态不可控制 死了几个人 还伤了一些 什么 朱高尺震惊地坐了起来 高声叫道 传大学士 朱瞻鸡微不可查地耸耸肩 便低眉顺目立在一旁 一言不发 过了好一会儿 杨戎杨士奇 还有杨浦黄淮四个从外头进来 杨浦黄淮与王贤相善 自然在一开始就被锦衣卫保护起来 毛都没伤到一根 杨戎杨士奇 一个头上缠着纱布 一个吊着胳膊 鼻青脸肿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一看到两人这副凄惨模样 朱高尺就怒火中烧 陈生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杨戎杨士奇 扑通跪在皇上面前 放声大哭起来 皇上啊 您可得替陈等做主啊 金又兹被他们活活打死了 陈等也险些 就没逃出那些熏贵的魔场 朱高尺这才发现 金又兹没有出现在金殿中 脑袋嗡的一声 眼前一黑 险些又要晕厥过去 他一赶忙上前 又是针灸 又是推拿 才换回了皇帝的阳神 朱高尺无力的靠在床头上 声音微弱道 把景过说清楚 杨戎和杨士奇赶忙 你一言我一语的 为皇帝还原 暴行现场 两人口才极佳 讲述起来栩栩如生 让听者就像 亲身经历了整个经过 那场施暴 前后持续了一顿饭的功夫 以勋贵们被锦衣卫控制住告终 虽然持续时间不长 但场面十分血腥 十余名官员被殴打致死 重伤的六七十人 其余的也个个挂彩 像杨戎杨士奇这样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的幸运儿 实属凤毛麟角 听了死伤官员的人数 朱高尺反而没那么激动了 整个人就像坠入了冰窟窿里 从头到脚 寒意透体 见朱高尺面色苍白 似乎是被吓住了一样 杨士奇赶忙高声道 皇上 这次的行凶事件 枯灵事件 以及之前英国公大闹宴会 是一串完整的阴谋行动 意图十分明显 就是要颠覆皇上的政权 如果不严惩不怠 彻底捣毁勋贵团伙 他们必然会变本加厉 直接发动军事政变 顿一顿杨士奇立声道 陛下 设计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退则万劫不复啊 陛下 这次绝对不能再忍让了 退则万劫不复呀 杨士奇立声喝道 配上他到处是商的 猙獰面容 十分有震撼效果 不错 陛下 如果这次还纵如那些薰贵 朝廷将刚计废持 皇上的威信也将荡然无存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呀 杨荣也一改往日 儒雅从容的做派 声嘶力竭的咆哮起来 显然金幼兹的死 对他造成了莫大的刺激 朱高持有看向杨浦和黄淮二人 私生问道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挥禀皇上 杨浦和黄淮对视一眼 前者沉声说道 逊贵们莫无君上 行凶杀害朝廷命官 当然要严惩不态 顿一顿 杨浦画风一转道 然泽 眼下并不是动手的时机 不错 臣也是这样看 黄淮附和道 万寿山远离京城 守灵军队要多是薰贵的部下 而且还不知有多少军队在昌平经的潜伏 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一切都等回京 再从长计议 朱高持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如果不是忌惮薰贵们手中的兵权 今日早些时候 薰贵们哭灵逼宫的时候 他就下令拿人了 哪还会有后来的惨剧发生 现在 薰贵们敢肆无忌惮地打杀文官 不是彻底封了就是有恃无恐 而前者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 一个还没有站稳脚跟的皇帝 是不敢和有恃无恐的薰贵们硬碰硬的 因为天底下最输不起的人 就是皇帝 杨世奇不向杨荣 他没有被金有资的死扰乱心神 他依然保持着可贵的冷静 见朱高持心有忌惮 不可能马上对薰贵们下手 杨世奇便改口道 现在动手确实不保险 但皇上必须下定决心 彻底打倒那些薰贵 听杨世奇口气松动 朱高持暗暗松了口气 点点头正色道 他们已经严重越过了朕的底线 朕绝对不能饶恕他们 只是薰贵们手中有兵权 必须徐徐之 不能操之过急 欲速则不达呀 皇上英明 杨世奇三人功身称事 杨荣虽然不情愿 但也没有再废话 既然大学士们都同意徐徐徒之 一提自然转到如何善后上 别的事情还好说 大型皇帝的灵鹫 还在长陵的神道上闻思未动呢 一天不把那棺材抬起来 送到地宫里埋上 朱高尺就一天离不开这鬼地方 一想起 两百多锦衣卫使出牛劲 崩断了绳子也抬不起那棺材 红锡皇帝的脑袋 就像要裂开了一样 不得不承认 那诡异无比的一幕 给皇帝造成了莫大的心理压力 使他那颗魔力多年 八风不动的圣心 居然滋生出了游移恐惧 种种怯懦的情绪 你们说 大型皇帝的官果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阵冷风吹过 朱高尺感觉背后寒意搜搜 为什么就怎么也抬不起来呢 皇上 子不与怪力乱神 杨士奇满脸浩然之气 沉声回禀道 大型皇帝的子宫 闻思不动 绝对不是什么先帝显灵 怨气太重之类 而是 逊贵们在捣鬼 目的是给皇上制造压力 为枯灵 制造借口 这观点在长陵中便提出过 只是没人理会 转眼便淹没在嘈杂声中 哦 他们是如何捣鬼的 朱高尺的脸色稍稍好看一些 紧紧盯着杨士奇问道 虽然大型皇帝的子宫 一直有锦衣卫护送 但搁置子宫的神台 却是由守灵军队建造的 他们完全可以从中动一些手脚 让大型皇帝的子宫一放上 就拿不下 杨士奇十分笃定道 微臣流落江湖时 在乡间见过类似的巴西 乃泼皮无赖讹诈诈死者家属之举 今日之事 其实也是一样本质 这倒有可能 杨荣也附和道 在京城市 大型皇帝的灵鹫停于西院 西院也是勋贵们的军队在把守 他们完全可以在子宫底部进行改造 有大型皇帝的仙体在灵鹫中 谁也不会检查棺材的底部 这样 等灵鹫被抬到长陵 放在神台上 上下机关一咬合 自然就是铁板一块 虽然杨荣杨士奇都只是猜测之言 还是让朱高士宽心不少 皇帝想一想 缓缓道 设法检查一下大型皇帝的子宫 是否妥当 朱湛基安静的势力在一旁 听到皇帝这句话 嘴角浮现一丝轻蔑的笑 恐怕不行 黄怀摇头道 巡贵们围在先帝的灵鹫周围 说是要给先帝守灵 实则是防止有人接电大型皇帝的子宫 哼 作贼心虚 朱湛俊冷笑一声 可惜无人理会 他只好无趣的闭上嘴 看来 他们是不会让人有检查的机会了 朱高士忧愁的揉着太阳穴 低声声吟道 又不能用强 大学士们也一筹莫展 别看杨荣 杨世奇在皇帝面前叫的凶 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再跑去 面对那些如狼似虎的勋贵们 父皇 这时朱湛基开口说话了 儿臣去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有点效果 如何 你 朱高士将目光投向朱湛基 这个儿子曾经光芒万丈道 连自己这个当父亲的都被掩盖其中 如今父子君臣名分已定 自己似乎对他过于小心了 这样一想 朱高士的目光柔和了一些 点了点头道 也好 你素来与他们相善 说不定他们能卖你几分面子 臣遵旨 朱湛基功声领命 迈步出去 父皇 儿臣与大哥同去 朱湛基身后响起朱湛俊的声音 朱湛基眉头微醋 就听朱高士陈生训斥道 别添乱 朱湛基的眉头舒展开来 嘴角挂起一丝轻蔑的笑 长陵广场上 搭起了一个硕大的雨棚 为大型皇帝的灵鹫和守灵的 勋贵们遮风挡雨 雨棚下摆着一个个黄铜碳盆 碳盆中上好的银丝供碳熊熊燃烧 碳盆上支着铁架 铁架上是一根根用铁签穿着的羊腿 被炭火烤得滋滋冒油 油猪落在炭火上又建起蓝色的火苗 勋贵们披着名贵的毛皮大厂 围在碳盆边 一边高谈阔论 一边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哪里有一点给先帝守灵的样子 说是土匪聚会还差不多 白日里的逼宫行凶 让他们机遇多时的怨气发泄一空 这时候人人情绪亢奋 又对未来忐忑不安 不让他们高谈阔论 喝酒吃肉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张甫虽然看不惯 却也没有阻拦 他只是独善其身 端一碗稀饭 静静地坐在朱棣的棺木旁 谁都不理 一言不发 旁人见他心情不好 也不敢上前出他的眉头 不过时不时 大伙都要回头看看他 所有人都很清楚 英国公才是他们的主心骨 大哥 喝点暖暖身子吧 张妮将酒壶塞到张甫手中 张甫不接 低声道 别人我管不了 但我自己不能坏了规矩 大哥 咱们今天已经坏了 全天下最大的规矩 还管那么多干嘛 张妮撇撇嘴 一脸破罐子破摔道 这也是薰贵们普遍的心理 这时候别说杀人放火 就是扯其造反 他们也干得出来 我不这么看 为兄认为 自己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维护规矩 张府坚决地摇摇头 沉声道 先帝对我张家恩重如山 我不能看着皇上 把他的一切都毁了 说得好 一把清悦的声音响起 朱瞻基出现在张府眼前 竖起大拇指道 公爷这话太降良性了 当福一大白 殿下 薰贵们喝得太过忘形 居然没发现 朱瞻基出现在他们中间 见英国公起身相迎 赶忙纷纷支撑着起身 一个个罪态可拘 不要起来 继续喝你们的 朱瞻基满脸和蔼的笑容 将身旁的王通按回原位 朗声笑道 我不代表任何人 只代表我自己来看看大伙 谢谢你们为我皇爷爷 出了口恶气 哈哈哈哈 薰贵们本以为 朱瞻基会跟他们 讲一番大道理 说他们如何如何 无君无负 谁曾想他居然会说出 这种大快人心的话来 薰贵们顿时觉得 这位太孙殿下实在太妙 比他的父皇要好上一百倍 这么说 殿下觉得我们打得好 哭得妙了 王通醉醺醺醺的问道 当然打得好 当然哭得妙 朱瞻基毫不犹豫到 那些家伙实在太可恶 仗着有我父皇成腰 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居然妄想抹黑我皇爷爷 为剑文帝招魂 实在最不容诛 说着他大手一挥 沉声道 父皇那里 我来力争 你们再接再厉 一定要维护 大型皇帝的尊严和名誉 遵命遵命 薰贵们像被打了鸡血一样 扯着嗓子好起来 纷纷举起酒碗 高声道 敬殿下 朱瞻基也拿起一碗酒 与他们一起通饮 唯一没喝酒的 还是英国公 看着朱瞻基 举碗通饮的样子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不过当朱瞻基 向他走来的时候 张府的眉头 自然而然的舒展开来 微微欠身道 殿下 公爷 朱瞻基也微微欠身 张府和朱瞻基 默契的一同往无人处行去 薰贵们知道他俩有话要说 都识趣的远远待在一边 两人走到一个僻静背风处 张府站定脚步 回头看着朱瞻基 悠悠道 我们已经赌上一切了 殿下要是临阵退缩 可就坑惨我们了 公爷放心 朱瞻基迎着张府的目光 重重点头 斩钉截铁道 为了皇爷爷的江山和盛名 我愿意粉身碎骨 殿下 张府却没有收回目光 打破砂锅问到底 您手中的遗诏 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姑已经说过 是受刚常忠孝所来 朱瞻基解释一句 见张府依然面无表情 显然不满意自己的回答 他叹了口气 轻声说道 确实还有不得已的苦衷 等到赵叔大白天下之日 公爷自会明白 我今日就要弄个明白 张府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黑夜中他的两眼 好似闪着寒光 看得朱瞻基心底发毛 有种无所遁形的感觉 这 朱瞻基有些慌乱的想要搪塞过去 却听张府如晴天霹雳一般喝道 是不是和王贤有关 朱瞻基失声叫了一下 虽然很快恢复正常 但足以让张府验证自己的猜测了 这些日子 张府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他思来想去 最终断定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太孙殿下在投鼠祭气 而能让朱瞻基忌惮到连皇位都不敢要的地步 放眼大明朝 也只有一个王贤能做到 一旦将两者联系起来 张府越想越觉着 这就是真相了 以大型皇帝对王贤的忌惮和憎恨 以大型皇帝压子必报的性格 如果能够在弥留之际醒来 有精力留下指定继承人的遗诏 那么也一定不会放过王贤 但以当时皇帝极度虚弱的状态 很可能不会直接下指干掉王贤 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指定的继承人 作为接受皇位的代价 这样想来 大型皇帝很可能在传位遗诏中 加上了条件 必须杀掉王贤才能继承皇位 而回溯朱棣驾崩当夜 谜团百出扑朔迷离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从赵王弑君到太孙脱险 乃至后来的禁军秦王 所有事件的背后 都有王贤若隐若现的影子 等到朱棣驾崩四日 王贤的人马已经完全掌控了皇城 如果还把王贤当成太孙的死党 就会对太孙手握一照 隐而不发百思不得其解 可要是假设 王贤和太孙已经互相提防 王贤的军队已经对太孙的生命 构成严重威胁 就一点不奇怪 太孙为何不敢公布遗诏了 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 怕死而已 和张府对视片刻 驻战机心念电转 他知道 张府已经猜到真相 并且坚信自己的判断 这时候如果自己还嘴硬的话 只会让张府鄙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张府已经没有回头路 就算自己告诉他真相 他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转眼见 朱瞻基拿定主意 挂起一抹苦涩的孝道 当初 我只给张尼看了遗诏的一半 还有后半段内容 他没有看到 工业所料不错 黄爷爷给我皇位的条件 就是 要先杀掉王贤 说着叹了口气 两手一摊道 谁都知道没有王贤拯救 我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要杀他登基 我狠不下那个心 顿一顿 他压低声音道 何况 还不知谁杀谁 猜测得到印证 张府没有愤怒 反而释然道 果然如此 那么 知道真相后 工业何去何从 朱瞻基看着张府 虽然笃定张府别无选择 他还是感到一丝紧张 殿下不要明知顾问了 张府看看 被染成白色的万寿山 淡淡说道 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吧 自然全听工业的吩咐 朱瞻基并不在意 张府语气中的疏离 大喜过望道 首先 今日之事 要妥善收尾 张府叹了口气道 苦灵之后发生的事情 脱离了微臣原本的计划 巡贵们打死了文官 把好容易争来的正当性 彻底毁掉了 巡贵们也是憋屈得太久了 情绪难以控制啊 朱瞻基轻声说道 最先挑头的 好像是薛桓他们几个 打起来之后 事态才无法控制 张府看着朱瞻基悠悠说道 殿下有一兆在身 好像也是薛桓告诉我家老二的吧 工业是什么意思 朱瞻基目光闪烁道 莫为怀疑是我在背后捣鬼 不敢 张府不嫌不淡地摇摇头 自顾自盗 只是让他们这一捣乱 微臣的计划已经破产 想要用最小的代价 达到我们的目的是不可能了 说着他看看朱瞻基 目光中大有深意道 殿下 您做好承担设计的准备了吗 虽然张府的语气 无比平淡 朱瞻基却听得血脉奔章 重重点头道 顾已经准备好了 不错 今日的薛桂行凶事件 是在朱瞻基的授意之下挑起的 原因是他不满意张府的计划 按张府的意思 只要逼迫皇帝低头 干掉大学士 恢复永乐制度就可以了 并没有要让朱高士下台的意思 朱瞻基当然不能认同 他折腾来折腾去 不就是为了当皇帝 所以暗中捣鬼 破坏了张府的计划 眼下十几名朝廷命官遇害 几十上百名官员受伤 皇帝就是再软弱 也必须要严惩武将 更不可能对他们让步 否则天下还有谁 会把皇帝放在眼里 朱瞻基这是将计就计 逼着薛桂们 跟自己走上一条道 顾已经准备好了 朱瞻基又重复一遍 唉 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张府叹了口气道 我们最大的仪仗 就是殿下手中的遗诏 可遗诏一旦公布 皇上和郑国公 势必会拼死一搏 说着他看看朱瞻基道 殿下以为我们 能否战胜他们 他们两人联手 我们赢不了 但分而机之 我们胜算不小 朱瞻基沉吟道 如今王贤自我放逐 远在山东 正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 那依陛下之剑 应该先动哪头 张府又问道 按常理说 应当先剪除羽翼爪牙 但现在这种时候 我父皇还有那些文官 都指着王贤救命呢 就算爆出他弑军的铁证 他们也会视若无睹 朱瞻基苦涩道 我父皇和那些大学士 可不是蠢货 这么说 王贤是动不了的 张府缓缓问道 只能先动皇上了 不错 我父皇退位之后 我们将先帝 遗诏大白天下 再抖出王贤 杀害皇子皇孙 谋害大型皇帝的罪状 他就死路一条了 朱瞻基点点头 杀气腾腾道 哪里还有一丝一毫 昔日的情分 有道理 但必须确保两件事 第一 政变时 我们的军队能控制京城 至少皇城 要在我们手中 张府点头道 第二 政变时 王贤必须是远离京城 毫无察觉的状态 绝不能给他提前布置的机会 显然 王贤谋偏布局 后发制人的能力 让英国公啊 极为忌惮 过往 不知多少大人物 自以为胜券在握 却在最后时刻 被王贤一举翻盘 连底裤都竖了进去 英国公不想重蹈 他们的覆辙 最好的办法 就是利用王贤不在京城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快刀斩乱麻 不给他谋偏布局的时机 公爷所言其事 朱瞻基十分认同 陈生说道 不过 眼下京中局势紧张 王贤 想必时时刻刻都在盯着这边 长林这一出 很快就会传到他的耳边 他立即回京 也有可能 绝对不能让他回京 一直稳重如山的英国公 一下子变了脸色 利声说道 王贤回京 万事休矣 可见那位昔日的晚辈后生 给了堂堂大明第一国公 多大的压力 上次金友子请他回京 结果碰了一鼻子挥回来 朱瞻基轻声道 看起来 他一点也不想给父皇和文官们 当枪使背黑锅 彻底和公爷你们翻脸 不错 朕国公是聪明人 而且十分讲义气 如有可能 微臣不希望和他成为敌人 英国公叹的口气悠悠说道 不过 发生了长林这些事 他还能在济南待得住吗 那就给他待下去的理由 朱瞻基当机立断的能力 要比他的父皇出色不少 同时减少父皇他们对他的渴求 没听错的话 殿下是想让我们示弱退让 英国公微微变了脸色 这只是权宜之计 只是为了让父皇他们减少危机感 不会向王贤开出天价 换他回归 朱瞻基沉声说道 而且恕我直言 巡贵们眼下的认识仍不统一 很多人只是想出出气 发泄一下而已 只要把他们逼上绝落 才会铁了心 跟咱们干到底 丈夫定定地看着朱瞻基 好一会儿才点点头 轻声道 殿下英明 好 得到张福认可 朱瞻基兴奋的摩拳擦掌道 就这么办吧 时候不早了 殿下快回去吧 张福看看远处 渐渐安静下来的众勋贵 低声道 至于遗诏的真相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朱瞻基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 感恩殿 朱高赤只留下杨普和自己对话 对这位在最恶劣的环境 竭力保护自己的杨师傅 朱高赤还是很相信的 至少相信 他的私心会少一点 杨师傅 朱高赤已靠在枕头上 神情落寞地回忆道 当初在前提时 父皇 我那些兄弟 还有勋贵们 全都不怀好意 朕的日子 很不好过 记得当时你安慰我说 忍辱负重 熬到当上皇帝 就没有人敢针对我了 说着看看杨普道 现在朕终于是皇帝了 但处境好像依然没有变 这个杨普想了一下 缓缓摇头道 其实是有很大的转变 至少先帝和汉王赵王 已经不在了 说着他轻声安慰皇帝道 眼下只不过是那些 熏贵不甘心失败 最后的挣扎罢了 慌张千万不要被这 黎明前的黑夜给唬住 哈哈哈哈 杨师傅 还是那么会安慰人 朱高赤的脸色好看了不少 魏臣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杨普笑笑道 不过 这黎明前的黑夜 十分的难熬啊 朱高赤也笑了笑 苦涩道 熏贵 救治 恶法 其实是三面一体 除救治 废恶法 就一定会摧毁 熏贵们的利益 也一定会引起 他们的拼死反击 除非 朕放弃改革 不管社稷存亡和百姓死活 否则 和他们必有一战啊 臣等愿为皇上马前卒 干脑涂地 在所不惜 看到皇帝愁长百节 杨普热泪盈眶 满脸惭愧道 只可惜生死相搏之时 我们这些手无复习之力的书上 百无以用 说着他提高声调 如杜鹃提学道 皇上 还是得把王贤 请回来啊 不要这样说 这不是你们的错 朱高尺也流着眼泪 拉住杨普的手道 你们是智识的能臣 不是用在乱局上的材料 说完 他却无限惆怅地叹了口气 目光不自觉地投向南方 那里是王贤所在的方向 面对着薰贵们的逼宫 朱高尺倍感无助 倍感想念 远在济南的王贤 皇上 这种时候 不要再顾及臣等的感受了 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 速速招王贤 回京护驾吧 比起杨荣杨世席等人 杨普确实要更为皇帝考虑一些 唉 这年前不是刚派金幼兹去过吗 朱高尺无奈道 结果 王贤直接把他轰了回来 按说 死者为大 老臣不该说金学士的不是 但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杨普沉声道 金学士等人 速来对王贤戒心深沉 把他当成头号大敌 对他的地方甚至超过熏贵 这次金学士去山东请人 空口白牙 什么条件也不给 可谓毫无诚意 换了老臣也一样不会回来 恕老臣直言 恐怕当时金学士就没安什么好心 是想通过这种策略来离见皇上和郑国公的关系 金学士用心不会那么险恶 朱高尺摇摇头探口气道 不过 上次确实是朕相简单了 王贤回来 是要替朕跟薰贵们斗争到底的 不给他足够的保证 他岂敢拿身家性命开玩笑 皇上所言甚事 杨普攻身请命道 老臣愿意再负济难 只要皇上拿出最大的诚意 老臣就是豁出这条命去 也要把王贤请回京城 那就有劳杨师傅了 朱高尺点点头问道 以杨师傅之间 何为最大诚意 王贤最大的顾虑 无非是薰贵们在军中盘根错节 根深蒂固 会让人防不胜防 杨普沉声道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 唯有废除户不同属的五府兵制 恢复洪武初年的大都督府 截至天下军队 天下军队皆由大都督统帅 军中谁敢抗衡 要是当上这个大都督 王贤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嗯 朱高尺没想到 杨普居然抛出这么个大炸弹 一直甚至感觉不到头疼 整个人陷入沉思道 这可是件大事 天大的事 皇上 微臣已经在心中计较多日 此事绝对可以让镇国公满意 而且从根本上 有利于皇上 杨普沉声说道 在王贤将五军都督府 拆散重建的过程中 自然会完成对将门薰贵的清洗 虽然这样会让镇国公的势力 十分膨胀 但一来他夺走了薰贵将门的利益 必然会遭到他们的记恨 使他很难得到人心 也就生不出野心 顿一顿杨普接着道 二来 跟一个人斗 总好于跟一个集团斗 等到将来陛下飞鸟进梁宫藏的时候 王贤孤家寡人 还不是皇上想怎么安置都可以 朱高赤目光闪烁 显然被杨普说动了不少 但姿势体大 他很清楚 一旦自己同意 将引起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且很难说 这种变化对自己和皇家 最终会有利还是不利 杨土该说的都说了 便静静势力在一旁 等待皇帝拿定主意 这个主意实在不好拿 朱高赤寻思了小半个时辰 依然举棋不定 直到太监进来通禀 皇上 大殿下回来了 朱瞻基如今依然是太孙身份 不仅他自己觉得尴尬 旁人也觉得别扭 随不约而同改称他为大殿下 只是他们不知道 这称呼更让朱瞻基恼火 杨师傅先回去歇息 你说的事情让朕好好想想 朱高赤看看杨浦轻声道 朕百无事处 唯有一样尚可自傲 那就是看人的眼光 他像是在对自己强调 又像是在对杨浦说明道 朕绝不相信王贤会做篡国贼子 所以朕如果用他就绝不会向着 坑他 说着 红西皇帝面露苦涩笑容道 我皇家坑了他太多次 只要朕坑他一次 就再也别想得到他的忠诚了 皇上用人不移 忍者无敌 杨浦深深一一 攻身退下 杨浦退下后 朱瞻基出现在感恩殿中 和杨浦的谈话耗尽了皇帝全部的经历 朱高赤昏昏沉沉躺在龙床上 眼看着殿顶的早景 悠悠问道 他们怎么说 回禀父皇 殉贵们一时冲动 惹出这样的破天大祸 依然是怕了 只希望皇上能宽恕他们的罪过 朱瞻基看看朱高赤 并未发现皇帝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便继续道 另外 他们守着先帝的子宫 是怕有人破坏 并非阻拦什么 父皇可以随时派人去查 朱高赤这才冷哼一声道 恐怕 现在什么也查不出来了吧 父皇要是这样认为 儿臣也没有办法 朱瞻基憋过头去 闷声道 总之 明日安坐应该出不了岔子 儿臣幸不如使命 父皇保重龙体 早些安静吧 你也早点歇息吧 朱高赤缓缓点头垂下眼皮 朱瞻基看看闭上眼的父皇 双眼一眨不眨 好一会儿才无声的退下 朱瞻基一走 朱高赤就睁开眼睛 他能清楚的感觉到儿子目光中的寒意 心中五味杂陈 彻夜难眠 第二天 风亭雨季 万寿山彻骨严寒 尽管昨日刚刚发生了哭灵闹剧和行凶惨剧 但大型皇帝的安错礼还是得继续进行 毕竟不把老皇帝埋到土里 所有人都没法回家 长陵中的气氛要比昨日更像葬礼 鼻青脸肿的文官们 不用酝酿情绪就可以哭得撕心裂肺 甚至不少人直接哭晕过去 勋贵们也不遑多让 中气十足的哭声在山谷中回响不绝 镇的树枝上的落雪扑扑苏苏掉个不停 朱高赤却感觉十分腻伪 因为这帮家伙是借着先帝的葬礼哭他们自个儿 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个发泄一下的好机会 想想自己苦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当上了皇帝 本想着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结果却搞得天怒人怨 里外都不是人 红席皇帝就痛不欲生 也扯着嗓子大哭起来 也不知是不是 这比昨天响亮十倍的哭声 让大型皇帝终于消了怨气 总之 当一百二十八名锦衣卫 重新将绳索穿过大杠 然后在军官的号令下 一起向上发力时 那昨日里怎么也抬不动的金丝楠木大官 被毫无阻碍的开了起来 红席皇帝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礼部尚书唯恐再生变故 直接跳过几个无关紧要的仪式 命人赶紧将大型皇帝的官果入土为安 官果被锦衣卫抬入地宫 又有官兵抬入一百余口百木棺材 里头是为永乐皇帝殉葬的太监公平 本来朝野中有声音 要让徐妙锦也给先帝殉葬 但在这件事上 各方大佬十分罕见的态度一致 提议之人遭到严惩 再也没人敢提这件事 当随葬的器物也送入地宫 工匠便放下地宫巨大的石门 然后破坏机关 开始填上风土 叱咤风云三十年 横压世间二十载的永乐大帝 终于彻底告别了人间 然后 红席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片刻不留 离开了长陵 离开了万寿山 归心似箭地返回京城 所有人都清楚 长陵的纷争只是预演 真正的大战 回到京城才会打响 返京路上 朱高赤将杨普交到鸾鱼上 对他一番面授激疑 然后杨普便在一对锦衣卫的护送下 脱离了队伍 星夜南下 杨普的行踪 没有逃过朱瞻基和张府的眼睛 两人立即判断出 他是被皇帝派去 请王贤出山的 殿下觉着 杨学士此区能否成功 张府和朱瞻基并计前行 在这段行军路上并不扎眼 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诸葛亮 朱瞻基冷笑道 这才第二回吧 恐怕还得无功而返 哦 殿下这见解另辟蹊径 倒是很有道理 张府看起来心情不错 呵呵笑起来 我都是瞎掰的 朱瞻基也笑起来 说是说 做是做 两人的手下很快脱离队伍 紧随仰土而去 朱瞻基和张府给他们的任务 是密切关注王贤的动向 必要时可动用所有力量 阻研王贤回京 次日送葬的队伍回京 更大的葬礼开始了 一回到京城 文官们便折腾起来 为金友资等十余名被勋贵殴打致死的官员 举行声势浩大的丧葬仪式 杨世奇 杨荣等人费尽口舌 说服了简易夏元吉等老臣 以内阁六部督察院的名义来操办这场葬礼 一般来讲 哪个衙门的官员死在任上 通常会以本衙门的名义 为死去的官员举行一场公祭仪式 这也算是旧例 倒也说得过去 可是还从未有过 朝廷各主要衙门一同举行公祭的先例 但文官们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 坚持说所有的文官都是受害者 所有的文官衙门都要举行公祭 而且不止京城 地方的衙门也一样要加入进来 举国皆哀 才能告慰死难的官员 震慑行凶的歹徒 二月初二 龙抬头的日子 也是文官们制定的全国公祭日 这天人在京城的文官 无论官之大小 在职还是闲散 通通来到位于棋盘天街的公祭地点 这条大明朝最繁华的街市 已经被晚丈晚连指人指马填满 素纸素花 把整条棋盘天街堆彻得一片搞白 参加公祭的官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在会台前摩肩接踵 把个棋盘天街挤得水泻不同 汉热闹的百姓都没地方插脚 只能爬上天街两旁的房顶 家巧一般的排成一排 兴致勃勃的看着平日里 威风凛领的官老爷 摇身变成了悲情无比的受害者 这可是百年一见的稀罕景 老百姓兴高采烈七嘴八舌 可不 年前公侯老爷们刚为杨武侯攻击了一场 这转过年来 文官老爷们就回敬一场规模大上十倍的 有魄力 有意思 杨武侯那场谁都没捞着看 只是道听途说 还是文官们敞亮 放在棋盘街上让咱们看个过瘾 你呀就光知道看热闹 大明朝的文武之争 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是文官们在造势 造势懂吗 京城里从来不缺身在市井 心怀天下的明白人 俺就知道造势 造不出势来 那被他指责的汉子摸着脑袋 嗡声嗡气道 引得一众百姓捧扶大笑 不少人险些从屋顶上笑跌下来 老百姓 完全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架势 让记财上的高官们 颇为不快 若非想要扩大攻击的影响 早就让顺天府的官差 把那些奸民都赶走了 这次攻击的发起者杨士奇 却不以为意 对这次攻击能造出这么大声势来 他已经十分满意 这次 借着祭奠金又姿等遇难官员 一盘散沙的文官们 终于团结起来 众口一词的 讨伐勋贵武将的暴行 而且更重要的是 文官们是团结在内阁旗下 而不是六部 杨士奇就是要把这次攻击大会 变成讨伐大会 世事大会 惠盟大会 至于盟主 自然是内阁 是他杨士奇大学士 除此之外 杨士奇还有一点点私心 他看一眼位于 祭台正中央 金又姿的牌位 心道 又姿老弟 我是对不起你 不过 让你享受这古往今来 头一份的哀容 咱们也算扯平了 就不要再怀恨了啊 早点去投胎吧 杨士奇这些日子 一直被噩梦纠缠 只要一合眼 就会出现全身是血的金又姿 哀嚎着向他索命 正在胡思乱想 杨士奇听到一声 云板脆响 知道功绩正式开始 赶忙收射心神 把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功绩上 棋盘天阶上 水泄不通的 挤满了两三千名 大小文官 外围是好几万 来看热闹的百姓 那声云板响过 嘈杂的人声 一下子便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头像 高台上那十余口 黑木棺材 哀乐响起 数千官员一起 掷记莫哀 场面十分震撼 带官员们起身 司仪宣布 由五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杨士奇代表所有官员 致道辞 杨士奇向前一步 看着台下黑压压的文官 所有文官无论官阶大小 都齐刷刷抬头仰望着他 杨士奇心中竟涌起 豪情万丈 这就是他想要的人生 收拾起不合时宜的豪情 恢复了满脸的哀容 杨士奇清了清嗓子 开始大声吟诵起 他精心炮制的记文 红夕元年 二月初二 故文元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金工 故兵部右侍郎翟宫 故礼部员外郎陈工 故督察院监察御史谢公 等十二位同僚好友之丧 五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士奇 唯文已纪约 金工又自明善 以自行号退安 江西侠江人 见文二年近时 受护科己事中 介绍完十二名官员的生平 杨士奇话风一转 慷慨激昂起来道 此十二宫于同日而亡 该当日长陵之内 勋跪行凶 杀害诸公于先帝灵前者也 呜呼呜呼 金工诸位本乃设计之臣 遭逢民主 胆思报效 不惜济身 只求有功于设计 造福于万民 不期触怒权贵 横遭毒手 顿作汪死之鬼 呜呼呜呼 满腔才华 富助洞流 众臣之血 浸染皇陵 奇壮之惨 奇情之辈 三代一将 该所未闻 欲 游记诸公被害时 赞应勋贵之人 化身禽兽 为杀我等文臣 毫无人性 堂堂皇陵 化作修罗之场 天子眼前 便为人间地狱 然后 杨世纪描述起 当日的情形 听得那些 当日不在现场的官员 悲痛不已 那些当日在场 惨遭毒打的官员 更是痛哭流涕 痛不欲生 引得场中哭声 连成一片 场外 百姓也听得震惊不已 难以想象 那些养尊处优的 公侯伯爷 怎么会化身为 吃人的猛兽 但事实摆在眼前 金有资这十二人 就是被他们打死的 杰世纪念到这里 已经变成 生死历劫的呼喊 只见他神情 猙獰 扭曲 双目血红 激进疯狂之态 严惩凶手 为同梁报仇 杨世纪的表演 彻底调动起 台下人的情绪 有官员 生死历劫 呐喊起来 马上引来千百人 一同呼喊 严惩凶手 报仇 报仇 不错 我被乃朝廷命官 待天子守牧天下 岂能沦为真上之肉 任人宰割 杨世纪激动的 丢掉手中计文 高举着手臂呼嚎道 不能 不能 官员们的情绪 已经完全被杨世纪 所控制 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 再不复往日的斯文优雅 一个个双目冲雪 垂胸顿足 愤怒的情绪 能把天空点燃 这一次 我们不能再退让 因为我们已经退无可退 再退一步 天下之大 也没有我等立坠之地了 杨世纪咆哮道 我们要从今日开始霸朝 什么时候凶手伏法 什么时候再回衙门 霸朝 霸朝 凶手不死 绝不还朝 官员们齐声高喊着 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 这样说也不正确 至少简易下元级等老臣 就大惊失色 因为霸朝之事 在此之前 从未听杨世纪提起 他们其实是不大赞同 这种大功绩的 但杨世纪说不这样 文官就要永远被踩在脚底 几位老臣才勉为其难 答应来给杨世纪站台 但他们怕杨世纪乱来 提前都看过他的记文 按照他们的意见 进行修改后 才允许杨世纪念出来 谁曾想杨世纪 居然不按规矩出牌 扔掉稿子 信口开合起来 几位老臣一声小心谨慎 想不到在杨世纪这里 晚节不保 听着杨世纪高喊霸朝 几位老臣简直要晕过去了 他们可是站在杨世纪背后啊 任谁都会以为 这是他们达成的共识 然而此时群情汹汹 谁要是敢跳出来唱反调 弄不好就要被台下的文官们 生吞活泼了 所以简易等人 只好忍着不吭声 等功绩结束 众人转到后台后 才一起爆发出来 怒气冲冲的围住杨世纪 质问道 霸朝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提前商量 有那个必要吗 杨世纪冷冷的 看着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家伙 轻蔑道 过去的三十多年 已经证明你们无法领导文官 对抗薰贵武将 那就请实确的让到一边 不要碍晚辈们的事 你 你 你 夏元吉等人被气得浑身发抖 简易一口弹 卡在嗓子眼 老脸憋得一片青紫 一下就背过气去 要不是旁人抢救及时 非得一命呜呼在当场 杨世纪自然不会留在这儿 他的轿子一过来 便弯腰上轿 让轿夫赶紧抬着自己离开 一群老废物 在轿子中坐定 杨世纪冷哼一声 便远离了那群白发苍苍的老大人 杨世纪的轿子静直进了皇宫 在乾清门才落下 杨荣也正好回来 等他下了轿子 两人一起往乾清宫行去 你今天怎么不打招呼 就提出霸巢 杨荣也有同样的疑问 显然作为最亲密的战友 他也被蒙在了鼓里 我不是有意想瞒 杨世纪看着杨荣叹的口气道 只是不想让你也千年进来 说着压低声音道 霸巢这种事 极可能毁掉一个人的前途 游子已经去了 我要是也被霸出 总得留着你在阁中辅佐皇上吧 听了杨世纪的解释 杨荣心中些许不快便烟消云散 他一脸担忧地看着杨世纪道 世纪兄 你这又是何苦 中军之士但求问心无愧 犯得着这么拼命吗 当初我们一起发誓 要为万世开太平 为了这个誓言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 游子还把命搭了进去 杨世纪抬头看着阴沉沉的天空 神情无比坚决凝重道 所以这一仗 就算神败名裂 我们也必须要赢 世纪兄 杨荣叹息一声 满脸惭愧道 我不如你多疑 说话间 两人进了前清宫 从长陵回来 红西皇帝就一直在养病 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没有世朝 只是每日晨婚 接见大学士 处理一些紧急的军国药物 虽然在病中 皇帝还是被棋盘天接的 那场大功绩惊动了 看着杨世纪进来 朱高是有些压不住怒火道 听说你在功绩现场畅言霸嘲 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皇上容饼 微臣不是要挟皇上 微臣是在给皇上提供武器 杨世纪不慌不忙回饼道 哦 朱高是愣了一下 问道 此话怎讲 之前英国公咆哮金殿 众勋贵哭灵闹事 甚至大厦文官 皇上之所以迟迟无法予以严惩 无非是他们用祖宗钢肠这顶大帽子 死死扣在皇上头顶 让皇上十分被动 杨世纪沉声道 归根结底 圣天子垂拱而至 应该是不沾因果的重裁者 而不是亲自下场 和勋贵拼个你死我活 哦 朱高赤明显两眼一亮 这话真如醍醐灌顶 让他一下子就解开了长久的疑惑 朱高赤想不明白 为何明明太祖太宗皇帝 折腾的动静比自己大十倍 却依然可以游刃有余 没有任何一个臣子敢对他们不敬 更别说咆哮军前 为什么自己就这么失败 谁都敢跟自己叫板 甚至敢指着自己的鼻子骂娘 让自己微信扫地 这皇帝当得无比窝囊 原本朱高赤只归咎于自己手里没有兵权 此刻听了杨世奇的话 他才茅塞顿开 原来是自己太心急了 把臣子的差事都干了 自然要担臣子的是非 这时候 自己最应该做的 其实是退到局外 做一个仲裁者 让文官武将们去斗 把自己的意志藏在裁决中 让朝廷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其实是最基本的帝王心术 他十几岁时就了然于胸 只是多年煎熬 一招登基之后 他被太多的情绪冲昏了头脑 居然犯了君王之大忌 而魂不自知 现在一听杨世奇点醒 朱高赤顿觉神思清明 喜不自胜 竟起身向杨世奇抱拳道 学师受教了 您不过是当局者迷罢了 以皇上的圣名 不用为臣多罪 也很快会醒悟过来 杨世奇自然满口谦让 话锋一转 回到正题道 微臣号召文官罢炒 就是给皇上一个 惩罚武将的机会 顿一顿他沉声道 从中央到地方 大明政权的运转 全靠文官 文官们一罢炒 整个大明都要窒息 皇上当然必须 立即恢复朝廷的正常运转 那就必须给文官们一个交代 让勋贵们交出凶手 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说得不错 可是那日几乎全体巡贵 都参与了行凶 朕不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最后也只能杀几只替罪羊 于事无补啊 朱高尺先是兴奋 旋即冷静下来 皇上所虑甚是 绝不能让他们找几只替罪羊 就把这关过去 杨士奇目光深邃道 您应该借机剥夺他们的 义政之权 哦 朱高尺精益的看着杨士奇 才知道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盘 大明立国以后 虽然官分文武 敬畏分明 然则 武将一旦到了公侯伯爵层面 就有参政义政之权 上朝时站在朝廷最前列 对什么事情都可以指手画脚 皇帝还得认真听着 不敢把他们的意见当耳旁风 大明组织非军功不可封决 所以文官们始终得不到 对武士指手画脚的机会 几十年来 一直被武将稳稳压在头顶 不得翻身 如果剥夺掉勋贵们 参政义政之权 局面将历时天翻地覆 非但勋贵们再也无法插手政务 文官们还可以名正言顺的 把军务抓在手里 因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 打不打 怎么打是军事问题 同时也是政治问题 怎么做到 朱高尺紧紧听着杨士奇 喘气声都粗重起来 很简单 皇上只要下旨 那日在长林的勋贵 统统停职 闭门思过 等候调查 杨士奇淡淡道 这是安抚文官们的应有之意 又没说要定谁的罪 勋贵们应该不会反对 然后呢 朱高尺点点头追问道 按规矩 被弹劾的官员应当立即停职 等候调查 更别说涉嫌杀害朝廷命官了 然后 调查这样的案子 肯定会有各种阻碍 差个一年半载 十分正常 杨士奇沉声道 这么长的时间 足够皇上将政权 从外朝宜归内庭了 从外朝宜归内庭 朱高尺的心脏 被这几个字刺激的 砰砰直跳 因为登基半年以来 他已经切身感受到 外朝议政的弊端了 什么事情都要拿到朝会上商量 非但效率低下 而且那些王公大臣 以老卖老唱起反调来 有时候他这个皇帝 也不得不收回成命 这让朱高尺十分难受 要是能将军国大事的决策权 从朝会转移到内庭 仅限于皇帝和几位大学士商议 效率自然可以大大提高 国家大权也将更严密的 控制在皇帝手中 士奇 你真是朕的孔明自防啊 朱高尺伸手拉住 杨士奇的胳膊 重重拍了他几下 激动到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啊 朕 谢谢你 都是微臣应该做的 杨士奇神情平淡 仿佛只是干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快 我们商量一下细节 朱高尺居然一反常态的 立即拍板 换作往常 皇帝陛下一定会对这种 事关政权结构的 未来朝局的举动 甚之又甚 但此刻 他被勋贵们伤得太深 气得太狠 欺负得太惨 心中除了如何削弱勋贵 大权独揽 根本容不下别的念头 至于什么平衡问题 那也得等到文官们 和勋贵能平起平坐再说 至于大学士 会不会权力太大 那也不是皇帝 现在考虑的问题 他现在唯恐 大学士们权力太小 不足以帮自己制衡勋贵 皇帝和杨士奇 热火朝天地商量着 接下来的步骤 杨荣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偶尔时宜补缺 对杨士奇今日的表现 他实在是太震惊了 原本自己与他并称二阳 感觉彼此不分宣治 但今日看杨士奇的 连番举动 其实自己望尘莫及 从长陵回来的路上 所有文官都陷入了绝望 因为那时候 就连皇帝陛下 也不得不对 嚣张的勋贵们 妥协退让 这怎能不让人 感觉前头无光 感觉文官们 再也不可能翻身 然而杨士奇没有绝望 他从大危机中 看到了大机遇 回京之后便 马不停蹄张罗 各衙门联合举行攻击 为死去的官员们 讨还公道 大意面前 各衙门的长官 无法说不 甚至没法缺席攻击 结果全都被杨士奇利用 成了他登上文官领袖位置的 踏脚石 杨士奇利用攻击大会 调动官员同仇敌开的情绪 将一盘散沙的各衙门 拧成了一股绳 然后悍然宣布霸朝 本来杨荣以为 他会遭到皇帝的责难 谁知杨士奇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居然为皇帝设计了一条 借机剥夺 勋贵义政之权 将政权从外朝 转移到内庭的金光大道 杨荣十分清楚 朱高氏绝对不会拒绝 这份大礼 事实上 只要是神志正常的皇帝 都不会拒绝这种大权独揽的机会 杨荣也十分清楚 杨士奇这番大手笔谋划 固然是在为皇帝打算 但也夹了严重的私货 内庭是什么 内阁和太监衙门折野 而大明组织摆在那里 太监不得干政 自然就剩下内阁和皇帝 共商国事了 这世上从来不缺理想家 缺的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更缺的是 专门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奇迹制造者 杨荣无疑是实干家 而杨士奇则是奇迹创造者 他敢于在文官卑贱的年代 梦想一个文官统治的世界 敢于在内阁大学室 仅是皇帝秘书的年代 梦想将大学室 变成统领文武百官的宰府 这在当时 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可杨士奇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 并通过自己的行动 一步步将其变为现实 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 不管它会是什么下场 杨士奇这个名字 都已经在大明朝的历史上 留下最深刻的一笔 红西皇帝完全采纳了 杨士奇的计划 一场精彩的釜底抽薪行动 开始了 第二天 京城的文官们 果然积极响应 杨士奇的号召 全都闭门不出 内阁六部 督察院 大理寺 通政司 所有的衙门 全都空无一人 大明朝的中央机关 一下子就陷入了瘫痪 这股风潮 很快就从北京传到了地方 山东 山西 河南 浙江 各地官府纷纷响应 从布政司 岸查司 到府衙 县衙 全都一起罢工 大明朝的地方政权 也陷入了休克状态 平日里 京城的王公大臣 尚且决不出这些衙门 有多重要 可一旦文官们集体罢工 大明朝的政权立马停转 朝廷和地方失去联系 各省的物资停止运送 军队立刻就断了粮 京城也没了曹运的船只靠岸 整个大明朝一片死气沉沉 就像随时会窒息一样 皇帝陛下惶恐了 好说歹说 才将几位大学士 六部尚书 都御史 大理寺卿这些文官首领 请到宫里 询问他们如何才能复工 这本就是商量好的一出戏 答案自然毫不意外 文官首领们一直要求 严惩长陵行凶的凶手 不管爵位多高 都要绳之于法 以为死难同僚的在天之灵 朱高池表示 自己会尽力为他们主持公道 让文官们先回去 又把一众薰贵头领找来 张甫 朱勇 徐景昌 王通等人出现在皇帝面前 毕竟都是心机深沉之辈 表面上恭恭敬敬 看不到丝毫敌意和隔阂 但谁都清楚 经过了之前的那些事 双方已经形同陌路 再也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长陵中发生的事情 阵骨朔金 耸人听闻 朱高池面无表情地 看着几人 沉声道 朕都不忍心 回忆当时的场景 但凡还有一丝人性 怎能做出那种兽刑呢 皇帝的指责 在几位勋贵的意料之中 这种时候 他们肯定不会服软 朱勇挺着脖子道 若非皇上听信谗言 对先帝太过不敬 又怎会发生 先帝显灵之事 勋贵们又怎会 情难自以含恨出手 好一个情难自以 含恨出手 红西皇帝冷哼一声 白手阻止 勋贵们继续辩解道 朕今日找你们来 不是说长陵之事 而是问问你们 眼下怎么办 皇帝的脸上浮现出 浓浓疲倦之意道 文官们集体霸潮 大明已经变成一团乱马 再几天下去 非要亡国不可 这 没了先帝那面大旗 勋贵们这下应不起来了 他们这伙人 打仗是行家 阴谋诡计 也能玩得转 可要是让他们操持国政 事无巨细 还不如杀了他们来的痛快 所以没人敢说 没了张图户 还吃不了带毛的猪 之类的混账话 皇上 不能纵容他们 徐景昌闷声说道 要我说 就得像太祖皇帝那样 把他们抓到大藤上 让他们带着镣铐处理政务 看他们还敢不敢耍横 啪 朱高氏实在听不下去 重重一拍桌案 指着徐景昌骂道 一拍胡言 太祖时那是官员们有罪 才让他们代家立正 如今官员们犯了什么罪 要给他们也带上枷锁 他们敢用霸潮来要挟朝廷 这还不是罪吗 徐景昌挺着脖子降道 那是因为他们十几名同僚 被活活打死 几十三百名同僚重伤卧床 朱高氏厉声喝道 要是换了你们的人遭到这一切 你们会无动于衷吗 只有不涉及到先帝 君就是君 臣就是臣 君训臣 臣只能乖乖听着 陛下 可能是觉着局面有些被动 张府又想往朱棣身上扯 徐景昌闷是看到先帝显灵 才控制不住的 若没有那一场 说不定到现在 先帝的子宫还抬不起来呢 少给朕东拉西扯 朱高氏尝到了 置身事外当裁决者的好处 怎么可能再让张府 牵着鼻子走 又拍了一下桌案 沉声道 现在朕就问你们怎么办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还是不是大明朝的王法了 是 张府硬着头皮道 可是当日情况十分特殊 场面混乱无比 也分不清谁出手 谁没出手 只要用心查 总能查清楚的 朱高氏打断张府的话头 沉声说道 一个月不行 就两个月 半年不行就一年 朕就不信 查不出颗子丑阴谋来 徐贵们不说话了 只是相视冷笑 皇上实在太天真 以他们在航武中丰富的打群架经验来看 这种事情永远别想查出真相 最后顶多杀几只替罪羊 整件事就算接过去 皇上要查 当然可以 只是不知派哪些人查 还是张府最冷静 没忘了问问主审官是谁 刑部 大理寺 独察院 还有锦衣卫 够不够 朱高氏冷声问道 如今东厂已被撤销 锦衣卫也丧失司法权力 这本是红西皇帝废除前朝暴政的标志 但面对着伟大不调的勋贵们 朱高氏确实有些后悔 自己操之过急了 这次让锦衣卫加入三法司 其实就是一次象征性的纠错 臣以为 仅有锦衣卫不足以保证 文官们不会对勋贵打击报复 甚至驱打成招 张府坚持道 臣请皇上恩准 让五军都督府共审此案 以保证勋贵们的安全 是啊皇上 公爷说的有道理 臣等负义 朱勇等人也纷纷复合 否则 臣等万万不敢奉赵 你们 朱高氏胸口起伏 似乎被咄咄逼人的 勋贵们气得不轻 勋贵们早就不怕皇帝的怒火 依然停着脖子坚持着 最终还是皇帝让步了 气得面堂发子道 五个都督 每次只能去一位 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 臣等遵旨 勋贵们大喜 只要有一个都督参与过堂 就保准搅合的他们 什么也查不出来 勋贵们神清气爽的出了前清宫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奶奶的 白提心吊胆的这些天 朱勇放声笑道 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啊 都没必要让小四 他们出去躲风头了 谁想到 文官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结果就换了个屁呢 王通笑道 当时还以为会出多大的事 才让他们出去躲一躲 咱们还真是白担心了 小心无大错 徐景昌笑道 让他们赶紧回来吧 咱们另找人顶罪就是 这车逃走岂不坐实了 就是他们打死的人 见识了皇帝的软弱 勋贵们已经不满足 让凶手保住命 要连他们的名也保住 公爷 您怎么看 王通问了英国公一句 众人这才意识到 张府出来一直没说话 见众人都在看自己 张府这才开口道 先不要轻举妄动 这件事 我感觉有些蹊跷 哦 忠勇等人忙问道 哪里不对劲啊 太虎头蛇尾了 张府缓缓道 皇上是先见了文官 才又见的咱们 也就是说 皇上已经清楚 文官们的态度 那么跟我们提的方案 文官们应该可以接受 诶 是这个点啊 众人纷纷点头 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文官们全国串联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仅仅一个彻查 就能让他们满意 这说不通吗 张府眉头紧皱 看向众人 众人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不禁都陷入迷惑 徐景昌试探问道 莫非他们有什么杀手锏 可以把凶手都揪出来 怎么可能 朱勇却不信道 军中一年打多少回群架 你见过哪一次 能查出个丁卯来着 那就气了怪了 算了 想不通就别想了 精官其变吧 朱勇大大咧咧道 横述武军 都督佛也是主审 还怕他们出什么 要讹得不成 也是 众人觉着是这个理 便把心放回肚子里 不再胡思乱想 张府虽然没有释怀 但也不再繁衍 和众人走出皇宫 坐上轿子 回府去了 轿子里 张府愁眉不展 按照他和朱瞻基的定计 这时候应该给 薰贵们极大的压力 才能让他们下定决心 换个天地 现在皇帝 如此软弱可期 却是对他的 战前动员十分不利 毕竟谁都愿意 在个弱主手下混饭吃 好容易把这个皇上 调理顺了 万一换上去个强主 就太不划算了 亏本的买卖 可没人愿意做 不过很快 英国公就会发现 自己其实多虑了 武将们离开后 皇帝又连夜将 文官首领们 找到宫中 对他们小以大意 动之以情 终于勉强说服他们 结束霸潮 回来上班 其实文官首领中啊 也有不少人 十分困惑 为什么折腾 这么大动静 就换了这么个 既不响 也不臭的 蔫儿屁回来 这不是雷声 大雨点小吗 但他们现在 也已经是 为杨士奇 马首施瞻 见杨士奇接受 也就没人反对 等文官们 都退出去 皇帝单独留下 杨士奇 将之前召见 勋贵们的经过 讲了一遍 杨士奇听了皱眉道 皇上应该一上来 先提个苛刻的要求 跟他们争执不下后 再做让步才妥当 他看看朱高翅道 一上来就这么说 很可能会引起 张府他们的警觉 哎 确实是真的不是 朱高翅傲丧地 拍着额头道 会不会坏了 咱们的大事 这倒无妨 咱们这是阳某 只要皇上 能顶住压力 丈夫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士奇沉声说道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朱高志松了口气 第二天 京城各家勋贵府上 都收到了一份传票 内容大体是 你涉嫌参与 长陵行凶事件 三法司和锦衣卫 五军都督府 将共同会神此案 在被传唤之前 不得离开京城 不得到军中当差 不得上朝参政 一切等证明清白后 才能照旧 但凡那天 在长陵现场的勋贵 除了柳生之外 全都收到了传票 不过 谁也没当回事 勋贵们 大都是惹是生非的主 官府的传票 不知收到过多少 这种连个具体日期 具体对象 都没有的玩意儿 谁会放在眼里 张府却怒不可遏 他和朱永等人 也都收到了传票 五军都督中的四位 都成了嫌疑人 自然不可能再参与问案 只剩下一个柳生 自然就成了唯一的代表 却还不是自己人 张府等人以为 这就是皇帝和文官们的 杀手锏 一番商议后 决定用拒绝过堂来抗议 莫非官府的官差 还敢冲进公侯伯府里面 拿人不成 这其实是杨士奇 亡羊补牢的小手段 略施小技 就把勋贵们 骗得闭门不出 结果 两天后的早朝 清一色 只有文官参加 勋贵们通通缺席 在张府等人看来 这也是他们对皇帝的一种示威了 真要玩起阴谋诡计 张府这些二把刀 哪里是杨士奇的对手 都到这时候 他们还被蒙得死死的 不知道对手真正的图谋是什么 要是知道的话 打死他们也不会缺席 今日的朝会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他们今天来了 也会被守门的官兵拦下 按照惯例 没有证明清白之前 是不能上朝的 结果 朝会上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通过了一系列 简化朝义流程 减少朝义次数 强化内阁地位的决议 并当朝明止颁布 完成了政权 从外朝转向内庭的 基本程序 换言之 这次朝会之后 中央地方的君章大事 都要先向内阁报告 内阁草拟意见后 再秉承皇帝 如有必要 皇帝会召集内阁 会同相关大臣讨论 最后做出决策 然后便交付 各部各地各衙 遵照执行 不得有误 这样一来 朝会的依正作用 就消失了 只剩下象征性的 礼仪作用 也就没有必要 那么勤了 每月朔旺 各举行一次 有那么个意思就成 这可以说是 本朝开国以来 太祖皇帝 废宰相霸中枢之后 动作最大 意义最深的 一次制度改革 直接将六部各省 置于内阁领导之下 从此以后 六部上书 都于史 都是内阁大学士的下级 而内阁大学士 也将成为真正的 百官之师 文官领袖 而且 政权从外朝 移到内庭 大大减少了 参政议政的人数 不仅提高了效率 更重要的是 将勋贵们 排除在政权之外 从此以后 大势小情 皇帝都不用 跟他们商量 甚至连知会 他们都没有必要 只有特别大的事情 才需要在 每月两次的 朝会上提一下 但也只是通报一下 处理结果而已 勋贵们再怎么说 也不会改变什么 对于这个改革方案 六部上书 都于史们 其实挺不是滋味的 毕竟他们原先 才是文官的首领 眼下却要拱手相让 但杨世纪 已经把他们 全都镇住 让他们意识到 自己领袖文官的时候 文官集团内部 山头林立 群龙无首 在抱成一团的 勋贵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眼下 朝廷和文官集团 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再加上 杨世纪有皇帝 不遗余力的支持 简易等人 终究是 同意了这个方案 下朝后 消息很快传到 张福等人耳中 稍有政治头脑的人 都很快反应过来 这是一场 彻头彻尾 针对 勋贵的夺权行动 英国公 暴跳如雷 再也顾不上掩饰 马上将朱瞻基 朱勇 徐景昌 王通等人 请到自己府上 与太孙同来的 还有个他意向不道之人 兵部尚书 胡盈 胡盈是朱棣最信任的臣子 被先帝选定为 太孙殿下的保护人 但朱瞻基 如今尚且被打压 他也只能乖乖靠边站 新军登基后 念其旧日功劳 给了他个兵部尚书的虚弦 胡盈也很实趣 一直身居简出 从不搅风搅雨 惹人厌烦 此刻居然也冒险来到英国公府 张福请朱瞻基上座 又请胡盈 坐在太孙身边 胡盈却摇头拒绝 坚持立在朱瞻基的身后 张福也只能由他去了 待众人坐定 张福凝重的目光 扫过每一张面孔 沉声说道 诸位 今日把你们叫来 都知道是为什么吧 嗯 众勋贵纷纷点头 朱勇愤问道 骂了个八字的 我说他们怎么雷声大 有点小 原来藏着这一手 皇上这是要把咱们 往绝路上逼呀 徐景昌向来对自己的表兄 还算尊敬 此刻也忍无可忍道 这不声不响 就把咱们这些公爵侯爵 排除在国政之外 莫非真以为 咱们是拟捏的不成 说到后头 定国公的声音 控制不住的高了八度 就是 王通也气哼哼道 皇帝是想把咱们彻底废掉 先是参政之权 然后是兵权 到最后咱们就成了 任人家捏的软柿子 到时候那些文官 还不死命的报复咱们 勋贵们以己夺人 陷入了无边的惶恐中 那还不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就是想当条狗也不成啊 不行 绝对不能答应 朱勇越想越害怕 一拍桌子站得起来 大声嚷嚷道 我们找皇上说礼去 木已成舟 你说有什么用 冷眼旁观的胡盈 这才悠悠道 而且皇上已经下定决心 要收拾你们 陈国公真要往枪口上撞吗 撞又咋的 他还能怎么着本宫不成 朱勇吹胡子瞪眼 满心的不爽 工业还当这是在长岭 有先帝的大意镇压 胡盈冷冷看着朱勇道 醒醒吧 先帝已经入土为安了 皇上再无顾忌 废你个公爵又怎样 你 朱勇瞪大了牛眼 人却像泄了气的皮球 一屁股瘫坐下来 哎 王通等人也知道 胡盈说的是实情 今时非同往日 没了先帝这面大旗 想要拿住皇帝 是不可能了 他们不禁有些埋怨的 看着张府 闷声道 当初在长岭 就不该那么简单放过他 是我的错 张府态度诚恳的认错道 当时看到死了那么多人 本宫觉得闹得有些过了 加之皇上也让了步 哎 本宫还是太天真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张尼为兄长解为道 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是让人家把绳子套在脖子上 一点点勒死 还是他娘的杀出一条生路来 张尼匪气十足的话语 激起了薰贵们的血性 纷纷嚷嚷道 当然是拼他娘的 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老二说的有道理 咱们不能坐以待毙 反他娘的吧 朱勇重重一拍桌案道 听了朱勇的话 英国公目光扫过屋中众人 见他们一个个面目猙獰 没有任何要退缩的意思 张府满意的点了点头 火候一到 军心可用 见大哥点头 张尼便怪笑一声道 老朱说的也好 不过有一点说错了 哪儿 朱勇闷声道 咱们这些先帝风的公侯 是国之助使 什么时候也不能造反呢 张尼笑嘻嘻道 话虽如此 但昏君无道 国将不国 我等只能拨乱反正 另立新君 朱勇看看朱瞻基 脸张得通红道 我们让殿下当皇帝 怎么能算造反呢 应该说是 二次静难才对 哈哈哈哈 好一个二次静难 张尼放声大笑起来 笑声在半途戛然而止 张尼正色道 实话实说吧 咱们既不用造反 也不用静难 因为 殿下本就是先帝指定的继承人 什么 此言一出识破天惊 勋贵们或多或少 对这件事有所耳闻 但此刻听张尼 当着朱瞻基的面提起 所有人还是张大了嘴 瞪大了眼 震惊的无意复加 朱勇失声问道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有先帝一诏为证 张尼沉声说道 张尼识破天惊的一句 让厅堂中陷入了一片死寂 过了好一阵子 勋贵们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目光齐刷刷汇聚在朱瞻基身上 七嘴八舌的问道 殿下 这是真的吗 真的有传位遗诏存在 朱瞻基猴头抖了两下 终是重重点头 太好了 勋贵们当时爆发出猛烈的欢呼声 谢天谢地 这真是祖宗有灵 天又大名啊 方才朱勇说造反 勋贵们虽然一时激愤 纷纷响应 保管回家之后冷静下来 有人会当缩头乌龟 造反哪有那么容易啊 一旦不成是要杀头的 这些家大业大的公侯博业 注定了不是彻底的革命者 只能是齐强的投机派 所以当朱瞻基宣布 自己有传位遗诏 是先帝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时 勋贵们的兴奋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谁都知道 同样是逼皇帝退位 没有先帝遗诏 就是逼宫篡位 与造反无异 很难争取军心民心 成功的概率很低 一旦失败将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 有了先帝的传位遗诏 一切将大不一样 他们将成为先帝遗愿的执行者 理直气壮 将窃聚皇位的伪帝赶下台去 战有大义 师处有名 而皇帝在这样一份遗诏前 得位的合法性将荡然无存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退一万步讲 就是没有成功 皇帝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先帝遗诏 天经地义 对投机分子来说 还要比这更好的选择吗 当然前提是 那遗诏要确切存在 真实无 所以薰贵们围着朱瞻基 问来问去 最后毫无悬念地 集中到一个问题上 能给我们看看遗诏吗 可以 朱瞻基点点头 站起身来 张福走到门口 关上房门 亲自为太孙殿下把风 胡莹也随着朱瞻基站起来 防止有人抢夺损毁遗诏 一番动作之后 屋子里的光线昏暗下来 气氛却无比的凝重 所有人瞪大眼 大气不敢喘地 盯着太孙殿下 看着他静了手 然后从怀中 掏出个狭长的金匣来 朱瞻基双手捧着金匣 满脸前程肃穆 先朝长陵方向 恭恭敬敬拜了三拜 然后才打开金匣 一卷黄陵 便出现在众勋贵眼前 朱瞻基站在阴影里 拿起黄陵在众人面前展示 勋贵们瞪大了眼 只见上面的朱字略显撩草 但一看就是先帝晚年亲笔所述无遗 只见黄陵上写道 朕不欲 一应丧礼尊太祖皇帝制度 皇太孙朱瞻基人孝无双 文武皆备 与朱儿孙中最孝朕宫 朕自幼抚养宫中悉心教导 知其必能刻成大统 着既朕登基 及皇帝位亲此 上头通红的印玺光彩夺目 也确实是大型皇帝的印玺无遗 勋贵们看过之后 朱瞻基便立即将皇陵收起 目光灼灼地看着众人 仲勋贵再不迟疑 齐刷刷贵倒在朱瞻基面前 高声道 臣等谨遵大型皇帝一命 愿奉殿下为主 粉身碎骨 也要为殿下夺回皇位 好好好 孤将来必不相赴 朱瞻基暗暗松了口气 将众人扶起 张福也松了口气 笑着打开屋门 外头张尼亲自提着酒坛进来 手里还拎着一只大公鸡 于是朱瞻基和仲勋贵煞血为盟 约定半月后的朝会 启示 虽说 殿下手中有一诏 咱们已经立在不败之地 张福灵力的目光 扫过仲勋贵 沉声说道 但要想万无一失 赢得干脆 还必须用军队说话 那是当然 勋贵们这回愁愁满志 满脑的都是雍丽之功 纷纷嚷嚷道 咱们手里别的没有 就是有军队 太孙殿下一声令下 孩儿们立马进京 谁敢不服 杀他个鸡犬不留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大开杀戒 朱瞻基皱皱眉 不放心地嘱咐道 这是皇爷爷兴建的都城 我们只是拿回自己应得的 能不留血是最好的 殿下仁慈 我等小的 勋贵们纷纷满口答应 现在的问题是 皇帝对我们的提防 不是一天两天 从去年起 借着将领调整 就把诸位从原先的军队调开 换上王贤的人 张府神情忧虑道 诸位还能不能调动 你们的老部队 这是个大问题 公爷放心吧 这种在主子面前表现的时候 众勋贵岂能认怂 纷纷大吹牛皮道 咱们在军中经营多少年了 小崽子都是咱们一手提拔起来的 王贤那帮子手下才来几天 谁会听他们的 大话不要说得太早 张府咒咒没道 回去找找你们的老部下 跟他们交交心 好好摸摸他们的底再说 是 知道了 众勋贵这才泱泱应下 都去吧 半月时间十分紧张 摸底之后 速速报来 张府说完 挥了挥手 众勋贵向朱瞻鸡行礼之后 鱼贯退了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朱瞻鸡 张府 胡盈三个人 三人脸上都是一脸如是重负 终于算是蒙混过关了 那一照是真的无疑 但经过大内工匠巧夺天工的处理 折去了中间的一行字 如果在明亮的光线下仔细观察 还是可以看到那条长长的折痕 所以张府和胡盈 方才那番做作根本不是为了保密 而是故意让屋里的光线变暗 让众勋贵感到紧张 朱瞻鸡又故意站在暗处 将一照亮了一下就收起来 众勋贵果然没有发现异样 彻底打消了疑虑 不过半个月以后 可耍不了这小把戏了 朱瞻鸡拿出一照轻轻一扯 那被折起来的一行字 然震律奸贼王贤慎重 若黄太孙能指而斩之 这句话又出现在黄陵上 无妨 他们一旦跳出来 就缩不回去了 胡盈冷冷说道 要想顺利登上皇位 遗诏必须毫无瑕疵 所以关于王贤的那句话 终究是藏不住的 不过 他们也没打算瞒多久 只是不想在发动之前 让下面人知道罢了 毕竟王贤这个名字 分量太重 吓趴了那些投机分子 就不好办了 等到生米煮成熟饭 那帮家伙知道了 真相也没用了 何况 朱战机一旦登上皇位 还怕他姓王的不成 不错 此事无需担心 现在要操心的是两件事 一是 到时候咱们的军队 至少要控制住皇城 要是能控制宫城 就万事大吉了 张府沉生说道 不容易啊 胡盈叹的口气 他这个兵部尚书 虽然只是摆设 却也十分清楚 红西皇帝登基之后 吸取先帝末年 赵王作乱的教训 将相当一大部分军队 调出了京城 皇城中只留三大营 和锦衣卫 合成四卫营 驻守皇宫四角 保卫大内安全 其余军队 按照计划 会通通撤出京城 到城外住房 以防武将作乱 但是因为营房建设不足 至今仍有大半军队 尚未迁出 这也是张府等人的 仪仗所在 不过正如方才所言 这些军队尚未离京 但长官已经 换成了王贤的人 巡贵们则大都已经 被发配到城外去带兵了 想把城外的军队 调进京城 手续十分复杂 按规定 没有兵符 守城的军队 是绝对不会放行的 当然守城的官兵 要是也投靠过来 那就另当别论了 实在人为 咬咬牙 还是可以办到的 张府给两人吃了个定心丸 话锋一转道 不过前提是建立在 王贤不会回京的基础上 两人深意为然的点点头 王贤在永乐朝时 就已经是个庞然大物 红西皇帝进京时 依靠的主力部队 就是他在山东的人马 登基之后 一部分人马退回山东 另一部分人马 则在莫问和柳生的率领下 加入了三大营和锦衣卫 而且红西皇帝还嫌不够 又大肆任用王贤一系的军官 可以说 只要他一回京城 转眼就能控制住 整个京城的防务 让别人还怎么玩 说起来 杨浦应该到济南了吧 朱瞻基看看张府 前几日就到了 差不多 该有消息传回来了 张府缓缓道 要是王贤回京 我建议不惜一切代价 在路上把他击杀 唉 也只能如此了 朱瞻基也知道 这节骨眼上 绝对不能让王贤回来 他看一眼胡营道 如有必要 还请胡师傅出手 那是自然 胡营点点头 毫不犹豫 接下这份差事 前清宫 随着天气转暖 朱高赤龙体康复不少 和杨士奇在御花园中散步 士奇这湖上的兵终于化了 柳条也黄了 春天真的来了 剥夺勋贵们参政之权的行动 异常顺利 让皇帝陛下难得的心情明媚 陛下当心还有早春寒啊 杨士奇也学着皇帝 鱼带双关道 是啊 他们居然平静的接受 让人着实不安 朱高赤叹了口气 目光投向南方 不过 只要燕子北归 春天的脚步 谁也挡不住 那倒是 希望洪记兄能马到成功 杨士奇低下头轻声说道 很好地掩盖住他眼中的记恨 话分两头 却说杨普离了京城 星夜南下山东 短短五天时间就到了济南 谁知却扑了个空 杨学士 我家工业确实不在济南 有什么事 您跟下官说吧 接待他的仍然是楚言 还是一模一样的说辞 然而楚言可以发誓啊 这次真心不是敷衍 什么 杨普一听急了 吹胡子瞪眼道 他去哪了 赶紧把他叫回来 这 楚言支支吾吾不肯作答 在杨普的追问之下才说了实话 学士也不是外人 跟您说吧 我家工业去湖广了 什么什么 杨普却坚决不信 他一个山东总督 跑到湖广去干什么 是 私事 楚言有些尴尬道 湖广不是有个武当山吗 我家工业去拜孙真人去了 拜孙真人干什么 杨普越听越糊涂 没听说他信了道教啊 公业他没信教 可准备去孙真人的孙女 能不许跟老爷子见一面吗 楚言终于说全了真相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杨普气得蹊跷声音 当着楚言的面就骂开了 你说这个王仲德 怎么这么胡来呀 身为风疆大力 却偷偷跑到别的省里去 景城已经火上眉毛了 他还有心去提亲 楚言任由杨普埋怨 这兔抹星子见到脸上都不擦 始终陪着笑道 是是是 你哪说的都对 咱们是下人啊 人家是大人 下人管不着大人啊 胡闹 真胡闹 杨普发作一通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一面让人赶紧回报皇上 一面让人快马加鞭去湖广 把王贤找回来 自个儿却在济南柱下 天天到城头巴望着王贤的身影 王贤跑去湖广的消息 很快传到北京 让英国公文之虎曲一阵 眉头紧锁到 不会有诈吧 朱瞻基却摇摇头低声道 因为历史原因 我在王贤身边有人 传回来的消息确实是这样 蹲一顿道 十天前 王贤带灵霄南下湖广 去向孙真人提亲 他 真的会在这个节骨眼上 去找孙碧云提亲吗 张府仍觉不可思议道 素来冷言寡语的胡盈 却突然开口道 他姓王的和我那侄女 不清不楚这么多年 也该给我师伯一个交代了 这家伙果然是个情种 张尼兴奋的笑两声 看到众人阴沉的表情 他赶紧没趣的闭上嘴 一直以来 张二爷逢赌必赢的秘诀 就是紧紧跟着王贤下注 只要跟着王贤 不管局面多么糟糕 最后都能翻盘成功 大赢特赢 这次 却在刑事的裹挟下 成了王贤的对价 让张二爷感觉十分不妙 实在担心 这次会把之前赢的 全都吐出去 还把裤子也梳掉了 不过在这个房间里 属他最没地位 根本没有反对的权利 最好是派人去一趟胡广 亲眼看看他 到底在不在武当山 张府仍然不太放心道 来不及了 五天后就是摊牌的日子了 朱瞻基道 我宁肯推迟到下次早朝 也要确保万无一失 张府却断然道 万一王贤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咱们就麻烦了 再等下一次 那就是二十天 王贤一准得到消息回京了 张妮忍不住嘟囔一句 那麻烦才叫大了呢 张府狠狠瞪一眼张妮 却无法反驳他的话 我有办法 胡盈冷不丁又插一句 让张府董人如闻先音 为了方便和师门通信 我家中养了信鸽 现在立刻放飞的话 五天之内应该可以带信回来 太好了 朱瞻基神情大震道 那就拜托胡师傅了 快快去放鸽子吧 是 胡盈应一声便赶紧离开了 公爷 咱们还是按原计划准备吧 朱瞻基看向张府 唯恐他撂挑子 遵命 张府倒是没再多说什么 胡盈的鸽子放飞出去 京城中的几人便开始 度日如年的等待 一天两天三天 到了第五天傍晚时分 朱瞻基等人都有些绝望时 胡盈从外头进来 向来古井不波的脸上 居然浮现着淡淡的激动之色 殿下信格回来了 胡盈将一个毛笔粗 一寸短的小竹筒 送到了朱瞻基的手中 朱瞻基一把夺过那小竹筒 将里头的纸卷倒出来 摊开一看 灯石大喜过望 嚷嚷起来 王贤果然到了武当山 说了他将那信纸 递给张府 大笑道 这下公爷该放心了吧 张府镇定的接过信纸 细看 只见上头写着几个 迎头小凯 王贤 写小师妹 恰于今日抵山门 掌教不许上山 不知后事如何 后面是落款和时间 还有一个小小的太极印签 哈哈 还真是 张尼凑在一旁 看着信上的内容 苦笑着不知如何评价 看来 真是天佑殿下 张府终于没话说了 神情明显如是重复道 这下我们的胜算 可以超过八成 那还有两成呢 张尼顺口问道 剩下的两成是天意 张府有些不快的 看看弟弟 这次从头到尾 张尼都有失水准 让素来要求严格的 张府颇为失望 有六七成就可以动手了 八成希望已经很不错了 朱战基笑着给张尼 打圆场 确定了王贤 真的不在京城 压在他心头的大石 终于消失不见了 殿下 咱们再把明日的方略过一下 张府却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不到朱战基坐到皇位的一刻 他都不会放松警惕 理应如此 朱战基点点头 张尼便将众人请到了隔壁 隔壁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 里头点着十几盏明亮的琉璃灯 照得屋内亮如白地 正中的大城桌上 竟是一座按比例缩小的 京城立体地图 地图上京城有三层 最内层便是宫城紫禁城 往外一层是皇城 包含着宫城西院六部衙门 王宫府邸 再往外一层是外城 京城的官员富商平民百姓 住在这一层 也是军队驻地所在 一座座京城内的军营 用三种颜色标注 三大营和锦衣卫的位置 用的是黄色 代表忠于皇帝的力量 那些红色的军营 则是代表薰贵们 已经掌控的力量 至于灵星绿色 则是尚未掌控 不可信任的意思 俯瞰之下 红色占了绝大多数 像燎原之火一样 包围了皇城中 那四点可怜的黄色 至于绿色数量不多 位置也不重要 可以忽略不计 张府用一根竹鞭 在地图上 一边指点一边沉声道 半个月来 进展超乎预期 巡贵们的老部下 全都明确表态 支持太尊殿下 并写了效忠书 看来皇上那套中文轻舞 非但在巡贵中不得忍心 也让中下层官兵 十分反感 说着 他看看朱瞻基道 军心在殿下这边 这是咱们最大的胜算 朱瞻基矜持的一笑 张尼在一旁咚当道 就这还说只有八成胜算 自然又换来 张府狠狠的一瞪 困难还是很大的 张府指一指 内城中的四个黄色军营道 我们在皇城 没有任何兵力 届时只能从外城派兵进去 很可能要和四卫营 发生交战 最好他们能识相 不然也只能把他们消灭了 朱瞻基盯着那四处军营 浑然忘了半月前 自己曾说过 希望不要流血之类的屁话 幸好早朝时 皇城四门都已经开启 我们已经拿下了北安门和东安门的首将 张府与其平淡道 为求万无一失 还暂扣了他们的家眷 那太好了 朱瞻基大喜道 这可确保我们的大军杀入皇城 以泰山压顶之势 干掉四卫营 不求全奸 张府有些不给朱瞻基面子 沉声道 我们的目标是武门 军队进入皇城后 全力围攻 驻守在武门的永世营 那些大官虽然勇猛 但也好收买 说着看一眼张尼 张尼黑黑一笑道 这阵子我没少请那些骚打的喝花酒 这帮孙子有奶就是娘 好些已经收了咱们的钱 到时候会见机里应外合的 那感情好 这种时候朱瞻基也不会计较被冒犯 兴冲冲的对胡营道 有英国公神纪妙算 明日定可收到亲来 不错 胡营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 明日最危险的 就是发起进攻 到军队掌控局势这段时间 张府面无表情的指着紫禁城道 为了减轻危险 我们上筹后先不要轻举妄动 待军队控制住局面后再说 顿一顿道 届时会有一声号响 听到号角声 就说明我们的军队已经成功 咱们就可以行动了 公爷安排的十分妥当 朱瞻基满意的连连点头 最后就是宫里 虽然不大可能 但也必须提防 亮出一兆之后 黄 朱高士会苟急跳墙 让侍卫捉拿殿下 张府继续说道 这边你们放心 宫里的侍卫都是东宫的老人 不少人都是孤的死党 其余的和我交情也不错 朱瞻基笑道 只要咱们亮出一兆 占据大义 就算他们不倒戈相助 也不至于再助纣为虐了 觉着自己把话说得太满 朱瞻基又笑着对张府和胡迎道 再说 智不计不是还有二位大高手吗 微臣和胡尚书联手 可保殿下无忧 张府看看胡迎自信的说道 不错 可能到时都不需要工业出手 胡迎也点点头 如今天下绝境高手纷纷凋零 这幸存的两位联手 确实可以应付任何情况 几人又输以了一下细节 确定没什么遗漏了 朱瞻基和胡迎才告辞离去 这之后已经是掌灯时分了 张府和张妮将太孙殿下送走 看着马车消失在街口 张妮突然叹了口气 怎么 张府看一眼张妮 没什么 就是有些不好的感觉 张妮苦笑道 真怕王前明天会从天而降 他插上翅膀 也飞不回来 张府冷声道 何况 我本来就是按最坏的情况布置的 他就是真飞回来 也没用 但愿如此吧 张妮还是一副没什么信心的样子 惹得张府一阵不快 哼一声 拂袖进去 马车上朱瞻基对胡迎道 胡师傅 你觉得英国公的计划 有没有什么问题 微臣着见 英国公安排十分周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胡迎轻声说道 但也不能把希望 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不错 顾也没有那么天真 朱瞻基压低声音道 我也是有底牌的 哦 殿下是如何安排的 胡迎有些吃惊的看着朱瞻基 哈哈 胡师傅 到时候就知道了 朱瞻基 却不肯如实相告 殿下有自己的后手就好 胡迎识趣的打住话头 先生 姑不是有意向满 实在是多说无意 朱瞻基淡淡的解释了一句 殿下无需对微臣解释什么 胡迎摇头笑笑道 微臣到家了 明日一早 再到殿下府上侍卫 哎 先生今晚就到姑那里住下 朱瞻基却拉住他 盛情挽留道 今晚姑师睡不着了 胡师傅陪我喝酒聊天 肖默者慢慢长夜吧 微臣还有些事情 需要吩咐下去 胡迎淡淡道 殿下先行一步 微臣随后就到 也好 朱瞻基点了点头 没有再强留 胡迎下车后 一条黑影 无声无息跟了上去 这倒不是朱瞻基怀疑他什么 而是大战之前 一切小心为上 京城的这个 这夜晚注定躁动不安 前流暗涌 不知多少人彻夜无眠 然而 长夜终究过去 黎明渐渐来临 这天是大明洪熙元年 三月初一 早晚依然春寒撂翘 昨夜更是出奇的肃杀 地上居然结了一层银霜 把巡夜的顺天府官差 动得直打哆嗦 幸好长官开恩 免了他们下半夜的差事 巡夜的官差们千恩万谢 狗撵兔子似的跑回家 转眼就散了个干干净净 所以紫夜之后 到黎明之前 京城街道上并没有官差巡逻 然而住在临街的百姓 朦朦朦朦中 分明听到大街上有大军开过的 笼笼声 一直到四更天才渐渐没了动静 五更古后 刚刚安静下来的京城 忽然喧哗再起 这是大明朝的官员们 准备上朝的动静 自打上月 皇帝将长朝取消 改为旨在每月朔旺 举行两次大朝 这还是官员们第一次上朝 想想还真有些小激动呢 就连尚书侍郎这样的大员 都特意早起片刻 早早出门 赶往五门外后朝 承天门 东安门 西安门 北安门 这皇城四门 也在五更时分缓缓开启 把住在京城各住的官员 放入皇城 各色大轿小轿 马车 驢车 从四门鱼贯入城 汇聚在承天门处 然后官员们下车下轿 神采奕奕的唱诺寒暄 互相问安 然后说笑着 往五门行去 显而易见 文官们的心情十分愉悦 他们怎能不愉悦 皇帝不动声色的便剥夺了 勋贵们的参政义政之权 从此以后 大明朝的军国大事 再也容不得那些老粗们 指手画脚了 可想而知 未来的日子里 文官的地位会越来越高 很快就会越过勋贵 把他们死死踩在脚下 早就应该这么干啊 皇上这一手 真是大快人心啊 金学士他们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十分满意的 听说这都是内阁 大洋学士的出谋划策 如今内阁有三个洋学士 为了区别开来 人们或以年齿排序 将最年长的杨士奇 称为大洋学士 最年轻的杨普 称为小洋学士 至于杨荣 则直接以洋学士相称 又或以他们的 籍贯方位来区别 杨士奇为西洋 杨荣为东洋 杨普为南洋 朝野公认西洋有相材 东洋有相叶 南洋有相杜 其中又以西洋为首 官员们对杨士奇 已经不成学士 而称守魁了 是啊 守魁大人 真乃神人也 如今杨士奇的威望 远远盖过六部尚书 也盖过内阁中 其他大学士 是官员们心中 当之无愧的文官领袖了 官员们提起他来 无不满事崇敬 大明朝立国以来 他是最为文官们 提起的一位 不过那些 熏贵们能甘心吗 不会出妖娥子吧 也有人忧心忡忡的问道 谁知道呢 不过目以成舟 他们还能咬人不成 不过大部分人 都已经被冲昏头脑 在那里盲目乐观 要我说啊 守魁大人啊 应该再接再厉 把那帮 熏贵的兵权也夺了去 他们才会彻底的老实 你当守魁大人不想啊 可路得一步一步走 股子卖大了会扯到蛋的 是啊 听说皇上和守魁商量着 最终是要把都城 迁回南京的 但这事可没那么容易 恐怕两三年都没法成行 突然 文官们高谈阔论的声音 小了很多 空气似乎都凝滞了不少 文官们神情各异的 望着承天门方向 原来是熏贵们到了 与文官们神采飞扬 意气风发的氛围 形成鲜明对比 熏贵们一个个苦大仇深 神情阴沉的走在一起 从承天门到武门这段距离 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这份同仇敌忾的肃杀 给了文官们莫大的压力 甭管文官嘴上如何不屑 熏贵们出现后 再没人敢高谈阔论 都乖乖闭上嘴 在武门外乖乖猎斑后巢 片刻之后 朱瞻基和胡盈连媚而至 胡盈走向文官的序列 朱瞻基则到了熏贵的牌头 紧挨着张府站定 殿下 自食之后 顺天府撤走了巡夜的官兵 张府目不挟视 轻声禀报道 咱们的军队 已经在皇城四门外就位 咱们一进攻 就开始发动 皇城四门没有移动吧 朱瞻基深吸一口冷冽的空气 平复一下心中的紧张 一切照常 殿下放心 至少我们掌握的两处城门 不会出问题 张府轻声道 紧一位神机营和三千营的军队 并未出营 我们只要动作快 就可以把他们堵在营房里 然后集中大部分兵力围攻成天门 十倍的兵力 加上内应的配合 战斗应该不会超过两克 这两克中 也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 殿下 一定要当心 我晓得了 朱瞻基点了点头 两人便不再说话 静等上朝 西光出漏 威严的钟鼓声 在五门城楼上敲起 跌宕回响在紫禁城的 珠墙黄瓦间 五门城楼下 左右两叶门缓缓敞开 进军士兵在两叶门内外 威武列队一直排到金水桥 文武官员们在 红卢寺官员的带领下 分别从左右叶门进紫禁城 勋贵们在英国公 成国公 定国公的带领下 从左叶门入内 却在门口被御史拦了下来 抱歉 公爷 身上的船票还没销吊者 不能上朝 果然是时代不同了 方在以前这些区区 七品监察御史 可没胆子这么干 你说什么 朱勇扭眼一瞪 一巴掌把一个御史抽成了陀螺 你们敢欧打当只御史 御史们又惊又怒 大声指责道 就打了怎么着 打不死你们这些小崽子 谁知 勋贵们变本加厉 一拥而上 就把几个监察御史打倒在地 幸亏今天还有正事 勋贵们没下死手 只把他们揍得鼻青脸肿而已 推 勋贵们脆一口浓弹 大摇大摆进了皇宫 一旁的侍卫 视若无睹 根本没有阻拦的意思 几个御史 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勋贵们扬长而去的身影 这才想起这帮凶人 一个月前刚干过什么 小插曲几乎没有什么波澜 朝会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文武官员们沿着青云道 过了金水桥 往凤天门前行去 今儿的排场不小啊 看着凤天门广场上 惊奇林立 侍卫如云 朱勇忍不住小声嘀咕道 这么多侍卫战康 大潮嘛 徐景昌老道地为他解惑道 就是要比长朝隆重一点 哼 那帮文官就知道搞这套 看他们今天之后还搞什么 朱勇冷哼一声 却换来张府冷冷的一瞪 他敢忙缩了缩脖子 不敢再胡说八道 公也不必紧张 朱瞻基见张府神情阴沉 似有忧色便轻声说道 这里面藏着自己人 哦 张府吃惊的看一眼朱瞻基 玄机神态如常 点了点头 凤天门前 丹池之上 金台帷幄早已设好 太监侍卫捧着如意 镜瓶 罗伞 金瓜 在龙椅两侧肃然而立 而身后的五门 也缓缓关闭 直到朝会结束 两夜门才会再次打开 文武百官分左右 在丹池前立好 这时 一名身穿大红蟒衣的太监 抡圆了张许长的鞭子 抽出一声暴涨式的脆响 三声响鞭之后 文武官员齐刷刷跪地 恭迎皇帝陛下驾临 跪在地上 朱瞻基看一眼身旁的英国公 张府微微点头 这时候 应该是大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了 朱瞻基微微侧头倾听 却听不到什么特别的动静 张府是以他稍安勿躁 这高高的宫墙 足以把任何声音都隔绝在外 朱瞻基点点头 突然发现身边的文武官员躁动起来 忙收射心神 和张府一同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 两人登时 呆若目击 文武官员所望的是皇帝所来的方向 响边之后 天子升座 这本是正常的程序 张府和朱瞻基 却像见了鬼一样 盖音那扶着朱高赤 缓缓而来的 是个身材瘦靴 面容清爵 唇边短须如墨 并捎却淡淡染霜的男子 那男子 腰杆笔挺如枪 浓眉如剑 双目幽似深谈 让人不敢与他对视 身上穿着公爵服色 正是亲命大明山东总督 锦衣卫都督 镇国公 王贤 看到王贤扶着皇帝 一步步游远而近 朱瞻基就像见了鬼一样 狠狠拧了自己的大腿一把 那钻心的刺痛告诉他 这不是一场噩梦 而是事实 何止是朱瞻基呀 勋贵们全都傻了眼 那本该在武当山跟孙碧云提亲的王贤 居然 竟然出现在两千里之外的北京城 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这是什么情况 朱瞻基要疯掉了 猛然转头 看向胡盈 无声的狂吼起来 从来不出错的胡师傅 怎么会冒出这么个致命的大乌龙 胡盈也是满脸错愕 一副搞不清状况的模样 这时候群臣开始山呼万岁 朱瞻基却已经顾不上那么多 在群臣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声中 他朝张福低吼道 怎么办 其实从王贤出现的那一刻 张福也已经慌了神 但他深知 太孙殿下和勋贵们全都看着自己 自己要是表现的慌了神 他们全都要崩溃 镇定 张福沉声说道 他这一声运了内力 朕的朱瞻基和众勋贵 心头一颤 开宫没有回头见 一个王贤改变不了大局 虽然他后半句纯属屁话 要是王贤改变不了大局 英国公又为何如此激怠 但前半句却很有作用 太孙和众勋贵一下子猛醒 是啊 外面的军队已经开战 这时候已经没有退路 只能放手一搏了 待文武官员起身站定时 朱瞻基和勋贵们 已经基本镇定下来 外头的胜负还未可知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尤其是勋贵们 一想到朱瞻基身怀传位遗诏 对王贤的恐惧就烟消云散 那可是大型皇帝的遗命 谁敢不从 王贤扶着朱高赤在龙椅上坐定 向皇帝伸师一礼 便退下金台帷幄 到太孙身边站定 早朝开始 还蒙在鼓里的文官们 尽情卖弄他们的词枣 把皇帝和杨士奇吹得 天上有地下霉 好比那文王欲子牙 还功欲管重 却没发现 皇帝和杨士奇 全都面色铁青 幽其后者 双手控制不住的 微微发抖 王贤神情淡定的 立在朱瞻基身边 后者却死死盯着他的脸 天下 王贤无奈的小声问道 莫非 微臣脸上有花不成 你不是在武当山吗 朱瞻基 快要被这个问题憋爆了 明知道问出来 无异于自讨苦吃 他还是非问不可 微臣确实是在武当山 但孙真人算到京城有变 昨夜 施法将我送到了京城 王贤一本正经道 这才知道水湖上 神行太宝的法术 都是真的 孙真人在我两腿 各贴一张符纸 我就腾云驾舞而起 在天上飞呀飞呀 一直飞到了北京城 朱瞻基张大了嘴巴 满脸不幸 王贤善善笑道 天下 我说的都是真的 鬼才信 朱瞻基 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尖叫起来 这一声又尖又响 把正在夸夸其谈的文官 吓了一跳 官员们纷纷寻声望来 朱瞻基却顾不上那么多 死死盯着王贤咬牙切齿道 你是在猫戏老鼠 你是在西农宫吗 殿下言重了 王贤轻叹一声道 虽然性质差不多 但在微臣眼中 殿下绝不是老鼠 那是什么 咸鱼吗 朱瞻基跟王贤 多少年的交情 对他那套 霹雳羊秋熟的 不能再熟 微臣可没说啊 王贤笑笑正色道 殿下身为百官表率 上朝时 还是不要叫头接耳的好 哼 朱瞻基被噎得 显气翻了白眼 他深吸一口气 忍住杀人的冲动 私生问道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回京的 都干了什么 殿下 这是两个问题 王贤目不斜视 正色道 回答我 朱瞻基击抓狂 王贤刚要开口 就听宫外响起一阵 低沉的号角声 什么声音啊 好像谁在放屁啊 王贤一脸茫然的 看着朱瞻基 放屁 你才放屁 这是号角声 听到那号角声 朱瞻基脸上的恐惧 震惊愤怒 种种负面情绪 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 狂喜得意 猫喜耗子的张狂 他冷笑看着王贤道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看着就成 殿下 千万别冲动啊 冲动是魔鬼啊 说不定 那真是放屁呢 王贤苦口婆心的劝道 朱瞻基却再不理会 因为号角已经吹响 朝会上的战斗 也该打响了 勋贵们本来 惶惶然惊恐莫名 但听到那号角声 一下子像打了鸡血一样 全都振奋起来 因为按照约定 外面的军队控制了局面 才会吹响这胜利的号角 通知里面人 可以行动了 紫禁城已经被 我们的军队包围了 姓王的出现在这里 顶个屁用 不过是给皇帝陪葬而已 众勋贵的目光 齐刷刷望向张府 张府也如是重负的 点点头示意定国公 可以行动了 徐景昌深吸一口气 脉步出班 在满脸茫然的文官注视下 对皇帝深师一礼 高举护板道 陛下 臣有本奏 按照改革后的规制 定国公 应该先把奏章 通过通政司地上来 交由内阁出阅之后 再报给朕 朱高尺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清晨的阳光照得他通体犯金 像一尊佛像金身 却又看不清他的面容 不过念在法令刚刚颁布 定国公还不熟悉 这次就破个例吧 你有什么要说的 多谢皇上 徐景昌冷冷一笑 高声说道 臣近日听到一桩传闻 试涉先帝 皇上和太孙殿下 既然是街头传闻 定国公为何要拿到大朝上来说 莫非想让大伙 陪你唠壳不成 朱高尺面露不悦道 皇上息怒 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试涉江山社稷 还是必须要查清楚的 徐景昌冷声说道 那你说说 到底是什么传闻 让定国公如此忧虑 朱高尺黑着脸道 传闻说 昔日大型皇帝驾崩潜 将太孙殿下招回宫中 曾有遗诏相授 徐景昌语不惊人 死不休道 此言一出 果然引得朝堂上一片哗然 文官们满脸错愕 不知皇帝这位表弟发的什么疯 居然在皇帝已经登基半年后 又扯什么遗诏 要知道皇帝继位时 已经昭告天下 先帝驾崩突然 并未留下遗诏 他这个二十年的太子 继承皇位 固然理所应当 无可置疑 但没有传位遗诏 总是在合法性上 有那么一丝缺憾 眼看着皇上坐稳了江山 年号也改成红西 定国公却突然跳出来说 其实是有一兆存在 这不是在否定皇上继位的合法性吗 齐心可诛 齐心可诛啊 朱高赤的脸阴得能滴下水来 他看着徐景昌 目光冷冽的可怕 一派胡言 定国公 你吃错药了吗 怎么可能有一兆存在 所谓主忧沉辱 文官们见状 马上纷纷蹦起来 劈头盖脸朝徐景昌喷过去 大胆 不要仗着你是皇秦国戚 就可以肆意妄为 大逆不道 徐景昌冷笑不已 人由那些文官贺骂 待他们骂够了 才一字一顿的说道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问问太孙殿下 不就知道了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望向太孙殿下 确实既然先帝有一兆 给到太孙 那么拿出来就是了 红西皇帝的目光 也死死盯着朱瞻基 眼神中的警告和不满之色 已经到了极点 朱瞻基不理会皇帝的目光 在薰贵们狂热的神情中 深吸一口气 就要迈步出班 殿下 不要冲动啊 这时 王贤突然悠悠说道 殿下 不要冲动 朱瞻基正要迈步出班 王贤突然悠悠说道 朱瞻基文言站定脚步 目不斜视的冷声道 我最后悔的 就是当时没有冲动 现在好容易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现在必须要放手一搏 王贤却叹了口气道 就怕放手一搏 也没有用 说着 他向朱瞻基摊开了掌心 朱瞻基定睛一看 灯石魂飞魄散 只见王贤的掌心中 是一枚精致的金色令牌 那正是他交给薛桓 让他联络号令 宫中侍卫的 这令牌却落到王贤手中 这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殿下没发现 今日早朝上的侍卫 都是生面孔吗 王贤轻声说道 朱瞻基上朝时 一直心思纷乱 并未在意这点 一听王贤提起 才猛然警醒 赶紧放眼思望 果然发现奉天门前 早朝之上 处理的那些侍卫 全都是从未见过的面孔 正常来讲 这是绝不可能的 因为御前侍卫 大都出自东宫 朱瞻基虽不说 全都能叫上名来 但至少可以认得七七八八 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一张面孔都认不出来 联系到王贤 突然出现在宫中 和皇帝一起上朝 真相就昭然若揭了 自己安排的后手 被王贤识破 并提前破坏 这朝会上所有的侍卫 全都换成了王贤的人 再一想 王贤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完成对侍卫的清洗 显然绝不可能是刚刚回京 他一定已经回来有一段时间 像幽灵一样藏在暗处 溃探着他们的布局 蚕食着他们的胜利 这样阴险的家伙 怎么可能只在宫中展开反制 对皇城中的一切视若无睹呢 想到这儿 朱湛基面色苍白的看着王贤 情不自禁的颤声问道 你知道宫外发生了什么 你猜呢 王贤却万分可恶的笑眯眯道 反正我猜是什么都没发生 朱湛基的额头 献出痘大的汗水 见太孙殿下迟迟不肯出炼 勋贵们的情绪 开始从亢奋转向焦躁 嗡嗡之声四起 惹得当之御使 不得不出声阻止道 苏将 殿下 还犹豫什么 另一侧的英国公 忍不住低声喝道 殿下 义师族 成千古恨 王贤那魔性的声音 也如复古之躯般 紧紧相随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假作真实 臣亦假 无为有处 有还无 朱湛基本来被英国姑股洞 要迈出去的脚步 就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 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此时此刻他心中矛盾无比 两个念头在拼死搏斗 一时如何分得出胜负 一个念头是 亮出一照 拼他个你死我活 另一个念头是 不要冲动 至少面前局面还可收拾 留得青山在不愁梅柴少 亮出一照 至少能占据大义的名分 和对方拼个鱼死网破 但现在皇帝和王贤 极有可能已经挫败了英国公的军事安排 真把他们逼急了 先倒霉的一定是自己和仲勋贵 毕竟一切较量到最后 都要看军事层面的胜负 尽管皇帝不大可能赐死自己 但废为庶人 圈禁终身是跑不了的 一旦落到深陷淋雨的地步 非但皇位不用再指望 连生死都要捏在别人手中 这下场是太孙殿下不敢承受的 就算一照大白天下 皇帝迫于压力将王贤赐死 跟他这个阶下囚又有什么关系呢 无非是为朱真俊那个蠢货 做了嫁衣罢了 可要是真这么缩回头去 固然能保得自己一时苟安 勋贵们却一定会被秋后算账 等到勋贵们手中的兵权被尽数剥夺 恐怕就是父皇立朱瞻俊为太子的日子 至于自己这个前任的太孙殿下 恐怕早就被世人遗忘了 痛快速死与窝囊还死 你让太孙殿下做何选择 文武群臣大气不喘地盯着朱瞻基 却迟迟不见他动作 险些把大臣们给憋死 就连一直沉默的红西皇帝 似乎也终于忍不住 沉声问道 朱瞻基到底有没有遗诏 大臣们再次齐刷刷将目光 从皇帝转到朱瞻基身上 这下他不能再装龙作哑了吧 殿下不要退错 大臣为他皇上 他一招拿出来 张府试图打消朱瞻基的怯懦 英国公压上了自己和仲勋贵的一切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别听他的 你现在还是清白之身 买出这一步 可就罪孽深重了 王贤淡淡说道 殿下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都闭嘴 朱瞻基背着一左一右 两个家伙呱躁的头晕脑胀 忍不住低声咆哮起来 你说什么 朱高尺勃然变色怒斥道 你敢让朕闭嘴 父皇误会了 儿臣岂敢对父皇口出不敬之言 儿臣说的是身边的人 朱瞻基赶忙解释起来 朱高尺这才面色稍记 冷声问道 你还没回答朕 到底有没有遗诏 回禀父皇 所有人注视之下 朱瞻基猴杰抖动 面色挥败到了极点 仿佛被抽光了全身的力气 只听他缓缓的颤声道 儿臣 从未听说有遗诏的存在 什么 勋贵们文言一下的炸开了锅 满脸的震惊和愤怒 就像遭到了最无耻的背叛 忍不住纷纷嚷嚷起来 殿下 你胡说什么 不能拿锁头乌龟啊 宿敬宿敬 当直御史盲高声呼和起来 这时候张福也冷静下来 知道木已成舟 赶忙施以众勋贵不要刮燥 朝堂上才安静下来 朱湛基始终紧紧闭着眼 抿着嘴 看上去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那为什么会有传言说 先帝曾有一诏给你 皇帝这才继续质问道 根本没有遗诏 朱湛基缓缓摇头道 这么说 就是定国公他们在传谣了 朱高尺逼问道 朱湛基艰难的 微不可查的点了点头 说话 你哑巴了吗 朱高尺拍案怒喝道 是 是摇传 朱湛基轻声道 朕问是不是传谣 朱高尺逼试着朱湛基 这样凶恶的形象 在朱湛基的印象里十分陌生 竟让他有些怕了 是传谣 朱湛基有气无力地回答 他们为什么传谣 是对朕心怀不满 还是被人暗中操纵 红西皇帝字字诛心地问道 陛下 徐警长也吓坏了 赶忙大声分辨道 魏臣只是听到游传 相请太尊殿下澄清 以正视听 以按设计而已 绝不是对皇上不满 放屁 朱高尺面色铁青地咆哮道 你多大人了 做事不过脑子吗 就算听到谣言 心有疑惑 难道不该先私下奏鸣阵吗 致朕父子于如此尴尬境地 你真是罪该万死 罪臣有错 敬皇上责罚 徐警长肠子都毁清了 他跳出来给朱瞻鸡当马前卒 太孙殿下却当起了缩头乌龟 把他坑得攒一个惨字了得 听到皇帝有稀释宁人的意思 徐警长赶忙磕头认错 实指望还能全身而退 朕当然要重重罚你 你这个挑拨朕父子和睦的狗东西 爆藏祸心 企图颠覆朕的设计 欺君往上 大逆不斗 朱高尺一番极言利色 骂得徐警长魂飞魄散 皇帝这是要把他满门抄斩的节奏啊 众勋贵也吓坏了 赶紧硬着头皮出班相救 苦劝皇帝 还念在定国公一片忠心 就饶他一次吧 定国公的父亲 可是死设计的大功臣啊 又是皇上的亲就 不看僧面看佛面 皇上就饶他这一次吧 朱高尺剑都到了这种地步 这帮勋贵竟还跟没事人一样 有心情替别人说好话 红西皇帝就气炸了肺 这帮勋贵无法无天到什么程度 朕以为大明朝的律法治不了他们 朕的狗头杂杀不得他们 朕还没跟你们算账呢 红西皇帝重重拍案 咆哮起来道 你们干的好事 足够朕杀你们八遍的 还有心情替别人操心 担心你们自己吧 奉天门门洞本来就有扩音的作用 皇帝愤怒之下 又不自觉用了内力 声音竟如滚雷一般 朕的文武官员们耳膜嗡嗡作响 大内侍卫也齐刷刷往地上 重重益处手中的金瓜长脊 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的轰轰声 众勋贵气焰灯时为之一致 一时没人再敢往枪口上撞 来人呐 朱高尺一指徐景昌 力声道 把这丝给朕捉起来 仔细查问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阴谋 有没有同党 是 大汉将军高声应喝 上前驾驻徐景昌 倒着拖了出去 皇上 皇上饶命啊 陈冤枉啊 徐景昌这才知道怕 撕心裂肺地求饶起来 退朝 朱高尺却不愿再听一个字 决绝地起身 拂袖而去 王贤则快不上前 扶住了皇帝 临走前 他丢给朱战居一句话 殿下将来一定会庆幸 这是您此生最正确的决定了 朱战居想反唇相机 却满嘴苦涩 侯中仿佛被塞满了柴草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皇帝离开后 臣子们从地上起身 勋贵们怒气冲冲地盯着朱战居 质问道 殿下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殿下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面对着勋贵们怒气冲冲的指责 朱战居十分平静 目光投向远处的五门 这时 杨士奇率领着文官出宫而去 正走到五门口 守卫宫门的侍卫 抽出一道道沉重的门栓 然后一起扣住门上的把手 缓缓地敞开宫门 沉重的左右两叶门 便无声地敞开了两道缝隙 那缝隙越敞越大 宫外的世界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此时 旭日东升 阳光明媚 宫外空旷的广场上 有一群白鸽 在悠闲的觅食 如此安详平和的一幕 却让勋贵们如五雷轰顶一般 料想中的大军没有出现 更没有雪流成河 狮鸡如山的场面 时有他娘的几只鸽子 这是什么情况 文官们从容地走出五门 穿过五门外的广场 鸽群见惯了生人 并不惊慌飞散 只是慵懒的踱步 让出了去路 然后咕咕叫着 歪头打亮着这些 官员胸前补子上的飞禽 似乎对上头没有鸽子 很是不满 朱瞻鸡这才回过头 苦笑的看着勋贵们 这时候什么话都不需要说了 因为勋贵们 已经陷入了万分恐慌之中 怎么会这样 不少勋贵两腿发软 几乎要站立不住 很显然 他们的军事行动遭遇了完败 只要一想到政变之后 失败一方将遭受的血腥清洗 他们就恐惧的浑身站立 不少人甚至想死的心都有了 怎么办啊 吓坏了的勋贵们 纷纷望向他们的主心骨 英国公张府 不要慌 张府已经镇定下来 目光缓缓扫过众勋贵道 都是湿山雪海走过来的人 别把爷们的架子丢了 公爷说的是 勋贵们文言嚷嚷起来 人死鸟朝天 咱不能让那帮杂碎看了笑话 说完 勋贵们便跟在张府身后 大步往五门外走去 一个个满脸悲壮 真有些风消消息 溢水寒的架势 只是有些人脚步虚浮 走在平地上还能办算 很显然 内心汹涌的恐惧 不是几句狠话就能消除的 勋贵们 忠明鼎时 家大业大 哪里还是当年烂命一条的亡命之徒 他们一边走 一边想着可怕的后果 猪门酒肉的生活化为泡影 娇妻美妾沦为教访妓女 子孙亲族惨遭杀头冲军 这简直比死亡 还要难过一万倍 勋贵们行尸走肉一般 穿过空阔的广场 到了成天门前 却发现宫门紧闭 守备将士森严戒备 神情十分紧张 先到一步的文官们 已经在与守备宫门的交涉开了 怎么回事 成天门不是向来不关的吗 按照规制 皇城四门开启后 一直到天黑才会落索 不会因为宫内举行早朝 或别的原因关闭 卓尉大人 少安勿躁 守将板着脸道 成天门外军队正在调防 为免引起混乱 宫内暂时关闭 很快就会开启的 虽然用脚趾头也能听出来 守将没有说实话 但大明朝速来文官不问武士 哪怕文官们进来气焰嚣张 一时也不敢挑战这条铁绿 只能乖乖等在一边 薰贵们却不管这套 听说成天门外有事情 一个个双目放光 当时重新恢复了生机 哎 看来说不定还有戏 薰贵们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 便涌向成天门两侧的台阶 想要登上城楼看个究竟 谁知却被守军挡了下来 薰贵们满腹血火 一下子就发泄在那些企图 阻止自己上楼的进军将士身上 薰贵一个巴掌抽在一名将士脸上 破口大骂道 奶奶的 敢挡脑子的路 赶紧让开 就是不张眼吧 军贵们纷纷立骂 拳打脚踢 他们长久的机威之下 进军将士不敢反抗 却更不敢让开去路 诸位决也抱歉 上队有命令 皇城四门戒严 任何人不得靠近 承天门守将站在军阵后 大声说道 请速速退后 以免伤了和气 郑三省你个狗毒的 敢跟老子这么说话 你爹也得乖乖听老子的 承山和王通朝着守将咆哮起来 还未给我滚开 这郑三省的父亲郑大彪 当年乃是王通的副将 郑三省能年纪轻轻 当上承天门守将 离不开这层关系 可惜今天 郑三省似乎铁了心 不给老恩主面子 向王通欠了欠身 笑道 侯爷请了 晚辈军务在身 不能全理 今天上头下了死命令 军令如山 就是我爹在这 咱也不能让开 好啊 好小子 王通被结结实实打了脸 气得胡子直翘 咆哮道 哪个上头的命令 比老子的话还好使 是郑国公亲自下的命令 郑三省苦笑道 这也是为您老人家好 我要是放您上去 锦衣卫就在城头上驻扎着 那些人可不跟您讲情面 众勋贵文言一惊 抬头往城头望去 果然见楼梯尽头 不知何时多了一对 身穿飞鱼服 腰胯绣春刀的锦衣卫 正冷冷的俯瞰着他们 勋贵们的气焰为之一致 他们固然在军中横行无际 却唯独不敢在锦衣卫面前撒野 那纯粹是毛坑里打灯笼 找死 算了 张府拉一把 仍拉不下面子的王通 我们去别处看看 你小子给我等着 王通狠狠威胁一具守将 便痛快跟着张府离开 不禁让人怀疑 他的威胁有多少分量 勋贵们为张府的马首是瞻 自然也不再闹腾 跟着英国公离开成天门 往东安门赶去 两处城门离得不近 勋贵们快步前进 还是足足用了两盏茶的功夫 才到了东安门进前 只见这里一样的城门紧闭 戒备森严 这次 勋贵们不闯了 都看向了张府 请你们的指挥使刘贵 来见本宫 张府站在那里不动如松 声如红钟 声音传遍东安门上下 不一会儿 东安门首将刘贵 在两名锦衣卫军官的陪同下 出现在城门楼上 刘贵一手扶着剑舵 朝城下的英国公沉声道 公爷 幻晓得有何吩咐啊 你明知故问 张府阴下脸来 脸上是压抑不住的怒气 这刘贵和北安门首将王缠 已经立誓效忠于他 为了防止两人临阵退缩 英国公还派人软禁了他们的家眷 千房万房 想不到还是出了岔子 公爷这话 末将就不明所以了 咱们奉镇国公之命 紧闭城门 严防死守 其他的一概不知 刘贵冷笑一声 突然一拍脑壳 好像想起什么似的 对英国公笑道 对了 赵子公爷个好消息 今天早上啊 我那被逮人掳去的家人 已经被锦衣卫营救出来了 顿一顿 刘贵又皮笑肉不笑道 听说王缠的家人也被救出来了 跟公爷禀报一声 不用再劳烦公爷帮忙操心了 张府城府再深 听了这话也忍不住脸皮发烫 其实 两位守将的家眷是张府派人扣起来的 当然 以英国公素来当了婊子 还要立排放的尿性 自然会让人假扮成匪徒绑人 然后才会粉末登场 急功好义的帮二位守将营救家眷 当然在营救过程中 英国公一定会让他们明白 只要今日保持城门畅通 他们的家人就会平安归来 所以刘贵才会有此一说 看到刘贵身后的锦衣卫 张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王贤早就暗中前回京城 偷偷破坏自己的安排 刘贵也好 王缠也罢 在王贤这个大特务头子面前 自己那点小动作全都无所遁形 换成自己是王贤 也一定会把皇城四门的防务 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只要及时关闭四门 自己在皇城外安排的那些军队 就全都被堵在外头 不过自己也做好了 皇城四门关闭时的预案 让外面的军队准备了工程车 和焚烧城门用的火油 那些军队都是酒精沙场的精锐 怎么可能被区区一道城门挡住 就裹足不前了呢 看来 那些军队也出岔子了 张府暗暗惨叫一声 知道这场斗法自己输得彻彻底底 完全被对手碾压了 巡贵们正交头接耳 想说是不是去北安门再看看 却听城外一声炮响 刘贵和锦衣卫军官面色严肃的 转到城墙另一侧 不一会儿刘贵转回 满脸如是重负的笑容道 朱业爵也不用去别住了 城门可以打开了 说完他大声下令道 开门 巡贵们惊疑不定的目光中 东安门缓缓敞开 城门外宽敞的东安街上鸦雀无声 定睛一看 却有千军万马 在道路两侧森严列队 士族们全副武装 目不斜视 一行行一排排 从东安门一直排到道路尽头 一眼望不到边 头盔上的红莹 连成一片火红的劈炼 如灵的刀枪在春日照耀下 反射出药木的寒光 刺得军贵们两眼生痛 在士族队列之前 是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军官 那些军官虽然衣甲鲜明 但不少人脸上身上明显有伤 神情颇为伪顿 双目却都寒光闪闪 仇恨地盯着 走出皇城的薰贵们 至此 张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这个自以为 稳坐钓鱼台的渔翁 根本就是任人戏耍的猴子 论起阴谋诡计来 他这个战场上的不败英雄 远远无法跟王贤相比 那可是曾经姚广孝的高徒 连朱棣都不是对手的神人 其实 真相比张福想的还要打击人 王贤回到京城 确实有一段时间 但他为了不暴露 基本上没有露面 甚至不需要他谋偏布局 在京城的吴维 莫问柳生等人 已经操持好了一切 而太孙和勋贵之所以会一败涂地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们的行动太过迟缓 留给对手太多准备时间 要知道 在红锡皇帝登基之前 王贤一会儿就已经断定 勋贵们必定和皇帝 爆发激烈的冲突 所以王贤才会坚持离开京城 以免陷入这个漩涡中 不可自拔 只是王贤人虽然离开 他的注意力却始终没有离开 在他的授意下 吴维等人开始全力针对 可能发生的冲突提前布局 锦衣为这半年多时间 表面上按照皇帝的意志 掩齐息鼓 暗地里却全力侦查 朱瞻基和勋贵们的 一举一动 一丝一毫 如果太孙和勋贵们 在皇帝继位之初就发难 王贤一方还真有可能 会措手不及 但经过半年多 将近一年的准备 他们已经胜券在握 甚至可以故意 任由对方表演 然后在最有力的时机 发出致命一击 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回说到先帝安错 长陵冲突的日子 仅仅隔了一天 吴维便已经将事情的始末 送到王贤的案头 只要了解到冲突 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王贤怎会判断不出 勋贵们和皇帝摊牌的日子 已经到了眼前 加上锦衣卫侦查到 朱瞻基和勋贵频频接触 王贤又怎会判断不出 太孙殿下也将在冲突中 扮演重要角色 这实在是异乎寻常 因为勋贵们 若是赢得了这场较量 皇帝的权威将坠入谷底 作为皇子 实际上的皇位继承人 虽然朱高氏迟迟不肯 给朱瞻基证明 但稍有政治智慧的人 都很清楚 这只是一时的打压而已 并不会真的改变什么 别忘了 朱高氏能在先帝的敌事下 风风雨雨二十年不倒 最终顺利接掌皇位 靠的就是他的敌掌身份 他是太祖皇帝 钦锋的燕王世子 朱棣要想江山长久 就必须维系刚常不乱 就只能克制住 废敌利诱的冲动 让朱高氏接掌皇位 牢牢坐在皇太子的位置上 虽然传说最后时刻 朱棣要让朱瞻基 越过太子登基 但那是他老年婚馈 而且把自己当成头号敌人 才会出现变化 不能以常理夺之 同样道理 不到万不得已 朱高氏是不会把太子之位 传给朱瞻基之外的皇子 那可是二十多年的皇太孙 货真价实的嫡长子 这个道理 非但王贤懂 朱瞻基也不会不清楚 照常理讲 哪怕在小事上 他会和父皇闹别扭 这种关系到皇权存亡的大事上 他一定会站在自己的父皇一边 除非他能在这场政变中 得到的更多 那就只可能是皇位了 想通了这一点 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 因为朱瞻基绝对不可能 和一群勋贵直接兵剑篡位 所以他手中一定有 传闻中的先帝遗诏 而且遗诏中 一定有什么让他无法办到的条件 所以朱瞻基没有在低时间拿出来 至于是什么条件 王贤可以很不谦虚的说一句 只有跟自己有关 太孙殿下才会如此难做 只要再想想永乐皇帝 对自己仇恨 那个条件的内容 也就明明白白了 一定是杀掉自己 才能登基 这些连张府都能想明白的道理 王贤没道理想不通 一旦想明白这些 对手的行动 也就毫无秘密可言了 锦衣卫甚至替勋贵们 设计了好几道方案 针对每套方案都做了预防措施 虽然在锦衣卫密探 源源不断的情报支撑下 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英国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但锦衣卫的实力实在太雄厚 那可是曾经战胜过 皇帝和东厂的超级情报机构 根本无需理会什么 好刚用在刀刃上 把所有的可能通通抹杀掉 也毫不吃力 杀鸡用牛刀 往往就会出现这种局面 当然 这样的胜利也必然是碾压式的 毫无悬念可言 这是一场 从一开始就实力悬殊的 不公平较量 有皇帝的全然信赖和支持 王贤就是天下无敌的存在 这一点 张甫和朱瞻基心知肚明 王贤也不会幼稚到时至今日 还以为别人会低估他的地步 所以所有人都很清楚 只要王贤回到京城 一切风波都会平息 武将们有再大的不满 也不敢太过造死 更别说跟皇帝叫板 甚至想要逼宫夺权 但王贤绝对不会提前回京 那样只会给杨世纪等人做了嫁衣 损失的是自己一方的利益 时至今日 就连皇帝也不能再要求王贤 一味的不记得是忠君爱国了 因为实际上两人已不单单是君臣 而是共荣互保的合作者了 但是呢 王贤也绝对不会等到事态失控再回京 毕竟红西皇帝同样是他的保护神 真要是让那帮勋贵把皇帝撵下台 王贤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最恰当的时间点回京 要让勋贵们已经徒穷避现 要让皇帝和文官们恐惧到极点 他才会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 力挽狂澜于祭祷 这个时间点 就是皇帝和勋贵们回京之后 但问题是 勋贵们也很清楚 他会在此时回京 如果勋贵们知道他会回来 很可能会选择当缩头乌龟 这不符合王贤的利益和接下来的计划 所以 必须要制造一个南下武当山的假象 让所有人相信他不会回京 勋贵们才敢放手一搏 但想让对手相信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举动 实在是千难万难 甚至可以说 这是整个计划中最艰难的一个环节 王贤设身处地的想了想 估计 自己要是丈夫 打死都不会相信 姓王的这时候不回京城 反而跑去武当山提亲 但同时又一定渴望这是荒谬的事实 因为历史上确实有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逆转了成败兴衰 所以丈夫一定会有一种打死不敢相信 却又会拼命想证实的矛盾心理 一旦有这种投机侥幸心理 只要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出现 又没有任何反证 丈夫心中的天平会轻刻倒塌 选择相信王贤确实去了武当山 所以王贤只能去武当山提亲 而不能是回南京看爹娘 回南京的话 固然同样因为路途和时间的原因 丈夫无法派人到现场查证 但南京几年前还是大明的都城 重要性不亚于北京 不知多少势力的老巢还在那儿呢 很难讲丈夫会不会通过飞鸽传书的方式 多方查证 来确定他是不是真在南京 王贤的锦衣卫再厉害 也不可能把丈夫所有的信息渠道都堵死 所以南京是绝对不行的 武当山的情况就好太多 胡广在这个年代还算是偏远地区 武当山又在深山老林里 丈夫不大可能专门训练和胡广联系的信鸽 就算万一真有 也一定是飞往省城武昌的 而从武昌到武当山 来回就得十多天 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王贤可以确定 选在武当山的话 张府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证实他的行动 这样张府不会有任何反证 距离让他相信 只差一个确凿的证据了 而武当山 恰恰可以提供这样一个 可以让张府确信的证据 自从去岁赵王谋反之夜 太孙迎台遇险 胡迎浮出水面 王贤就对这位与自己颇有渊源 表面上忠心皇室 实则野心勃勃的大高手 保持了高度的关注 一旦被锦衣卫盯上 就再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这条在大明朝验证过无数次的真理 放在神神秘秘的胡迎身上 也同样有效 通过调查 王贤发现这位秘密 追查建文帝近二十年的武当高手 曾一度为朱棣建立起了一个 地下特务组织 而且搞得有模有样风生水起 可惜最终捉到建文帝的是赵盈 加之有了祭刚的先例 朱棣对外臣已经不太信任 所以最终组建东场的是赵盈 胡迎只能无奈地交出十几年的心血 回武当山 消沉数载后 胡迎又被朱棣召回京城 这次他的任务是保护太孙殿下 这是一份很有前途的事业 一旦太孙登基 他就会摇身一变 成为脱姑大臣 只是没想到事态急转直下 最终登上皇位的居然还是太子殿下 他的脱姑大臣之梦 也只能无限延期了 不过 比起那个夺走他心血的赵盈 胡迎又幸运多了 如今那位立志要流芳百世的东场督工 已是身败名裂不知所踪 一手建立的东场 也被消灭在历史长河中 东场解散之后 胡迎趁机暗中召回了不少老部下 还吸收了不少原先的东场高手 对此一只苦于没有特务力量的泰孙殿下 自然双手欢迎 省吃俭用供养这只秘密力量 理所当然的是 胡迎在帮泰孙办事的同时 还会顺便干点私活 比如说建立和武当山的信歌联系 胡迎的私活 就是帮助自己在武当山的弟弟胡勇 争夺继任长教之位 武当自张三丰开派以来兴盛无比 六大弟子皆有建树 知凡叶茂根深蒂固 尤其在张三丰的小弟子孙碧云 接任长教之位之后 更是以永乐皇帝乃真无转世的说法 赢得了朱棣的青睐 从远远流长的龙虎山天师手中 夺走了天下道教领袖之位 别看这道教领袖好似虚无缥缈 其实含金量十分之高 不说总管这天下道教一切事物 单说本朝重道义佛 绝大多数王公贵族世身官员都信仰道教 自然对道教领袖奉若神明 不夸张的说 在虔诚的信徒眼中 孙真人一句话要比圣旨还好使 如果能登上武当山掌教的宝座 将立即在大明朝获得超然的地位 无穷的人脉和取之不尽的财源 做什么事都会无往不利 所以随着孙真人宣布 将在九十大寿后交出掌教之位 不再过问教中俗误 孙真人的独子二十年前便已去世 孙子贤云虽然优秀绝伦 但毕竟辈分的烈士在那 那些自以为有机会的师叔师伯 对掌教宝座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胡盈虽然已经还俗 他的弟弟胡勇却仍在门中 只是不太成器 胡盈下定决心 要把弟弟送上掌教之位 把武当山变成自己的私产 为此他派出大量人手 帮助胡勇拉帮结派 打击陷害 甚至直接刺杀竞争对手 为了便于遥控指挥 胡盈命人训练的信哥 保持和弟弟的快速联系 这些情况 在锦衣卫无孔不入的调查下 早就全都浮出了水面 当王贤决定要完成 这次战略欺骗时 一下就想到了 胡盈和胡勇之间的信哥来往 他相信 张府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来确定自己的行动 在没有确切消息之前 张府是不可能下定决心的 而太孙又会担心 持则生变 所以到最后 胡盈一定会说出 这条通信渠道的存在 于是 王贤便和灵霄 在戴华等人的护送下 离开锦南 上路后不久 他悄悄离开队伍北上 灵霄则和贤云 带着胡勇谋杀 陷害同门的证据 赶往武当山 秘密上山见到了孙真人 老爷子自然怒不可遏 连夜就让人抄了胡勇的家 有仅一位从旁协助 没有走漏一个人 更没有飞走一只信哥 胡勇一伙人就全都束手揪擒 对胡勇的审讯更是顺利异常 这个只知道 仗着兄长胡家虎卫的废柴 是个不折不扣的软骨头 还没用刑 就对罪行公认不讳 还把他哥哥胡盈卖了个干干净净 这下只等胡勇的信哥飞来了 这个过程自然十分煎熬 贤云等人整天仰望天空 看到各种鸟飞过 就是不见得等待中的信哥 再晚就来不及了 戴华耐心耗尽建议道 不如咱们直接让胡勇写信给他哥 说看到大人到武当山了吧 不行 贤云却断然道 那样会被识破的 按照王贤的意思 不见兔子不撒鹰 那要今天还不来 咱们就是放猪鸽子也来不及了 戴华苦着脸道 咱们岂不是白折腾一场 不会影响大局的 贤云看戴华一眼继续打坐道 只是赢多赢少而已 贤云少爷 你越来越想得到高人了 戴华看着愈发不带烟火气的贤云 不禁感叹道 不过他也承认 贤云说的对 只要王贤在京城 这就是一场没有悬念的胜局 只是胜果大小而已 众人又耐下性的等了一天 那该死的信哥终于飞到了 赶紧让胡勇给胡盈回了信 放飞了返程的信哥 但时间已经耽误了半天 能不能及时把信送到 谁也说不准 这个年代的人当然不会明白 鸟类飞行受气流和风向影响很大 在这个候鸟回归的季节 各方面的因素 都是最有利于鸟类向北飞行的 结果信哥非但没有迟到 反而早到了半日 当收到武当山的回信 丈夫终于下定决心 命人发动政变 结果一脚坠入了王贤挖好的陷阱 他软禁了北安门和东安门首将的家眷 却被锦衣卫在清晨时分救出 为防万一 无为亲自指挥了这次营救 动用了最精锐的力量 布置了最周密的方案 结果自然不出意外 丈夫的人连个报信的都没跑出去 就被全奸了 当正凑在一起长须短贪的刘贵和王缠 见到锦衣卫出现时 马上意识到东窗事发 正犹豫着要不要拼命 却见无为一手领着一个小孩出现在他们面前 刘贵和王缠一下就呆住了 马上放弃抵抗 因为那是他俩的儿子 本应该在张福手中 无为松开手 两个吓坏了的孩子扑到父亲怀里 哇哇大哭 待他们安定下来 两人问明了情况 马上跪地表示 效忠皇上服从镇国公 他们也不敢不服从啊 因为说好听点 是锦衣卫营救了他们的家人 说难听点 是他们的家人落到了锦衣卫手中 既然镇国公能要挟住他们 臭名昭著的锦衣卫自然更是毫无压力 至于另外两处城门的守将 本就是王贤这边的人 有锦衣卫的保护或者说监视 自然出不了岔子 皇城四门掌握在手中 局面就非常主动了 官员上朝之前 五门开启的同时 皇城四门便及时紧闭 皇城外的军队根本来不及冲过来 就被堵在皇城门外 进入皇城的难度 一下子就成倍增长 这对士族的心理是无比沉重的打击 别忘了 进军将士都是祖辈当兵啊 从小就被教导中军爱国 现在却让他们进攻皇宫 势必会激起强烈的抵触 如果能毫无阻碍 势如破竹的攻进去还好说 一旦遇到障碍 将士们心中的罪恶感和恐惧感 就会爆发出来 淹没一切 果然 当看到皇城城门关闭 城门楼上的守军射箭警告 不许他们靠近时 进军将士明显迟疑起来 远远就站住脚步 在那里面面相去 将领们生死历劫地下令攻城 中下层的官兵却只想搞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他妈聋了吗 参与了政变的军官们心急如焚 这要是不能按时攻进皇城去 很可能会导致满盘结束 赔上的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 情急之下 军官们拔剑杀了几名 果足不前的士兵 提着低血的宝剑 纷纷朝部下咆哮道 立即攻城 这是军令 为命者斩 多年养成的对军令的服从 终于主导了进军将士的身心 他们压住内心的恐惧和不解 开始推着攻城器械上前 准备攻城 这就对了 一处城门不过两百守军 咱们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们 军官们生死历劫地鼓舞着士气 谁知这时 京城四门的城墙上 突然出现了数不清的精锐将士 那是神机营 勇士营 三千营 还有锦衣卫的将士 之前张尼收买的达官 已经被柳生根据锦衣卫的情报 全都拿下砍了头 以雷霆之势完成了内部清洗 然后四卫营两万将士 吩咐成天门 东安门 西安门 北安门 协助守军进行防御 原先将领们威逼之下 禁军将士还能勉强欺负一下 人数寥寥的守门官兵 这一下 每到城门都有六千守军 而且是大明朝最精锐的军队 为守护他们的皇帝陛下而战 爆发出最强的战斗力 仅凭那点简单的工程器械 禁军将士不付出几倍的代价 是不可能攻破皇城大门的 禁军将士们彻底乱了套子 再也不顾什么军令如山 纷纷大声质问起来 大人 这是要干什么 将领们见局面已经脱离想象 根本不可能速战速决 甚至连部下都有失控的危险 一时间也有一些荒神 刚要再杀几个敢于提出质疑的混蛋 然后不顾一切下令工程 却发现自己的队伍 骚动起来 将领们赶忙寻声望过去 便见有大量军队从街口赶来 诶 是工业安排的援军吗 将领们起先还抱着幻想 但当他们看清 那领兵将领居然是莫问许怀庆等人时 一个个全都蒙了 竟然是王贤的军队 站住 你们要干什么 薰贵军的后阵 已经和王贤军的前阵碰上了 没有仇人见面的火花四箭 雪流成河 双方都保持了高度的克制 实际上 当王贤的大军出现 这些禁军已经陷入了被夹攻的境地 根本没有胜算 连想脱身都不可能 我军奉旨平乱 王贤军将士有皇帝的旨意在身 自然生粗气壮 朝薰贵军吹胡的瞪眼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莫非就是叛军不成 你们才是叛军的 你们全家都是叛军 老子的爷爷跟着太祖打江山 父亲跟着太宗精难起兵 你说老子会不会当叛军 禁军将士对叛军的字眼非常反感 蹦着脚跳起来 那为何会包围皇城 还带着这么多功成器械 王贤军的将士 剑在弦枪上膛 一言不合就要开打 禁军将士的气焰 却一下子小了很多 让对方这么一说 连他们也觉得 自己好像是叛军一样 于是纷纷望向 把他们带到这里的将领 见手下官兵投来怀疑的目光 那些将领恼羞成怒道 我们也是奉了旨意的 那就拿出来看看 到底奉了谁的旨意 马上就有质疑的声音响起 当然是 那些将领化钢出口 就像被捏住脖子的鹅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们看到 刚才那质疑的声音 是一群鼻青脸肿 各个带伤的高级军官发出的 而那些高级军官 正是被他们突然发难 扣在军营中的王贤旧部 呀 指挥大人 哎呦 张将军 刘大人 你怎么成这样了 禁军将士 虽然对这些空降而来的家伙 没多少信服 但都十分清楚 这些人是朝廷任命 千真万确的 本军最高长官 直到此时 禁军将士才猛然醒悟 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 都是一些副指挥使 指挥同志之类的左二官 而他们真正的长官 似乎遭到过囚禁 这帮狗东西 拘禁长官意图谋反 你们也要助纣为虐吗 鼻青脸肿的高级将领 指着那些昔日的副手 朝将士们怒吓道 啊 方才不管情况如何 禁军将士并没有乱套 这下听到自己的最高长官 控诉那些 把他们带出军营的将领 在谋反 可把官兵们吓坏了 轰的一声 千万个声音一同响起 场面登时失控 有的官兵大声嚷嚷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执行命令 有的官兵愤怒的质问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有的官兵高喊着 把那些反贼抓起来 将功不过 场面混乱至极 什么声音都听不清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莫问骑在马上 目光冰冷的 看着这可笑的混乱 却暗暗松了口气 他知道 现在就是神仙 也指挥不动这支禁军了 一场计划周密 实力强大的兵变 就这样变成了闹剧 但莫问也很清楚 若非及时关闭了皇城四门 提前消灭了内奸 把四位营派上城头 震慑住禁军 又将城外的军队 及时拉到城内 对禁军形成包夹之势 单靠把被捕的将领解救出来 空放几具嘴炮 是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人的心理是那样的复杂多变 难以控制 如果当时没有及时关闭城门 让禁军冲进皇城去 和守军展开交战 很多官兵就会破罐子破摔 确认自己叛军的身份 那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唯有一场血战建高下 现在城门及时关闭 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兵变变成了闹剧 固然令人欣喜 但想要收拾局面 却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那些参与兵变的禁军将领 自然不甘心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失败 还在生死历劫的嚷嚷道 皇帝道行逆事 我们是叫清军策 贤帝提出船尉给太孙殿下 却被太子窃取了皇位 太孙手中有船尉遗诏 此刻已经公布天下 你们快随我入宫护驾 大家都是从龙功臣 生生世世 享尽荣华 不要被他们蛊惑 宫中马上就会传出消息 咱们是忠臣 他们才是反贼 这帮家伙都是军中老人 平素里说话十分管用 这些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 自然十分有煽动性 而且也有大票的死党 愿意跟他们到底 跟着一起嚷嚷起来 这些人虽然远少于那些 不想跟着造反的将士 但正在嗓门高动作大 还是造成了不小的混乱 莫问见状 暗暗皱眉 这样下去 虽然不会威胁到宫里什么 但酿成不可收拾的混乱 依然是皇上和宫业 不能答应的 下令 一炷香的时间内 放下武器走出来的将士 统统既往不咎 莫问果断下令道 一炷香以后 将清场 是 手下传令官沉声接令 然后吹响了号角 呜呜的号角声 传遍场中 让乱成一团的进军将士暂时安静下来 就连那些将领也惊呆了 这不是跟英国公约定的信号吗 怎么他们吹起来了 难道是巧合不成 我家都督有令 以一炷香时间为限 一炷香内放下武器 走过来的将士 统统既往不咎 一炷香以后 仍不堪放下武器者 割杀无论 几个严肃的声音 同时在皇城四门招响起 说完 四柱线箱分别在四个方向点起 线箱点燃后 第一时间就有上千名进军官兵 丢下武器 高举双手离开进军的队列 向王贤军走去 走到王贤军阵前 他们各自的最高长官早等在那 把他们重新编队 加入到王贤军的阵列 这种示范效应是巨大的 很快 更多的进军丢下兵器 转换阵营 只听到叮铃当浪 兵器落地的声音 连绵不绝 越来越密 眼看着手下的军队 越来越少 那些进军将领 气急败坏 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愿意听他们的 已经留在他们周围 不愿听他们的 自然离得他们远远的 想拦都够不着 何况也没法拦 难不成先自己人 打个尼斯沃活再说 也不是没有拦的 但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抗 让更多的将士心寒而去 一炷香时间即将过去 三分之二的进军将士 放下武器转换阵营 还剩下三分之一 近两万人没有缴械投降 不过这近两万人 分布在四处城门外 多的一处有七八千人 少的一处只有两三千人而已 在城上城下的大军包围下 兵力已是少得可怜的 而且士气更低落到极点 他们很多人只是单纯的 因为忠心 不肯及上司而去 但这不代表他们不怕死 更何况是以逆贼的身份死亡 还有最后十系 一名参将低头看看 那只剩最后一劫的现香 冷声道 现香燃尽后 仍吃气泄顽抗者 通通以大逆 格杀当场 一三足 女眷冲 叫仿司 说着 举起手臂道 准备 城上城下 弓弦张开 火枪的隐性点燃 冒出滋滋的白烟 紧张啊 万分的紧张 恐惧 无边的恐惧 像滔天巨浪一样 席卷每一个 仍不肯投降的进军 他们才发现 原来对方是来真的 原来死亡就在眼前 原来 那些所谓的意气 无畏的忠心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 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不值一提 何况还要连累 他们的家人 不要开火 我们投降 恐惧瞬间爆发 转眼蔓延全场 将士们纷纷丢下兵器 双手抱头 来不及再跑到对面 直接趴在地上 一动都不敢动 现香燃尽 参将的手臂猛的一挥 枪声四起 剑雨如荒 仍然顽固不肯低头者 数千人 死于乱枪乱剑之下 悲哀无比 窝囊无比 莫问依旧冷冷地 看着这场千人战 神情没有一丝波澜 他经历了太多的杀戮 任何形式 任何规模的死亡 都不能让他动容 不过最终 他还是轻轻叹息一声 流露出一丝厌倦 固然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可他还是希望 那扑救他名将之路的 累累白骨 不是只来自同胞 而是来自一族 天空有鹰笑声 莫问抬头看着那九天上 展翅翱翔的雄鹰 不羡慕地想着 什么时候能如史上的名将一样 杀尽葫芦 扬威抑郁 如果勋贵们在东安门受阻后 再转向北安门 就会和皇帝陛下 还有王贤碰上 下朝之后 朱高是忍了又忍 还是忍不住 要亲眼看个究竟 便让王贤和自己 到了北安门 准备登上城头 就在这时 突然城头一阵 密集的枪声响起 震得皇帝两耳欲聋 脸色骤变 王贤赶紧扶住朱高赤 在他耳边轻声道 皇上放心 这是清洗 不是作战 朱高赤点点头 吃力的迈不往城头走去 因为北安门 是勋贵们的主攻方向 所以柳生亲自在此坐镇 看到皇帝驾铃 安远侯赶忙赢驾 口中却劝说道 皇上还是不看得好 朱高赤却摇摇头 沉声道 朕要亲眼看看 他们准备干到什么程度 柳生还要再劝 看到王贤微微摇头 便不再说话 躬身退到一边 朱高赤在王贤的搀扶下 走到剑舵旁 扶着微凉的青石 往城下一看 便见千余名身穿着 进军服色的官兵 或被弓箭射穿了胸腹 或被弹丸击中了头颅 以各种各样的姿势 倒在地上 不少尸首 仍在鼓鼓流淌着鲜血 千余人的流血 将北安门外 染成一片 雪的海洋 不少重枪重剑 未死者在那雪的海洋中 拼命地挣扎惨叫 呼号求救 王贤军的将士 却心如铁石 他们提着刀 穿行在雪的海洋中 任何未死者 都会被捕上一刀 彻底停止惨叫 伤号们震天的咒骂声中 朱高尺有些不忍地 憋过头去 轻声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 挥禀皇上 这种问题 当然不能让公爷回答 柳生抢着大道 因为已经有军令 一注相对不缴械投降者 杀无赦 顿一顿道 军令一出 不能有丝毫折扣 可是 朱高尺还想说什么 但话到一半又咽了回去 皇帝叹了口气道 唉 朕明白了 士兵们很快将尸首抬走 把地面的鲜血冲洗干净 然后在皇城四门外的街道上 森严列队 等到一切就绪 皇城四门才同时缓缓开启 巡贵们从东安门而出 这里是两处主攻方向之一 死的人不比北安门少 冲刷之后 地上仍能看到斑驳的血迹 还有些不知什么位置的碎皮肉 散落在路沿砖缝中 令人触目心惊 更让薰贵们胆寒的是 道路两旁那些官兵脸上的仇恨之色 那本是他们的子弟兵啊 如今却像敌人一样看着他们 让薰贵们分明感觉到 心中最后的倚仗正在崩溃 恐惧 无边的恐惧 无助 极端的无助 在每一个薰贵心中蔓延 这下彻底再没有慷慨无畏的英雄气概 哪怕只是假装出来的英雄气概 他们像极了被水打过的安蠢 一个个垂头丧气 面色苍白 目光不敢与旁人接触 只恨不得赶紧走完这段耻辱之路 到没人的地方 舔尸伤口 然而薰贵们穿着坟底巢靴 在水淋淋滑溜溜的石板路上 自然分外难行 有人稍微走得快了 就一个猎切摔在地上 身上促心的蟒袍 便被污水和血迹沾污 手忙脚乱的从地上爬起来 屁股上还有椭圆形的印子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在官兵们的哄笑声中 薰贵们相互搀扶 逃离了这段让他们颜面尽失的伤心路 朱瞻基并没有和薰贵们一同出宫 而是悄然折回乾清宫 求见父皇陛下 太监告诉他 皇上正在和镇国公商讨要事 请殿下先回去 然而朱瞻基并不离去 在太监震惊的目光中 他摘掉沙冠 脱掉蟒袍 指着白色的钟丹 跪在台阶之下 殿下 您这是干什么 朱高赤的总管太监张成 也是昔日东宫总管 为人老实厚道 看着太尊殿下这番举动 他赶忙上前劝说道 使不得快起来吧 张公公 你不要拐我 朱瞻基满脸的神伤 黯然摇头道 这样 我心里能好过点 唉 张成人虽老实 但什么都清楚 叹了口气 不再劝说 宫里头 朱高赤和王贤 正在进行一场严肃的谈话 从北安门回来 这君臣二人都意识到 必须要开城布宫谈一谈了 这时张成进来了 小声禀报道 皇上 太孙殿下在外头除官脱袍 跪地请罪 朱高赤听了 眉头一皱到 让他跪着就是了 不要打扰朕和朕国公说话 是 张成攻身退了出去 话虽如此 朱高赤的情绪还是明显受到了影响 神游片刻 放悠悠道 仲德 你说朕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会弄得如此狼狈 皇上 自古以来 凡大局改革者 无不遍体鳞伤 没有例外 王贤轻声道 是啊 总是那么一些人 对国家存在的危机视若不见 或者就算看见了 只要一触碰他们的利益 就立即暴跳如雷 要跟你拼命 朱高赤深有感触道 朕曾天真的以为 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那些人应该也很清楚 要是船沉了 他们也会一起咽死 哪怕不帮着朕救贤 也不该往朕的背后捅刀子吧 王贤默默地听着皇帝的话 并不急着附和 朕确实让他们扔了些行李到水里 可因为他们的行李太多 已经快要压沉这条船了 朱高赤神情哀伤 眼中却涌动着怒气道 何况剩下的行李 也足够保证他们的荣华富贵了 他们为什么就不知足呢 皇上 人只会嫌少 从来不会嫌多 过去他们拥有的 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应当 您要重新分配 他们当然会不高兴 王贤轻声说道 这就由不得他们了 前朝的格局 必须要彻底改变 大明才能迎来新生 朱高赤神情坚定地说道 说完叹了口气道 其实朕也知道 应该先压制住他们 再推行改革 可是 朕的身体你也知道 恐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王贤神情凝重地点点头 臣能明白皇上的顾虑 皇上请放心 从今往后 逊贵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 顿一顿 王贤又缓缓说道 只是 还请皇上不要矫枉过正 文官可以治国 但不能强军 大明朝要想避免 重蹈宋朝的覆辙 必须要文武兼修 不能偏废啊 朕知道 朱高赤点点头 看着王贤道 所以 军队的事情 就都拜托你了 朱高赤这句话 轻描淡写 分量却有万军之重 这是将大明的军权 尽数交付给王贤 臣不敢接指 王贤却摇摇头 叹了口气道 这个权力实在太大 臣承担不起 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朱高赤却沉声道 寻规们的兵权 必须收回 军队不能再出任何乱子 除你之外 任何人也办不到 而且 朕也只相信你 朱高赤说完 深深凝视着王贤 王贤也看着皇帝 君臣都知道 这次谈话其实不尽坦诚 双方都有很多意思 没有表达出来 比如说 朱高赤没法对王贤说 希望等朕改革成功 你再主动把兵权交出来 王贤也没法对皇帝说 你能保证将来你的继承人 不会对我开刀 双方都很清楚 目前他们都需要这个结果 但未来事情会如何发展 谁也保证不了 他们都纠葛了太多太多人的利益 很多时候 自己的意志反而无足轻重 但两人还是尽量想要给对方一些承诺 好让对方感觉好过一些 那臣只能尽力而为 王贤神情欲加严肃道 臣向皇上保证 只要我再任一天 大明的军队就永远忠于皇上 朕也向你保证 只要朕再委一天 就绝对不会怀疑你 朱高赤也郑重其事道 顿一顿他又缓缓说道 如果有一天朕不在了 也会 朱高赤还想要许诺将来 却发现自己给不了任何保证 就像他能推翻先帝的一切 他的继任者自然也能推翻他的一切 所有的父亲都希望 儿子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 但做儿子的未必这样想 皇上不必纠结了 将来的事情还是将来再说吧 王贤却微微一笑 朱高赤点点头 目光复杂的看着王贤道 去吧 还有一堆事在等着你呢 是 微臣告退 王贤起身行礼 退出了寝宫 当王贤的身影消失在帷幕之后 寝宫深处传来红西皇帝 一声沉重的叹息 王贤离去之后 朱高赤仍然没有召见朱瞻基 一直把他亮到天黑 天黑时 京城下起了雨 雨又急又冰 还夹杂着细小的冰雹 打得朱瞻基全身湿透 脸上手上全是青子的斑点 形容悲惨至极 他却纹丝不动 直挺挺的跪在冰雨中 张成赶紧让人给太孙殿下撑起伞 朱瞻基却坚决不许 双方争执不下 太孙殿下一声怒吼道 你们滚开 像害死姑不成 太监们这才不再坚持 收起伞来陪他一起淋雨 张成没有办法 只能再度跑进寝宫 跟皇帝求情道 皇上 外头大雨倾盆 还有薄子 太孙殿下已经跪了一整天 再跪下去 就要了他的命了 朱高氏终究不像朱棣那么狠心 黑着脸 让张成将朱瞻基换进来 当张成去警朱瞻基进殿时 太孙殿下已经站不起来了 张成赶忙和另一个太监 一左一右把太孙小心架起来 吃力的扶他进去殿中 快给殿下擦干 再换身衣裳 一进殿 张成赶忙吩咐起来 却又被太孙殿下拒绝了 张公公 谢谢你的好意 真的不必 朱瞻基面色惨白 嘴唇乌青 牙齿打颤道 赶紧扶我进去 不要让父皇久等 殿下 张成剁足道 他知道太孙这是想跟皇帝 用苦肉计 你看我都这么惨了 还好意思往死里整我吗 张公公 算我求你了 朱瞻基满脸哀求的看着张成 让老太监想起二十年前 那个拽着自己衣袖扭来扭去 要腾吃的小太孙 不由心一软 叹了口气道 好吧 谢谢张公公 谢谢张公公 就知道你最疼我了 朱瞻基向张成投去感激的一撇 张成无奈地摇摇头 小声叮嘱太孙道 待会儿千万不要跟皇上顶了 吃亏的都是你自己 多谢公公提醒 我还怎么敢跟父皇顶 朱瞻基苦笑道 这次要是能过关 日后我再也不敢惹父皇生气了 那就好那就好 张成欣慰地点点头 快进请殿时 他突然小声说道 老奴也会相继 替殿下说几句好话的 实在太感谢公公了 您的恩情 古莫尺不忘 朱瞻基感激地笑笑 进去请殿 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张成和太监扶着朱瞻基 在地毯上跪下 尽管那厚厚的波斯地毯 如毛皮一样柔软 但朱瞻基跪在上面 膝盖还是如千万跟钢针刺上一样 疼得他忍不住身淫一声 这一声 引爆了一直沉默不语的红锡皇帝 朱高尺轰哼一声怒道 你这副鬼样子 是要做给谁看 看着朱瞻基 落汤基一样跪在地毯上 身上的水珠滴滴答答落在地毯上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朱高尺就气不打一处来 儿臣不是要做给谁看 是心里愧疚不已 小小地惩罚一下自己而已 朱瞻基不由自主地打着冷颤道 你有什么好愧疚的 你不是一直认为错的是朕吗 朱高尺冷笑道 那是儿臣太不懂事 不了解父皇的苦心 朱瞻基的眼泪噼里啪啦流下来 和身上的水珠混在一起 分不清什么是什么 今日里看到那些熏鬼的真面目 才知道他们果然是狼子野心 竟然敢派兵逼宫造反 实在是丧心病狂 说到这儿 太孙殿下已是气不成声 全身都抽搐起来 像个被吓坏了的孩子 我居然还以为他们是好人 整天和他们搅在一起 实在是愚不可及 罪该万死 父皇就是杀了我 儿臣也没有半句怨言 朱高尺冷哼一声 质问道 你的意思是 对他们今日的举动毫不知情 儿臣并非毫不知情 但只知道他们要跟父皇叫板 夺回参政之权 不知道他们还派了军队 想要逼宫啊 朱瞻基哪敢全然否认 避重就轻道 儿臣要是知情 肯定会第一时间禀告父皇 怎可能当他们的帮凶 你觉得 朕会相信吗 朱高尺冷冷看着朱瞻基 满面的阴云下 却隐藏着浓浓的无力感 儿臣不觉得 换了我是父皇 也难以相信自己的说辞 朱瞻基泪流满面道 可这就是事实 儿臣不求父皇原谅 只是想让父皇知道 您的儿子不是个 无君无负的畜生 朱高尺盯着朱瞻基看了半赏 然后悠悠问道 朕问你 到底有没有先帝遗诏 没有 朱瞻基毫不犹豫地摇头道 皇爷爷临终前 儿臣有幸见了他老人家最后一面 并未听皇爷爷提起此事 之后也从没见过什么遗诏 如果有的话 儿臣肯定在第一时间就公布于众 让父皇可以没有丝毫遗憾地登基 朱高尺又哼了一声 但这一声要比之前柔和一些 那为什么定国公会在朝堂上 公然宣称有遗诏存在 还要让朕向你求证 这件事儿 儿臣已在朝堂上回答过 纯属子虚无有 朱瞻基回答道 定国公可能是意图挑拨我父子关系 或者还伪造了遗诏也说不定 总之是巨星叵测 正人君子无法揣度 只能严加审问 才知道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 朱高尺忍不住讥讽一句 说着他冷冷笑道 作为父亲 你说的话 我是一个字也不信 顿一顿道 但作为皇上 真会信你这一次 朱瞻基没想到他会这样说 只能俯首于地一言不发 朱高尺厌倦了这种充满谎言和虚情假意的对话 灰灰衣袖 冷声道 你是给大型皇帝送终的人 既然你说没有遗诏存在 朕就全且信你一回 多谢父皇 仍肯给予儿臣信任 朱瞻基赶忙抬头含泪道 但要是再有传闻 或者是伪造的遗诏出现 怎么办 朱高尺紧紧紧盯着朱瞻基 一字一顿地问道 伪造二字咬得极重 儿臣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证明 传闻是假的 遗诏是伪造的 朱瞻基盲大声保证道 皇爷爷并未留下任何遗诏 可以 你回去之后 就写一份关于此事的奏表上来 朕会亭记天下 周知全国 澄清传闻 以正识听 朱高尺点点头 面无表情说道 朱瞻基如遭雷击 皇帝这招绝乎记实在太狠 这是要把他怀里的遗诏彻底废掉啊 一旦自己写出这样一篇共状 发布全国 真的遗诏将变成伪造 自己再也没有这张王牌可以打了 但此时此刻 朱瞻基知道 自己要是有丝毫犹豫 必定大祸临头 他根本不敢磨蹭 马上同意道 儿臣遵旨 尽管他的心在滴血 好 朱高尺心头的大石终于落了地 终于说出了一个好字 语气也变得柔和起来道 这次的事情 虽然你没有参与 但若非你平日不休德行 不守正道 又岂会被奸邪小人所利用 若非朕与朕国公早就看穿了他们的阴谋 你我父子此刻还能在这里说话 都两说 儿臣 真的知道错了 朱瞻基尾顿于地 失声痛哭 这次他是真苦 不是假哭 不过并非是后悔 而是后怕 是庆幸 他知道皇帝说出这几句话 就是给此事定性了 自己算是安全了 行了 别哭了 正如王贤判断的那样 朱高赤并没有异处的念头 敌掌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他另外几个儿子 比起朱瞻基都差得太远 朱瞻基本来就良才美智 朱迪又待在身边悉心教导二十载 朱高赤自认 他很多方面甚至要远远强于自己 朱高赤龙体病弱 精力有限 不打算再培养一个继承人出来 他要集中全部力量 完成改革攻坚 至于朱瞻基的品性问题 朱高赤虽然十分不喜 但也很清楚 好人是当不好皇帝的 谁也不能说太祖皇帝不是恶人 所以朱高赤强迫自己 不要再纠缠这点 只是朱高赤也不会轻易 给朱瞻基太子之位 一旦朱瞻基当上太子 就会凝聚起强大的政治力量 父子二人理念不合的情况下 一定会多方撤肘他的改革 这是红极皇帝不能接受的 好在这次事变之后 几年内不会再有这种困扰了 在朱瞻基指住哭 朱高赤语重心长道 你是先帝的长子长孙 出生那晚 当时还是燕王的先帝 曾经做了一个梦 梦见太祖皇帝 将一个大龟赐给了他 并对他说 传世之尊 永世齐称 说着 他看看朱瞻基那张 酷似先帝的面孔道 你是禀弃运而生的 只要你自己不犯错 谁能夺了你的福德去啊 朱瞻基松了口气 他知道父皇确实 从没动过异处的念头 一脸乖顺的听皇上接着道 不过 有天命也不是说 就可以坐享其成 太祖皇帝 并大气运 大造化 但若没有十几年的出生 入死 内修人得 外揽英才 驱逐打鲁 恢复中华一关的千秋工业 不会平白落到他头上 大明朝的万里江山 也不会就在那里等着他坐 朱瞻基连连点头 一副潜心受教的样子 至于他能不能听进去 皇帝并不抱多大希望 但皇帝也并不在乎 因为皇帝的重点 也不在说教上 所以 朱高尺轻轻嗓子 继续说道 所以说 胆有气运 远远不够 还要修德养性 刻苦修行 才能配得上上天给你的位分 否则 就是让你坐上那个位子 也会得不配位 给自己 给祖宗 给天下百姓 带来灾祸 朱瞻基这下彻底听明白了 父皇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 你目前还不配当太子 至于什么时候配 当然是皇帝认为合适的时候了 不过 他此刻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只能任由皇帝发落了 回去以后 不要再跟那些狐朋狗友来往 朕会给你安排老师 静下心来 好好读几年书 你就会明白 自己今日的浅薄无德 朱高尺缓缓说道 也会明白 声明之苦 涉及之危 明白朕 并不是针对先帝 只是想让祖宗的江山 延续下去而已 儿臣紧记父皇教训 回去后 一定会好好读书 深宫自省 虽然知道自己 接下来几年 只能闭门不出 朱瞻基还是痛快答应 因为不痛快也不行啊 朱高尺严厉的看着朱瞻基 沉声警告道 从今往后 你可要好自为之 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不然 朕不管什么气韵 也不会再保你了 儿臣明白了 不会再有下次 朱瞻基怂然点头 下去吧 朱高尺挥挥手 憋过头去 不想再多看他一眼 是 儿臣告退 朱瞻基支撑着想要爬起来 无奈膝盖仍然没有恢复知觉 几次都没起来 只好对张成道 张公公 请帮帮我 张成文言赶紧上前 使劲把太孙殿下搀扶起来 张成扶着太孙出了寝宫 让人赶紧给太孙殿下 端来姜汤 又换上一身干衣 还安排轿子送他回去 这次朱瞻基不再推辞 全都接受了 张成送太孙的轿子 到前清宫门口 一脸愧疚道 老诺一直想提殿下 说两句话 但没想到 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 公公有这份心意 我就感激不尽 朱瞻基脸上 终于恢复了一些血色 拉着张成的手轻声道 日后我不能时常半价 父皇这边 若有人说我坏话 还请公公多多留意 张成知道朱瞻基 指的是朱瞻俊等人 虽然感到有些为难 但还是点了点头 多谢公公 朱瞻基说完 坐着轿子 在漫天风雨中 离开了皇宫 天空有闪电划过 春雷滚滚 预示着万象更新的时刻到了 今日皇城事变 朝廷并未特别封锁消息 所以不到一天时间 就传得满城风雨 有人说 薰贵们带兵逼宫 被从济南赶回的镇国公镇压 杀得血流成河 有人说 薰贵们伪造了遗诏 想要拥立太孙 结果太孙不肯配合 薰贵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还有人说 那遗诏其实是真的 只是太孙殿下看到王贤带兵回京 不敢造次 只能死到有不死贫道 让薰贵们做了替死鬼 光怪陆离的说法传到太孙府上 让太孙妃胡适担心不已 加上太孙下朝后一直未归 打听消息的人回报说 殿下跪在乾清宫外 胡适就更害怕了 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直等到半夜 太孙才被轿子送了回来 胡适赶忙到轿前迎接 见太孙面色惨白 浑身颤抖不已 已经不能下地走路 胡适眼泪刷的下来 赶紧让人将他背回了寝宫中 朱瞻鸡一直紧咬着牙关 一声都不吭 直到被小心放在柔软舒适的牙床上 才发出一声轻微的身影 胡适小心翼翼将朱瞻鸡的裤管卷起 见他两片膝盖已是乌黑一片 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垂泪不已道 殿下受苦了 别哭 朱瞻鸡本就满肤愤 看到胡适哭哭啼啼的样子 当时烦躁起来 鼓还没死呢 胡适是永乐皇帝的包办婚姻 当年 为了阻止太孙和王贤 结成裙带关系 朱弟明知道他喜欢的这银灵 却硬让朱瞻鸡娶了这个女人 朱瞻鸡虽然百般不怨 但婚后一直对胡适一礼相待 倒不是因为太孙殿下逆来顺受 而是胡适有个厉害的堂叔 叫胡迎 朱瞻鸡是很现实的人 在无法改变结果的情况下 他自然要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 胡迎虽然不如王贤强大 但也是天下有数的武林宗师 深得皇帝信赖 心机和本领都是一等一的 善待胡适让胡迎甘心为自己效命 成了太孙殿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胡适还从没被太孙这样呵斥过 不禁哭得更厉害了 他心里那叫一个委屈啊 人家提心吊胆担心你一整天 你怎么一回来就送人家好 见他还哭 朱瞻鸡怒从心头起 随手抓起枕头边的一样事物 就朝胡适丢了过去 胡适毫反应就被砸住脑门 当时鲜血泵流 吓得他蒙在那果然不敢哭了 叮当一声 那这样事物这才落了地 原来是一枚明黄色的班纸 旁边的太监宫女安安庆幸 得亏是枚班纸 这要是个铁球什么的 娘娘的脑袋非碎了不可 快带他下去抱一抱 看着满脸是血呆若目击的胡适 朱瞻鸡更是厌弃 心说要是银灵在这肯定不会这么蠢 宫女们扶着胡适下去了 太医赶忙给太孙处理伤处 推功火血针灸按摩 太孙殿下今日那饱受摧残的身心 终于松弛下来 一阵阵困意袭来 不知不觉睡着了 但怎么可能睡得安稳 朱瞻鸡一会儿梦到自己 被父皇废为庶人 一会儿梦到朱瞻鸡登上皇位 一会儿梦到王贤在追杀自己 一会儿梦到全天下人都在耻笑自己 天还不亮 他就被噩梦折磨得难以成眠 又没法起床下地 只能睁大了双眼瞪着仗顶等待天亮 被哀的是 尽管在梦里浮想连篇 但醒来之后 太孙殿下什么也不敢想 至少目前他还没有勇气 直面这狼狈不堪的人生 不敢去想自己怎么把一手好牌 打得这样稀烂 好容易哀到天亮 陈无来报 说胡迎来了 朱瞻鸡让人扶自己坐起来 然后叫胡迎进来 胡迎原本并不想这么着急来见太孙 但听说侄女儿昨晚被太孙打了 他哪儿还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早就急急忙忙赶了过来 胡迎一进屋 还没失礼 就听太孙冷笑道 哼 你还敢来见孤 这 殿下何处此言 胡迎愣在那儿 还在跟孤装糊涂 朱瞻鸡咬牙切齿道 若非你和王贤串通一气 又怎会矿住孤河英国公 又怎会有昨日的惨败 一场胜券在握的事变 但到最后 底裤都输掉了 朱瞻鸡当然要思考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王贤碾压式的强大 当然是主要原因 但若非相信他远在武当山 英国公也不会同意放手一搏 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惨败 而他们之所以最终会相信 胡迎的飞鸽传书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瞻鸡想不到 王贤已经控制了胡勇 当然会认为 是胡迎在欺骗自己 殿下 魏臣怎么可能和王贤串通 胡迎也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至少知道自己是冤枉的 哼 你是武当山弟子 他是武当的女婿 你们当然有可能串通 朱瞻鸡冷声说道 殿下 魏臣的侄女还是您的正妃 怎么可能和王贤串通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胡迎哭笑不得 连声道 请殿下给陈点时间 我已经派人回武当山查识此事了 最多一个月就能搞清是哪里出了问题 朱瞻鸡冷冷看着胡迎 胡迎坦然的与他对视 虽然太孙殿下很想不分青红皂白 就杀了此人泄愤 但一来此人武功太高 真把他逼急了 还不知谁杀谁 二来 冷静下来他也希望胡迎没有问题 眼看着自己就要被软禁了 此人的作用将愈发无可替代 终于朱瞻鸡松口道 好 估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胡迎也松了口气 轻声道 殿下 据可靠消息 薛桓被锦衣卫逮捕了 朱瞻鸡铁青着脸道 废话 这会不会是大狱的开端啊 胡迎轻声问道 不知道 朱瞻鸡冷冰冰答道 胡迎讨了个没趣 知道在证明自己清白前 朱瞻鸡不会跟他说什么了 只好叹了口气 躬身退了出去 殿下休息吧 玉体要紧 朱瞻鸡哼了一声 看都不看他一眼 锦衣卫 北镇府司衙门 王贤已经很久没出现在这儿 他的驾铃 引起了一阵轰动 锦衣卫的大小官员们 纷纷凑过来 向他们的带头大哥问安 王贤还像往常那样 没要驾子 在山东半年多的幸福生活 消磨掉他身上的 戾气和阴沉 整个人一团和气 对谁都笑咪咪的 但整个大明朝 已经不会再有任何人 敢轻视他一丝一毫 他的能量已经大到 可以和皇帝 平分秋色的地步 虽然不知多久 没有踏足北镇府司衙门 但王贤仍可以 毫无困难的 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让一众手下激动的热泪盈眶 高呼 誓死效忠公业 若非无为看不下去 拉下脸来 把众人都赶走 还不知这帮昏了头的家伙 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王贤也松了口气 整了整被挤皱了的袍子 朝无为苦笑道 看来以后得少来为妙 公业两年多没来了 还要再怎么少啊 无为板着脸 一边和王贤往里头走 一边抱怨道 你应该多关心一下北镇府司 这里的每个人 都愿意为公业去死 这么大火气干什么 我不过是说笑 王贤笑嘻嘻地陪着笑道 用不着谁再去死了 往后 咱们要比谁都活得长 活得好 但愿吧 无为虽然是悲观主义者 不认为眼前的大好局面 可以持久 但也不至于现在就扫王贤的姓 两人进了正堂 里头的格局摆设丝毫未变 北面正中的位置摆着一把 秃着虎皮的太师椅 椅子后头挂着一幅中堂 上头是王贤亲笔所书 敢为天下先 人定胜天 九个张牙舞爪的大字 看着这匪气十足的摆设 王贤别扭地咳嗽一声道 这两年前就这样 闻思未动 这虎皮交椅 还有大人的亲笔题词 全都是当年您的主意 无为淡淡道 是我的主意吗 王贤有些要赖账的意思道 本宫怎会有如此低劣的品位啊 你搞错了吧 我那里有大人将日 交办事项的记录 大人若是有疑问 可以调来查阅啊 无为面无表情道 那就不必了 王贤被这干什么都一板一眼的家伙 弄得十分无趣 又实在没心情 在那虎皮交椅上坐下 便笑道 咱们去你那边说话 无为自然不会反对 两人到了隔壁 无为的职房 里头堆满了卷宗 却马放的整整齐齐 没有一张纸出现在 不该出现的地方 果然不愧是处女座 王贤付费一句 在椅子上坐下 开始数手数脚的弃茶 然后给无为针上一杯道 这次干得不错 大人谬赞了 无为正经微作 面无表情道 对手实力太弱而已 这次的难度 在于对细节的掌控 火候要合适 时机要巧妙 才能最大限度的 为下一步创造条件 王贤摇摇头笑道 要做到无可挑剔 很不容易啊 大人谬赞了 无为还是那一句 还是像死了老子一样 看不到一丝笑模样 对手实力太弱而已 你还能说句别的吧 王贤无趣的直翻白眼 无为想了想 只好再补充一句 要是他们强一点 我们就很难受放自如了 这不一样嘛 王贤差点没一口水噎死 待王贤咳嗽完了 无为正色道 大人不要一味乐观 其实这次 我们并不是唯一的赢家 王贤点点头 对无为的话深表认同 这次文官们的表现出乎意料 我之前也没想到 他们能做到这一步 是啊 而且属下阴影感觉到 连我们也在 杨世奇的算计之中 正式料定了 我们一定会出手 他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无为轻声说道 不错 他不仅是跟勋贵们抢时间 也是在跟我们抢时间 王贤深以为然道 必须要抢在我回京之前 让权力从外朝转移到内庭 造成继承事实 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了 王贤不得不感叹 历史那强大的惯性 自己这只蝴蝶 已经够能搅和的了 却依然改变不了内阁的崛起 只是杨世奇再精明 也料想不到 他将亲手打开 太监干政的磨合 别忘了 内庭可不止包括内阁 还包括宦官机构 不过 那都是后话 王贤也越来越懒得 操这份闲心 他有些感慨道 有时候 我真佩服这些文官 在夹缝中能顽强生存 多艰难的环境都能出头 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雨水就壮大 大人谬赞了 无为轻声说道 我不是在夸你 王贤无力的揉着额头道 属下明白 属下是说 大人太高看他们了 无为淡淡道 那些文官蹦得虽欢 实则雷弱不堪 想要干掉他们哪个 都不费吹灰之力 是 他们作为个体确实很弱 但作为整体 确实无法摧毁了 王贤苦笑道 就算改朝换代 还是需要这些人 来治理天下 顿一顿 王贤叹息一声道 而且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过 想让老百姓 过几天安稳日子 还得靠文官主导的政府 这就是 大人不让动洋 窒息的原因吗 无为看着王贤 是 王贤也不否认 点点头道 何况他杨某人 现在还够不成什么威胁 树下愚见 这种时候抹掉他 才是对的 无为还想再坚持一下 我又不想谋夺江山 没必要把所有威胁 都干掉吧 王贤皱眉道 公爷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无为沉声道 好了 不要再说了 王贤摇头道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是 无为叹了口气 这是他最无法理解 王贤的地方 但眼下也只能暂且不提 换个话题道 薛桓那边 公爷打算如何处置 把他带过来吧 王贤端起茶盏 喝了一口茶水 眉头微微皱起 扑一会儿 被五花大绑的薛桓 在锦衣卫的押送下 到了王贤的面前 跪下 见薛桓桀骜不驯的昂着头 锦衣卫怒喝一声 就要把他强按在地 住手 却被王贤喝止道 给他松绑 锦衣卫自然遵从王贤的命令 赶紧给薛桓解开绳索 薛桓揉着手腕 面无表情的看着王贤道 别来这套 要啥要挂 痛快点 坐下 王贤看着薛桓满脸力气的样子 忽然怒喝一声 薛桓嘴角抽动几下 竟真的乖乖坐下 他虽然桀骜不驯 满心仇恨 但那都跟王贤无关 在他心里 王贤还是他的上司 他的大哥 你们都出去吧 王贤示意锦衣卫退下 屋里只留他和吴伟两个 跟薛桓说话 锦衣卫担心薛霸网会抱起伤人 不担心的迟疑起来 瞎担心什么 这里都是生死相托的兄弟 王贤微微皱眉 几个锦衣卫赶紧攻身退去 王贤的话似乎触动了薛桓 让他一下想起来那些 尸山学海并肩作战的日子 脸上的不驯 渐渐被感伤所取代 还有什么比手足兄弟 反目成仇 更让热血男儿悲伤的事情吗 怎么 你有不同意见 王贤撇一眼薛桓蛮横道 有意见你也得保留 当然 咱们各位其主 还算兄弟吗 薛桓苦涩道 就没见过你们老学家 这么实心眼的人 王贤气不打一处来道 人家父子俩都和好如初了 你还要跟我这继续耍横 什么 薛桓却如遭雷击 他昨日早早被捕 自然不知道事情的后续发展 我能骗你不成 王贤淡淡道 昨天 太孙殿下在乾清宫外跪了一天 表示要痛改前妃重新做人 终于获得了皇上的原谅 让他回去安心读书 不用担心会被人夺了位子 王贤说的平淡 薛桓听来却字字如刀 把他的心脏捅得鲜血淋漓 他寄希望于替父报仇的太孙 竟然彻底背弃了他的誓言 向皇帝忏悔了 这让薛桓感到自己遭到了欺骗 遭到了背叛 遭到了抛弃 薛桓含恨一掌 重重击在椅子扶手上 咔嚓一声 坚硬的花里木扶手便碎成了束缎 王贤平静地看着薛桓 待他发泄完了 才柔声道 你父亲的事情 我也非常悲痛 老侯爷待我不保啊 我却什么也帮不了他 只能保住他的儿子 给老薛家留下一脉香火 王贤的说法非常巧妙 没有回避薛露的事情 反而直接用薛露说事 直击薛桓的心灵 这招果然奏效 薛桓的眼泪止不住地躺下来 低声甘嚎道 我真是个废物 既不能替我爹报仇 还得让老薛家段子绝孙 既然连朱瞻基都缩头了 报仇自然再无可能 薛桓那个单线成的脑袋 终于担心起老薛家的香火问题了 他爹一共俩儿子 老大薛薛年纪轻轻死在九龙口 他到现在还没成亲 你怎么听不懂人话 吴维忍不住斥责道 没听大人说 要保住你吗 我 我可是同谋造反 而且是勾结御前世卫 一同谋害皇上 薛桓擦擦擦泪 巴望王贤 这都能保住吗 王贤和吴维对视一眼 放声大笑起来 王贤一手捂着肚子 一手指着薛桓笑道 哎呀 你呀你 你不识心眼会死啊 吴维 嘴角也罕见的 牵起一丝笑意道 你不是还什么都没干 干嘛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 我 薛桓脑袋不够用 挠着头顶道 确实是拉了一票侍卫 跟他们约好了 到时候听我号令 只是还没出门 就被锦衣卫堵在了屋里 行了 偏了 王贤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笑骂道 就你这智力 还敢学人家造反 你们什么都没干 这就足够了 吴维有些头大的耐心解释道 既然没有抓住现行 那么就只能靠口供和证据说话 这样 锦衣卫经过严家审问 结果一无所获 只能将这些人无罪释放了 这样也行啊 薛桓瞪大的眼睛 总算是体会到什么叫朝中有人了 末了他有些担心的问道 不过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是赤裸裸的包庇吧 哼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 王贤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对一个背负着弑军杀王罪名的人来说 区区包庇罪 真是沧海一宿 不值一提 工业虽然照得住 但也不能就这么把你们放了 那也太不把皇上和朝廷放在眼里 吴维担心王贤过于大包大揽 赶忙抢着说道 你们得先冲军九边 以你们家族在军中的关系 去了也不会太遭罪 等过几年再想办法把你们调回来 那没问题 俺去雇员 薛桓果然不以九边为苦 比起在京城浪费生命 他更向往到鞭菜建功立业 王贤却摇摇头道 不要去九边 还是去交旨吧 交旨 薛桓和吴维都愣一下 没想到王贤会提起这个地方 薛桓问声道 不是听说皇帝老儿贤那边太费钱量 打算撤兵撤省吗 交旨布政史司于永乐五年设置 下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余县 大约就是后世的越南 永乐大帝派兵征服了这一地区 进行直接统治 建立了与内地完全一样的政治制度 以承宣布政史司 提刑暗查史司和都指挥史司为省级衙门 设立了辅州县的中央直辖方式 并采取一封一俗 推行儒学教化 以求将此地民众并入中华 这种同化方式原本是没有问题的 中华民族正是用这种方法 一步步将自己的疆域 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 再扩大到岭南两广云贵 如果坚持下去 安南甚至整个中南半岛 都会是中华民族的疆土 然而 对安南的征服很不顺利 这里面 有安南原先的统治者 不甘心将江山拱手相让的原因 更有派去的官员腐败无能 导致官逼民反的原因 还有派去的军队 没有把交纸当成自己的领土 肆意烧杀抢掠 激起民族仇恨的原因 但都不是没法解决的大问题 只要对症下药持之以恒 一定可以让交纸不正史司 成为大明版图上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永乐末年 迫于财政压力和国内的形势 朱棣暂时召回了 在交纸的英国公和大半军队 但当时英国公已经消灭了 伟臣朝的三任伟王 基本摧毁了反抗朝廷的军事力量 朱棣认为 把张府和大部分军队调回国内 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并没有一丝一毫 要放弃交纸的意思 然而张府离开交纸一年 当地就乱了套 一方面安南人只怕张府 另一方面 朱棣驾崩朝廷内乱 也让他们看到了可乘之机 安南豪身离力 趁机起兵造反 攻陷了不少地区 朝廷官兵兵力不足 只能一面龟缩城池 守卫要地 一面向朝廷求援 然而红锡皇帝和大学士们 对增兵交纸并不感冒 一来如今 朝廷最大的任务是缩减开支 度过财政危机 对交纸这个无底洞 实在是无能为力 二来迁都以后 交纸距离大明的政治中心 更加遥远 在京城的皇帝和大臣看来 交纸已经成了遥远 而无关紧要的鸡肋了 想要丢掉这个沉重的包袱 甚至有放弃交纸的企图 这也是勋贵们 对皇帝和文官强烈不满的原因之一 大明开国以来 历代皇帝只有开疆拓土 微服四夷之举 从没有放弃过 哪怕一寸土地 更别说要丢掉 偌大的一个省了 在勋贵们看来 红锡皇帝和文官们 就是一群丧权辱国的败家子 让成千上万 壮烈捐躯的将士死不明目 当然要和他们死磕到底了 撤兵撤省 听了薛桓的话 大王贤冷笑一声 我同意了吗 哎 薛桓文言精神一震 激动的盯着王贤道 大人 你反对放弃交纸 不错 王贤点点头沉声道 大明的疆域虽广 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 成 有大人这句话 安南我确定了 薛桓兴奋的仗红了脸 恢复了当年的豪迈慷慨道 只要我还没死 安南就永远是大明的疆土 说着激厚厚的问王贤道 按什么时候出发 骑什么 先赶紧给你薛家留个后再说 王贤无奈的看着薛桓 多大个人了 还不澄清 不会是取向有问题吧 我可以作证 那没问题 吴伟突然想起 那流传在镇江城中的 快枪将的传说 任俊不尽道 薛霸王可谓遇人不输啊 开窍本来就晚 又遇上许怀庆一帮损友 让他在妓女身上开了包 结果薛桓从那以后 成了青楼常客 更没有成亲的意思了 从北镇府司 回到皇帝新赐的镇国公府 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这座国公府 原先是朱棣赐给朱高岁的赵王府 又经过朱高岁多年的改建 府邸愈发堂皇庄重 花园更是优美繁华 在王公府邸扎堆的北京城中 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府 赵王被废后 这座宅子便被赐给了王贤 当然其中的亲王规制 要降为公爵规制 大内的工匠忙活了大半年 才将这座亲王府改造成公爵府 说是降格 但不过只是门上的金钉树木减少 墙上的琉璃瓦颜色改变 宫殿的牌匾撤掉而已 整座府里的大小没有变 房间没有少 里面的一花一木 一窗一格都没有任何改变 可以说王贤这座公爵府 要比天下的亲王府都要气派豪华 更是另外几位国公的府邸 远远无法比拟的 可惜王贤并不打算 把全家搬来居住 甚至老婆孩子都留在了济南 只身一人住这么大的宅子 实在是太空荡 索性让一干手下护卫 也全都住了进来 整整住进来两千人 这座宅子才显得没那么空荡了 一回府 侍卫便禀报道 张府和张你两兄弟来了 哦 王贤没想到张府会这么早就来 还以为那位高傲的公爷会多撑上几天再说 他们一早就过来了 侍卫又补充道 暑假说了大人要晚上回来 请他们改日再来 两人却不肯走 一直待在这儿 知道了 王贤点点头寻思一会儿 换了身衣裳便到花厅与张家兄弟相见 隔着屏风 王贤往里头看了一眼 只见张尼焦躁地背着手在厅中踱步 张府却如老僧入定一般 两眼看着前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忽然张府的眼珠转了转 视线飘向王贤所在的位置 显然已经发现了他的到来 王贤便放声大笑着从屏风后转出 向张氏兄弟抱拳道 久等久等 罪过罪过罪过 不敢 张府起身后 面向王贤一撩跑脚便跪在地上 沉声道 罪人是来向公爷赴敬请罪的 见自家大哥二话不说 就给王贤跪下了 张尼吃了一惊 只好也不情不愿地跪在地上 公爷这是干什么 王贤吃了一惊 没想到张府这么豁得出去 男儿膝下有黄金啊 更何况英国公出身高贵 卓尔不群 平生向谁低过头 这正是张府的老辣之处 既然是来投降的 就要有个俯首称臣的样子 还非得扭扭捏捏死要面子 最后只能是自取其辱而已 时至今日 张府怎会不明白 这世上没有人能拿捏得了王贤 至少他张府没那个本事 公爷 罪人心怀不轨 罪该万死 本当千刀万挂 公爷却慈悲为怀 非但不赶尽杀绝 还为我等留下一线生机 罪人就是猪狗草木 也不能不赶激体领 多谢公爷保全 张府说的老泪纵横 重重向王贤磕头 王贤叹了口气 这就是明白人和笨蛋的区别 薛怀那蠢货 非得把话说透说白 才能知道自己的良苦用心 而张府只看看自己的安排 就什么都明白了 根本不用自己废话 不错 王贤就是要保住勋贵 不然不会对那些死硬的禁军将领 赶尽杀绝 他要是留下活口 严加逼问 很容易就可以罗知罪名 兴起大狱 把薛贵们一网打尽 薛贵们谋反逼宫是事实 要不要把真相挖出来 严惩他们这些幕后黑手 全在王贤的一念之间 当然 王贤若是早早现身 薛贵们便不敢造次 处境肯定比现在好太多 但那不符合王贤的利益 王贤就是要让薛贵们半死不活 只能乖乖在自己的语意下 苟言残喘 薛贵们可以把王贤 看成是将他们打落凡尘的敌人 也可以把他看成 救他们与将寝的恩人 这也全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就像王贤不会凭感情做选择 而是要权衡如何对自己有利 张福也一样不会感情用事 尽管他心里一定恨死王贤 那几乎是一定的 堂堂战无不胜的英国公 何曾遭过这种惨犯 简直就像个傻子一样 被人家狠狠地愚弄了一把 他能不想着报仇雪恨 把这口恶气给出了 但李治告诉英国公 双方实力上巨大的差距 让他根本没有机会翻身 至少在红西朝是绝对没机会 而且他和薛贵们 还必须靠着王贤 才能勉强过去这一关 否则必定全军覆没 还谈什么将来 所以张甫明智的选择 把王贤当成恩人 彻底无条件投降 张甫既然如此上道 王贤也没必要多说废话 又叹了口气 将英国公兄弟扶起刀 这江山说白了 既不是你张家的 也不是我王家的 而是人家朱家的 咱们犯不着拼得你死我活 白白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力 王贤这话也是肺腑之言 文官们的算计 他心知肚明 他们想把自己推出来 跟薛贵拼个你死我活 薛贵们如今 虽说岌岌可危 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论底蕴和势力 都远胜于他这个薛贵爆发户 就算拼到最后他能赢 也是个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局面 王贤当然不会傻到 给文官们当枪使 所以他要保住薛贵 让他们为自己所用 而不是与自己为敌 听了王贤的话 张府连连点头 心悦成福道 公爷说的太对了 我们就是太糊涂了 才会险些万劫不复 王贤摆摆手 正色道 公爷 我虽有心保全 但这次事情实在太大 想要轻描淡写的过去 肯定是不可能的 哎 这我知道 张府一脸恭顺道 全听公爷发落 若有人敢不服 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有英国公这句话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王贤笑着点点头 伸出三根手指道 主要有三点 一个是 五军都督府不能存在了 暂时由一个大都督府 来完成军队的整顿改编 这 虽说全凭王贤发落 可真要接受起来 还真是难以下咽的 一枚苦果 薰贵们掌握天下军队 靠的就是五军都督府制度 虽然太祖皇帝设五军分兵权 是为了防止军权过度集中 会威胁到皇权 但也客观上造成了 五军互不同属 军中山头林立的状况 反而使薰贵的势力膨胀 结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团 一旦兵权要重归一统 薰贵们的地位也必然大受影响 想要恢复当年的盛况 怕是不可能了 但张府毕竟是拎得亲的 知道这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不以王贤的意志为转移 深吸一口气 他便点头答应道 全听工业的 好 王贤笑着点点头 收起一根手指道 第二 军队必须由士兵制 改为木兵制 这 张府倒吸一口冷气 表情比方才还要纠结 王贤这是要断薰贵的根啊 所谓士兵制就是由太祖皇帝开创 在大明军中占统治地位的军户制度 当年 太祖皇帝本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动的朴素观念 把跟自己打天下的将士们统统编为军户 这些军户非但自己要当兵打仗 子子孙孙都要世袭为兵 不得脱离军级 这是军中势力盘根错节 水泼不进的根本原因之一 你想想啊军队里所有人都能扯上关系 你爹曾经给老子站过岗 我哥曾经和你叔叔一起扛过枪 当全军都充斥着这种关系时 必然会变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外人根本没法插足 可以说 这是薰贵集团敢跟皇帝叫板的根本原因 然而王贤却要改变这种制度 用募兵取代军户 募兵是什么 就是朝廷出钱招募 壮丁自愿报名 双方约定年线到期退伍回家 这样官兵之间的关系会纯洁很多 士兵效忠的对象也会自然而然 从长官变为朝廷 可以大大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 而且这对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有极大好处 唯一不爽的可能只有薰贵 但此时此刻提出来 张府就是再不爽 也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全凭共业吩咐 说这句话时 张府的生意明显发颤 脸色也有些苍白 显然答应这两个条件让他十分痛苦 更让张府担心的是 条件一个比一个过分 还不知道第三个会是怎么样 如果更加过分怎么办 虽然已经打定主意 多过分的条件都要接受 可他真的感觉 自己已经到了无法接受的边缘 太过分的话 就算自己勉强答应下来 薰贵们也不会同意呀 很好 王贤笑笑 又拳起一根手指道 第三 公业请立即返回消止 那里乱成一锅粥 只有你能收拾局面 什么 张府吃惊的看着王贤 没想到第三个条件会是这样 什么 张府吃惊的看着王贤 但这次吃惊和前两次的意义截然相反 怎么 公业觉得很为难吗 王贤笑问道 不不不 不是不是 张府连忙摇头苦笑道 只是没想到 公业会在两个极端苛刻的条件后 给出一件这么简单的差事 简单吗 王贤却正色道 在我心里 这第三个条件并不比前两个容易呀 顿一顿 他沉声补充道 目前朝廷的状况 公业也知道 不可能派大军随公业一同南下 惭愧的说 我能给到公业的 只有区区几千兵马和一些军官而已 一切都要靠公业的本事 来平定交职的盼乱 哈哈哈哈 公业放心 张某人在交职经略了十余载 对那些安南人了弱之仗 平定他们 关键是法子要对路 何况 安南那地方山高林立 军队多了也派不上用场 谈到交职 张府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他是大明朝最优秀的军事家 军队和战场 才是他驰骋的舞台 从被永乐皇帝召回那天起 张府就身不由己的陷入 可怕的政治漩涡中 事实证明 他并不是个优秀的政治家 更算不上称职的阴谋家 在这个他不擅长的战场上 英国公大败亏书 英明尽丧甚至险些连身家性命都赔进去 这让他愈加厌倦当下的一切 迫切渴望回到战场上 找回昔日的自信和荣光 我说的都是实话 交纸之事在我看来 比前两件事还要重要 王贤站起身来 走到张府面前 看着他的眼睛沉声道 一寸领土都不能丢失 能不能办得到 能 丢了一寸 某愿以死谢罪 张府也看着王贤的眼睛 毫不犹豫的立下军令状 虽说王贤和张府快刀斩乱麻 短短时间就达成了协议 但真要把局面过渡到理想状态 还需要下很多水墨功夫 进军造反 攻打皇城是举世震惊的大叛乱 不给皇帝给朝廷给天下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就是王贤也休想先过这一夜 何况只要不是傻子 就不会相信 这场叛乱背后没有勋贵的指使和策划 想把勋贵们摘出来 又不至于沾自己一身屎 谈何容易 好在 锦衣卫是捏造正贡颠倒是非的行家 在无为的精心策划下 北镇俯斯一步步的向王贤的目标靠近 首先 他们封锁全城 大肆搜捕反贼 还把不少新贵也抓了进去 甚至英国公 陈国公等人 也被勒令闭门停职 等候询问 搞这么大动静 是为了让朝野看到 锦衣卫本着宁网勿纵的传统美德 在全力侦破此案 搞得人人自卑 谁也不敢说锦衣卫没有权力办案 这样整整折腾了一两个月 把所有人都折腾怕了 折腾累了 锦衣卫这才适时消停下来 开始秘密审讯 这样又过了一两个月 已经进入炎炎夏日 人们对此案的关注 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变小 注意力全都被废除 抄法的改革吸引去了 王贤拖得起 红西皇帝却拖不起 好容易没了勋贵的掣肘 朱高尺自然要甩开膀子 大干一场 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后 他下旨宣布 朝廷将永不发行新的宝钞 原先的宝钞一律按新旧程度折价面值的十分之一使用 三年后 宝钞将彻底退出流通 比起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谋反案 这才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 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全都转移到 如何在三年内把家里的宝钞全部花完 是不是要多囤些 铜钱银两坐等升职上 就连文官们的精力也全都集中在争吵超法 是不是应当这么着急废除上 哪还顾得上什么谋反案 王贤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他悄然结案 将侦查结果上报皇帝 说这场谋反案乃是定国公为主谋 徐景昌对皇帝登基以后的改革不满 长陵事件中 徐景昌看到先帝灵鹫一程 认为是先帝显灵 要换掉皇上 便伙同一小撮熏贵 伪造遗诏 骗取部分禁军将领信任 发动了这次政变 徐景昌和几名巡贵 以及禁军军官的上千份供词 对此共认不讳 至于其他巡贵并不知情 也未参与 不过他们还是深刻的认识到 之前在长陵的举动 欺君网上罪孽深重 全都写了认罪书 表示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英国公和成国公也不例外 事情处理到这一步 皇帝的面子上已经能过得去了 杨世奇等人也不敢多说什么 真要叫起真来 是皇帝先包庇了太尊 王贤只是上行下校而已 何况这里头到底是几个意思 上层的人物哪个不心知肚明 平心而论 王贤能做到这样面面俱到 给各方面都有个交代 已经疏为不义了 数日后 皇帝下旨 徐景昌心怀不轨 意图谋反 暗律当斩 但念在他父亲为国捐躯立有大功的份上 改为流放交纸 到军前效力赎罪 既然首犯得到宽大 那些从犯也不好杀了了之 通通发配交纸效力 永远不许离开 至于其他薰贵们 能主动承认错误 自然善莫大焉 皇帝也只是一番身赤 命他们日后不得再犯 否则恕罪并罚严惩不待 对于皇帝的宽宏大量 薰贵们自然感激涕零 纷纷上表 表示痛改前非 绝不再犯 英国公更是表示 虽然皇上宽宏大量 不计前嫌 但自己身为国公 非但没有起到表率作用 反而当众顶撞皇上 绝对无法原谅自己 恳请皇帝恩准 削掉自己的爵位 把自己也发往交纸 在军前效力 为了打消丈夫的顾虑 皇帝专门宴请了英国公 当然有王贤作陪 习间 丈夫归在皇帝面前 痛哭流涕 悔不当初 让朱高赤感到气顺了不少 他又素来是个宽宏的皇帝 既然已经控制住了局面 也没必要再跟张府算小账了 说起来 朱瞻基给朱高赤带来的伤害 要远远超过张府 皇帝连忤逆的儿子都能原谅 还有什么不能释怀呢 于是朱高赤扶起张府 和颜悦色道 过去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 是是非非 朕也不能说是全对 但英国公成皇成孔的坐下 皇帝又接着道 朕说过去了就过去了 你不要有负担 继续当你的国公爷 朕还多有倚仗义的地方 皇上 张府羞愧得无地自荣道 臣愿为牛马 生生世世 肝脑涂地 交纸的事情 朕国公向朕推荐你 说不用千军万马 只要把英国公派回去足矣 朱高氏神态和哀道 朕想听听你的意思 臣愿往交纸 誓死平叛 寸土不适 以报皇上和朕国公的信任 张府马上表态 哈哈哈哈 好 朱高氏龙颜大悦 端起酒杯道 那这杯酒 就算朕给你的壮行酒 爱情满饮慈悲 朕和朕国公 等你高奏开歌 敬国公爷 王贤一直安静地旁听 这才端起酒杯 跟皇帝一起向张府敬酒 张府喝完壮行酒 便识趣地先行告退 他不会天真的以为 滴几滴泪 喝几杯酒 说几句场面话 就可以把恩怨一笔勾销 一切都不过是演戏而已 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 京城再也没有他的位置 皇帝心里同样如此 张府走后 酒席气氛 一下子就轻松不少 朱高赤对王贤笑道 看不出来 你小子手断了得 把这帮薰贵收拾得服服帖帖 说着亲自把斩 给王贤针了一杯酒 然后又给自己针上 王贤笑着欠几身 要去拿皇帝面前那杯酒 皇上开恩 这杯也赏给微臣吧 不行不行 朱高赤伸手护住自己的酒 笑道 今儿高兴 破例呀 多喝几杯 你不要管我 皇后娘娘要骂我的 王贤苦着脸收回首到 最后一杯成吧 皇帝身体很差 张皇后便给王贤个任务 让他监督着皇上 每次饮酒不超过三杯 之前和英国公 已经喝完了今天的定量 哎呀 最后三杯 朱高赤放声大笑道 朕的身体朕清楚 这阵子啊 要比年初时好太多 哎 成 那微臣就拼着让娘娘骂 装一回糊涂吧 王贤也不再坚持了 这才对嘛 朱高赤开心的笑了 和王贤推杯换斩 喝得脸色微红 笑着蹦出了一句道 到今天啊 朕这皇帝才当出个滋味来 到今天 臣才肯跟皇上高个价 王贤也笑道 怎么 又要走 朱高赤一下酒一全无 瞪着王贤道 就不能老实在京里待着呀 皇上 真不能 王贤苦笑道 微臣必须要去一趟五灯山了 不然 弄不好哪天 孙政人就杀上门来 一箭劈死我 哦 哈哈 原来为这事 朱高赤诗然笑道 确实该去一趟了 全天下都知道 你要去五灯山提亲 结果到现在还不露面 实在不该 哎 脱不开身啊 王贤喝了口闷酒 一直脱到现在 他都不知道 五灯山会遭到 什么样的款待了 准驾 快去快回 皇帝陛下恩准道 先不提 王贤去五灯山的遭遇 接下来的日子 大明进入了全面的改革阶段 一条条旧政恶法被废除 一个个立国立民的政策被推行下去 权贵的利益被打压 科捐杂税被减免 万恶的超法 也成了历史的记忆 逃亡的百姓渐渐回到家乡 荒废的田地重新种出了庄稼 奄奄一息的大明朝 终于盼来一段休养生息的美好日子 军队的改革更是大刀阔斧 五军都督府被撤销 取而代之的是唯一的大都督府 最立竿见影的就是 机构的规模缩减为原先的三分之一 仅此一项 一年就可以缩减开支数百万辆白银 更重要的是 有了统一的领导之后 又采取了募兵制 军队中林立的山头被削平 出身和关系不再是升迁任用的唯一条件 几十年来形成的陈规陋席为之一清 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过程自然不会一帆风顺 但有王贤坐镇 勋贵们哪敢造次 非但不敢造次 为了能在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勋贵们还得拼命表现 给王贤充当马前卒 押服那些心怀不满的军官 所以虽然风波不断 但王贤的军事改革 还是一步步得以实现 至于交纸方面 张辅带着薛桓等人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作战 终于收复了被林立占领的府县 将反军赶入了山林中 不过 英国公兵力有限 钱粮吃紧 根本无力组织大军进脚 只能也暂时维持现状 等待转机 红西三年春 经过红西皇帝和他的大臣们 三年来艰苦卓绝的改革 大明朝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各项改革政策已经见到成效 久困的民力得到疏解 各地饿死百姓的现象 已经十分少见 虽然国库的债务还未还清 财政依然捉襟见肘 但谁都能看出 大明朝这辆沉重无比的马车 已经艰难地驶离了悬崖边缘 行驶在复苏的轨道上 只是这复苏来得比想象中要艰难许多 尤其是大城市中 市民的生活甚至比永乐时期还要不如 虽然不用担心被饿死 但市面上物资齐缺 永乐朝百货云集 琳琅满目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 甚至连店铺数量都减少了一半以上 因为百姓口袋里几乎没有银钱 根本买不起柴米油盐之外的消费品 商家赚不到钱 只能缩小经营 甚至关门了事 大明朝通过废除宝钞 解决了永乐年间的超级通货膨胀 却又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窘境 这个道理甚至不需要王贤提醒 夏元吉这位千年一遇的理财专家 就已经在奏本中向皇帝说明 最近几年连货丰收 百姓饥荒基本解决 但朝廷财政迟迟不见起色 是因为工商业萎缩的十分厉害 而工商业之所以萎缩 一是因为朝廷力行节俭 停止一切采办 使赖以为生的工商业者 无以为业 更重要的原因是 废除宝钞失之草率 当年红武皇帝发行宝钞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大名贵金属齐缺 致使市面上通货严重不足 所以才会用纸钞来补充 如今金银铜齐缺的局面 依然没有改变 却把宝钞废除 自然会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 夏元吉告诉皇帝 农业是国本不假 但只能保证老百姓不饿肚子 但要想富国强兵 就必须发展工商业 而要想发展工商业 就必须解决通货紧缩的危机 虽然夏元吉的奏章 被不少文官视为 对新政的批评 是在给前朝旧政招魂 但杨世奇并没有被 狭隘的门户之剑蒙蔽双眼 他很清楚 夏元吉说的是真知灼见 将已经置世在家的老人家 请回京城 向他请教如何解决通货紧缩 夏元吉给出上中下三册 上册是像元朝初年那样 发行有准备金的新宝钞 中策是恢复下西洋 用天朝的丝绸 瓷器 茶叶换取海外的金银 以弥补国内的通货不足 夏策是在全国范围内 大力开采金银铜矿 禁止民间私藏银铜 尽可能的多住钱币 可惜的是 杨世奇在和皇帝一番斟酌之后 最后采用了夏策 朱高赤也好 杨世奇也罢 都认为好容易才废掉宝钞 不能再开这个口子 否则早晚会回到烂发的老路上 夏夕阳更是劳民伤财 付出和收获远不成比例 停了就不要再重开 结果 皇帝只是下旨 在全国范围开采金银铜矿 并禁止民间私藏银铜 各地铸壁局 铸造尽可能多的铜钱 来解决通货紧缩的危机 对此夏元吉十分失望 他没想到红旗皇帝和杨世奇 居然保守到这种程度 要是各地矿场还能开采出多少金银 永乐末年的财政也不至于吃紧到那种地步 道不同不相为谋 灰心不已的夏元吉 谢绝了皇帝和杨世奇的挽留 毅然踏上了返乡之路 听说夏元吉走人 在内阁忙碌不堪的杨世奇 只是叹了口气 便继续忙碌起来 比起来时 皇帝召见日夜兼城的仓促 夏元吉的返城就从容多了 没人催促他要赶紧赶路 没人限定他必须何时到家 老先生索性轻车缓行 一路上游山玩水 寻访旧有 不慌不忙的南归 过了一个多月 夏元吉才到了德州 一进城啊 就感觉很不一样 他发现这里 要比上一站 苍州繁华多了 热闹多了 老先生随便逛了几家店铺 就发现里头的物资 十分丰富 交易也很是活跃 仅仅在店里 占了一会儿的功夫 夏元吉又看到 好几笔买卖成交 更让他吃惊的是 买卖双方用的不是金银 也不是铜钱 而是一种纸钞一样的东西 这引起了夏元吉 极大的兴趣 等到店里买卖结束 掌柜的空闲下来 他过去打了个招呼 问道 殿家 小老儿是过路的旅客 有件事啊 很是好奇 恳请不吝刺脚 老先生太客气了 您尽管问就是 那掌柜的见夏元吉 仪表不凡 气度超人 知道这老头来历不凡 忙磕磕唧唧起身抱拳 啊 方才 见你们是在用纸钞交易吧 夏元吉问道 不是大年初起 宝钞就彻底作废了吗 怎么 你这儿还收啊 哈哈哈哈 老先生 您看仔细了啊 这是宝钞吗 掌柜的呵呵一笑 从抽屉中取出一张纸钞 摆在夏元吉面前 夏元吉定睛一看 那确实不是宝钞 虽然都是纸钞 但纸质花色字样 全都是他没见过的 只见上头顶天 印着两个凯体大字 银票 下头写着一行 平铁取官平银 二十两整的字样 右边抬头写着 天字某某号 左侧是红锡二年 某月某日 落款上有 济南广胜票号的印章 还有一系列的 花鸭和棋凤章 这广胜票号 是个什么来路 夏元吉是识货的 一看这银票 就知道是某种 由私人发行 可以代替银钱的纸钞 哎呦 您老没听说过广胜号吗 掌柜的一脸不可思议道 那是镇国公 山东不正史司 联合山东各府衙 还有几十号大财主 一同成立的一家大钱庄 在全省都有分号 凭着这个银票啊 就可以从他们那儿 对出现银 像你们这样 用银票做买卖的多吗 夏元吉看着掌柜子 心砰砰直跳 想不到在山东 有人和自己想到一起去了 而且早已经推行开来 那当然 别的地方不知道 咱们山东地儿啊 可都认这玩意儿 掌柜子说着 想将银票收回 却被夏元吉一把按住 掌柜子以为他要抢钱 当时变了脸色 却见夏元吉将一枚金钉 拍在他的面前 沉声道 这张银票 我买了 从那家店铺出来 夏元吉彻底无心游山玩水 他在德州城中走访调查 参观了涉在府前街的广盛票号 德州分号 还走街串巷 调查大小店铺的经营状况 甚至到老百姓家里 看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结果让夏元吉又惊又喜 德州商业的景气程度 甚至能赶上江南的 无锡嘉兴等地 比他长沙老家还要繁华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也和江南百姓能有一拼了 这简直是个奇迹 唯一没想到的是 他的举动居然招来了锦衣卫 夏元吉不得不亮明了身份 这才没有被当成敌特抓起来 不想跟当地官府应酬 夏元吉便离开了德州 路上也不再停留 直接赶往济南 到了济南城 就更让夏元吉震惊不已了 那种商旅云集 店铺如林的景象 他只有在苏杭南京 这些江南的中心城市 才能看到 整个黄河以北 都是绝无仅有的 换成一般人 看到这样的景象 可能只会感叹一番 不愧是天下灵修的济南城 果然名不虚传 但夏元吉 当了二十多年的大名管家 焉能不知济南原本的样子 仅在五年之前 济南还在全国省城中 位居下游 仅仅比西南西北的 那些省城强一些 别说跟杭州苏州南京比 就是太元西安长沙 这样的城市也比不了 夏元吉更深知 济南和山东的问题有很多 劳逸繁重 科捐杂税 九汉无语 励志腐败 邪教猖獗 豪神横行 可以说 天下各省的麻烦 山东都有 而且还有很多麻烦 是山东独有的 夏元吉甚至曾灰心的认为 山东注定是大明朝 最沉重的包袱 会把帝国脱下深渊 当初 朱棣决定对山东 采取休克疗法 让所有的农创都破掉 很大程度上 就是基于夏元吉 这种判断 然而 仅仅过去不到五年 济南山东就走出了泥潭 发展到这种程度 怎能让夏元吉 不面红而热 乃至无地自容 夏元吉本打算 在济南城好好逛逛 却被楚延 带了个正着 哎呀 夏国老 可算找到您老了 楚延笑咪咪 向夏元吉行礼 从德州治府那儿 听说您来济南了 下官就让人 在城门口候着 谁知这帮蠢财 居然把您给漏过去了 昔日 楚延在户部任员外郎时 夏元吉就是他的藤官 正经算是楚延的老上司 不过夏元吉 并不摆老上司的架子 笑着向楚延还礼道 老秀早就是一介草民 到处转转 打发时间而已 怎好惊动官府啊 嘿嘿 您老这话可就见外了啊 慢说您是下官的老大人 但说我们公业早就吩咐过 您老路过济南的时候啊 一定要好生招待 争取让您老多住些日子 好让我们多跟您老学一学 郑国公说的不是反话吧 夏元吉文言苦笑道 该是老夫跟你们求教才是 大街上不是说话的地方 在楚延的盛情邀请下 夏元吉只好一步步正式衙门 山东安查市卫元和山东都司二黑 也赶来拜见夏国老 山东三大县一起出面招待 给足了夏元吉面子 老先生虽然不好虚名 但也感到十分舒畅 高兴的答应在济南多住几天 和他们好好探讨一下山东未来发展之路 让夏元吉有些奇怪的是 准备同他展开探讨的 除了楚延这位不正史外 竟然还有卫元和二黑 按说三大县各管一摊 应该很忌讳别人插手自己的职权范围 所以夏元吉有些担心 是不是楚延太过弱势 被暗查史和都司压制了 晚上趁着没旁人 夏元吉隐晦的提出这个问题 却引得楚延哈哈大笑 哎呀 多谢老大人关爱 只是我们这边啊 没有别出那套门户之鉴 有什么事啊 都是大伙一起商量着办 顿一顿道 一声正物 行名军物 本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分得那么清楚 只能什么事都办不了 这样啊 夏元吉吃惊的问道 不会有问题吗 怎么可能有问题 楚延大笑道 谁敢乱来 不怕镇国公扒了他的皮 哈哈哈哈 也是 老夫后怎么忘了这场 夏元吉诗笑道 有镇国公在 一切皆有可能 哎 也不全是工业的原因 我们和省上下 皆是罪鱼之人 能有现在的局面 已是心满意足 哪里还有争权夺利之心 楚延叹了口气 正色道 哎 还真是 夏元吉也叹了口气 楚延说的是实情 山东一省的官员 全都是靠王贤 才保住性命的 当年永乐皇帝 放任山东 打烂打碎 就是存了 将一省官员 都换掉的念头 后来 白连教造反 汉王更是死在山东 朱棣雷霆震怒 将山东官员 从不证实往下 通通杀头的旨意 都已经拟好 若不是当年 王贤不顾所有人反对 执意进京 与永乐皇帝斗法 并奇迹般的笑到了最后 山东这帮官员 坟头上的草 都已经一丈高了 不过 山东这帮官员 也很清楚 他们已经被打入令策 一旦离开山东 就会遭到 其他官员的排挤 甚至敌对 因为他们已经被归为王贤一党 而王贤可是跟曹操霍光齐名的 权奸枭雄 虽然这三年来 王贤并没有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是循规蹈矩 无声无息 但舆论对他的攻击却日胜一日 王贤杀害龙子龙孙 甚至谋害先帝的事情 本来只是陷于最高层的密文 当今皇帝还私下警告过 任何人不得谈论此事 更不得外泄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消息还是流传到外界 已经成了朝野皆知的秘密 民间甚至出现了细文画本 绘声绘色的描述这段 永乐末年的恩怨情仇 在这些故事里 王贤毫无例外 都是以大白脸的形象出现 而且十有八九要大肆渲染 他和徐妙锦的桃色关系 为此 锦衣卫曾经严打过一阵子 皇帝也下旨严禁这些细文画本传播 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哪能堵得住悠悠众口 何况这种当事人还健在的 朝廷隐秘工伟密文 向来是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贩夫走卒 全都爱得要死的话题 而且除了山东之外 各省官员都对朝廷的这条禁令 阳奉阴伟 甚至有官员公然让戏班在衙门里 上演这类戏码 本身官府就在推波助澜 如何能指望他们为王贤灭火 年复一年下来 王贤的形象已经被抹黑得不像样 甚至官员们都在背后叫他王孟德 还有人说他的婊子众德 乃是司马仲达和曹孟德的婊子 加起来 他本人也是这两大奸臣的综合体 甚至于一直毫不动摇力挺王贤的 红西皇帝也跟着吃了不少挂落 人们说圣天子啊 什么都好 就是识人不明 太重感情 王贤这样的大奸大恶之徒 就算往日有些许威功 皇上也应该以大局为重 早日处此大奸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偏听偏信 将国家的军权通通交到他的手里 甚至有官员在奏章里明说 圣天子现在是头悬宝剑 却酣睡如故 保不起哪天就掉了脑袋 至于中山郎的故事 都不知被反复提起几百遍了 同时 另一种说法也深嚣沉上 说是因为王贤控制了军权 还有锦衣卫 皇上根本不敢动他 所以只能对他听之认之 甚至还得说些违心的话来维护他 以免王贤苟鸡跳墙而已 这种说法 在涉事未深的读书人那儿很有市场 在这些读书读坏了脑袋的家伙眼中 皇上和奸臣自然是正邪不两立的 现在皇上维护奸臣 一定视为奸臣所迫 所以时不时就会有读书人 冲到公爵府或大都督府门口 高喊 请郑国公还君权于主上的口号 虽然这种事并不是时常发生 但造成的影响极坏 王贤成了天下读书人和文官的公敌 说起来 就连夏元吉这样治世多年的老家伙 也不愿意和王贤扯上关系 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他的子孙还得过日子呢 所以夏元吉在德州 一暴露身份就赶紧离开 到了济南也不声不响 不想让王贤的人知道自己到了 不过他毕竟已经黄土埋到脖井 又对山东发生的经济奇迹太感兴趣 被楚言找到之后 也就不顾及那么多了 毕竟山东还是皇上的领土 山东的官员还是大明的臣子 三大县一起出洞 盛情挽留 自己摸不开面子 逗留几天也是无可厚非的 夏元吉抛开顾虑 和山东官员深入的探讨了几天 对山东境内发生的变革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对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有了初步的认识 夏元吉本来以为 这一切都是山东官员的能耐 和那位远在京城的镇国公 没有多大关系 毕竟 王贤向来给人的印象 是个恐怖的特务头子 老奸巨华的阴谋家 带兵打仗也很有一套 至于民政方面 则是一片空白 毕竟 王贤出道以来 并没有当过一天地方父母官 也没有在六部衙门任职过 所以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 他是治国理政方面的外行 会有这种认识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王贤已经 智多而近腰 强大到变态了 如果他是正面角色 人们自然会认为他无所不能 可王贤现在是天字一号大反派 人们便会把他往坏处想 希望他某方面是白痴 好像这样就能让他显得不那么可怕 比较容易战胜他一样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 正面角色往往不如人们想象的优秀 反面角色往往远比人们想象的厉害 王贤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夏元吉才知道 原来他苦苦寻思 才想到的解决通缩之道 王贤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想到了 而且完美的付诸实践 那成立省级钱庄 发行可对银票 在全省范围内实现自由会对的法子 和整套实施细则 全都是王贤一个人想出来的 王贤还针对各府不同的条件 为各府量身打造了不同的发展规划 几年下来 各府都有成足的发展 即南府 济宁府 郊州府 登州府 这些领先的地区 已经可以与江南的城市平视了 其余原先欠债太多的地方 也基本消灭了赤贫 老百姓基本家有余粮 荒年不荒 到学堂读书的孩子是原先的十几倍 要知道这年代能念得起书的 可都是富农以上的家庭 这可以看作是 地区富裕程度最直接的指标了 王贤还在劝农劝丧的同时 大力发展工商业 并投入巨资 修桥铺路 将原末以来 山东境内残破不堪 年久失修的官道 重新修整并加以完善 极大的促进了全省的货物流通 自然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下元起所见德州济南的景象 就是这种繁荣最佳的体现 而且王贤还将郑和水师的舰船 全都转移到了山东 郑和现在下落不明 朝廷又决议不再重下西洋 而且大明的军政 全都决自王贤一言 他将郑和船队转移到山东 自然不在话下 和那些敌视他的人所说相反 王贤并不是要用郑和水师造反 而是利用这些巨舰 和朝鲜 日本 南洋 做起了生意 将中华物产 贩卖到海外 带回来乘船的金银和宝石香料 还有等等等等 下元吉越是了解 就越是震撼 他发现 王贤治国理政的才能 一点都不逊色于 他搞阴谋的本事 联想到当年 王贤还中过举人 下元吉就扼腕叹息 要不是早早的卷入夺敌之争 被迫中断了举业 搞起了特务工作 王贤本应该是在文官的行列里 展示他的才华 要是那样 也许今日的内阁首府就不是杨士奇 而是他王仲德了 下元吉相信 若真是那样 大明朝也就不会陷入今日的泥潭 果足不前了 下元吉不是否定杨士奇 事实上 他认为杨士奇 乃是百年一遇的奇才 只可惜 王贤是千年一遇的妖孽 杨士奇可以救国家于危难 但王贤才是能带着大明 重塑汉唐雄风 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那个人 只可惜 造化弄人 一切都不能重来 王贤已经永远做不了 智势的能臣了 这是他个人的遗憾 更是大明的悲哀 下元吉在济南待了整整十天才离开 临行时 楚延等人全都到城外相送 楚延魏远等人对这位国老 已是十分感激 老人家毫不曾思啊 将几十年来的经验倾囊相授 为他们指出了很多不足 解开了许多疑惑 说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也不为过 十天的相处 让下元吉对山东和这些山东官员 产生了不浅的感情 他真心希望在山东发生的奇迹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并带动全国各地的发展 让大明朝再续辉煌 而不是星也薄焰 王也忽焰 下元吉拉着楚延的手 低声说道 这次老夫去京城 和皇上见过一面 圣上的龙体大不如前啊 能说到这个地步 对素来谨守本分的下国老 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他满面忧色道 你们要多想想将来了 多谢老大人相告 楚延感激地看着下元吉 叹了口气道 但这不是我们该考虑的问题 说着他双眉一条 坦然道 我们山东官员 早就把神家性命 都托付给镇国公 公也领着我们往哪儿走啊 我们跟着就是 想那些有的没的 图乱人意儿 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想吗 下元吉看着楚延沉声问道 唉 那倒未必 楚延又叹了口气 有些讳莫如深道 可能也有人会有别的想法 当然不会轻易说出口 嗯 下元吉人老成精 一听就什么都明白 在任何团体中 都会有不同的心思存在 何况是王贤这样一个 实力空前强大 受到的压力 也是空前强大的集团 必定不会是铁板一块 至少会有至少三种念头 一是像楚延这样 既然解决不了 索性就什么都不想 闭着眼跟王贤往前走 哪怕是条死路也认了 而是受不了未来的压力 想方设法逃离这个集团 只求安全上岸 还有第三种 也是最危险的 既然已经担上曹操的恶名 又有做曹操的实力 为何不索性真做曹操 轰轰烈烈干一场 哪怕是败了呢 也总好过现在这样窝窝囊囊 这三种想法 在王贤集团中肯定都很有市场 使王贤集团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火药包 爆炸是注定的 只是迟早而已 这也是夏元吉最为担心的一点 他看着楚延沉声问道 那镇国公有什么打算 楚延摇了摇头 这种事 他就是知道也不能说 何况如今王贤的心思愈发让人难以揣测 楚延也确实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那 你帮老夫跟他带句话 对于楚延的沉默下元吉并不意外 他压低声音对楚延说道 天下之大 总有他的容身之处和用武之地 千万不要刑察他错 否则会给山东 给天下带来滔天俱祸的 这 下官记住了 楚延听得胆战心惊 心说这能跟工业说吗 要真是到了那天 天下再大 哪里还有工业的容身之处 更别说用武之地了 只是离别之际 他也没必要跟老人家争辩什么 含糊硬下就是 千万把老夫的话带到 下元吉仿佛看出他的敷衍之色 紧紧攥着楚延的手臂 指甲抠得楚延生疼 声色俱立道 切记切记 不然你就是千古罪人 老大人放心 下官一定把话带到 楚延这才悚然再应一声 知道这句老生常谈的话里头 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讯息 北京城 太孙府三年来 一直大门紧闭门可罗雀 老百姓甚至要遗忘 这府中那位太孙殿下了 三年来 朱瞻基一直谨遵父皇的命令 老老实实在家闭门读书 除了每隔一日 便有大学士来他府上讲学 太孙殿下基本不见外臣 韬光养晦 三年不明 终于脱胎换骨 洗去了昔日的急躁和锋芒 变得沉稳内敛 从容淡然起来 这天又是讲学的日子 朱瞻基起了个大早 在后花园中打了套拳脚 出了身大汗 才回到暖阁冲了个凉 换一身藏青色的乳袍 头发用朱瞻扎起来 脚上蹬一双黑布鞋 变成了一个朴实无华的青年书生 虽然已经历尽沧海桑田 他今年其实才28岁 这几年在府中修身养性 竟显得比前几年还要年轻 只是面堂还是一如既往的有黑 并没有变白一点 简单的吃过早饭 朱瞻基便来到书堂 往常这个时候 讲学的大学士 应该已经厚在这里了 但今天竟罕见的迟到了 朱瞻基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没兴趣打听 更不着急 横竖都是无所事事的一天 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他便让陈武焚上一炉香 自个儿坐在书桌前 翻开一本资质通鉴 细细的研读起来 这套书 他八岁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过 但二十年后再次研读 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 博大精神的帝王之学 不知不觉看到快晌午 杨士奇才满头大汗的匆匆赶来 一进来就告罪连连道 殿下赎罪 有紧急军情皇上召集内阁和大都督商量对策 故而微臣来迟了 收府日理万机 还要抽空陪我这个闲人念书 哎呀 你能来我就很开心了 朱瞻基笑着让人给杨士奇上茶 又让太监给他打讪 哎呀 这才四月 怎么就热成这样啊 杨士奇和朱瞻基显得极为忍熟 摘下头上的乌纱 拿起帕子擦擦汗 并没有要注意仪表的意思 今年啊 天象确实反常 整个冬天一场雪都没下 二月里却打了雷 本以为能下几场春雨缓解汗情 谁知道竟是个冬春连汗 灾荒难免啊 朱瞻基和尚书叹了口气道 是啊 不光咱们这边汗 北边草原上更是汗得要命 牧草不生 牛羊不下崽 蒙古人饿得嗷嗷就 又操起家伙重开就业了 杨士奇一边喝茶 一边将最新的情况讲给太孙 事实上 非但杨士奇还有杨荣 都会为太孙殿下细心讲解朝局的变化 甚至连皇帝的言谈举止都会如实相告 虽然朱瞻基自有渠道可以探听到外界的消息 但哪比得上来自内阁大学士口中的第一手情报 这显然不属于大学士们的授课范围 而是他们背着皇帝在与太孙勾结 事情还要从三年前 太孙刚刚被禁足在家 杨士奇第一次给他讲学说起 彼时的太孙殿下刚刚遭遇惨败 使出浑身解数才屈辱的死里逃生 被皇帝禁足在府上 不许他接触大臣 朱瞻基那时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 他不知砸碎了多少瓶瓶罐罐 殴打多少太监宫女 都发泄不了心中的邪火 当时两人也是对坐在这间讲堂中 自然远没有今日这般亲密和谐 朱瞻基甚至很难隐藏起 对杨士奇的敌意 他认为这是父皇把自己关在府里 还不放心 又派这些大学士来监视自己 放在平日里 朱瞻基当然知道 要尽量隐藏起自己真实的情绪 跟这些大学士搞好关系 能让他们少说自己几句坏话也是好的 但朱瞻基心里憋着邪火 不能跟父皇发作 还不能跟父皇的狗发作了吗 朱瞻基横眉树目 杨士奇却春风满面道 殿下不要这样拒人千里之外嘛 微臣是来帮助你的 帮助我的 你能帮顾什么 朱瞻基冷笑道 微臣能帮殿下稳固根基 将来更可以助殿下深登大宝 杨士奇正色道 杨学士捧错臭脚了吧 我已被父皇打入冷宫 下一步就该被废了 朱瞻基嬉笑道 你应该找朱瞻君才对 天下说笑了 您是先帝所立的太孙 在位二十多年深得人心 先帝甚至有一兆传位于殿下 在天下臣民心中 您才是唯一的储君 杨士奇神情欲加严肃 沉声说道 朱瞻基本来还在冷笑 听到传位遗诏四个字 当时警觉起来 拍案而起道 还说不是父皇派来的走狗 竟然还想炸我 当故事白执咋的 说着咬牙切直道 父皇竟然还是这般百般不放心 索性直接一道旨意 把我刺死了事 这样拐弯抹角 还有点皇帝的样子吗 杨士奇对朱瞻基的不沉之言 充耳不闻 依旧云淡风轻道 殿下这话就有失水准了 您冷静下来想一想 皇上会派我来说这些话吗 朱瞻基冷哼一声 还是强迫自己 不要被怒气冲昏头脑 稍一冷静 他便醒悟过来 自己可是已经写了保证书 向全天下广而告之 没有依照存在的 现在何强来 再把遗诏拿出来 也已是不足为凭 只增孝儿了 这种情况下 父皇是绝对不会 没事找事 再提什么遗诏的 他巴不得 全天下人都不再纠缠此事 又怎么会让大学 是来无事生非呢 如果不是父皇的授意 那这杨世奇的态度 就大可琢磨了 朱瞻基狐疑的看着杨世奇 模棱两可道 有又怎样 没有又怎样 现在说这些 还有意义吗 现在说这些 还有意义吗 朱瞻基 审视着杨世奇 有意义 别人不信 遗诏 微臣 却是相信的 杨世奇 说着起身 直直跪在朱瞻基 面前 毕恭毕敬 叩首道 微臣 愿誓死效忠殿下 聘上这条老命 也要保殿下将来 深登大保 朱瞻基 被杨世奇给搞懵了 盯着他看了半赏 方咬牙问道 你到底是哪边的 殿下无须多心 我等文官 从来都是以 维护皇统为天之的 杨世奇满脸正气 沉声说道 所以 我们既绝对忠于皇上 又会拼命维护国本 一切都是为了 大明的江山设计 朱瞻基愣愣地看着杨世奇 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要知道在此之前 很长一段岁月里 以杨世奇为代表的文官集团 都绝对忠诚于他的父亲 当时还是太子的朱高赤 甚至连朱高赤的太子之位 都是谢尽那一代文官 用命从先帝那里换来的 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里 文官们为了保护太子殿下 不知多少人因此触怒了先帝 得罪了汉王 遭到祭刚的逮捕 二十年里 不知多少文官下了诏狱 受尽折磨 惨遭横死 妻离子散 然而他们 依然无怨无悔 忠心不改 始终将保护太子 视为压倒一切的大事 这份巨大的忠诚 不知让朱瞻基 羡慕了多少回 难道终于降临到自己身上了 蛊是国本吗 朱瞻基愣愣地看着杨士奇 好半天才没头没脑憋出一句 殿下认为自己不是国本吗 杨士奇微笑着反问一句 蛊当然是国本 朱瞻基打了个机灵 从心底吼了出来 那殿下还有什么疑问 杨士奇看看桌上的资质通鉴 正色道 辩蓝史书 殿下可曾看到过一例 有文官汽笛掌宝树佑的典故吗 那倒没有 朱瞻基轻抚着桌上的通鉴 缓缓摇头 文官集团 尤其是汉朝以后的文官群体 是以儒家思想为教义的 同道组成的集团 孔父子的刚常伦理 在他们看来就如天条一般不可违背 维护这套 以儒家教条为准则的社会伦理 是文官集团不可推卸的天职 所以 敌掌继承制 在文官们看来是天经地义 雷打不能动的 他们会豁出命去维护这条制度 因为这关乎他们的信仰和人生价值 所以朱瞻基并不怀疑杨世奇的真心 只要对方认定自己是储君 就不太可能再动什么歪心思了 朱瞻基面色戍变 很快理清了前因后果 对杨世奇的态度也急剧地变化起来 他双手将杨世奇扶起 面带溃色道 事故不是好人啊 雪氏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快快请起 杨世奇起身后 语众心尝道 眼下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殿下千万不要灰心 看这次皇上对您的安排 说明您的地位还是非常牢固的 只要不再犯错 没有任何人能抢走您的储君之位 薛氏何以教我 朱瞻基毕恭毕敬地起身抱拳道 他很清楚 接下来不知多长时间 自己将很难和外界联系 这些大学士 就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谨遵父皇教诲 韬光养晦 修身养性 过上几年 殿下再看 定会发现 局面已是大不一样 杨世奇撵着胡须 不疾不徐地说道 哦 朱瞻基有些狐疑地看一眼杨世奇 轻声问道 几年之后 大明少恐怕已是王仲德的天下 还会有我朱瞻基的立锥之地吗 哈哈 天下执念了 杨世奇摇头笑笑 目光凌厉道 微臣从没听说过 像王贤这样的臣子 还可以得到善终的 却也又变成曹操的 朱瞻基悠悠说道 至此 太孙殿下再不怀疑杨世奇分好 因为他意识到 杨世奇之所以积极向自己靠拢 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王贤 王贤不是曹操 他也成不了曹操 杨世奇却一脸笃定道 那时先有石长氏之乱 后有黄金之祸 继而由董卓废帝迁都 汉室衰微到了极点 天下人已经不再认县帝为主了 这才给了曹梦德 歇天子令诸侯的机会 又顿一顿道 然则我大明开国一甲子 雄军圣主辈出 天下归心 海内先赴 王贤根本不可能取代朱家 他要是想要做曹操 天下共极致 也不能光指望人心向背 当年蒙古人入关 还有再往前的金国辽国 那些达子能得到什么人心 还不一样占据中国百十年 称姑道果当皇帝 朱瞻基叹其道 还有赵匡印 杨坚 难道说柴荣和袁庸 不是圣君雄主 不得人心吗 哈哈 天下所言极是 确实不能光指望人心向背 咱们还得想办法 血弱王贤 杨士吉点点头 轻声说道 不要轻举妄动 说起冒犯的话 你们是斗不过他的 朱瞻基却断然摇头 欺然一笑道 这大明朝没有谁能斗得过他了 也许只有老天才能收了他去 哎 殿下切勿灰心 须知 月满则亏 强疾则辱 杨士吉却十番乐观道 确实 王贤如今首长锦衣卫 总揽天下兵马大权 山东一省 更成了他的私人领地 看似鲜花灼锦 烈火烹油 实则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 哦 什么危机 朱瞻基看着杨士吉有些不明 所以 信任危机 他的权力实在太大 已经大到 让所有人感到不安 更何况 他还毫无人臣之道 胆敢杀害龙子龙孙 甚至先帝之死 他都要负很大责任 杨士吉沉声说道 古往今来 这样的权势 这样的罪行 无一不是 大奸大恶 祸国殃民的 枭雄奸贼 人人得而诛之 不错 朱瞻基点点头 让杨士奇这么一说 他确实觉得 王贤已经不容于天地了 只要将他的恶行 朝阳出去 天下人都会对他恨之入骨 杨士奇说这话是 神情阴森诡异 完全没有半分 载辅风度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王贤之所以显得不可战胜 是因为皇上给了他 无条件的信任 如果所有人都对皇上 说王贤的坏话 情比金奸 也敌不过机会消骨啊 有道理 朱瞻基情不自禁地 汉首道 如果真能让父皇 对王贤产生警惕 事情就好办了 殿下暗知 皇上如今就没有警惕镇国公 杨士奇冷笑道 有些内情和外间所知的相去甚远 哦 愿闻其想 朱瞻基眼前一亮 因为父子之间离心防备 他对这些内情远不如 杨士奇这些人了解 其实皇上登基以后 就已经和王贤出现问题了 杨士奇沉声道 这不难理解 太子大业未成 双方是同一阵线的盟友 自然可以亲密无间 太子大业一成 双方变成了君臣 再也不是盟友了 天下所有都是皇上的 王贤想要的多一分 都要皇上多让出一分 博弈从那时就开始了 有道理 朱瞻基点点头 示意杨士奇说下去 当时王贤想要天下的兵马大权 皇上怎么可能答应呢 王贤便选择了以退为进 必居济南 他知道皇上的改革 肯定会激怒勋贵 没了自己在经理镇压 勋贵们肯定会闹事的 提起这些丢人的往事 杨士奇脸上没有丝毫愧色 说道 等到皇上被闹得受不了 自然会答应他的条件 请他出山收拾局面 嗯 朱瞻基应一声 听杨士奇接着道 皇上两次三番派人去请 王贤都不为所动 非得等到局势 对他最有利的时候 才从天而降 摘走所有的果子 殿下识想 换了您是皇上 会领他这份情吗 心里不会窝火吗 会 朱瞻基点头道 王贤要是当初不离京 就不会有后面的乱算 父皇也不会在成林 叹遭羞辱了 殿下说到点子上了 那些屈辱和折磨 本就是王贤刻意造成 现在却还要皇上领他的情 殿下您说 皇上心里头 可能舒服得了吗 杨士奇冷笑连连道 应该不会 看父皇对我三叔 还有皇爷爷的包袱 他也不是看上去那么人善 朱瞻基轻声说道 这不就结了 皇上如今对王贤百般维护 除了昔日的情分 更多是为了压制住熏贵 避免军中再出乱子 杨士奇提起这茬 至今仍然气愤不已道 本来这次可以将熏贵们 一网打尽 王贤却只抓了几只替罪羊 把剩下的全都保住了 这不就是养扣自重吗 您消消气 朱瞻基知道 站在文官的立场上 当然恨不得 熏贵全都下地狱才好 不过这不是争辩的时候 他苦涩的笑着 安慰杨士奇道 那些熏贵经过这一次 不说一蹶不振 但恐怕也再够不成威胁了 殿下所言即逝 杨士奇立即沉声说道 请问殿下 兔子打光了 还留这猎圈干什么 朱瞻基点点头 他那阴霾重重的脸上 终于透出一丝阳光道 姑现在相信 学着就是老天爷降下来 收拾王贤的克星了 那日之后 杨士奇便和太孙 结成了同盟 杨荣也很快加入进来 两人一直充当太孙 和朝政间的桥梁 还暗中替朱瞻基 笼络了许多文官 在对付王贤方面 他们也学聪明了 绝不正面和王贤发生冲突 不给王贤打击 消灭他们的借口 但私底下 他们命人偷偷将朝廷 密心散播出去 那些关于王贤 杀王弑君 与徐妙锦有染的段子 也都是出自他们的授意 这种事 只需要放个风出去 就可以传得满城风雨 而且谁也没法查出 到底最先是谁先造的谣 太孙府讲堂中 杨士奇为朱瞻基 讲述蒙古人扣编之事 先帝在世 蒙古人都被打破了胆 自然老老实实 秋毫无犯 十多年下来 那些没有归附的蒙古人 日子过得苦极了 他们不是农业 没有工业 除了牛羊肉 牛羊皮 牛羊奶 几乎什么都不会生产 但过日子不能只靠牛羊 身上的衣裳得用布皮 床上的被褥 得用棉花 生了病得有草药 烧水做饭得用铁锅 牛羊肉吃多了 得有茶砖解腻 而且炖肉总得放盐吧 整天吃白水煮肉 谁受得了 这些东西 蒙古人通通都没有 原先是靠掠夺内地来获取 被朱棣打残了之后 只能老老实实地通编护士 用珍贵的皮毛换取这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 但也不是哪个部落都有资格跟大明护士 得是一贯公顺 对大明没有威胁的中小部落 像阿鲁台那种实力强大 野心勃勃 总想着一统蒙古 恢复蒙元 昔日荣光的家伙 自然始终被排除在外 阿鲁台不是不想低头 他派自己的儿子数次到宣府求和请封 但朱棣已经认定 他是个胃不熟的狼崽子 坚决不为所动 阿鲁台的达达布 始终得不到急需的物资 生活已是惨不忍睹 据说他们整个部落 只有阿鲁台和他的几个儿子有铁锅用 其余人只能用瘦皮做成袋子烧水煮肉 因为没有布品和棉花 他们只能不论男女贵贱 通通都穿瘦皮缝制的衣服 到了夏天 穿不得瘦皮 男女便近乎赤身裸体 给他们的成吉思汗丢尽了脸 在朱棣的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之下 不少依附于达达布的小部族 偷偷内迁 投靠核桃的博尔基基特部 若非阿鲁台父子的强力镇压 整个达达布早就分崩离析了 就在阿鲁台也快要撑不住 准备向大明无条件投降时 永乐皇帝驾崩了 消息传到草原的当天 达达各不就像过节一样 所有人纵情欢歌 喝得鸣钉大醉 庆祝压在蒙古各族头上 二十多年的巨石 一朝化为乌有 随后 阿鲁台贼心复然 开始试探着进攻那些 归附大明的蒙古部落 劫略一番便率中远顿大漠 躲了许久 也不见大明的军队前来惩戒 阿鲁台的胆子便越来越大 不满足于劫略 没什么有水的蒙古部落 开始打起大明百姓的主意 永乐年间 许多内地百姓或是逃难 或者是跟随军队迁徙到边境地区 建立村镇开荒种田 已经很成规模 这些边地的百姓 已经淡忘了蒙古强盗的威胁 很多村镇都建在远离军队住房的区域 这年代可没什么军民情深 大明的边军劫略起百姓来 跟强盗也没什么区别 当阿鲁台率军闯入这些村镇时 根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便可以肆意的烧杀抢掠 等他们满载而归 离开好几天 大明的军队才姗姗来迟 这其实也不完全是朱棣一死 大明的边军就撂了挑子 而是宣府大同的将领 都想应朱高赤的号召 带着大军进京秦王去了 留守的副将兵力不足 又不愿担责任 哪会贸然出击呢 边境遭到频繁骚扰的消息 很快传到京城 但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争夺皇位上 暂理朝政的太孙殿下 只是把消息传达给秦王的将领 而那些将领也不以为意 这么多年 蒙古人早被他们打成了兔子 只要一带兵回去 保准阿鲁台吓破胆子 有多远躲多远 等到转过年来 那些秦王的将领 得到皇上的封赏 心满意足的带着军队回来 便撸起袖子 准备好好教训一下 阿鲁台这个趁火大劫的归孙 于是在下一次 接到阿鲁台扣编的消息之后 宣府和大同的总兵官 分别点起一万骑兵 气势汹汹地朝阿鲁台扑去 果然不出所料 阿鲁台的军队一发现明军赶到 就丢下劫掠的战利品 没命地落荒而逃了 明军见状气势更胜 在后头紧追不放 一气赶到了草原深处 并发现了一小股敌兵 明军把火气全都撒在 这几百号敌兵身上 转眼就将其为奸 审问弗鲁得知 原来这些蒙古人 是不敢和大明交战 偷偷逃离达达军队的 这些蒙古人还告诉明军 阿鲁台的军队 已经被追得跑不动了 军中士气涣散 就在北边三十里外的 特鲁河边休整 此时进攻 必可大获全胜 也许是自信太祖 明军将领居然毫不怀疑 还让那个蒙古人做向导 带领他们去偷袭 前头的达达军队 在蒙古人的带领下 明军来到特鲁河边 果然找到了达达人的军营 但里头只有满营的物资 和几百达达兵 明军轻易击溃了这些达达兵 审问弗鲁得知 阿鲁台刚刚接到赤后来报 仓皇带着军队逃走 这会儿应该刚刚渡河 明军追了半个月 终于抓到达达军的尾巴 将士们振奋无比 便嗷嗷叫着冲到河边 果然看到 还有不少达达军队正在渡河 被冲昏头脑的明军将领 想也不想 便带着军队冲了上去 那些正在渡河的达达骑兵 见状慌乱不堪 拼命推动战马往对岸游去 明军骑兵像下饺子一样 冲到河中 才发现那平静的河面 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安全 水位骑高不说 还暗流湍急 战马一不小心 就失足被淹没在河中 马上的骑兵也被掀翻在水里 不过这会儿 已经不管不顾的明军 根本不在乎这点麻烦了 转眼之间 大半军队进入河中 宽阔的河面上 密密麻麻 全是明军官兵的身影 先头部队一上岸 也不等后头的军队 便静止朝着逃窜的蒙古人冲去 虽然前头烟尘滚滚 一看就有大量的敌军 但按照往常的经验 不管蒙古人有多少兵 大明的军队一到 通通就会屁滚尿流而逃 然而这次 他们猜错了 当烟尘散去 明军先头部队看到的 是一支严阵以待 弓箭上弦的蒙古大军 率领这支军队的阿鲁台 刷的抽出长刀 冷冷看着上当的明军 朝身后咆哮起来 成吉思汗的后裔们 向敌人讨还血债 洗刷你们多年来 耻辱的时候到了 说着长刀向前一指 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杀呀 杀 打打骑兵潮水般冲了上来 纷纷张弓射箭 灯石剑如雨下 朝明军射了过去 明军将士纷纷中箭 惨叫着落马 看一看敌我之间 悬殊的兵力对比 他们忍不住回头 想看看后面的军队 何时能跟上来 谁知这一看 灯石魂飞魄散 只见身后的军队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原来阿鲁台还在 河对岸埋伏了军队 蒙古骑兵趁着明军半数渡河兵荒马乱之际 突然横空而出 从背后攻击明军将士 到这时就是傻子也明白过来 他们落入了蒙古人精心编制的陷阱中 那些之前抓到的蒙古溃兵 使阿鲁台故意放出来 引诱他们一步步上钩的诱饵 当他们终于上当 开始横渡特鲁河时 早就埋伏在河两岸的达纳大军 这才杀了出来 半渡击之 这一仗明军败的极惨 虽然他们还保持着 朱蒂时代的勇武和武卫 但之前实在是太轻敌了 草率的置己身于绝地 结果在敌人发动突袭之后 兵找不到将 将找不到兵 只能无头苍蝇一样各自为战 而达达人的士气 则如日中天 终于一扫永乐年代的阴霾 依稀看到恢复昔日荣光的希望 让他们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 向两岸的明军 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很快 率先过河的明军先头部队 便在十倍于己的敌军冲击之下 死伤殆尽 河里的将士们陆续登岸 根本不够达达军队塞牙份 明军将士健壮 不敢再过河 不少人马纷纷掉转回头 却犯了兵家大击 调转回头的人马 和正在前进的明军撞在一起 场面彻底失去控制 战斗终于不可避免的 沦为了一边倒的屠杀 这一战 两万精锐明军 一万余人死在了特鲁河畔 鲜血把河水染成了红色 一直到下游百里处 都能看到死难明军的尸体 剩下的八九千明军 拼死突围 却被彻底疯狂起来的 达达军队穷追猛打 半个月后逃回宣府的不过两千余人 其余的要么被杀 要么沦为达达人的俘虏 这是永乐七年秋福之败后 大明朝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消息传回京城 朝野震惊 明军惨败的消息传回京城 震惊了大明朝野 也让刚刚赢得与勋贵斗争胜利的 皇帝和镇国公 陷入了措手不及的劲敌 自洪武皇帝以来 从来都是汉人压着蒙古人打 打得他们妈妈都认不出来 大明的无敌军队 多少年没吃过这种亏了 朝野上下的群情激愤 自然可想而知 那些原先还打得 你死我活的文臣武将 突然都成了一个调门 一个个在朝堂上垂胸顿足 声嘶力竭的高喊着 要立即教训那些 不知死活的蒙古人 让他们血债血长 百倍奉还 然而作为这个朝廷的决策者 红锡皇帝朱高炽和镇国公王贤 在这个节骨眼上 却难以开口言战 大明朝如今正处在极度虚弱 国力极度空虚的危机时期 迫切需要的是与民休息 养精蓄锐 而不是与达达人开启战端 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打仗打的是军需是前两 尤其是深入草原与蒙古人作战 需要的军需前两 更是不计其数 特鲁河一战败得太惨了 近两万名军精锐阵亡 大批的梁莫子重 被达达人夺去 达达人无论是兵力还是士气 全都处于巅峰状态 朱高炽在和王贤 单惊节律的合计了三天之后 也没有推翻之前的结论 眼下实在没有能力出兵 只能先加强九边防御 同时号令内附的蒙古各部 结盟互保 防止达达人继续为祸而已 不出所料 这个决定一公布 洪熙皇帝和镇国公 就被朝野的口水淹没了 朝堂上的文官武将还好些 涉于王贤的淫威 只敢上演哭天抢地的苦情戏码 还不敢直接对皇帝和王贤开喷 市井老百姓可没那么多顾虑 茶馆中酒楼里街头巷尾 到处是义愤填膺的贺骂声 他们把洪熙皇帝 骂成是宋朝皇帝那样 丧权辱国的柔弱之主 是能把太祖太宗皇帝 气活过来的不孝子孙 连素来备受爱戴的洪熙皇帝 都能给骂得这么惨 王贤会遭到何种程度的立骂 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原先在百姓心中的那点良好形象 一下子全都崩溃了 再加上有心人暗中推波助澜 他在百姓口中成了秦桧甲思道之流 对内阴险狠毒 对外懦弱卖国的大奸臣大反派 对此王贤和皇帝虽然委屈无奈 却不能开口辩解 他们知道 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是白费 只有用行动证明自己 才能洗刷冤屈 重立自己生育 战胜而强力啊 所以三年以来 这对军臣一直忍辱负重 握心尝胆 发展生产 整军习武 以求尽快恢复国力 尽早与越来越嚣张跋扈的 达达人一战 是啊 三年都没等到明军的复仇 达达人对大明的恐惧之心 已经彻底烟消云散 他们在大明边境的劫掠 越来越肆无忌惮 强迫已经内附的部落 归附于他们 那些部落稍有不从 便遭到合族屠杀 那些部落向朝廷求救无门 只能屈服在达达人的淫威下 成为他们的蜀族 自然很多蒙古人 其实是乐见达达人 重新强盛起来的 虽然达达人 根本不是黄金家族的后代 但能恢复一些蒙古人 昔日的荣光 总是聊胜于无的 于是达达人的部族迅速膨胀 短短两年时间 就恢复到十几年前的鼎盛时期 阿鲁台父子的野心 自然也迅速随之膨胀 红西二年冬 他们拥立黄金家族的后裔 阿台王子及蒙古大韩位 号称阿代克汗 然后名为克汗 实为傀儡的阿代 封阿鲁台为丞相家太师贤 命他统帅蒙古各部 早日恢复蒙元 有了阿代克汗这面大旗 阿鲁台更加可以放开手脚 征服蒙古各部了 在统一了大漠南北后 他又盯上了核套地区 核套乃是黄河的几字弯 及其周边流域 乃是黄河冲击而成的大片平原 由西套银川平原 和东套核套平原组成 东套核套平原 通常又分为前套土墨川平原 和后套巴燕纳尔平原 占地极其广阔 更重要的是水草丰围 土地围窝 堪称赛上江南 自古就有所谓 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的说法 黄河及其众多滞流 环绕着广袤的核套平原 在干旱少雨 土地贫瘠的西北地区 造就了这个一耕一目的 鱼米之乡 永乐十三年 朱蒂江核套赐给了 千里南归的博尔基基特部 在核套定居 距今已整整十年了 十年时间里 和顺掌公主 宝英齐齐格 背靠大明朝廷的支持 尤其是王贤的权力相助 博尔基基特部 自然迅速发展壮大 如今已从当初的两三万人 增长到二十余万之众 再加上不断吸引蒙古 各部来归 和顺掌公主 宝英旗下的蒙古人 已经有四十余万 更重要的是 在王贤的协助下 宝英分别在 土墨川和昆都伦 建造了两座城市 大王城和宝英城 宣布在这两座城市中 经商做买卖 免征一切赋税 并将百万亩 适宜耕种的土地 分给愿意前来 核套定居的汉人 还免费提供给他们 羹牛和种子 这在民生艰难的 永乐末年 无疑是急剧吸引力的 许多在内地 活不下去的百姓 纷纷携家带口 签到核桃定居 在确定 宝英没有撒谎后 有些人甚至又返回内地 将整村整族的乡亲 都一起带了过来 短短五六年时间 核桃地区的汉人 已经有四五十万之众 大王城和宝英城的 常住人口 都已经超过十万 赶得上汉地一般的县城了 而且到了每年秋天的 贸易旺季 从口外涌来的客商 还有随之来讨生活的 形形色色各类人等 更是高达二三十万 那时节 宝英驻币的大王城 真叫个商旅云集 百叶兴旺 南枪北调 摩肩接种 比起内地的商贸城市 也不遑多让 兴生的商贸 带来了丰富的物资 而且很多内地 前来核桃的汉人 本身就是木匠 铁匠 大夫 兽医之类的出身 他们在大王城和宝英城中 开设商铺 自然不会只服务汉人 套内的蒙古人 也可以向他们求医问药 从他们那里买到日用百货 所以 与套外蒙古人 穷困潦倒的生活 天差地别 套内的蒙古人 吃得饱 穿得暖 有铁锅做饭 有茶砖解腻 得了病也有人瞧 而且家里头牛羊成群 过得十分滋润 这只是普通蒙古人的生活 那些大大小小的贵族头领 平时穿的是丝绸 用的是瓷器 妇女脸上的水粉 和头上的首饰 全都是江南制造 由内地商人们 运到口外的 这种生活 哪怕放在内地 都可以称得上富裕了 言而总之 核桃就像一朵奇葩 在这里 蒙古人和汉人和谐相处 两族人都过得 十分安定舒适 富裕程度 甚至超过了大明的边地 更不要提那些喝风吃土 忍饥挨饿的蒙古各部了 宝英齐齐格 自然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的道理 他十分清楚 那些饿郎式的蒙古各部 早就对核桃的富饶风雨 垂涎三尺了 为了保卫核桃 保卫家园 他将套内的人民 分为猛汉两部 分住东西两套 又分东西南北四路 共十旗四万余兵马 命各旗旗主 各路将军 一年四季定时操练 切不可荒废军备 套内看上去 兵强马壮 严阵以待的样子 果然阵重了那些 想打他们主意的蒙古各部 多少年都没人敢进犯核桃 这让套内的蒙古人 可以更加放心的 过他们的好日子 直到去年 阿鲁台拥立阿代克汗 建立蒙元朝廷 意图统一蒙古各部 自然盯上了 核桃这块肥肉 阿鲁台首先派人 给保英送信 要求他向阿代克汗称臣 并到忽兰忽施温 朝拜克汗 保英对此自然毫不理会 反而将来史扭送北京 这给了阿鲁台 对核桃用兵的借口 虽然蒙古人打仗 向来不需要什么借口 红西三年二月 阿鲁台近期所部 以及附庸四万骑兵 号称十五万兵马 由他和两个儿子分别统领 分三路 浩浩荡荡杀象河套 保英这边 接到达达来犯的消息 马上召集四部实骑的兵马 亲率三万骑兵 与土墨川迎敌 双方一场恶战 互有胜负 正难分难解之际 归顺保英多年的瓦剌人 突然造反 令博尔基基特部 措手不及 兵败如山倒 原来老奸巨华的阿鲁台 早就偷偷联系瓦剌人 许诺 只要他们肯臣服大汗 配合他们干掉保英 就把核桃赐给他们放牧 虽然保英一直对瓦剌人不薄 但人心向来不足蛇吞象 瓦剌人根本禁不住诱惑 而且还有一层 瓦剌人一直把博尔基基特人 当成他们的奴隶 这些年 却要养昔日奴隶的鼻息过火 这让他们分外不爽 哪怕博尔基基特人 对他们多好 他们都还是一样的不爽 最终瓦剌人临阵倒戈 让保英的军队吃了大败仗 见势不好 保英只好收拾残兵 退回到大王城 又下令各族各部 全都退回大王保英二城中 聚成坚守 并向北京朝廷求援 消息传到北京 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这也是杨世奇 为什么会来晚的原因 太孙府书堂中 听到达达人进宫和套 大败保英的消息 朱瞻基只是神情微动 语气平淡道 这下郑国公应该急了吧 哈哈哈哈 未见他欲前表态 但想来 心里应该是急坏了 杨世奇露出了然的笑容道 这件事上 他比较尴尬 纵使想出兵核套 也得加他人之口 朱瞻基应一声问道 学士是怎么想的 以下官于见 这兵是一定要出的 杨世奇显然早有定计 缓缓道 达达人这几年发展太快 如果再让他们得到核套 他们将具备一统 东西蒙古各部的能力 届时我大明如芒在辈 再想对付他们 恐怕会难上加难啊 试这个例 朱瞻基目光深邃的 看着杨世奇道 那学士以为 谁来当这个统帅好呢 镇国公 杨世奇一字一顿 王贤 朱瞻基登时皱眉道 他已经全是过天了 要是再让他统领大军出征 立下击败蒙古人的功勋 朝廷是不是该给他封王爵 加酒息了 天下所虑甚是 杨世奇神情依旧平淡 轻声对朱瞻基道 但皇上的龙体 随时都会倒下 这 朱瞻基闻言先是一惊 眼里的光芒转瞬即逝 然后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紫禁城 前清宫御堂中 朱高尺和王贤 这对军臣正相对而作 比起三年前 红夕皇帝苍老了许多 看上去面色黑尘 气息虚弱 右手甚至忍不住的 微微颤抖 这三年里 红夕皇帝勤民听政 甘衣消食 可谓是日理万机 这对本就病弱不堪的龙体 自然是极大的损害 结果就是 三年里 皇帝中风了两次 虽然每次都恢复过来 但还是难免留下了后遗症 除了身体开始不听使唤 更严重的是 皇帝的记忆和思维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时候记不起大臣的名字 有时候下达的旨意 前后矛盾 好在有王贤和内阁 一直帮着补锅 倒也没闹出什么乱子来 但皇帝的健康状况 自然是帝国的最高机密 目前为止 知道朱高赤真是状况的 不过是王贤和内阁大学士 以及近世太监 总共不到十人而已 王贤则看不出太大变化 除了气度更加沉稳 目光更加平静之外 容颜相貌一如三年之前 不过这也正常 他毕竟和朱瞻基一样 都在自己最好的年纪上 重得 何套之事 你之前并未表态 现在可以说说了吧 朱高赤咳嗽两声 问王贤道 回皇上 陈以为核桃必救 王贤沉声道 核桃一旦丢失 达达人的实力将大大增强 更严重的是 大同宣化一线长城 将变成为前线 距离京城不到百里 我大明京师 将处于达达铁骑的威胁之下 大明将永无宁日啊 是啊 朱高赤身以为然的点点头 叹气道 当初父皇迁渡北京 朕就十分反对 担心的就是这种状况 先帝是想将北京 作为北京的大本营 自然距离前线越近越好 王贤点点头继续沉声道 既然国都定在北京 我们就必须要以功戴手 绝不能丢掉河头 朱高赤又叹口气 然后神情木讷的陷入了沉默 王贤知道 皇帝这时又出现思维障碍了 只好静等他回过神来 好一会儿 朱高赤的目光才重新聚焦 却没有落在王贤身上 而是投入了忧深的虚空 仿佛自言自语道 桓都南京可不容缓了 王贤文言不禁暗叹一声 心说皇上已经让桓都的念头 给弄魔证了 其实朱高赤一登基 就有桓都南京的念头 只是因为 千都一次的花费何止千万 彼时朝廷根本负担不起 加之还有更多迫在眉睫的事情 千头万绪急需解决 才不得不压住而已 随后几年中 皇帝数次想要提起此事 都被内阁大学士 以设计出定 禁不起再度折腾给劝住了 然而随着皇帝的龙体 每况愈下 尤其是两次中风之后 这个念头已经变得越加强烈 已经要压都压不住了 对桓都南京之事 当年王贤和太子意见一致 都不希望迁都北京 但如今他的态度 却发生了变化 见皇帝又旧式重提 王贤只好倾壳一声 提醒道 皇上 此时千度 岂不是平白助长了 蒙古人的气眼 整个北方都会陷入危机的 朕也不过是随口说说 朱高赤这才回过神来 自嘲地笑笑道 朕不过是随口说说 你不必放在心上 说着看向王贤 迟疑一下道 说到哪了 皇上方才问微臣 要不要救河头 王贤轻声道 微臣回皇上 核桃必救 哦 朱高赤点点头道 朕也是这个意思 核桃必救 而且这洪西朝的头一战 许胜不许败 是 王贤认同的汉手 这一仗一旦失利 皇帝好容易建立起来的权威 将轰然倒塌 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 王公贵族 必然会趁机反扑 把洪西改革的局面 砸个稀巴烂 所以 朕不放心别人去 朱高赤深深的望着王贤道 只能让你来捅兵才行 这 王贤稍一沉吟 便接受了皇帝的任命道 微臣遵旨 好 朱高赤没想到王贤 接受的这么痛快 还以为要飞一番口舌 才能劝他接受这个差事呢 毕竟以王贤 今时今日的地位和处境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才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选择 皇帝忍不住调笑一句道 看来 你把那位红颜知己 很是放在心上啊 皇上说笑了 王贤却震色道 微臣愿意率兵出征和套 非是为了私情私利 而是纯粹为了江山设计考虑 是朕失言了 朱高赤笑着摆下手道 朱高赤笑着摆下手道 朕现在就是这样 有时候说话太不着调 你不要放在心上 朕惶恐 王贤低下头轻声道 你预计需要多少军队 朱高赤突然又急促的咳嗽起来 脸上的灰败之侧愈加明显 一旁太监赶忙给皇帝封上汤药 皇帝喝了几口才压下咳嗽 又用糖水缩了缩口 拿白金擦擦嘴 皇上 要不改日在意吧 待皇帝平复下来 王贤轻声道 不必 君情不等人啊 朱高赤白白手回到政敌道 你需要多少军队 军队自然是咄咄一善 王贤沉声答道 我大名利次被罚 没有一次兵力少于十万 这次毅然 不计十万以上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十万 太多了 朱高赤眉头紧周道 这几年 国库虽然有些机遇 但用钱的地方更多 不能一仗就打光了家底啊 朱高赤对国库的状况了弱之掌 很清楚大明朝如今 虽然能负担得起十万大军的远征 但谁也不能保证这种大战 会如期结束 一旦战事千言 花费会成倍增长 很可能将是朝廷不能承受的 而且 朱高赤一心想要还都南京 自然不想把本钱都用在打仗上 最少也要八万 五万骑兵 三万步兵 王贤叹了口气 只能退一步 朕可以给你五万骑兵 朱高赤沉吟许九方点头道 三万步兵的话 出兵草原应该用不到吧 步兵要用来押运粮草子重 王贤轻声解释道 战线一旦深入草原 补给县将十分漫长 必须要重兵保护 是这样啊 朱高赤寻思好一会儿 试探着问道 那要是不深入草原呢 把大大人撵出核桃 让他们不敢再来也就成了 陛下 大大人狼子成性 赶跑了来年还回来了 不把他们打残了打怕了 是没用的 王贤却沉声道 请问皇上 是年年出兵核桃来的划算 还是一次保十年平安划算 当然是后者了 朱高赤被王贤说服了 又担心地问道 那八万大军要多久才能完事啊 这 微臣没法回答皇上 王贤缓缓摇头道 战场瞬息万变 尤其是蒙古人来去如风 一旦让他们逃入草原深处 甚至逃入大漠 恐怕年内也不得受兵了 哎呀 朱高赤用帕子擦擦额头的汗水 苦着脸道 忠德千万不要拖过金眼 入冬之前一定要收兵啊 不然 皇帝本来想说不然朕可攻不起了 但要觉着这样说太不体面 便改口道 不然倒是天寒地冻 不知要冻死多少僵士 臣明白 王贤点点头面容坚毅道 不过皇上也不必太过忧心 难而马格果师 死得其所 哎 你答应朕 入冬前一定要班师回朝 不然 朕不能出这个兵 朱高赤却一定要王贤做这个保证 好吧 臣答应 王贤只好点头道 入冬前班师 好好好 朱高赤这才放下心来 咳嗽两声道 你赶紧做好抽兵的准备 半月后 朕亲去郊外 为大军践行 臣遵旨 王贤起身 失礼告退 王贤回到镇国公府 吴伟柳生等人早就焦急地等在那 看到公爷回来 众人赶忙起身相迎 迫不及待地问道 公爷怎么样啊 警务再说 王贤示意众人随自己入内 坐定后方缓缓道 生意是 令我带八万兵马增援合套 不过 还没有在朝堂上决议 王贤这两年啊 说话愈发谨慎 但一众手下去 不会把他最后一句话当真 只要王贤想挂帅出征 那些文官还敢反对不成 公爷 俺自告费勇 愿违先锋 柳生摩拳擦掌道 少不了 扬仗侯爷 王贤笑着对柳生道 公爷 侯爷不能离京 少了四位营坐镇京城 我们会后方不稳的 吴维却皱眉道 小吴 没有四位营的经济 公爷此局胜算会小很多 柳生看着吴维 以老卖老的笑道 至于京城 就算没有四位营 凭他们那几块料 还能犯起多大的浪来不成 如今 我们已是重视之地 做什么事 都要首先保证 不会出乱子 吴维眉头皱得更紧道 就不能给他们一丝的机会 哎呀 你小心过头了 柳生哈哈大笑道 公爷率大军 出征在外 京里的皇帝大臣 小心翼哄着 公爷还来不及 岂敢在这时候乱来 就不怕公爷一气之下 反他娘的 哎 侯爷 无谓还要再说 却见王贤一抬手 他只好打住话头 侯爷说的有道理 我们如今 应该考虑的是 如何尽全力 赢得这场战争 而不是窝里斗 王贤沉声说道 京城这边 就随他去吧 我相信皇上顾全大局的 公爷 赢得战争和控制京城 并不冲突啊 吴维苦口薄心的劝道 好了 你不用操心京城的事情了 王贤却面无表情道 我准备任命你为行军司马 把精力都用在筹备出征上吧 啊 吴维错愕的半上说不出话来 王贤但凡外出 都会把老巢交给他来镇守 多年来从无例外 这次却要让他一起出征 分明是认为 他不适合再坐镇后方了 厅中众人都神色凝重 就连柳生也不敢开口说话 所有人定定的看着王贤和吴维 暗暗猜测 这一变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好一会儿功夫 吴维才回过神来道 属家多谢公爷信赖 顿一顿他忍不住色声道 只是不知这次 公爷派谁镇守京城 京城自有皇上坐镇 我何须话舍天足 王贤依旧面无表情道 让帅徽在京城中军中联络一下 也就够了 吴维仍不死心 赶忙看向柳生等人 暗示他们快帮自己说话 公爷 柳生等人连忙硬着头皮群劝道 人无伤苦意 胡有害人心啊 吴大人还是留在京城 替咱们看家吧 不行 王贤却不容商量道 非但无为 锦衣卫的骨干也要随军出征 说着他提高声调道 此战许胜不许败 而且必须要一战打出十年的太平 否则本宫就是华夏的罪人 只能以此向天下谢罪了 是 众人赶忙沉声应道 别听他们应得齐整 王贤却知道这帮家伙心里不以为然 只好叹得口气 苦口婆心道 永乐朝 洪武朝 乃至建文朝 我大明对蒙古人 都是处于绝对优势 但凡王师所到之处 蒙古人无不忘风披靡 远顿千里 所以 他们六七十年来 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才有了我汉人 一个家子的风光岁月 在场众人都是经历过 永乐朝乃至洪武朝的 胸中自然洋溢着 身为汉人的骄傲和自信 他们已经很难想象 前朝百姓在蒙古铁骑的肆虐下 战战兢兢 自甘下见的凄凉状态了 但王贤很清楚 眼下这种昂扬自信的 民族状态是何等可贵 那是用几代人和达鲁的 浴血奋战才培养起来的 王贤有强烈的责任感 必须要保护这种 大国交民的自信 让汉人永历在这片 华夏热土上 永远不用向任何人低头 至少 绝对不能让大国的自信 民族的骄傲 舍在自己手上 不管先帝和咱们有多大丑 多大怨 都不能否认 永乐朝是让我们汉人扬眉吐气的 一段辉煌时光 王贤说着 目光缓缓扫过厅中众人 神情严峻道 无论如何 是我们终结了永乐朝 保卫设计 继续打击达鲁的责任 就责无庞贷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王贤的情绪感染了众人 众人的神情严峻了许多 再不是方才 心口不一 这些年 老百姓为什么会把我骂成奸贼 王贤显然对自己在民间的风评 十分了解 也并不会言道 除了有人往我身上泼脏水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丢掉了开国以来的武魂 众人不禁暗暗点头 如果是太祖太宗两位皇帝当家 遭遇了特鲁河那样的惨败后 就是砸锅卖铁 也会立即派大军出征 以牙还牙十倍报复回来 在习惯了二位先帝的彪汉勇武后 老百姓分外不能接受 当今皇帝的无声无息 老百姓才不会管朝廷 有多少实际困难 他们只知道挨了打就必须报复回来 让那些骚打子永远铭记这个教训 犯我强悍者 虽远必诛 不这样干的皇帝 就是朱家的不孝子孙 而向皇帝进献谗言 贪生怕死的权臣 自然就是十恶不赦的奸贼 这一仗 是我们洗刷掉恶名 重新赢回民心的唯一机会 王贤目光忧深看着众人 语气复杂道 但如果输了 我们将输掉一切 大明也将输掉未来 众人很清楚 核桃一旦丢失 宣大长城将成为抵御打鲁的前线 大明朝绵延数千里的边境线 随时都有被蒙古人攻击的可能 九边守军疲于奔命 也不能阻止蒙古人 突破某处长城杀入大明腹地 甚至出现在北京城下 从此以后双方攻守异卫 大明的军队保卫自己的百姓 不受蒙古铁骑践踏尚且有心无力 还奢谈什么进攻 所以诸位 请收起所有的私心杂念 祝本宫赢得这一战吧 王贤说着起身 向众人 众人 众人 轰然起身 单膝跪地 齐声高鹤 属下愿为主公 为大明粉身碎骨 死而后已 多谢诸位 王贤感激的眼圈泛红 吴伟出了大厅 看到柳生在等自己 便缓缓走了过去 怎么样啊 柳生急切问道 公爷有没有改主意啊 原来散会之后 王贤单独留下了吴伟 在柳生看来 事情说不定还有转机 没有 吴伟摇摇头 神情阴郁道 公爷这是与我谈 那些筹备出征的事情 一句没提京城的事 柳生失望道 提了一句 吴伟面无表情道 警告我 不要在京城搞小动作 嗨 柳生塌下脸来 重重一锤狼柱 恨声道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公爷的意思是 向皇上和百官表明 自己这次是一心为国 绝无私心 希望他们也能 以大局为重吧 虽然被王贤剥夺了大权 吴伟还是冷静的替他解释道 屁 柳生却恨恨道 你说他怎么越活越回去了 怎么能指望狗改得了吃屎呢 公爷说的也不错 这一仗必须要赢 这是压倒一切的人物 这时候只能主动向对方释放善意 至少让他们不要捣乱 吴伟暗暗叹的口气 要是这一仗再推迟几年 等朝廷完成了军需供给的改革 王贤就不必如此受制于人了 大明目前的军需供给 还是延续太祖皇帝设立的奇葩制度 由地方官府就近直接供应军队 一支军队的军需 可能来自附近好几个府县 一个府县可能同时供应好几支军队 天下几千个府县 几千支军队 彼此之间的军需供应 网络错综复杂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情况下 就算王贤想要把军需供应 抓在自己的手中都无从下手 在对眼下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 任他有通天之能 也只能依靠文官们 来养活他的军队 文官们万万没想到 被他们嫌弃多年 太祖皇帝制定的奇葩制度 居然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保护伞 要是没有这一手 他们在对付王贤时 就真的只剩嘴炮了 京城这边 柳生犹犹不甘地看着吴维 私生问道 你真的不做任何动作了 当然 公爷的话不能不听 吴维淡淡说道 和公爷对着干 只有死路一条 柳生打个机灵 知道吴维这话里暗含着警告之意 不由有些不满 哼一声转身要走 却听身后的吴维悠悠说道 而且我也想通了 把京城让出来 也不是唯一不妙起 哦 柳生站住脚惊喜地回头道 你也是说 公爷又要顾忌重施 不知道 吴维缓缓摇头道 这些年 大人的心意愈发难测了 说着叹了口气道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 日以西斜 天色向晚 回廊中渐渐已经看不清 尽在咫尺的面容 吴维和柳生的谈话 仍在继续 我不是在猜夺大人的心意 吴维隐藏在黑暗之中 低声说道 我只是就事论事 我们一直在京城 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他们迟迟不敢有所作为 只敢做些 尚不得台面的小动作 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 是啊 柳生身有感触到 江池的越久 局面就对我们越不利 说着不由恼火道 你说公爷到底在担心什么 为何就是不敢下这个决心 道义 吴维淡淡道 达人无法过去道义这一关 更担心在道义上 站不住脚 想那么多干什么 胜者为王败者寇 也没见先帝的江山 夺得有多道义 还不一样成就千古迪 柳生闷哼一声 像他这样奉天敬难的功臣 自然信奉暴力夺权那一套 对王贤的诸多期盼 不以为然 那不一样的 吴维摇摇头 不想跟柳生 就这个问题辩论 转回原先的话题道 不过 有句话你说对了 我们有大军在手 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让出京城 给他们作去吧 他们不干蠢事 如何能让工业 下定决心 嗯 柳生觉得吴维这话 确实有些道理 拍了拍他的肩膀 咧开嘴笑道 也是 有你老弟一起出征 咱们在外头 也可以搞点节目 帮工业 早下决心 吴维点点头 目光投向 有黑的夜空 好一会儿 才低声道 我相信 严先生没有白死 柳生没听清 他在说什么 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 吴维摇摇头 却不作答 红西三年 四月二十八 是大军出征的日子 这日清晨 五门外广场上 惊奇如临 红莺如火 八万顶盔代甲的 精锐将士 整整齐齐 森严列队 领兵的将领 身穿明晃晃的铠甲 骑在高头大马上 在他们的主帅 镇国公王贤带领下 神情肃穆的 望着五门方向 五十正客 五凤楼上 钟鼓齐鸣 五门缓缓敞开 一对对高举着 龙旗 宝帆 罗伞 金瓜的大汉将军 排着整齐的队伍 从正门 鱼冠而出 左右两叶门 也同时敞开 文武百官 从中而出 在各自的位子上站定 到最后 炮声隆隆 号角震天 王贤高鹤一声 恭迎皇上 岩壁翻身下马 单膝跪地 众将士紧跟着 王贤 骑刷刷跪地 山呼万岁 皇上万岁万岁 万万岁 这时 便见朱高赤 在几名皇子的 搀扶下 出现在五门下 登上了 点将台 朱高赤 一手扶着栏杆 看着高台下 乌鸦鸦的战士 扬尘拜武 山呼万岁 一颗心 激动得不能自已 若非他这句残曲 已经不堪 将场驰骋 他真希望 此刻率大军出征的 能是自己 就像先帝那样 等到行礼完毕 官兵起身 广场上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秉息宁神 静听皇帝训话 将士们 打打贼子 妄恩负义 狼子野心 数年来 多次扣我边塞 略我边民 更有特鲁河畔 杀我将士两万 此刻又禁犯河畔 妄图吞定 使可忍 俗不可忍 朱高赤高声喝道 不可忍 不可忍 众将士血脉奔章 高喝起来 镇国公何在 朱高赤大喝一声 王贤赶忙 应声出列 登上了高台 来到高台之上 王贤甲骤在身 不能全力 只能单膝跪地 听皇帝亲口 赤封他为 平鲁大元帅 命其节制 山陕直立 一切君政民政 一应官员任其去留 四平以下可先斩后奏 大小事物可便衣行事 虽然王贤知道 这些任命随时都可能 做不得数 但文官们能把山陕直立 民政人士都交出来 都可以算是对他 所释放善意的 积极回应了 这让他感到宽慰 杨荣 杨世席等人 终究不是只知道 争权夺利的蠢货 关键时刻 还是能以大局为重的 红西皇帝 又将代表皇权的天子剑 赐予王贤 王贤转过身去 把皇帝亲赐的宝剑 高高举起 八万将士 当时爆发出 惊涛骇浪般的欢呼声 不知是不是错觉 在杨世席等人听来 这番欢呼要远比方才 任何一次都要响亮得多 欢呼声中 留守惊师的官兵们 在上官的带领下 抬着数千只硕大的酒坛 为每个出征的将士 都珍满了一大碗酒 杨世席和杨荣 也端着酒具登上高台 朱高举亲自针满一碗酒 双手碰到王贤面前 激动道 袁帅 此去只管安心作战 后方一切都会以战局为重 来 朕敬你一碗 愿你此去 齐开得胜 王贤也激动的不免动情 双手接过酒碗 高声道 请皇上 静候劫报 说完高举起酒碗 一饮而尽 八万将士也都将酒喝完 王贤高声下令道 三军 出发 当时鼓跃高奏 将士们轰然转身 迈着整齐的步伐 昂然离开五门广场 穿过长长的天阶 向德胜门方向开去 天阶之上 早就挤满了文讯前来 为大军送行的百姓 不单是出生将士的妻儿父母 那些子弟不在军中的百姓 也单是胡将 以送王师 王贤骑在马上 在一众将领的簇拥下 正缓缓行在队伍中央 便见 数百名老者 提着酒壶 举着肉食拦在了他的面前 京城百姓 推举我等 为镇国公 大都督践行 助公也 七开得胜 去除打鲁 为首的老者 颤巍巍 高声对王贤说道 王贤是一位是将为首的几位老者放进来 几位老者便为他针酒 然后高举头顶 大声道 老秀 带京城百万百姓 大鸣亿万苍生 敬大肚肚一碗 侍卫紧张地看着王贤 想示意他找个借口 不要喝这来路不明的酒水 王贤却视若网闻 双手接过来 毫不犹豫地将那一碗酒引进 百姓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王贤将酒碗递还给那脑者 向周围百姓拱拱手 高声道 父老乡亲 我等所依所食 皆是百姓供养 如今为国出征 必不负父老所望 不破打鲁 事不还朝 百姓们的欢呼声更胜了 许许多多人激动地跪下 高声喊道 光业必胜 更多的百姓被感染 也跟着跪下 高喊声越来越响亮整齐 甚至传到远处的五门下 功业必胜 功业必胜 听到这整齐的呼喊声 朱高赤的神情略微有些不自然 但皇帝什么也没说 便登上鸾鱼还宫去了 杨戎杨士奇对视一眼 后者冷笑一声道 陈国公一招出征 微信大增 咱们多年抹黑 全都成了无用功 哈 杨戎笑着摇摇头 看着远处欢呼的方向道 要是输了这一仗 结果会怎样 那自然是国之不幸了 杨士奇笑笑低声道 不过 福西获所医 谁能说得准呢 是啊 咱们为大明祈祷吧 杨戎说完 与杨士奇并肩进了五门 没有王贤这块巨石压在头顶 他们感觉连呼吸都轻松了许多 王贤的大军是四月底出征 五月初到了宣府 王贤命大军一面稍作兴整 一面从打前站的锦衣卫口中了解核桃的情形 此时距离阿鲁台浸泛核桃已经过去整整两个月 距离达达军包围大王城也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让王贤稍感欣慰的是 当初驻城时就考虑到可能会被围攻 所以两座城池修建的还算高大坚固 加之蒙古人不善工程 大王城至今还没有沦陷 所以尽管忧心如焚 王贤还是采取了默问的建议 大军稳扎稳打 缓步推进 不给敌军趁乱偷袭的机会 结果从宣府到大王城不过五百里地 王贤的八万大军足足走了十天 十天里 柳生许怀庆等众将心急如焚 他们担心 这样慢吞吞赶过去 要么大王城破 要么达达军队已经远顿 这次劳实远征会无功而返 王贤其实比柳生等人更着急 那大王城中可是有他的妻女啊 但是王贤更知道 越是这种时候就越是不能着急 一着急就会出错 一旦犯错 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大帅 咱们要是再不赶紧 那些鸭子就要跑没眼了 那许怀庆冲着端坐在马车上 读书的王贤大声嚷嚷道 放心 事已事已 这几年下来 鸭子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忘风而逃了 王贤头也不抬 淡淡说道 他们想击败我们的心情 不亚于我们想击败他们 不用担心白跑一趟 许怀庆等众将对蒙古人的印象 确实还停留在他们像兔子一样 王师一到便忘风而逃的阶段 文言还是不放心道 要是他们真逃了呢 就算逃 也不会逃太远啊 王贤终于不耐烦的抬起头 皱眉道 哎 你们与其在这儿刮躁啊 不如回去加紧操练你们的部下 他们有几年没有在草原上驰骋过了 又有几年没有真刀真枪的厮杀过了 是 许怀庆等人被骂了个大红脸 这才乖乖的散去 该干嘛干嘛去了 哎 王贤叹了口气 再也没有心情看书 他的视线投向大王城方向 目光中满满都是忧虑 核套 被围攻一个月的大王城 城外的草原已经变成了血色的海洋 方圆树里的地面上 到处是横七竖八的人马尸首 这都是达达人的杰作 在之前一个月的进攻中 阿鲁台父子没有动用嫡系的达达军队 而是驱使附庸部落的兵力工程 蒙古人不会打造工程器具 只有一些粗糙的云梯 采用最残酷已赴工程之法 达达骑兵挥舞着兵刃 在后头驱赶着那些可怜的各部男丁 还有抓来的汉人男子工程 稍有持缓者就会遭到身后达达骑兵的射杀 今也是死退也是死 那些可怜的各族丁壮 只能不要命的 一波接一波朝城头涌去 城上的守军在宝阴的指挥下 一直坚决而强悍的抵御着敌人的攻击 他们将一切能够投掷的东西倾泻而下 雨剑射光了就用开水滚油往下泼 滚石雷木砸光了 就从民房中拆下石块木梁往下砸 那些被驱赶工程的各族壮丁 身上没有丝毫的遮蔽 一片一片的从云梯上摔下 城下的尸堆越积越厚 最后处已经高达一丈 到让后面工程的壮丁有了踏脚石一般 工程石和城头的距离缩短了不少 远处大旗之下 阿鲁台和他的儿子石涅干端坐在马背上 面无表情的看着前方惨烈的工程站 大王城的城墙已经被鲜血染成黑红色 但阿鲁台父子丝毫不为所动 甚至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明朝果真派出援军了吧 阿鲁台面线忧色低声问儿子道 是的父亲 施孽干沉生达道 明朝的镇国公王贤率列十余万军队 三天前已经到了张家口 三天前就到了张家口 阿鲁台一惊 深情有些慌张道 这么说 他们随时可能会出现在咱们眼前 并不是 施孽干却摇头道 明军的行军速度极慢 每日不过四五十里 如今应该才行军过半 明朝人最是狡诈不过 那镇国公王贤更是狡猾如虎 当年把马哈姆老贼玩怒于鼓掌的 就是他 阿鲁台神情凝重道 要禁防他们突然加速 打咱们可猝不及防 那不正中了咱们的吓怀 施孽干却大笑道 咱们的打打铁击之所以不用来攻城 不就是为了用来打员吗 话是不错 但总是小心为上 阿鲁台沉声道 让阿不知安的时候严密监视 一旦他们靠近 必须低时间来报 父亲放心 施孽干轻声应道 心中却颇为不屑 安道 父亲终究被汉人吓破胆了 已经撑不得草原上的英雄了 阿鲁台不知道儿子心中所想 突然将目光投向天空 指着指那白云蓝天间的一个小小的白点 马上又打打勇士开弓搭建 闲如满月朝着那白点一箭射了出去 长剑带着呼啸声直入云霄 那飞在天空中的白点应声而落 又有打打勇士飞马上前 在那白点落地之前便一把抄在手中 然后拨马回来 双手呈给太师过目 阿鲁台父子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只白色的信鸽 被当凶射穿 跳宠小气 岂能瞒过父亲的发言 是涅干不称赞达达勇士的剑法 只一味拍父亲的马屁 原来猛人中也有口密附建之辈 阿鲁台面色矜持 难言得意道 老夫在草原上打猎几十年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没有能逃过老夫这两只耳朵的 师涅干将绑在那信鸽腿上的小竹筒 拆下来 取出里头的信纸 展开递给父亲 阿鲁台接过信纸 指尖上都只有四个字 王师已至 显然是送给城内的 别看只有区区四个字 要是让城内的人看到了 必定会士气大振 可惜他们收不到了 师涅干和众头领嘲笑起来 师涅干更是高声道 传令下去 让孩儿们加强警戒 绝不能让一只信鸽飞到城中 师涅干话音未落 却见阿鲁台脸色一变 豁然抬头望着东边天空 师涅干等人也茫然 随着阿鲁台的目光望去 指尖的蓝天白云中 陡然冲出了无数的白点 那是数不清的信鸽啊 目测起码有两三百只 从远处飞过来 竟有些铺天盖地的气势 无耻 居然来这首 阿鲁台老脸仗的通红 感觉像被无情的嘲讽了一样 射 快射 师涅干咆哮起来 大大勇士纷纷张弓搭剑 射向飞过头顶的鸽群 连施涅干和众头领也加入进来 想要将鸽群全都射下来 蒙古人的功法确实厉害 弓弦响触 无数剑枝飞上云天 鸽群登时遭了殃 众剑的鸽子下饺子一般 噼里啪啦落下来 但鸽子实在太多 还是有不少幸免地 飞出了弓箭的射程 飞到了大王城上 在城头盘旋几圈 鸽子纷纷落了下来 看着天空的鸽子缓缓抬起手臂 一只纯白色的信鸽 便轻巧地落在了他的手背上 宝英轻轻地抚摸了一下 信鸽的颈备 这才解下了鸽腿上的竹筒 掏出筒中的信纸 然后宝英神情激动地 向他周围的猛汉勇士高声宣布道 朝廷的援兵已入合套 王大都督亲率大军 来增愿咱们啦 哦万岁万岁 城头的猛汉勇士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苦战一个多月 他们等到了胜利的希望 宝英含笑看着在城头上 又蹦又跳忘情欢呼的部下 知道这下再不用担心 他们的士气了 想到这儿 宝英将目光投向城外的 鸽鸽军队 显然敌军早就知道这一消息 不知他们会不会知难而退 解除包围撤军呢 那样岂不太便宜了他们 宝英背齿轻咬猪唇 死死盯着那位达达太师的大旗 这次核桃的损失实在太惨了 三四万猛汉男儿阵亡 数不清的百姓家园被毁 整个核桃多年的发展 全都化为乌有 这笔账必须要清算 绝不能让达达人 就这么全食而退 那阵白鸽如雪 似乎让达达人的气势 受到极大影响 这天余下的时间 达达人的攻势都有气无力 甚至连驱赶奴隶赴死的性质都没了 太阳刚刚偏袭不久 阿鲁台就草草下令收兵 听到收兵的号角声 那些被驱使的各族男精 眨眼便退了个干干净净 要比他们前进的速度快上十倍 他们快速的退回到达达人的偏营中 在那里 他们的妻子儿女早就翘首以盼 达达人驱赶着那些 被他们武力征服的部落 劫掠来的人口一起出征 妇孺除了做人质 逼迫男丁为他们拼命 要挟男丁不敢逃跑外 还可以给蒙古勇士发泄用 这是从铁木针时就传下来的老套路了 饱受摧残的妇孺们 紧张地盯着那一张张满是血污的面孔 祈求着其中有自家男人出现 可惜每一天都有好几千男人出去后 再也回不来 那些幸运返回的男人 回到自己家人身边 紧紧搂住自己的妻儿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眼中满满都是庆幸 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 虽然不知明日是生是死 至少今日可以和妻儿团聚 至于那些到最后 也没等到自家男人的可怜人 则或是抱头痛哭 或是啜泣不已 或是面无表情站在那里 其实他们如何反应都没有区别 因为这世上 根本没人理睬他们的痛苦 有些头脑活络的汉人 在攻城时捡到城上被射死的信戈 已经知道明军快要到来的消息 便轻声安慰抽气的家人道 再人几天 说不定也不用几天 咱们就有救了 家人不明所以的看着他们 他们便将得到的消息轻声道出 很快一传十 十传百 最后所有人都知道了 军营中的气氛 前所未有的欢快起来 就连那些痛失至今的家庭 似乎也感觉悲伤没有那么浓重了 连偏营的杂兵都知道的消息 主营中的达达人自然不会蒙在鼓里 但与偏营中的欢喜截然相反 主营中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 上层的头领 下层的兵族都忍不住窃窃私语 议论着明军何时会出现在大王城下 猜测着太师下一步是走还是打 无庸怀疑 明军几十年来对达达人形成的威压 不是一场特鲁河大劫就能彻底扭转的 这些生在大明开国以后的蒙古人 纵使面皮上可以张牙舞爪 但骨子里对大明的畏惧是很难抹去的 所有人都看着营地中央的大仗 等待阿鲁台最后的决定 太师大仗中 除了阿鲁台和施涅干 还有阿鲁台的二儿子阿布之安 阿布之安生得威武雄壮 号称达达第一勇士 虽然不如长子施涅干有心眼 但更得阿鲁台信任 命他统帅四万达达骑兵 在东线防御可能出现的明军 阿鲁台将带兵在外的二儿子 也招回中军帐 显然是要决策大军的去留 谁知兄弟俩等了半赏 也不见阿鲁台开口 只一位阴着张脸 两眼直勾勾 盯着帐外 大仗中 父子沉默以对 足足顿饭的功夫 父亲到底咋办 您倒是说句话呀 最终还是头脑简单的阿布之安 沉不住气 蹦撑蹦气道 唉 阿鲁台这才叹了口气 看看两个儿子悠悠说道 看来这次 是拿不下这座城了 咱们连夜撤军如何 啊 阿布之安两眼圆瞪 难以置信道 那咱们这一个月 不白忙活了 唉 兵军没有上当 他们大军缓步推进 咱们没有可乘之机啊 阿鲁台神情郁郁道 一旦等他们十几万大军 到了城下 咱们想撤都撤不掉了 行军打仗向来 虚虚实实 唯恐吹得牛皮不够大 明明只有三五万人就敢号称十万大军 王贤有八万兵马号称二十万 阿鲁台给他打个对折 以为明军不下十万之数 唉 阿布之安想想也是 吹头丧气道 也是 就是这么灰溜溜撤走了 实在没脸 脸面算什么 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阿鲁台多年起起落落 早就悟出了草原上生存的第一真理 父亲说的是 阿布之安闷声道 欠这父子俩已经决定要逃 施涅干心中轻蔑的冷笑 这正是他表现出过人之处的机会 便轻轻嗓子沉声道 父亲 万万不可退兵 此时退兵 咱们这些年好容易积攒起来的威望和气势 全都要付诸东流 说着看一眼阿鲁台道 曹原各部都会说 父亲不止怕朱棣 连随便个阿猫阿狗都能把父亲吓跑 阿鲁台听得刺耳啊 板着脸哼一声道 那王贤可不是阿猫阿狗 而是明朝最厉害的人物 他亲自指挥过什么战斗 和咱们蒙古人交过手吗 施涅干不懈道 六年前那次你忘了 阿鲁台黑着脸道 他带着几百手下 就把咱们给 阿鲁台本想说吓跑了 但实在难以启齿 六年前那次 施涅干脸上的不屑之色却更浓了 只能说明他会耍阴谋手段 不是真正的汉子 施涅干更想说 那是因为老街你胆小如鼠 才会被人家虚张声势吓跑 当然这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 好了 别扯远了 阿鲁台却自己赶到丢人了 一百手道 老夫当然也不想撤兵 可形势比人强 咱们攻了一个月 都没攻下这座城来 现在城中守军士气高涨 就更是难堪了 不走 难道等着被明军抱脚子 父亲戎炳 是涅干阵阵有词的大声道 之前之所以九功不下 是因为咱们存了围城打员的心思 一直不肯用权力攻击 一旦咱们用权力 这狗屁大王城不堪一击 说着上前一步抱拳道 如果父亲同意 明日让儿子来指挥 安敢立下军令状 保准一天内 拿下这座城 大哥 军令状可不能随便理 完不成是要掉脑袋的 阿布之安看似憨厚给老大挖坑下半子 却是一把好手 哼 师孽干恼火的瞪一眼阿布之安 冷声道 军中无戏眼 俺要是完不成 你只管砍头就是 这可是你说的 阿布之安冷笑道 好了 阿鲁台核置住两个儿子的明争暗斗 定定看着师孽干道 你想过没有 明军现在就在百里之外 万一突然袭击咱们怎么办 不是还有二弟吗 他的四万本族精锐 难道是摆设不成 师孽干有些咬牙切齿的说道 他对父亲将打打主力 交给阿布之安满腹怨恨 蒙古人现在也沾染了汉地的习气 有些讲究长幼 但说到底还是实力为尊 阿鲁台这个老糊涂 把超过本族三分之二的兵力 交给阿布之安 将师孽干这个长子置于何地 所以你师孽干卯足了劲 一定要攻下大王城 证明自己才是达达部落 真正的继承人 俺的大军 当然不怕明军 阿布之安瞪着师孽干道 但这是咱们达达人的本钱所在 岂能跟汉人乱拼 不错 阿鲁台深意为然道 明军兵力太多 就算要和他们决战 也必须小心谋划 要像上次那样才行 不能浪费本族而狼宝贵的生命 父亲放心 明军尚在百里之外 以他们的速度 怎么也得两天之后才能到这里 师孽干却信心满满道 咱们只管权力攻城 如果王贤以轻技来救 兵力必然不多 正好给咱们的铁技打打牙技 要是他还是按部就班 等他到时 咱们早就攻下城来 不仅吃饱喝足 还进退自如 说着师孽干极力描绘起美好前景道 父亲 这大王城里财宝无数 粮草成山 而且城墙坚固一手难攻 要是落在咱们手里 何惧远道而来的朝廷军队 和他们对峙些时日 保准把他们拖成弱鸡 倒是 吃掉他们不费吹灰之力 嗯 阿鲁台被师孽干描绘的美好前景给打动了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本身就对大王城这道口的肥肉难以舍弃 不禁难难道 若是一天之内能攻下此城 自然最好不过 见父亲被大哥说动 阿卜之安暗暗着急 忙闷声说道 大哥 你都说了 这大王城一手难攻 又怎么敢保证一天就能攻下来 我自有办法 师孽干轻蔑地瞥一眼阿卜之安 智商碾压的感觉真是爽 阿鲁台又沉吟许久 终于下定决心 看着师孽干道 那 老夫就给你一天时间 多谢父亲 儿子定然不会让您失望的 师孽干大喜过望 阿卜之安抽抽嘴角 没有再说什么 心中却大叫道 这看好戏了 大王城头 灯火通明 守军点着无数火把 甚至用火箭引燃了扔到城下的木梁 把个城池上下照得亮如白昼 这是为了防备达达人的夜袭 在一个月的守城战中 守军的防守智慧急速增加 已经几乎不用指挥 就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才能让敌人无机可乘 尽管如此 宝英还是认真地巡视城头 唯恐有一丝一毫的疏漏 他所到之处 城头巡逻的军民 无不肃然起敬 起身向他行礼致敬 许多男女望向宝英的眼神 就像看到神之一样 崇敬而狂热 这不只是因为他蒙古别籍 明朝长公主 和套之主的尊贵身份 还是因为他一手缔造了这两座城池 给了猛汉两族百姓最温和的庇护 让他们得以安居乐业 衣食无忧 更因为他在这场守城战中 英勇无畏 指挥若定的表现 让他们相信 他就是守护风舟滩和赤乐川 守护两族百姓幸福生活的胜利女神 虽然卫尸粉带 还带着挥之不惧的疲惫之色 宝英的脸上却带着发自肺腑的笑容 明艳不可方物 看愣了向他致敬的猛汉勇士 这些与敌人厮杀从未居的汉子 却感到心慌气短 不敢多看他一眼 又不舍得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直到宝英走远 他们才从失魂落魄中回过神来 小声议论起来 别急 今天看上去好美啊 这是个蒙古勇士 废话 长公主殿下什么时候不美啊 这是个汉族男儿 当然按说今天看着很特别 蒙古勇士忙笨拙的解释道 跟平时就是不一样 可能是援军快到了 心情愉快吧 又有汉子猜测道 一群白痴 一个在城头照顾伤员的妇人 一语道破天机道 那是因为别急的俄妇要来了 啊 原本见过宝英 兴奋不已的各族汉子 当时都成了双打的茄子 全都吹头丧气起来 他们这才想起 率领朝廷大军前来救援的 可不正是宝英的夫婿 明朝的镇国公大都督王贤吗 哼 汉人 根本配不上我们别急 蒙古汉子咬牙切齿道 汉人怎么了 汉族男儿不爽的哼一声 但话锋一转 又和对方站到同一阵线去了 虽然那姓王子 确实配不上长公主殿下 就是就是 配不上 城头的兵士们同仇敌凯 一起诋毁起王贤来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对 癞蛤蟆 叶峰把声音传得老远 一直飘到宝英身边 萨纳文言笑得花枝烂颤道 俄父是河道男人的公敌了 宝英文言也会心一笑 挥一下手中的马鞭道 等他到了 要好好给他点颜色看 嘴上说得凶 脸上的娇羞欢喜之色 却是瞎子都能看出来 萨纳无奈的暗叹 别急一想额父都要想魔证了 萨纳刚要调笑宝英几句 却见他打住话头 望着城外达达人的军营 眉头忍不住紧促起来 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萨纳赶忙收起笑闹之心 顺着宝英的视线望过去 只见达达人军营中 同样灯火通明 里头的人似乎混乱不堪 有骑兵在纵横 隐隐还有女人的哭喊声传来 城头上 宝英和萨纳看着达达人的军营 见他们忙乱不堪 不知要搞什么名堂 是不是要逃了 萨纳猜测道 说完自己先忍不住欢呼起来道 太好了 他们终于要撤了 不像 撤退不会这么大动静 宝英却缓缓摇头道 看起来像是在准备做些什么 莫非他们还不死心 萨纳被泼了盆冷水 一张脸灯石皱了起来 这些天 他虽然一直守在宝英的身边 但实在受够了残酷战争的折磨 夜里一闭眼就是尸山雪海 白日里总会被浓重的血腥 弄得吃不下饭去 这样的日子 他是一天都不想过下去了 最好不死心 宝英却双目放光 攥紧手中马鞭道 他的军队是哪天进的核套 什么 萨纳一愣神 不明白宝英想问什么 朝廷的军队哪天进的吐磨川 宝英只好再问一遍 萨纳这下听明白了赶忙答道 信歌上说是五月初七 那么多信歌 所携带的内容并非完全相同 有的写了王贤大军目前的位置 有的写了他抵达吐磨川的时间 还有的写了他的兵力 反正真真假假就看你信不信了 今天是 宝英轻声道 五月初十了吧 五月十一了呢 萨纳轻声道 这会儿已交子时 说着笑道 算起来 俄夫的大军明天就会到呢 明天他不一定会到 宝英轻咬猪唇 心中猜想着那家伙的心思 目光渐渐坚定起来道 明天他一定不会到 啊 萨纳吃了一惊 语气颇有些怨对道 俄夫怎么能不赶紧过来 他还磨蹭什么 他自然有他的道理 宝英淡淡说一句 这话要是让王贤听到 宝准感动的热泪盈眶 说一句 还是自家媳妇贴心呢 那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 萨纳撅着嘴问道 哼 到了时候 自然会到 宝英高深莫测地笑道 别急 你欺负人 萨纳抗议道 好了 就别瞎操心了 宝英笑着对萨纳道 去把陈将军请过来 斩茶功夫 一名神情沉塑的中年汉人 跟着萨纳来到宝英面前 毕恭毕敬的行礼道 莫将拜见夫人 仅听称呼 就知道他是王贤的人 这些年 王贤陆续为宝英 物色了不少人台 来壮大核桃的实力 这位叫陈夺的中年人 便是王贤一手带出来的 中藤将领 接到命令便离开明军 到宝英帐下效力 陈将军 这么晚请你过来 实在是不好意思 宝英对陈夺十分尊重 一直唯以重任 命他担任大王城守将 然而守城战开始后 这位守将 却被安排负责城内的居民安置 几乎从不出现在城头 这让很多人无法理解 以为陈夺是不是 哪里得罪了宝英 然而当事人毫无怨言 旁人也不好管闲事 夫人严重 末将但平吩咐 陈夺眼观鼻鼻关心道 巷战都准备好了吗 宝英知道他是纯粹的军人 便不再客套 静止问道 灰夫人都准备好了 百姓已经演练完毕 一炷箱内就可以把障碍设置完毕 再用一炷箱时间 所有不参战的人员 全都可以转移到地洞中 陈夺轻声回答道 这段时间太辛苦你了 宝英最清楚 陈夺这几句回答背后 藏着多少人日以继夜的辛苦劳作 单看他满脸的疲态就可见一斑 这是暑假分内之事 陈夺应一声忍不住轻声问道 夫人 战局可能恶化到要向战的地步吗 宝英沉默半赏 最终没有回答 阿鲁台定计之后 便连夜召集大小头目 向他们宣布 明天由施涅干全权指挥工程 为了不干预他的权威 阿鲁台将坐镇中军 非不得已不会出现 阿鲁台又下令阿布之安 率领本部主力 在外围防备明军可能的偷袭 并命人向北东南三面广派斥候 严密监视明军主力动向 务必要把他们全部的动静 第一时间传回中军 下完一些命令 阿鲁台环顾仗中的达达贵族 沉声训化道 蒙古的复兴 由达达人来完成 复兴的第一步 就是夺下眼前这座城池 说着提高声调 一字一顿道 明日不惜一切代价 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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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达贵族们一起高喊起来 第二天 天蒙蒙亮 草原的薄雾刚刚散去 守城的士族便看到 达达军营的营门敞开 那些充当炮灰的各族男子 被达达骑兵驱赶着出了营门 以群一般列队向城下走来 他们果然还没死心 核套军的将领神情凝重 他们本来实指望着达达人能知难而退 结束这场令人无比煎熬的战役 但显然达达人并没有放弃 来得好 闻讯而来的宝英却高兴的一拍剑舵道 我还就怕他们不攻城 众将不解的看着宝英 听他解释道 他们要是投走 我们找谁报仇去 话虽如此 宝英仍十分慎重 沉声吩咐众将道 达达人赶在今日攻城 必定会全力以赴 战斗肯定前所未有的残酷 诸位可要打起精神 不要在最后的关头出了岔子 明白 众将轰然应道 好 宝英点点头沉声道 做好死战的准备吧 说着他将目光投向城外 那些炮灰部队已经越来越近了 城头众将应一声 也把目光投向城外 但看清那些炮灰部队的模样后 城头上不禁响起一阵轻疑声 众将吃惊的发现 那些炮灰士族不同于往日的 衣不避体甚至手无寸铁 这次他们都得到了武器 甚至全穿着简陋的皮甲 乃至锁子甲 要知道 在物资匮乏的草原上 甲州向来是稀罕物 达达人的炮灰部队也穿上甲州 显然是下了血本 而且达达人的血本 何止是这些简陋的兵器盔甲 城头的守军悚然发现 那些炮灰部队除了扛着云梯 还推着用巨大木板蒙以牛皮的挡箭车 甚至还有带着楼梯的工程车 这些粗糙笨重的工程器械 是从未出现在达达军中的 虽然能起多大作用还是个未知数 但给城头守军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明白无误的告诉他们 今日的工程将绝对不同往日 施涅干一身锁子甲 头戴金智亏 顾叛自雄的骑在高头大马上 享受着身旁达达贵族的惊叹与恭维 别说城上的守军 就连这些达达贵族 之前都没见过这些粗糙笨重 却又气势十足的大家伙 这都是过去一个月里 施涅干暗中命炮灰军中的汉人 为他打造出来的 为施涅干打造工程器械 就可以不用去城头送死 汉人们自然争先恐后 利用极为有限的条件和资源 在一个月内打造出这百余具器械 之前这些大家伙都曾在施涅干营中 被他的属下严密看守 直到今天才得见天日 今日便是我施涅干天下闻名的日子 施涅干强压住奔章的气血 高声对那些炮灰军喊话道 想想你们的妻儿 你们要是败下阵来 他们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原本还神情麻木的炮灰士兵 文言全都胸口起伏 呼吸其醋 双目一片血红 不少人口中呵呵作响 像是化身为野兽一样 替本大人赢得这一仗 你们都将成为我的部族 再也不会受人践踏 施涅干指着城头 生死力竭道 上吧 啊 炮灰将士闻命 爆发出更猛烈的嚎叫声 他们推着沉重的攻城气聚 潮水般朝大王城涌去 这气势前所未见啊 达的贵族粗拥在施涅干身旁 七嘴八舌的恭维起来 今日老太师把舞台中央 让给了施涅干 这些靠拍马逢迎为业的家伙 自然把他们的马屁奉献 给了施涅干 大太敌 真是出手不凡哪 能让那群麻木不仁的侏罗 也为咱们达达人拼命 施涅干很享受众人的马屁 好一会儿才淡淡道 虽然都是用来消耗的 能让他们多出一分力 总是好的 大太极高剑 众将纷纷附和 在施涅干NV并用的驱使下 在达达军队虎视眈眈的威逼下 几万炮灰部队朝水般冲到了大王城下 登是将这座不算太小的城池 变成了汪洋中的孤岛 城上的守军已经开始用弓箭射击 飞尸如簧落在密不透风的炮灰军阵中 完全是箭无虚发 几乎每一箭都能射倒一名敌军 这一方面是守军的剑法高超 更重要的是 攻城一方实在太密集了 想要射空都难 至于滚石雷木 热油废水 自然更是随便往城下一丢 更是会直接带走一片敌军的性命 然而那些炮灰部队 也不知是已经彻底麻木 还是汗不畏死 身边的人惨叫倒地 其余人却视若无睹 依然自顾自的前进 他们踩着地上堆积如山的尸首 冲到了城下 架起了云梯 开始蜈蚣一样 顺着梯子一个挨一个往上爬 这是守城官兵一个月来 司空见惯的 他们不慌不忙 看着梯子上挤满了敌兵 才高高举起大石 朝着云梯最顶端的一个敌兵砸去 那名敌兵灯石脑袋开花 惨叫着跌落下去 又将身下的士族也带落下去 就这样一个带一个 最后居然有三分之二的敌兵 从云梯上跌落下去 高处落下的自然非死即残 就是从低处跌落 不会摔伤的敌兵也很难幸免 城下 人几人全都是脚 一旦跌倒 必定被践踏至死 休想再站立起来 还有守军会用杖许成钩 将云梯勾住 然后几个人一起用力 直接将其推离城墙 掀翻在地 那效果也是一样的 显然达达人的云梯 已经威胁不到 经验丰富的守军了 但当炮灰部队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将那些笨重的 工程机械运到城下时 守军的麻烦也就来了 那些挡箭车的巨大木墙 挡住了城上的飞石如簧 甚至连滚石雷幕也不怕 让工程部队终于在城下 站住了脚 终于可以张弓搭箭射向城头 向守军报一箭之仇了 城头的守军 当时被压制的不轻 射下来的弓箭都稀疏了不少 那些带着梯子的楼车 趁机靠上了城墙 工程的士兵们 争先恐后涌上楼车 踩着楼梯往城头上涌去 守城的士兵看到情况危急 赶紧想用石头去砸 但那楼车高于城墙不少 根本就扔不过石头去 守军又用长柄铁钩 勾住楼车 想将其推离城墙 然而楼车沉重无比 吓得还有许多士兵 肩顶手推 任凭守军使出吃奶的力气 崩断了铁钩 也休想动摇楼车分毫 见守军终于无可奈何 攻城的部队 登石士席大阵 飞快地登上楼车顶部 然后挥舞着兵刃 跳上了城头 守军将士的士气 却颇受影响 打惯着居高临下的守城战 看到敌兵冲上城头 猛虎一样攻了过来 官兵们难免气势为之所夺 竟不由自主想要退去 战场上永远都是 狭路相逢勇者胜 冷兵气时代 尤其如此 只要一方稍稍迟疑胆怯 必然会付出血的代价 果然 那些千辛万苦 终于攻上城头的炮灰部队 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就像虎入羊群一般 转眼就把成片的守军 砍倒在地 守军连连后退 居然一下子就丢了 好几段城墙 城外大齐下 石涅干和达达贵族 看得清楚 见越来越多的炮灰军 攻上城墙 达达贵族们 真心佩服石涅干起来 口中更是与此如潮 恨不得把他夸成是 当世战神 拖雷在世 石涅干勉强保持着严肃的神情 心里却乐开了花 暗暗狂喜道 哎呀 老子就是厉害 这些狗屁敌人简直不堪一击 我还没用撒手剪呢 狂喜之余 石涅干又忍不住 响入飞飞起来 破城之后 一定要把宝阴琪琪阁 这颗草原明珠 抢到家里做夫人 草原上的部落头领 不知多少人 做过这样的春梦 但是今天老子 就要把它变为现实了 一想到宝阴琪琪阁 石涅干终于绷不住 嘴角使劲上翘 满脸吟笑不要紧啊 他的嘴角 居然还流出了口水 亮晶晶的挂在塞边 看得一旁达达贵族 暗暗偷笑 等石涅干回过神来 才发现嘴角的口水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赶忙借着挥手擦了把嘴角 生死力竭道 儿郎们加把劲 成破之后 任而掳掠 不用石涅干激励 眼看胜利在望 炮灰军自会奋勇争先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敌兵 涌上城头 守军将领亡魂皆冒 要是任由失态恶化 城墙就要失手了 在这千军一发的危急时刻 城头上突然响起 鸡月的鼓声 不用回头 将士们也知道 那是宝英殿下 在为他们击鼓助威 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就是这鼓声 带他们撑过了 一次又一次的危急时刻 让他们的大王城 依然屹立不倒 紧接着 百鱼面战鼓一同敲响 那是城头守军的家眷 在跟随宝英一同击鼓 鼓声隆隆 阵隆发聂 守军将士登时清醒过来 他们猛然想起 自己要守卫这座城石 守卫城中的妻儿父老 守卫他们最尊崇的 宝英殿下 就是死也不能让敌人 毁掉自己的家园 兼淫自己的妻儿 伤害宝英殿下 守军将士们 一下子振奋起来 红着眼睛 迎上同样红着眼睛的敌人 兵刃猛烈的撞击在一起 花火四箭 你死我活的嚎叫着 厮杀成一团 守将又将预备队调上城头 巩固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将士们拼命死战 终于挡住了 达达军前进的步伐 然后凭借兵力的优势 把他们使劲压缩 守将又下令 角楼上的射手 用火箭射击那些楼车 大王城虽然不算太大 但建造时严格按照规制 在城墙各处都修建了角楼 防备的就是敌军攻上城头 角楼高于城墙一两丈 自然也高于楼车不少 射手们站在角楼中 可以自如的射击楼车上的敌兵 而楼车上的人 拿他们毫无办法 密集的火箭 朝一座座楼车射去 冲到楼车上的敌军 惨叫着重箭摔了下去 更糟糕的是 那些火箭上 缠着厚厚的油脂 射在楼车上便燃烧起来 很快引起熊熊大火 然后烧断了楼梯 让后续部队 一下子被挡在下面 在角楼射手的帮助下 城头的守军终于稳住阵脚 他们杀光了冲上城头的敌兵 然后七八人抬着粗重的木梁 狠狠撞向楼车 那楼车本来就是粗质烂造 又经过那么多人踩踏 还被火箭点燃 在木梁猛烈撞击之下 登时四分五裂 守军士气大振 又如法炮制 在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后 终于摧毁了敌军投入战斗的 二十余具楼车 楼车被迫之后 达达军的攻势为之一致 城头响起守军的欢呼声 城外大旗下 看着一句句楼车被摧毁 施涅干神情当时无比阴沉 他哪儿呢的 要是没有那见鬼的鼓声 大王城就拿下来了 达达贵族们更是垂胸顿足 扼腕连连 到底是谁敲的鼓啊 还能有谁啊 当然是保阴棋及格 有头领眼尖认出那在角楼上击鼓的红衣女子 乃是宝阴 他娘的 这个小娘皮还挺厉害的 众达达贵族又是气又是恨道 等攻下城来 让他光着屁股敲个够 显然 一吟宝阴的不是一个两个 当时 吟词汇语乱飞 令人不忍粗闻 施涅干听了十分不爽 他一把宝阴看成是自己的女人 岂容他人一吟 把脸一沉 施涅干怒喝倒 都闭嘴 再胡说八道 老子咽了他 众达达贵族吓了一跳 不知施涅干吃错了什么药 施涅干也自觉失言 毕竟宝阴目前跟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犯不着为他得罪这帮贵族 施涅干咳嗽一声道 我是立了军令状的 天黑之前必须破城 哦 众贵族这才理解的点头 纷纷为他出谋划测道 咱们不是还有一半的楼车吗 拳头进去吧 方才的第一波攻击 施涅干只用了一半的工程器械 还留着另一半备用 哎呀 人家已经摸到门道了 也有人悲观到 恐怕用处不大 他们摸不到门道 施涅干冷哼一声 咬牙切齿的沉声道 这次我要用撒手剪了 撒手剪 达达贵族们不明所以 城头的守军苦战到日上三竿 终于听到达达军收兵的号角声 听到命令 那些炮灰军却一反常态 没有立即撤退 反而疯了一样 狂攻不已 守军虽然错恶 但是没了楼车的威胁 挡箭车也被基本毁掉 仅凭着那些简陋的云梯 炮灰军再怎么拼命 也威胁不到他们 别忘了 守军也已经拼上命了 看着那些炮灰军不听号令 执意寻死 达达贵族们无比错愕 不知那帮卑贱的家伙 为何患了失心疯 再卑贱也是命 何苦要自寻死路 又没说攻不下城来 就杀光他们呀 只有施涅干满脸冷酷 丝毫没有意外的神情 显然明白那些炮灰军 寻死的原因 顿饭功夫 城头上的喊杀声 终于停了下来 这一波参与攻击的炮灰军 全都死伤殆尽 但守军将士也绝不轻松啊 今日的战斗 无论从强度和难度 都远超往日 他们的损失也超过两千 赶得上之前半个月了 这次不用宝银提醒 也没有人敢放松下来 敌军显然不会是 这么早就收兵 他们还有许多的工程器械 没有投入使用 显然还会至少组织一次攻击 所有人抓紧时间转移伤员 补充弹药器械 或者喝水吃饭 恢复体力 等待下一次大战 果然 正午时分 达达军卷土重来 守军将士赶紧各就各位 严阵以待 但当他们看到 这次打前阵的敌军样貌时 所有人都惊呆在那里 竟然是上万名女子 大王城外 女子的哭声震天 所有人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多女子同时大哭的场景 看着达达军驱赶着上万名各族女子 朝大王城下而来 守军将士全都惊呆了 所有人目瞪口呆 面面相去 他们要遭雷劈啊 守军将士大声咒骂起来 那女人当挡箭牌 算什么男人 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咒骂 达达军依然将那一万多女子 驱赶到城下 然后逼着他们攻击东面城墙 这些可怜的柔弱女子 身受折磨侮辱 丈夫也已战死城下还不算 毫无人性的达达人 居然驱赶他们攻城 他们哪会攻城啊 纯粹就是做肉盾用的 这肉盾显然效果很好 那些女子已经哭着 进入了城头攻守的射程 但早已杀人如麻的守军攻守 居然被哭得心烦意乱 谁也松不开手中的攻衔 都愣着干什么 眼看着那些女子到了城下 攻城器械也被推到城下 一些手将急得跳脚 用马鞭抽着弓手的背 破口大骂道 赶紧射呀 还贪娘的等什么 可可可是那是女人哪 弓手们满脸纠结 痛苦的呐喊道 杀女人会被长生天诅咒的 干场上没有男女之分 难道女人要杀你 你就不还手了吗 将领咆哮道 再不动手 成就要失手了 射呀 弓手们大叫着 闭眼射出了弓箭 那力无虚发的箭矢 却不知飞到什么地方 几乎没有射到那些女子 所有人面面相觑 玄机都明白过来 原来大伙都存着 反正有别人 我射不中无所谓的念头 结果所有人都放了空箭 城外大旗下 达达贵族们 狂笑成了一团 纷纷朝食涅干 竖起大拇指 高啊 实在是高 大台级居然想出这种法子 妙 实在是妙 也有人不无担心的问道 这样会不会被长生天怪罪啊 众人神情一致 都偷眼看向食涅干 心说 横竖都是他的主意 长生天要怪就怪他一个人 却见食涅干 云淡风轻道 我们又没有杀女人 只是命她们去攻城而已 就算她们被杀死 也是博尔基基特人动的手 长生天为什么要怪对咱们 有道理 众达达贵族文言如释重负 继续一面奉承食涅干 一面兴致勃勃勃的欣赏着那 前所未见的女子攻城 一架架云梯靠上城头 沉重的楼车也缓缓逼了上来 在达达士兵的威逼下 那些可怜的女子 不得不开始哭喊着 往城头上攀爬 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 城头的攻守反而松了口气 因为要不要杀那些女子 不再只是她们要面对的难题 现在所有人都需要面对了 负责滚石雷木的士兵 端着热水滚油的妇女 手持长柄铁钩的士兵 全都僵在那儿 明知道绝不能丢掉城墙 这面对着那成千上万 七七惨惨的可怜女子 如何能下得去这个手 才不动手 你们的妻儿父母 就要和他们一样了 却也不是所有人都无法动手 也有不少心如铁石的汉子 再也按捺不住 不知是谁第一个 举起大石 咬牙切齿枪承下志趣 当时 女子特有的凄惨尖叫声响起 紧接着 又被铺天盖地的哭汗声掩盖 你们要害死全城人是不是 一旦动手也就无所顾忌 越来越多的将士 闭着眼咬着牙 纷纷松开弓弦射出羽箭 推下沉重的滚石雷幕 阻挡那些女子登上城头 你们不是要发誓要保护 保音殿下吗 难道她的性命 你们家人的性命 不比这些陌生女子的重要吗 那位第一时间就下令阻击的将领 名叫李硕 与陈夺一样是王贤派来合套的 担任东面城墙的指挥官 他见越来越多的将士开始攻击 忙声嘶力竭的趁热打铁道 立即进攻 还有迟疑者 以临阵退缩论 定斩不饶 这番软硬坚持下来 几乎所有的汉人都恢复正常 开始咬牙攻击城下的女子 只有那些蒙古人 居于萨满礁的教义 怎么也动不了手 李硕见自己下令之后 那些蒙古人还敢不从 灯使怒不可遏 咆哮道 独战队何在 一对头缠红金 舔胸蝶肚的壮汉 手持鬼头大刀 硬声出现在城头 谁敢犹豫不前 杀无赦 李硕杀气腾腾下令 遵命 独战队高声应喝 举刀朝那些 一动不动的蒙古人砍去 那些蒙古人 竟认命的闭上眼睛 在信仰面前 生命竟显然如此微不足道 住手 手起刀落之际 突然一个清脆 不失威烟的声音响起 所有独战队员 向被施了定身法 全都一动不动 因为 那是宝阴殿下的声音 见宝阴出现在城头 李硕赶忙上前行礼 解释道 夫人 军情如火 军法无情 末将也是迫不得已 他以为宝阴 是为那些蒙古人出头 扰乱李将军的命令 是我的错 将军无需解释 宝阴歉意地向李硕 还礼道 只是蒙古人乃长生天的子民 长生天命他们不得杀害女子 他们就是死也不敢违背 情况特殊 还请将军法外开恩 夫人的命令 末将自当遵存 李硕心中不满 却也不敢违抗宝阴的命令 只好闷声道 只是 仅凭汉人 恐怕抵挡不住 顺着他的目光 宝阴看到城头上 尽管汉人士族已经全力以赴 但没有占大多数的猛人出手 还是被达达人的女子部队攻了上来 好几处城墙上密密麻麻 全是哭喊的女子 城外 大旗下 要上去了 看到那些明明 雷若不堪的女子 却比任何一次进攻都成效显著 打打贵族们激动的嚎叫起来 谁说女子不如男啊 哈哈哈哈 施涅干却紧抿着嘴唇 一方面在经过上午的希望到失望后 他变得更加谨慎 眼下那些女子还没有站上城头 一旦守军下定决心齐心协力 还是可以把他们赶下去的 另一方面 施涅干更担心 一得一忘形会再流下口水 城头上 李硕试图说服宝阴 让他下令蒙古人赶紧动手 李硕在河套已经有几年 深知能让蒙古人 违背长生天的东西极少 但恰巧宝阴齐及格的话 就是一二 夫人 大大人的精锐 就藏在那些女子身后 很快她们就会跟着攻上城头 那些女子是她们的肉盾啊 李硕指着城内的街道巫射道 夫人 且不可有 不切实际的人词啊 不然待会哭的 就是城中的妇孺了 我知道了 宝阴微微汗手 面色凝重地低下头 似乎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之中 李硕等人只好耐着性子 等宝阴做出决定 好在没等多久 他们就见宝阴抬起头来 神情无比坚决 李硕察言观色 心中暗暗一松 哪知却听宝阴缓缓说道 放开几条通道 让那些可怜的女子入城 自 李硕刚下意识地喊出一个字 就像被捏住脖子的鹅 双目圆凳地盯着宝阴 你说什么 激动之下 她都忘了静语 我说 放开几条通道 宝阴神情似水 不疾不徐道 让那些可怜的女子入城 夫人 你 你疯了吗 李硕额头青筋 突突直跳 咬牙切齿道 你让我们如何防守城墙 不少汉人士族也神情各异地看着宝阴 有的为宝阴的仁慈感动 也有的是不敢苟同 想象不出 他竟然为了不伤害那些素不相识的女子 就要让城防陷入巨大的危机 守得住就守 守不住 就撤入城中大巷战 宝阴却淡淡道 我不同意 这是拿全城人的性命开玩笑啊 李硕激动地跳起来 朝宝阴大喊大叫 宝阴被吼得有些头疼 看一眼跟在身旁的陈夺道 李将军情绪有些激动 陈将军 现在你来负责 李硕文言 大笑一声 把头盔往地上狠狠一掷 转身就走 陈夺也不看李硕 目光缓缓扫过城头的两族将士 这些士兵都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 见到老上司终于出现在城头 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只听陈夺沉声下令道 停止攻击 放开通道 陈夺的微信是远超里硕的 何况这命令还是宝阴所下 蒙古都士兵毫不迟疑 便坚决执行 那些汉族官兵也只是稍稍犹豫 便停止了对城墙上女子的攻击 那些颤战兢兢的女子 很快发现 城头上为他们放开了生路 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们 手脚并用爬上了城头 城头上 士兵们用雷幕和栅栏 堆出了几条通道 有猛汉两族的军官站在高处 用两族的语言大喊 让他们沿着通道通过城墙 下去以后服从安排 那些受尽苦难的女子 怎么也不会想到 明明应该对他们刀枪相向的守军 居然成了他们的保护神 震天的哭声再度响起 但哭声中的情绪 却截然相反 那些负责转移这些女子的官兵 被哭声折磨得不胜其反 他们实在是想不通 为什么女人不管是喜怒哀乐 都只会哭哭哭啊 城外大旗下 施涅干等人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看到城头的攻击骤然停止 守军居然任由那些 赤手空拳的女子 居然就这样 顺着云梯和楼车爬上了城头 哈哈哈哈 达达贵族们笑得前仰后合 险些要跌下马背 他们现在对施涅干佩服的可谓五体投地 这一手实在是捏住了宝英琪琪格的七寸 哼 所以说母鸡不能私沉 宝英琪琪格被吹得再玄乎 也还是妇人之人 施涅干叹了口气 终于忍不住把自己的理想公之于众 所以啊 日后他还是乖乖给本王生儿育女的好 啊 哈哈 众达达贵族这才明白 原来施涅干同样对宝英垂涎三尺 要是平时大伙倒也能争一争 但此意 施涅干居功至尾 肯定谁也争不过他 笑容在达达贵族们脸上凝固 但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施涅干很满意他们的反应 把手猛的一挥 高声宣布道 破城后 宝英之外 城内的财宝女子任你们分配 大台极慷慨 多谢大台极 达达贵族们登时游英转情 兴奋的欢呼起来 这种事 却也有谨慎的 小声提醒施涅干道 是不是得听太师的 今天是我说了算 施涅干狠狠登那不懂事的家伙一眼 心里头给他判了死刑 东面城头上 守军士兵正在引导那些女子疏散 突然 一个投过杀金的女子 拔出刀来 猛的刺进了一名守军的胸口 那名守军挫不及防 只来得及探手抓住那人的杀金 便突然倒地而亡 杀金扯开 露出了浓密的落腮胡须 那哪里是个女人 分明是个身材强壮的达达武士 紧接着 那名达达武士周围 若干女子接去头巾 露出猙獰的男子面容 举刀朝守军展开突袭 达达军以女子为肉盾 但真要攻城还得靠男子 十年干命千余名身材矮小的炮灰军 穿上女人的衣裙 混在队伍之中 为了保证齐齐效果 他还首次派出了嫡系的达达军 也混在队伍之中伺机而动 他们混在女子中间 顺利登上城头 朝守军发动进攻 登时杀上了不少守军 守军将士纷纷举起兵刃 想要包围那些刺客 但城头上人头攒动 根本难以移动 一不留神 就又被藏在人群中的刺客捅了刀子 城头上尖叫声 呼喊声 惨呼声 响成一片 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那些刚刚惊魂烧定的女子 见身边突然到处是厮杀 又吓得魂不附体 在城头上抱头乱窜 已经接近对面的 自然飞快入城 逃离这个人间炼狱 但被厮杀挡住的 就开始往回倒退 这一退不要紧 让后头的人也上不去 跟在后面的工程部队 自然也是不得不停下脚步 射 石涅干的声音响起 他亲自到最前线督战 对达达精锐下令道 将那些往后退的 都射死 达达精锐攀在楼车上 整个东面城墙 都在他们射城之中 文令立即开弓射箭 弓弦响出 退到城头的女子 纷纷重箭坠落 那些正在往上攀爬的女子 这下全都明白了 只有往前才会有一条生路 往后则必死无疑 想清楚这点 妇人们手脚并用 拼命爬到城墙上 不管不顾冲到对面 别看他们虽然力气小 但架不住人多 还是把正在厮杀的两帮人冲得七零八落 整个东面城墙局面彻底失控 守军将士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 原先预备的那些女子一过去 就全力阻击敌军进攻的计划 显然已经破产了 当那些女子终于基本下城之后 达达军士兵也已经站到城头之上 守军将士这才能够组织反扑 但整面城墙已经到处是敌人 地力优势不服存在 双方将士绞杀在一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角楼上的射手投鼠忌器 根本没法帮忙 东面城墙上杀声震天 血肉飞扬 双方一个是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攻上城头 一个是拼命防守 寸步不让 是要保护城中的妻儿老小 自然全都豁上老命 一定要将眼前的敌人杀光 按说此时兵力相当 气势相当 战局也应该相当才对 但远远看过去 分明是守军一方战有优势 优势来自于兵器 守军将士所用大都是长枪 攻城一方所用都是弯刀 这十分正常 守军要把爬在城墙上的敌人捅下去 兵器自然是越长越好 攻城一方要手脚兵用攀爬城墙 自然只能携带短兵器 战场上永远是一寸长一寸强 双方将士刀枪相向 在经过最初的混乱纠缠后 守时长枪的守军将士 渐渐占据了上风 往往 他们的长枪已经刺入敌兵的身体 对方的短刀却只能徒劳的空灰 长枪拔出 带起蓬蓬鲜血 然后继续刺向下一个敌兵 一番浴血奋战 守军将士终于稳住了阵脚 阻挡住敌军占领正面城墙的步伐 但是 他们想要将敌军赶下城头 却又无能为力 因为达达军已经牢牢占据了数段城墙 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增援上来 城头的兵力越来越多 而守军这边 西南北三面城墙上的守军 却被军官勒令坚守岗位 不许增援东面城墙 将士们只能揪心的 看着东面城墙上的厮杀 城外 石涅盖对那些普通军的表现很不满意 终于把目光落在一名身穿锁的甲 头戴黑铁盔的达达军官身上 沉声道 你们上吧 那名军官早就等得不耐烦 闻命大喜啊 拳头重重垂下胸口 二话不说便率军向前 你要动用本部兵马 阿鲁台的声音在石涅盖身后响起 石涅盖闻声心中大骂 老东西 看我攻上城头就安耐不住抢弓了吗 回过身时 他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对阿鲁台低头道 父亲 经过半日的熬战 我们已经攻上城头 并站稳了脚跟 不用强调你的功劳 老夫眼还不瞎 阿鲁台哼一声 还真让石涅盖猜着了 他就是听说自己一个月都没攻下来的大王城 让石涅盖半天就站稳了城头 这岂不说明他这个当老子的要远逊于自己的儿子 阿鲁台哪里还能在中军上坐得住 自然要赶紧过来摘头子 儿子不是表公 是说明情况 石涅盖强压着怒气 闷声道 这种情况下 把最精锐的投入进去 躲下整个东面城墙 以而攻占全城 哼 还用你教老夫 阿鲁台哼一声 他当然知道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只是觉得自己好容易才积攒起来的达达骑兵 用在这种下马攻城上 实在是太可惜了 是儿子多嘴了 石涅盖闷声说一句 便转过头去看着城头 行说等我把这一让赢下来 就是你老东西人心尽失的时候 石涅盖之前 宣布破城之后 钱财女人任由达达贵族分配 就是在给自己老爹挖坑 他知道 以阿鲁台财迷的性格 肯定会否定自己的安排 那样一来 达达贵族必然对阿鲁台心生怨恨 就算阿鲁台忍痛同意失涅干的方案 达达贵族们也只会感激他失涅干 而不会感激阿鲁台 果然 当身披锁子甲 手持袁木顿的达达士兵上城之后 守军的优势便不复存在了 这些达达士兵本就身强体壮 武艺高强 又养精蓄锐多日 终于被放入战场 战力便如洪水般爆发出来 而且他们的兵甲 很是克制守军 尤其是那用苏木做成的原木盾 本是为了抵御骑兵的冲击 面对步兵长枪自然更无压力 守军的长枪狠狠刺来 根本没法穿透木盾 而且长枪扎在盾牌上 便拔不出来 达达士兵身上的锁子甲 对筒刺的防御 虽然不像对坎坯的防御那么出色 但依然可以大大抵消 守军在兵器上的优势 可以让他们不顾忌守军的长枪 挥舞着大刀 大劈大砍 只见他们长刀呼啸 一刀便将长枪劈为两段 下一刀便砍在守军将士的身上 将他们的手臂连根砍下 面对强敌 守军将士苦苦死撑 依然无法阻止战局逆转 优势重新回到达达军的一方 其他三面城墙的守军健壮 愈加急不可耐 脸红脖子粗的嚷嚷着要过去增援 军官们却依旧不肯松口 面对着部下的质问 他们只说是陈夺将军和宝英殿下的命令 将士们无可奈何 只能垂胸顿足 虽然渐渐的守军的劣势越来越大 渐渐被达达军分割包围 再无生还希望 但守军将士保卫家园的决心 却从未动摇 根本没有人考虑生死 他们毫不畏惧四面八方的敌人 拼命的用枪筒用刀砍用脚踢 达达军无奈发现 要想杀死一个守军士兵真的很难 砍断他们的兵器 守军士兵便抱住敌军往城下跳 砍掉他们的手脚 他们还能用牙咬用头撞 就是死也要拖一个同路的 非得把他们的头砍下来 才能彻底放心 在守军将士舍生忘死的抵抗下 原本失涅干以为 唾手可得的东面城墙 直到天快黑时 才彻底沦陷 这样一切